我笑了笑,认真说道,我的雷劫范围我控制不了,但是至少会覆盖整个问天宫,甚至可能会超出问天宫范围,如果被雷劫覆盖,一定要在我的雷劫落下之前顿出雷劫范围,否则必死无疑,不管你事凡先圆满,还是虚先圆满。 众人领会的点点头,他们的任务就是阻止伪仙城的敌人轰开阵击,困阵里面的人是没有办法攻击外面的人的,而外面的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里面的人,这样一来,就算修为相差了一个层次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且,就算雷劫要落下来的时候,他们退走,里面的人也无法瞬间轰开阵击,对我来说,只要拖延几秒钟,雷劫就可以落下来。 我再次抬手一挥,四个大大的玉瓶出现在我面前,我随手一推,仙圆控制着玉瓶分别落在了灵月,落丧,熬拳,羽莫身前。 除了灵月之外,其他三人都疑惑地看着我,不知道我此举是为何意。 我笑了笑说道,这是我炼制的蜂脉丹,这蜂脉丹吃了之后,全身的经脉会被封住,仙圆调动不起来。 而且,里面融入了我的生机,吞了蜂脉丹的人会被我布置的困阵所感受到。 哼,你这是要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敖拳笑着说道。 我点点头淡淡地说道,是的,敖前辈,吃了融入我生机的蜂脉丹,困阵会对其失效。 吃了疯卖单的敌人,可以放他们出来作为俘虏,不许强杀俘虏,如有违背者,杀无赦。 后面的三个字,我说得很冷,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伟先成的人,不一定全部都是来烧杀抢掠的,也有一部分是奉宗门命令来灭掉问天公的,不是他们真的想念,而是被逼的。 要杀这一部分人,我还真的下不了手。 而且,手里有些俘虏,也可以用来作为和伟先成谈判的筹码。 哼哼,照我说,这些王八蛋全部弄死算了。 要什么俘虏,伟先成的人,没一个好东西。 敖兄恨恨地说道。 敖拳摆了摆手说道,沈长老说得在理,你觉得伟先成没有一个好东西,在那你接触到的,都是想要杀你的人,你没接触到的,不一定就都是心坏之辈。 不是心坏,还来攻打我们? 敖兄脑子似乎转不过弯来。 我笑了笑说道,有句话叫做,失命难违,你应该明白的。 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明天一天时间准备,大家各自回去安排吧。 交战开始之后,每隔一盏茶的时间各自联系一次,如果有一方顶不住,立刻发球就传讯。 是,众人纷纷离场,人员的调配和战前准备都需要时间,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耽误时间。 敖拳和雨墨也在第一时间回去了自己的门派。 原本人生鼎飞的大殿,瞬间就剩下了我,凌月,洛桑,夏英如四人。 女婿,你真的没问题吗?夏英如走到身边,有些担心地问道。 我伸手挠了挠头,笑了笑说道,应该。 没什么问题吧? 那些护阵,困阵,杀阵,挡不了太久,你的时间很难把握。 如果你引雷杰的时候早了,我们还没有回回来,他们就算没斩杀你,也可以轰开困阵,计划就失败了。 如果你引雷杰晚了,他们很可能找到你,轰开那些护阵,在雷杰还没落下来的时候就将你斩杀。 洛桑有些担心地说道。 我恩了一声说道,放心吧,我会等你们全部回原之后,和上困阵,再发动雷杰的。 至于如何在雷杰落下来之前,怎么保命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吧? 哼,你自己都说应该了,要不然再调整一下,等把他们关起来之后,你再趁乱进去杜劫。 洛桑嘲讽了一句,脸上却是满满的担忧。 我摇了摇头说道,行不通,这么多的敌人,想趁乱进去,简直就没有可能,我事先隐匿在那边,把握是最大的。 好吧。 洛桑说着,抓出了一块黑金元盾,嘴里说道,这是我最好的一件,防具了,半嫌弃,希望对你有些用处。 我也没有客气,一件这样的宝物对我来说用处是很大的。 我很清楚我是这场大战的关键因素,如果我没有引来虚仙雷劫,那么这场大战十有八九会输得很惨。 沈长老,这是我从问天宫上任公主留下的传承里面得到的一件男性内甲,我穿不了,也送给你吧。 灵月说着,拿出了一件黑色的内甲。 洛桑眼神一亮,嘴里说道,这件内甲是仙气。 呵呵,或许是吧,给洛店主勾勾演。 灵月说着,把内甲丢给了洛桑。 洛桑伸手接过,眼中的金光更甚,甚至露出了一丝贪婪。 果然是一件仙气内甲,沈长老,你穿上这玩意要安全很多,仙气内甲,而且在经脉薄弱处还有仙丝加持,就算是极品蒸汽也划不开。 洛桑兴奋地说道,我也伸手接了过来说道,那就多谢公主了。 不用谢,都是问天宫的人,再说了,这件内甲我也穿不了。 灵月笑着说道,洛桑哈哈一笑说道,公主这是特意要给沈长老而已,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我可以把这件内甲改成你能穿的尺寸。 呵呵,现在沈长老比我更加需要这件内甲,我去做最后的人员调度。 灵月爽快地一笑,祭出飞剑冲了出去。 好了,我也再去做做最后的准备,有了这两件防御法宝,我信心大脏。 我说着也祭出了飞剑,直接来到了问天广场。 此时的问天广场早已经变成了禁区,不允许任何人走动,这里的阵法都是雏形,没有一个和尚的,没有和尚的阵法是很难被发现的。 由于阵法数量极多,相互之间的干扰联系也异常地紧密,如果有人走动,很有可能会影响我对阵法的控制。 我背手站在了广场中央的石台上面,把广场上的阵法整理了一遍,大大小小的阵法有十多个,都是最顶级的阵旗布置而成,经过这一个多月对阵法的布置和参透,这些阵法的都无限接近四级阵, 我的阵道水平也由二级先阵师变成了一个三级巅峰先阵师,只需要一些机缘和感悟,我就可以跨入四级先阵大师的行列,只是现在根本没有时间闭关去突破。 阵法是我最大的依托,我很清楚,伟先成来的人里面肯定有先阵师,而且肯定有阵道水平比我还高的先阵师,我的依托只是阵藏那特殊的布阵手法,这手法就算是先阵大师,也不能随手抹掉我的阵法。 如果来的虚仙里面有先阵宗师,那阵法的作用会被缩小很多,虚仙修为能把阵道提升到宗师级别的人,应该没有吧? 第二天,问天宫的人陆续撤离,留下了一百精锐弟子,我依旧在问天广场完善那些阵法,十一枚阵藏阵棋被我布置了一个三级巅峰的隐秘先阵,就在石台上面,这个隐秘先阵是用来隐藏我的,只要我收敛浑身道运气息,然后把呼吸变为胎息,如果排除阵法因素,就算是地仙强者在附近,也不一定能够发现的了我。 当然,如果那个地仙强者是个阵法宗师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天伐日姗姗来迟,安排在天伐山外围放哨的弟子不时地传来讯息,天伐日的修为压制放松的时间是当天的晨时开始,虚时结束,也就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只有十二个小时。 而从前一天的子时开始,天伐山周围的八个传送阵就开始不停地有人从伟仙城传到天伐山外围。 陈时未到,传送阵就已经关闭了,根据八个传送阵外围传来的消息统计,这次伟仙城过来的人数超过八千,其中虚仙就有将近五千多人,剩下的三千都是繁仙圆满。 这让我心里一阵无语,这人数已经完完全全超出了我的预计,不过我也知道,这里面很多人都只是来搜刮资源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冲着问天公来的,他伟仙城还没有这么看得起问天公。 正震惊间,又是一道仙缘传训飞了过来,我抬手抓住,意念一扫进去,随即更是脸色大变。 因为这道传训的内容是,伟仙城准备彻底清理天伐山。 我眉头紧皱,怪不得会来这么多人,原来是想要把天伐山变成一座死山,这伟仙城还真做得出来,天伐山里面妖兽加修道者有数十万人,其中甚至还有刚出生的小婴儿,这些婴儿惹他们了吗? 在这种弱弱强识的地方,简直就没有什么天理可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不飞升来这个破地方,我甚至感觉,修道意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阴谋。 抬手发出数十道仙缘信息,叫天伐山外围的探子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至少让其他人做好准备,不要等刀夹在脖子上了才知道反抗。 晨时一道,天空突然发出一声轰鸣,天地规则在这一刻彻底地改变,即便我只是繁鲜圆满,但是天地规则变化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种想要不顾一切,修炼的念头,因为我心里很清楚,只要再往前一步,我就会被虚仙雷结感应到。 我强行压制着自己的修为,开始做镀结准备,灵月给的那件仙气内甲,早已经被我炼化穿在了身上,大小刚刚合适,就像是量身定做的一样。 洛桑给我的那件半仙气,也被我放在了旁边。 中央广场被一个巨大的隔绝阵法隔绝,用意念是绝对扫不进来的,但是我的意念却可以扫遍周围20公里。 数十枚上品仙元石和仙音石撒在我的周围,周围同样布置了一个隐秘阵法,在问天空的西北和东北面还有两个仙幻阵,幻阵里面有两个假人,一个是我,一个是灵月,幻阵外面是几个三级防御仙阵和困杀阵,都是我亲手布置的。 至于广场之中,数个小型的困阵,里面包裹着沙阵,沙阵里面,还在八个方位布置了八个仙暴阵。 石台之上,是我用阵藏阵器布置的三级巅峰隐秘仙阵。 仙阵,下面有一层隔绝阵法,和两层防御仙阵。 我昂头站在石台之上,问天空一片寂静,可是我知道,现在的天伐山很不平静,一道道仙缘传训不断地落在我手里。 这些仙缘传训来自天伐山的四面八方,伟仙城的那些虚仙和凡仙已经正式开始清理天伐山,他们的手段残忍异常,见人就杀,哪怕是孩童也没有放过。 伟仙城看来,是要彻底地抛弃天伐山了。 修,又是一道仙缘传训飞入手中,这道传训是零月发过来的,统计过后的数据,内容看得我浑身一震,有三千虚仙从四个方向直奔问天空而来。 预计一个时辰内会陆续到达,为首的是伟仙城城主刘诗伯的次子刘子晨,虚仙圆满修为。 我一握拳头,仙缘传训被捏成虚无,三千虚仙来对付问天空,伟仙城还真够下血本的,好在天伐山够大,这八千人进入之后也不算太多,其他人分散清理天伐山一天时间还不一定可以做到,也就是说,这三千虚仙,短时间之内是没有援军的。 呼我深深地舒了口气,静静地等待着时间流逝,心里却憋着一股气,我知道,此时的天伐山就是一座人间炼狱,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被斩杀,都有房屋被焚毁,这让我心情无比地沉重,可是我却没有丝毫的办法,我能做的,就是先吞掉这三千虚仙。 伟仙城的城主,几乎可以用毫无人性来形容,他日我若有实力,必然将他碎尸万段。 仅仅是一刻钟的时间,从北面过来的敌人已经踏着飞舰,率先到达了问天宫宫外,足足有近千人,这些人来了之后,纷纷要用意念扫着问天宫,只不过被外围的隔绝阵法挡住。 他们没有动手,而是留在了北门,等候其他三路人马过来,有几个精通阵法的,已经在研究问天宫的护宫大阵了。 又是一刻钟过去了,西边的敌人也来到了问天宫西门外。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东边和南面的敌人也陆续感到,我的意念不断地观察着他们, 为首的男子刘子晨在东门,这个少城主长得像蛇精似的,样貌比妖兽还要妖兽,就连一年落在他身上都感觉一阵反胃。 不断地有先缘传讯落在他手里,他也不断地发出各种先缘传讯,仅仅只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似乎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 四个门的虚仙同时动手,由四个仙镇师主持,那些先缘不断地轰击在问天宫的护宫大阵上面,仅仅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护宫大阵轰然坍塌,被轰得粉碎。 四个门留守的一百名凡仙圆满都只是向征兴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快速地撤走,通过聚集在西北面的预留通道,等外面的人全部进来之后,他们逃了出去,这一百人中,有二十人来不及逃跑被斩杀,四十多人受伤。 如果不是现在问天宫里面有各种阵法阻挡,估计这一百人一个都逃不出去。 咦?那些蝼蚁都跑了? 我刘子晨皱了皱眉头,意念铺天盖地地扫了出来,随后果断地朗声说道,所有的先阵师,各自带领一百人,轰开所有阵法,尤其是那些大殿,全部回去,我看他们往哪里躲。 问天宫的每一个房间都有隔绝阵法,其实不止问天宫,伪先玉基本每个房间都会有隔绝阵法,这是保护隐私的手段,墙和门窗根本就挡不住意念扫路。 随着刘子晨下令,三千虚仙全部涌入了问天宫,密集又粗暴的轰鸣声扬起,一阵阵尘土,一座又一座的房屋被轰塌。 我抬手发出四道先缘传讯,这个时候,尹雷杰已经来不及了,虽然乌云凝聚的时候,他们发现不了这是天命雷杰,但是林月他们赶回来同样需要时间。 四道先缘传讯发出去,立刻就被那些虚仙发现了,虽然他们无法捕捉到传讯的内容,但是已经通过先缘波动,注意到了问天宫中央广场。 只是呼吸之间,上千个凡仙就落在了广场外围。 上千个意念被隔绝阵法挡住。 哄,刘子晨寄出一杆长枪,直接轰在了隔绝阵法上面,那些虚仙纷纷寄出武器,只是一下,隔绝阵法便烟消云散。 我躲在隐匿阵法里面没动,甚至连纤缘波动都没有,我再等,等他们进入中央广场,然后直接发动困阵和杀阵,先困住他们再说。 等等,少城主,那个石台有问题。 一名留着长须的汉子,伸手拦住了想要继续往前走的刘子晨,皱了皱眉头说道。 我叹了口气,这个长须男子必然是个先阵宗师,隐藏得这么好,都被他发现了。 嗯,大家攻击,把那个石台变成碎渣。 刘子晨说道,手中长枪一挥,那些虚仙全部冲进了中央广场,而他自己和那个长须男子却没有往前半步。 看着这些虚仙全部进入了中央广场,我再也坐不住了,突然从隐秘阵法中冲了出来,十几枚震气洒了出去,准确地激活了中央广场里面的那些阵法。 中央广场顿时迷雾大作,而我一年的镜头,已经扫到林月他们正在回原了。 好像是那个神啊,刘子晨看到我的那一刻目入凶光,随后大声吼道,给我杀了他。 可惜的是,这些人暂时被激活的困阵困住,短时间之内根本没有办法找到目标。 我冷笑一声,再次钻进了阵法之中,抓出一枚巨大的阵旗,挥在了大困阵的阵心。 轰隆隆,问天公的上空发出一阵阵轰鸣,包裹问天公的巨大困阵被合上,一千多枚阵机若有若无地闪现了一下,彻底地隐秘在空气之中。 与此同时,我毫不犹豫地运转修炼功法,第一股纤元气窜进我的经脉之后,直接冲破了凡仙的智骨,一种雷杰的束缚力量瞬间被我感受到。 徐仙雷杰来了。 头顶乌云迅速凝聚,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原本很光亮的环境甚至变得有些暗淡。 少城主,我们被困阵困在问天公了,先把所有人叫过来,轰开这里面的护阵,省望想在这里渡劫,杀了他,阻止雷杰降临。 那长须男子抬头看了看头顶,脸色凝重地说道。 刘子诚根本不敢耽误,他闲员鼓动之下,一句话响彻问天公,所有人都过来中央广场,省望的雷杰是天命雷杰,在雷杰没有凝聚之前,一定要将他斩杀。 一旦激起千层浪,刘子诚话音一落,除了还在攻击两个幻阵的一两百人,几乎所有人都出现在了中央广场外围,这些人没有一个傻瓜,落地之后,纷纷祭出了武器,等待着那长须男子的指挥。 长须男子自然不会让人直接攻击困阵,如果这样做,困阵里面的静谦虚仙必然会被全部轰杀,他只是,看了不到一分钟,便撒出十数枚正旗,嘴里说道,轰击我正旗的落点位置。 我心中不禁暗赞这长须男子的震道修为,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找到那些困阵的阵心,震道修为远在我之上。 我躲在防御阵里,意念一动,困阵里的杀阵发动起来,无数把隐匿在阵法之中的武器纷纷击射而出,那些虚仙慌忙展开了自己的领域抵挡,一些防御兵器也纷纷被寄了出来,虽然这些阵法已经是三级巅峰先阵,但是一下困住这么多人,还真没有太大的威力。 杀阵一发动,困阵在那些虚仙的轰击下裂开了一道口子,我抬头看了看头顶的乌云,数千个微弱的白点已经在慢慢开始凝聚了,这是清理雷劫,用来清理雷劫范围之内所有修到生命体的。 杀阵发动并没有杀掉困阵里面的人,只是偶尔看到一些残肢和血剑飙出。 数个咔嚓声传来,外围的困阵直接被轰开。 轰开了,去杀了他。 无忌门的弟子留在这里收尾,给你们亲手报仇的机会。 其他人,分四个方向,分别攻击东西南北四门的困阵阵击。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必须尽快轰开困阵。 长旭男子大喊一声,拉着那个刘子晨就朝着东门冲了出去。 广场当中的所有虚仙纷纷挥起武器,不过也有十来个虚仙没有停留,瞬间退出中央广场。 这十来个,显然也是仙阵师,已经发现了我的暴仙阵。 这个长旭男子,绝对是个狠人,而且是个心狠手辣之辈,他不可能看不到广场中间的暴仙阵,他不但没有叫那些虚仙退出来,反而鼓动那些虚仙来杀我,他心里肯定很清楚先暴仙的威力。 而且他的安排,就是让广场中那近迁的虚仙当炮灰,逼我引爆暴仙阵,留下无忌门的弟子收尾,就是想让这些人在我引爆暴仙阵之后杀我。 他们现在也是不得不退走,因为清理雷劫的雷源已经越凝聚越大了,一旦清理雷劫落下,这里所有人都得死。 砰,砰,砰。 八声剧烈的震天乍响在中央广场响起,三级巅峰暴仙阵的威力就连地仙初期都会中伤,何况这些虚仙? 广场的石板肆意乱飞,直接化成了一片废墟,就好像地底埋了无数枚地雷一样。 这里面所有刚刚举起武器准备攻击我的虚仙都被直接轰杀,惨之烂肉漫天飞舞,整个坑坑洼洼的广场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纵然是躲在防御阵下面的我都感受到了大地的震战,外面的隐秘护震和隔绝阵法也直接被爆成是虚无。 广场之外的留下无忌门弟子纷纷顿出几十米,愣愣地看着已经变成湿山血海的问天宫广场,一时间居然不知道如何是好。 沈旺那个恶魔还没死? 一鸣丹凤眼壮汉呆呆地看着这么多的虚仙复之一句,有些迷茫地看着我,似乎已经怕了。 不等其他人说话,我抓出两枚震气冷哼一声说道,当然没死,你们进来杀我便是,我会再让你们见识见识暴仙镇的威力。 我说轻松,其实仙暴震早已经耗尽了,只不过我再赌,赌这里面没有人懂震道。 当我们是白痴吗?还有暴仙镇也被你刚才的暴仙镇给毁掉了,各位师兄弟,一起出手杀了他,如果雷杰落下来,我们都得死。 另外一名贼头鼠目的中年汉子说着,抓出了武器,第一个落在了中央广场上面。 见着人没事,其他人纷纷冲到了我的十米开外,举起手中的武器,一道道仙缘朝着我轰了过来。 喷喷喷,防御阵被这些虚仙联手轰了几下,就出现了几道裂纹,我手中震气洒下,迅速修补着被轰开的裂纹,虽然修补的速度没有裂开的速度快,但是还能坚持一两分钟。 大家加油!马上就要轰开防御阵了。 这一枚鼠目男子大声喊道,又是一斧子劈在了我的防御阵上面。 我抬头看了看头上,还在慢慢凝聚地清理雷杰,感受到雷杰的束缚力越来越强。 我顺手抓起洛桑送给我的那个盾牌,丢进了防御阵中,随手又是挥出十几道阵旗,嘴里讥讽地说道,加个屁的油,再耽误几夕时间,你们就走不掉了。 其实心里也挺憋屈的,这个半仙气盾牌,我准备用来杜劫用的,如果被这群王八蛋轰碎了,那接下来的雷杰可不好受,我身上虽然也准备了一些防具,但大多都是一些极品真气,杜劫的效果并不理想。 少在这里吓唬人,我哥死在你手里,我无疾门三百弟子被你害死,今天就算豁出这条命,我也要你陪葬。 贼美蜀目地恶狠狠地说道,浑身气势更是暴涨,狂暴的仙缘再次轰在了我的防御护阵上面。 哄,几夕时间而已,防御阵被轰成碎片,里面的防御真气全部化成了灰飞。 防御护阵碎裂的那一刻,数十道领域直接束缚在了我的身上。 我的领域一延伸出来,就被那些虚仙的领域撞开,根本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虚仙的领域比起防仙来要强大了数倍,这么多人一起对我施展领域,哪怕我是实诚领域也依旧没有任何作用,何况我现在还是防仙领域。 受死吧,贼美蜀目抡起板斧,直接朝着我劈了下来,我有些僵硬地击出长刀,横荡在我面前的。 哄,板斧形状的狂暴仙缘轰在了我的胸口,长刀堪堪挡住,与此同时, 数十道仙缘从四面八方朝着我轰了过来。 我张嘴逼出一口惊血,浑身气势不断攀升,在我的周身形成了一层厚厚的仙缘护盾。 砰砰砰,仙缘护盾在这些虚线的联手打击之下碎裂开来,余威全部轰在了我的身上, 我的左手直接骨折,右腿的脚掌180度位移,脚尖已经超着背后,除了上半身被仙轻内甲护住之外, 其他地方已经是体无完肤,这还亏得我星空练体,如果身体强度和普通的繁线一样, 就这一招联手打击,就足以把我轰成碎渣。 果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不是那个长须男子的震道秀为如此高深, 我不值得那些震法根本就能抵挡到轻力雷劫落下来。 内脏和丹田没受伤,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居然有仙气内甲护铁,很好,再吃老子衣服。 贼美鼠目的修为似乎最高,他的第二招发出的时间也最快, 可是就在他的板斧,抡起,还没有披落下来的时候, 一道赤色的闪电突兀地落了下来,直接把他炸成一团血雾, 就连骨头渣子都没有看到一点。 周围的无疾门弟子看到这个情况无不惊骇, 纷纷转头看向了头顶,那些清理雷劫已经基本凝聚完毕, 再不走,那就是找死。 而且,刚才贼美鼠目,想要将我击杀,首先被雷劫清理掉了。 反应稍快的人已经收回了自己的领域,快速地祭出了自己的飞剑, 选择了一个方向,直接冲了出去。 而反应稍微慢一点的人,领域还没有来得及收回, 就先后被雷劫清理,纷纷变成了一团团血雾,神魂俱灭。 我松了口气,吞下几枚疗伤仙丹和仙缘丹,心中依旧心有余悸。 也许不需要多,只要他们再全力轰过来一招, 我很有可能会被这些虚仙轰杀在这里,也许这就是天意, 在我即将要遭受致命一击的时候,清理雷劫启动了护主雷劫。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敢再对我动手,随着那些人的顿走, 中央广场渐渐平静下来,我赶忙运转修炼功法,开始恢复疗伤, 与此同时,意念铺天盖地地扫了出去,整个战局被我收进眼底。 问天宫周围战火连天,四个门的地方不断闪出道道白光, 这白光都是仙缘炸裂地闪烁,比起头顶的雷劫来说, 问天宫外的动静显得更为狂暴。 被困在问天宫那些虚仙在不断地攻击着外围巨大的困阵, 困阵之外,问天宫,万寿山和九封山的阻击力量在不断地轰出仙缘攻击对抗, 困阵发出一阵阵的轰鸣,看上去有些摇摇欲坠, 但是我很清楚,这种没有攻击到阵击的攻击对困阵基本没有任何作用。 此时,雷劫的锁定力量越来越强, 被雷劫覆盖的那些虚仙纷纷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束缚, 周深的狂暴的气势正在慢慢减弱, 实力也被压制得越来越厉害。 越是这样,他们就越着急, 线缘像是不要钱一样胡乱地轰击在困阵上, 他们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死亡气息。 东门,靠近阵击位置,地上已经留下了数十具尸体, 刘子诚和那个长须男子悬浮在空中, 长须男子不断地洒出阵旗布置阵法, 他心里也很明白, 有了外围洛桑他们的先缘压制, 想要攻击到阵击击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要一靠近, 就会被阵击旁边的洛桑众人联手轰杀。 洛桑众人的先缘轰击可以穿过困阵轰杀里面的人, 而里面人的先缘攻击却全部被困阵挡住, 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 长须男子在布置一个防御先阵, 看阵旗的走向和阵纹的强度, 这个防御阵至少是一个六级巅峰先阵, 也就是说, 这个长须男子是个六级巅峰先阵师, 怪不得随便看几眼就可以知道我的困阵的四个阵机 是在东西南北四个门。 可以肯定, 如果这个六级巅峰先阵被他布置出来, 在他亲自主持下, 这些人绝对是可以接近阵机, 不说他能把困阵全部毁掉, 至少可以做到在阵机附近撕开一道口子。 北门为灵月的阻击点, 这里相对来说情况要好很多, 随着雷杰的束缚力增强, 北门原本想强行破阵的那些虚仙 已经慢慢停了下来, 因为灵月正在和他们谈判, 而且看那情况, 有一部分人似乎已经想要缴械投降了。 也不知道灵月是用了什么手段, 这里暂时还没有看到任何一具尸体, 甚至连攻击痕迹都没有看到。 最为惨烈的莫过于南门和西门, 分别是敖拳和羽莫的阻击点, 这两个大能妖兽根本不会废话太多, 只要是靠近困阵阵机的, 基本都被无情轰杀, 而里面的虚仙似乎也都杀红了眼, 不断地有人不顾生死地往外冲, 他们似乎对妖兽有着最原始的痛恨。 南门和西门的阵机破碎也最严重, 在那些虚仙一波又一波的疯狂攻击下, 总有很多道仙缘轰在阵机上面, 可是离被轰开, 还是差了很远。 被困问天宫的所有伟仙城的道友, 我问天宫与陨人有过, 也给人悔改, 清理雷杰马上将要落下, 想要活命的道友, 吃下风脉仙丹即可走出困阵, 如若不然, 必被雷杰轰杀。 灵月带着浑厚仙缘气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问天宫。 我心中暗赞灵月的机灵, 他似乎已经猜到了南门和西门的妖兽, 不会那么主动地拿出风脉丹, 所以直接仙缘传音, 通告了在问天宫的所有人, 给那些觉得必死无疑的虚仙一线活命的机会, 这个时候放出这个消息, 效果是最好的。 听到灵月的声音, 雷杰凝聚出来的清理雷杰落了下去, 几十个离我稍微近的一些虚仙直接化成血物。 雷杰来了, 天命雷杰的清理雷杰来了。 北门一鸣看上去很心灵, 虚仙大喊一声, 随后对着灵月说道, 我投降, 独丹拿来。 灵月笑了笑, 抬手一挥, 一枚风脉丹飞到那人手上。 没有人阻挡, 所有人都想看看, 这丹药吃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走出困阵。 那名虚仙吞下风脉丹之后, 浑身气势突然收敛, 他根本没有任何停留, 撒腿就冲向了困阵。 困阵没有阻挡, 他直接冲了出来, 失去鲜缘的他, 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也投降, 我也投降。 还有我? 投降了。 无数个声音在北门响起, 顿时有超过一百人选择了投降。 雷月微微点点头, 抬手一挥, 大大的玉瓶里面, 所有的丹药都飞了出去, 悬浮在了那些人的头顶。 他朗声说道, 这里有丹药两百枚, 想要投降的道友立刻吞下丹药出来。 如若不够, 其他门还有。 雷月这是在鼓动这里的人 去扰乱其他门的敌人军心。 修修修, 将近三百人踏空飞起, 两百枚丹药顿时被轰抢一空, 那些没有抢到风脉丹的人 虚仙纷纷祭出了飞剑, 朝着其他门冲了出去。 西门和南门, 风脉丹也被送到了那些人的头顶, 不过这里去拿丹药的却寥寥无几, 这两个门的虚仙都杀红了眼, 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 而是因为妖兽一直在挑衅他们, 而且这两个门的虚仙中 有人在鼓动士气。 直到北门的人过来轰抢丹药, 他们的士气才慢慢地溃散掉。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 选择就在一念间有人牵头, 西门和南门的人风脉丹也被轰抢一空。 俘虏再次多出四百。 风脉丹我总共就炼制了八百枚, 这已经是最大程度了, 第一没有时间, 第二没有那么多的药材。 而且, 我也没有想到尾仙城会派出这么多的虚仙来灭问天宫。 我稍微统计了一下, 西门和南门和北门的虚仙总共两千人, 投降六百人, 被雷杰和敖拳他们轰杀差不多一千人, 都是死在西门和南门, 重伤两百多人, 还有两百多人不想投降, 已经转而顿向了东门。 意念落在了东门, 此时已经有两三百十力强悍的虚仙顶着那长须男子的防御阵, 在靠近阵机, 无数道攻击仙员轰向了那个防御阵, 可是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六级巅峰的防御阵, 而且有这些虚仙的领域叠加防御, 如果没有打堆位置, 就连地仙都无法轰开。 咔咔咔, 又是上百道青里雷杰落下, 正在往东门赶的那些, 虚仙大多化成了血污, 头顶的轰鸣声越来越强, 上千道青里雷杰凝聚在了东门, 蓄势待发。 洛桑表情凝重, 六级巅峰防御阵, 就连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在长须男子的主持下, 防御阵里面的虚仙, 眼看就要把东门的阵机轰开了。 洛桑抬手发出几道先缘传讯, 其实不用他发, 凌岳, 敖拳和宇墨他们已经往东门赶了, 他们的意念早就已经扫到了东门的情况。 咔! 东门的阵机被轰碎, 顿时出现了一道长达两三仗的缺口, 那些虚仙精神一阵纷纷朝着缺口冲了出去。 有了长须男子的六级巅峰先阵阻挡, 数百名虚仙毫无阻挡地出了问天宫。 全力轰击! 先阵师做好准备! 洛桑大吼一声, 浑身气势不断地攀升。 咔咔咔, 此时的青里雷杰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限定, 数百道青里雷杰落了下来, 还没有来得及出去的那些虚仙直接被雷杰收割, 而冲出雷杰范围的虚仙数量也有将近千人。 各位伪仙城的道友, 随我刘子晨斩杀这些不知死活的蝼蚁。 刘子晨溢出来之后, 抓出长枪, 愤怒地吼道, 那满枪的怒火似乎要燃烧掉整座天发山。 我心中一紧, 下意识地祭出了长刀就准备赶过去, 刚一抬脚, 这才发现我的身体已经完全被雷杰束缚住了。 近千个虚仙冲了出去, 而我方的虚仙才一百人, 这要真的打起来, 我方基本毫无胜算, 别看三个门派加起来有四千人, 可是这四千人中有三千九十凡仙, 而且这些凡仙对领域的领悟普遍很低, 正常来说, 一个虚仙圆满层次的强者, 可以比十个凡仙圆满, 再加上对领域领悟的差距, 即使我方可以借助阵法, 依旧是落于下风。 我身上的伤势, 在仙丹辅助下,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可是自古雷杰饶过谁? 天命雷杰虽然对我有充分的保护, 但是也不会对我有任何的心词手软, 想起我的胎息雷杰和内丹雷杰, 两次都差点要了我的命。 轰隆,漆黑的云雾涌动, 雷鸣不止, 清理完雷杰内所有的道体之后, 第一波雷杰凝聚起来, 而在问天宫的东门, 此时已经开始了激战, 意念之中, 灵月飞升而起, 被十数名虚仙缠住, 鲜缘炸裂之下, 已然有些吃力。 洛桑, 敖拳, 羽末, 等等这些超越虚仙的强者, 纷纷被困, 而其他的那些虚仙, 犹如狼入羊群, 祭出了自己的武器, 开始了血腥屠杀, 我方的一些阵法师, 开始借助阵法, 训练有素地拉开战场, 东门一片混乱, 白光不断, 乍响不停, 战斗局势异常地惨烈, 战场渐渐扩散, 只是转瞬间, 战场就被拉开了十几公里。 我方的凡仙, 纷纷围攻虚仙, 而敌方的虚仙, 自发的围攻凌月敖拳等强者, 在我的第一道, 雷杰落下来的那一刻, 问天宫山脚下的大战, 陷入了一片胶着, 而这胶着之中的每一秒, 都有人被斩杀。 咔! 一道足足有小腿粗壮的雷电, 从头顶轰了下来, 在雷电脱离乌云的那一刻, 我不得不收回意念, 雷杰就是涅槃重生, 容不得半点分心。 如果注意力还在外面, 只会出现两种结果, 一, 惹怒雷杰, 被当场劈死。 二, 心魔入侵, 导致走火入魔。 呼呼呼我瞬间挥起手中的长刀, 第一道雷杰只是试探, 强不到哪里去。 长刀带起涌动的仙缘, 迎着那道雷电就劈了过去, 雷电接触到长刀之后, 开始疯狂入侵我的身体, 我浑身气势猛然暴涨, 一道更是狂暴的仙缘, 凝聚在手掌, 挡住了雷电的威势。 我大喝一声, 猛地一甩, 雷电划过天际弯的成一道雷弧, 直接被我甩在了, 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中央广场。 碰, 刺刺刺刺, 雷弧带着强悍的威势砸了下去, 中央广场之上, 顿时出现了一条长两三丈的沟壑, 碎石飞灰带着那些被暴仙阵变成的碎尸, 被雷弧的威势击飞, 爆炸声格外的清晰。 啪, 我落在了地上, 抬手往嘴里丢了两枚仙园丹, 迅速打坐在地上, 功法运转之下, 上品仙阴时和仙园时那浓郁纯净的气息被我卷起, 快速地转化成了纯净的仙园气, 纷纷涌入我的经脉之中。 我的意念横扫出去, 随即身体一愣, 那还没有扫出多远的意念, 就被雷洁强悍的雷园气息化成虚无, 根本就无法扫出去。 消耗的仙园很快被捕了回来, 我意念一动, 抬手一挥, 十几枚镇藏镇旗被我抓在手中, 又是抬手一扫, 十一个极品真气盾牌出现在我的头顶。 上方雷鸣更是疯狂, 十一个雷源凝聚起来。 我之前向洛桑和林月等人了解过虚仙以上的雷杰, 虚仙雷杰是五九雷杰, 地仙雷杰是七九雷杰, 天仙雷杰是九九雷杰。 九九雷杰乃大成雷杰, 度过之后就能获得飞升仙剑。 而虚仙的五九雷杰总共有四十五道, 分五轮落下, 第一轮是试探雷杰, 而和后面三轮雷杰的威力对等, 每一轮都是十一道雷杰, 和繁仙之下的雷杰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迅速用十一枚镇藏镇旗配合十一个盾牌, 布置了一个三级防御仙, 在防御仙镇刚刚布置好的那一刻, 十一道足足有大腿粗壮的雷电劈了下来。 无穷无尽的雷电气息压了下来, 别说飞升二七, 就算是战力都有些困难。 我紧咬着牙关, 一枚起震震气洒了出去, 防御仙镇顿时被激活, 十一个盾牌直接护在我的头顶。 轰,雷电落下, 防御仙镇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 随即传来了细心秘密的碎裂声, 雷电不断落在上面, 只是一个呼吸之间, 防御震就被轰开, 那些极品真气盾牌直接化成了碎渣。 十一道雷电的鱼雷在震法的影响下凝聚一处, 足足有成年男子腰部那么粗壮, 直接朝着我轰了下来, 我仙园凝聚起来, 抓着长刀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不是因为怕, 而是这雷电的束缚力实在是太强悍了, 在这种恐怖的束缚力之下, 就连仙园的调动都会受到一些阻碍。 蹦! 我两拳头轰了出去,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把我压倒在地上, 腿骨直接断裂开来, 鱼雷之下, 体无完肤, 就连拳头上面都可以看到白森森的手骨, 此时的我, 浑身焦黑, 像挤了一块煤炭捏成的人。 几枚仙丹塞进嘴里, 凌月赠送的内甲在此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这件内甲属于仙气, 很好的护住了我的内脏和内丹, 内伤倒没有很重, 只是浑身的气息无比的紊乱, 我需要时间来梳理我的仙缘走向。 第三轮雷截慢慢地凝聚起来, 同样是十一道, 还没有凝聚成形, 我就感觉到一种死亡的压抑气息, 就连疗伤的速度也变得缓慢无比。 调动起了全身所有的仙缘, 领域伸展出去, 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 现在布置阵法显然来不及了, 如果洛桑送给我的那个半仙气盾牌还在的话, 那还可以抵挡一轮, 可是在盾牌已经被无机门的那些虚仙轰成了碎渣。 我没有再去布置阵法, 抬手挥出了那雾带中所有的防御真气, 足足有五十多件。 这些防御真气被我的仙缘托起, 一层一层地叠加在我的头顶, 足足有一仗后, 我不知道怎么能不能挡住这轮雷劫, 可是这不是最后一轮, 我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 想了想, 还是觉得不够稳, 十一枚镇藏镇棋被我的意念带了出来, 组成了一个禁锢仙镇, 把那些防御兵器死死地禁锢在了我的头顶。 咔咔咔, 又是十一道雷劫落下, 全部劈在了那五十多件极品真气防御兵器上面, 纵然那防御兵器都是极品真气, 但是并没有组成镇法, 在这雷劫之下也纷纷化成了碎块, 好在镇藏镇棋组成的禁锢镇法, 配合上那三十多件极品防御真气, 让雷劫的威势大缓。 咔! 最下面的一件极品真气藤甲也被轰开, 落下来的雷劫已然不足为据, 虽然所有的防御真气, 还有那十一枚镇藏镇棋全部被雷劫损毁, 但是这一轮雷劫让我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镇藏镇棋固然珍贵, 可是如果我渡不过这雷劫, 就算给我极品仙气又有何用? 毫无伤害地渡过了第三轮雷劫, 这种情况似乎惹怒了雷劫, 第四波雷劫几乎是在呼吸之间就凝聚完成, 毫无停顿地劈了下来。 我浑身先缘鼓动, 石城的领域迎着那十一道雷电轰了出去。 轰呼轰呼轰呼头顶发出翻江倒海般的动静, 意念控制着领域毫无顾忌包裹住了那些雷电, 雷电炸裂之下, 狂暴的雷源融入我的领域, 直接轰在了我的意念之中。 啊, 我的脑海之中传来几乎不可承受的巨大声响, 领域之中到处都是雷光闪烁, 我双手死死地撑在地面上, 紧闭着双眼, 拼尽最后一丝先缘运转功法, 想要强行炼化这些雷源气息。 吸收雷源的事情, 我在那单层次的雷劫也有做过, 当时效果感觉还不错, 但是炼化雷源这还是第一次, 之所以敢做这么疯狂的事情, 是因为我对我的石层领域很自信。 雷光不断地在我的领域之中炸裂分解, 变成了成千上万条丝撞雷电, 在我领域的束缚下慢慢收敛。 我机械地运转着功法, 脑海犹如被炸开了一样, 那种痛楚牵扯灵魂, 那一刻, 我感受到了彼此还要让人害怕的恐惧, 那就是神魂俱灭, 倘若真是神魂俱灭, 又将如何? 功法运转之下, 意念由起初地被雷源排斥变成了对抗, 在融入了一小部分雷源之后, 我的意念渐渐适应了这种雷属性的物质, 我张嘴逼出数口精血, 直接喷在了领域之中, 功法运转的更是流利, 对雷属性的感悟更是精准。 此时此刻, 问天宫的中央广场中间, 好似有一个巨大的光球, 这光球里面似乎又有无数根瓦斯在闪动, 而我就处于于这个巨大的光球最中央。 除了内单和经脉还能运转, 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知觉, 雷电的麻痹磁场充斥着我的领域, 隐隐有要冲破领域的势头。 石层领域固然没有那么好冲破, 何况我的意识已经渐渐融入了部分雷源, 一刻钟之后, 光球慢慢暗淡下来, 我跪在地上, 双手支撑着身体, 地上流了一大滩血, 这些血是雷丝割破了我的皮肤和血管流下来的, 甚至连身上的那件仙气内甲都被撕裂。 撑跪在地上的我, 脸色惨白地犹如一张纸,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切, 虽然我现在身体依旧没有什么知觉, 但是我知道, 我真的在练化这些雷源气息,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这次镀结过后, 我的练体又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领域之中的丝撞雷电越来越少, 光芒越发暗淡, 我的身体也渐渐地在恢复知觉。 手指头能动了, 手掌能动了, 手臂能动了, 头能抬了, 我猛地抬起头, 双眼冲雪, 像是走火入魔了一般, 可是并不是, 这只是我炼化了很多雷源, 身体里面的雷源气息, 已经到达一个极限, 这些雷源气息让我的经脉, 暂时得不到适应, 从而阻挡了我的仙缘流转, 让眼睛冲雪。 这波雷杰的雷源过于强悍, 如果我不是石城领域, 死死地束缚住它们, 估计早就被这雷杰诛杀了。 又是一刻钟时间过去了, 我依旧保持着称贵姿势, 经脉已经适应了带雷属性的仙缘, 并且韧性也增加了不少, 虽然此时仙缘枯竭, 而且并没有禁忌凡仙, 但是我知道, 我的实力已经大涨, 那些雷属性只要被我炼化进内丹之中, 就可通过功法衍生出纯雷属性的仙缘, 甚至还能领悟到雷迹。 还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的雷源, 被我的领域束缚住, 如果这些雷源不消失, 最后一波雷结是无法披下来的。 我快速地吞下几枚仙缘丹, 仙缘丹一入口, 甚至都不需要我炼化, 就直接被体内的雷属性气息融化, 化成了滚滚仙缘, 原本近乎枯竭的内丹, 顿时变成了饱和状态。 就连断裂的腿骨也瞬间复原, 同时, 我感受到了我的身体强度再上一个台阶, 比起之前来要强了数倍不止。 这算是因祸得福, 而且是大福, 这其实是一场赌局, 敢尝试炼化雷结的, 估计天地之间就我一个人, 我心中欣喜, 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 抬手抓出了长刀, 意念一动, 鲤鱼收了回来, 那些被我鲤鱼束缚的万千雷丝, 瞬间消散在空气中。 我咧嘴笑了笑, 紧紧地盯着头顶的乌云, 再来一波雷结又如何? 大家坚持住, 沈长老已然度过了第四波雷结。 洛桑声音传入耳朵, 原本浑厚爽朗的声音, 已经变得有些沙哑, 而沙哑之中, 似乎还能听得出 有液体堵塞喉咙的声音, 出现这种情况, 无疑是受伤了, 而且是重伤。 轰隆隆, 最后一波雷结凝聚起来, 十一道雷电似乎感受到了我的蔑视, 带着愤怒劈了下来。 风急天高, 我大吼一声, 先缘凝聚起来, 长刀卷起十杖刀芒, 这刀芒之中, 带着强烈的雷属性气息, 直接轰向了那十一道急速劈下来的雷结。 哼, 风急天高, 撞上十一道雷电, 二者之间势均力敌, 先缘白光和雷光, 在那一刻, 炸成了十一朵光彩夺目的雷花, 绽放在半空中, 就好像为我度过虚仙雷结, 而特意准备的一场烟花秀一样。 而在这场烟花秀中, 我突然有了一个顿舞, 那就是, 和风急天高一样, 充分调动体内的雷属性, 凭空凝聚雷电来对敌。 雷结没有武器, 可是却能落下这么多威力强悍的雷电, 是为什么? 无非就是, 雷结蕴含雷源, 而且对雷的掌控很到位, 我现在已经炼化了雷源, 也能衍生出来雷电气息, 为什么就不可以? 虽然半空上绚丽多彩, 但是雷结和风急天高触碰的余威, 几乎是我前所未见的, 我甚至都能感觉到, 整个问天宫都在颤抖, 就连问天宫山脚下, 那激烈的打斗声也停了下来。 施展风急天高, 也是逼不得已, 即使我的身体强度又强了数倍, 可如果强行抗雷结的话, 很有可能让我自己暴体而亡, 一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气球, 如果在网里面加气, 气球必保无疑。 风急天高的后遗症, 很强我很清楚, 但是我更加清楚, 这是我的最后一波雷结, 就算抽干了我体内所有的仙源也没关系, 度过最后一波雷结, 我会晋级到虚线, 而且雷结过后会有仙云, 只要吸收了那仙云, 我便能够恢复虚线实力。 啊, 即使我现在仙云全部被耗干, 晋级的虚线的畅快, 还是让我忍不住仰天长笑一声, 一片七彩仙云落在了我的身上, 根本不用我吸收, 就全部融入到了我的身体里面。 一分钟之后, 仙云消散, 仙云恢复, 雷结退去, 头顶的乌云似乎不甘心地溃散在, 慢慢消失, 我稍微感受了一下虚线的实力, 比起繁仙圆满, 又强大了十倍不止。 我借着对炼化雷元的领悟, 我抬手一挥, 一道雷电被我劈了出去, 看来我的想法是可行的。 我没有时间去继续推演这门雷迹, 也没有时间再去稳固修为, 更加没有时间去炼化长刀里面的第二层静纸, 领悟第二个刀记, 因为我知道, 就连骆桑都受了重伤, 问天宫下面的大战, 已经是很大的劣势了。 我第一时间祭出了飞剑, 意念扫了出去, 直接冲向了问天宫东门。 意念覆盖到了整个战场, 方圆将近十公里的地方, 横市遍野, 血流成河, 还在打斗的人已经只有一小半了, 此战问天宫, 万寿山和九丰山损失惨重, 3900凡仙折损大半, 只是剩下一千人不到, 而且这一千人当中, 超过大半身上都带着伤。 而反观那将近一千的虚仙, 居然只是陨落了两三百人, 受伤的也不过两三百人, 还有将近一半的人似乎越战越勇, 不断地由我方的弟子被斩杀。 敖拳以一战二十, 虽然身上伤不多, 但是脸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疲乏, 而九丰山的山主雨墨此时 已经变成了一个血人, 围攻她的虚仙同样有十来个。 失去一条小腿的洛桑单脚站起, 和夏英如背对而立, 准确地说夏英如此时已经毫无战斗力可言, 几乎要昏死过去, 只是洛桑用她的背给了夏英如依靠, 才导致她没有倒下去, 她是在保护她, 围在他们身边的虚仙同样有十个左右。 至于灵月, 我并没有看到, 而且刘子诚和她身边的那个长虚男子, 我同样没有看到。 扑! 正准备偷袭洛桑的一名虚仙突然停止了动作, 下一秒, 她的头颅掉落下来。 扑扑扑, 围住洛桑和夏英如那十名虚仙 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偷袭, 在投落地的那一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十名虚仙头刚落地, 我踏着飞, 剑落在了洛桑身边, 左手扶住了夏英如, 右手抬手一抓, 长刀犹如一道黑色闪电, 飞回我的手中。 沈长老, 恭喜晋级虚仙! 洛桑抱了抱拳, 随后坐在了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可看得出来, 那些虚仙没有动手杀她, 是想活捉她们。 洛桑和夏英如的位置, 已经距离战场有一段距离了, 由此可以推断, 洛桑应该是准备带着夏英如逃跑, 可是没跑出多远, 就被这些人追上。 而这些人, 似乎又有些防备洛桑, 注意力全部都在洛桑身上, 偷袭之下, 她们临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晋级了虚仙, 对仙缘的运用显得更为纯熟。 稍微检查了一下夏英如的伤势, 我松了口气, 虽然受了很重的内伤, 但是没有性灵危险, 如果她再在我眼皮子底下出点什么事情, 那我日后怎么向下如实交代? 多谢了, 洛电竹。 我感激地说道, 洛桑被轰掉了一条腿, 必然是为了保护夏英如, 她的修为高深, 如果想要自保, 根本就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洛桑摆了摆手说道, 小事情, 你快去帮其他人吧。 我点点头, 意念扫了出去, 确认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之后, 我寄出飞舰, 直接冲到东门附近的主战场。 雨墨山竹, 先疗伤吧。 话音未落, 我已经落在了雨墨身边, 虚仙领域横扫出去, 那十几个围攻雨墨的虚仙领域, 直接被压成虚无, 我的领域之中, 还隐隐地夹杂着一阵阵微微的雷鸣。 十几个人, 脸色皆是大变, 行动变得迟缓了很多, 我冷哼一声, 抬手挥出一道仙领, 仙领飞出之后, 突然转化成一根手腕粗的雷电, 直接射向了离我最近的一名虚险。 与此同时, 雷电的束缚力量把他死死地困在了原地。 Pull! 雷电直击他的眉心, 直接在他的头上留下了一个偌大的血窟窿, 看上去有些血腥, 这道仙领的雷电外观是我特意模拟出来的, 其实并不是雷电组成, 更多的还是仙领, 不过被我改变射出, 并没有在乎它是什么形状的。 随手挥出的一级杀招, 居然没有用武器做煤剑, 看上去很不可思议, 可是我炼化了雷源, 雷, 就是我的武器, 刚才那一招, 就是我领悟到的雷剑, 配合上我的虚仙领域, 对虚仙的杀伤力几乎是致命的。 经过了这么多次雷劫, 又炼化了雷源之后, 我对雷属性更是控制自如, 再加上对仙领的控制, 仅仅只是两次施展, 我便把雷属性完全融入了仙领之中。 三夕时间, 毁去自己的修为, 然后滚, 我冷冷地说道。 那些围攻语莫的虚仙皆是一愣, 不过他们显然没有想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几乎在同一时间, 这十几个虚仙各自逼出一口精血。 我懒得再浪费时间, 抬手猛地一挥, 十几道闪着白光的雷剑分别射向了那些虚仙, 毫无意外地穿透了他们的丹田, 普通的雷电外形看上去没有什么特色, 还是凝聚成雷剑看上去要更有威慑的一些。 好强大身边的羽莫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用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羽莫山主, 辛苦了。 我微微点了点头, 突然飞升而去, 朗声说道, 所有参与问天宫大战的各位道友, 停止缠斗, 朝我靠拢。 一念之中, 三派弟子无比松了一口气, 纷纷朝着我顿了过来。 敖拳第一个来到了我身边, 表情有些凝重地说道, 灵月那个小女娃子被刘子晨等人逼走了。 嗯, 敖前辈辛苦了, 我们必须要先解决掉这里的敌人。 我说着, 抬手猛地挥动几下, 几个成圣追击的虚仙被雷剑刺穿, 原地倒了下去。 哈哈, 这一手雷剑不错。 敖拳笑着说道, 几个呼吸的时间, 一大半的人都朝着我靠拢过来, 有差不多八百人, 还有将近一百人在过来的时候被斩杀。 剩下的将近五百虚仙围在了外围, 也没有再动手, 因为有几十个企图追杀的虚仙, 在进入了我的领域之后, 无意都被雷剑刺穿, 变成一具焦黑的尸体。 此时, 尾仙城的那些虚仙中, 有一小部分人动摇了, 在我们聚拢了之后, 默默地退出了战场, 退出战场之后, 第一时间寄出了飞剑, 直接逃离。 看着外围那些不愿离去的虚仙, 我朗声说道, 这些贵子手杀人如麻, 我审望今天不再仁慈, 各位道友先自行疗伤, 一个钟之后, 随我全面反击。 我话一说完, 所有人纷纷坐在了地上, 疗伤的疗伤, 恢复仙缘的恢复仙缘。 大家一起动手, 杀光这些敢和伟仙城作对的蝼蚁, 一名身着城主府弟子服侍的剑梅男子 大喊一声, 抬手发出一道仙缘传讯, 率先冲了过来。 这件梅男子身上穿的是城主府的服装, 之前一直户在刘子晨身边, 现在刘子晨走了, 他显然变成了主心骨。 他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 凡仙圆满修为, 身上的道运气息比在场的其他人都要强悍, 可惜他这个时候出头, 明显是没有认清楚局势。 他一进入我的领域, 武器刚刚抬起, 就完全变成了慢动作, 我刚刚晋级凡仙的时候, 领域就能束缚凡仙后期, 那个时候, 我对仙圆的掌控近乎于灵, 现在晋级了虚仙, 领域已经变成了虚仙领域, 而且还炼化的雷元, 这雷元可是天命雷杰的雷元, 天命雷杰本身就有极强的束缚能力, 他这一冲进来, 哪里还有动弹的机会? 我只是轻轻一抬手, 一把闪着白光表层, 还附着雷电的剑, 就朝着他劈了下去, 他甚至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就被劈成了两半。 那些原本想要随他一起冲进来的虚仙们, 被这股威势所镇住, 再也没有人敢贸然地进入我的领域, 纷纷祭出了飞剑, 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想跑! 我大喝一声, 随即朝着敌人密集的地方扑了过去, 长刀卷起道道仙缘, 肆意地收割着那些正在逃跑的虚仙们的性命。 三派弟子更是精神大振, 他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疗伤和恢复, 跟着我一起扑了出去, 全面反攻, 正是拉开了畜牧。 那些早已经军心涣散的虚仙, 根本就挡不住气势恢弘的三派弟子, 纷纷在逃跑的路上陨落。 我的意念时刻观察着战场, 只要有人敢反抗, 下一秒我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用手中的长刀将他劈成两半。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那些逃跑的虚仙被斩大半, 逃走了将近百人, 我没有让大家继续追击, 经过了这次大战的洗礼, 剩下的这些人都是天发山的精英, 而且, 他们消耗太大, 战斗力大跌再追出去也无济于事。 穷寇莫追, 问天宫暂时一回, 各位道友先回万寿山疗伤, 我去找寻灵月公主。 我寄出飞剑, 直接跳了上去。 我也去, 灵月迎走上百须线, 往东面去了。 敖拳突然顿了过来, 在我面前寄出了飞剑。 我点点头说道, 好。 两把飞剑带起我和敖拳, 朝着东面冲了出去。 一路急迟, 我的意念时刻观察着下面的动静, 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尾仙城的虚仙小队 在追杀天伐山的人。 看到这种情况, 我都是挤到雷剑丢了下去, 直接斩杀了那些虚仙。 一路杀, 一路打听, 一个时辰后, 我已经追出了上千公里。 这段路程, 我杀了数百虚仙, 救下一千多天伐山的凡仙。 这些人如果有愿意的, 我都叫他们去万寿山。 这一路上, 我也看到了无数的尸体。 这些尸体, 大多都是天伐山凡仙, 基本都是死在逃亡的路上。 寻着打听到的情况, 我和敖拳一路追踪, 杀掉的虚仙越来越多, 救下天伐山的凡仙也越来越多。 最后, 终于在五千公里外的天伐山最东面的一个山谷之中, 意念扫了灵月的踪影。 意念之中的灵月, 被绑在了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面, 气息微弱, 鲜血染满了他那件白色的衣裙。 他的左右双肩, 各自被一把长剑刺穿, 剑身几乎全部插入了他的身体, 进入了树中, 右边的小腹和左边的大腿上面同样插着一把长剑, 这四把长剑把灵月紧紧地钉在了那棵大树的树干上面。 看到这种情况, 我怒火中烧, 杀气四溢, 更是迅速地飞了过去。 灵月此时头发凌乱, 秀美的脸上满是鲜血, 不过他并没有屈服, 眼神依旧冰冷地看着对面的刘子晨和长须男子众人, 这里还剩下不到五十人。 灵月的实力确实强悍, 面对上百虚仙的追杀, 居然还能斩杀一半并且逃出这么远。 要杀便杀。 我灵月若皱一下眉头, 就妄为问天宫公主。 灵月重伤, 说出来的话却依旧气势逼人。 破! 刘子晨抬手再次射出一把长剑, 直接把灵月的左边大腿钉在树干上。 他指了指悬浮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录制影像的水晶球说道, 我就是想让伪先玉的所有人看到, 敢反抗伪先城的问天宫公主, 最后是个什么求死不能的下场, 你放心, 你的原神我会留着, 我会把你炼制成我的内裤。 嗯,正好, 我也想让伪先玉的所有人知道, 敢对付问天宫的伪先城少城主是什么下场。 我朗声说道, 急速落在了灵月身边, 抬手虚空一抓, 钉在灵月身上的五把长剑被我的仙缘带了出来。 灵月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直直地掉落下来, 我伸手接住她, 交给了随后赶来的熬拳。 灵月嘴角微微动了动, 似乎想要说什么, 随即闭上了眼睛, 刘子诚皱了皱眉头, 随后哈哈一笑说道, 这样也好, 省得我再跑一趟。 刘子诚话音落下, 就看到他身边那名长须男子突然洒出几道震旗, 随即我就感觉到身边一阵阵阵法波动。 而且, 这阵法波动很奇怪, 我似乎能在里面感受到一些倒体的生机。 那个长须男子的阵道水平我是很清楚的, 他布置的阵法能够简单。 快走! 我快速地一个转身, 准备带着灵月和熬拳冲出去, 可惜的是, 我刚一转身, 就看到一个仙困阵在快速地合拢。 我抬手挥出一道阵旗, 长刀瞬间即出, 一刀就劈在了即将要合上的困阵上面, 困阵微微一停顿, 敖拳带着灵月就冲了出去。 而我想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困阵已经完全合上了。 敖前辈, 带着公主快走! 我怒吼一声, 眼前顿时出现了一片浓雾。 你小心! 敖拳的声音传了过来, 随即越来越远, 敖拳不是一个冲动之人, 他很清楚他一个人留在这里没有任何作用, 反而会死在这里, 不只是他, 灵月也得死。 敖拳实力蛮横, 想要逃走自然不在话下。 刚才我看了灵月的伤势, 很重, 但是如果有的顶级仙丹, 未必就治不好。 哈哈, 倒是有很有义气。 他们走了, 你呢? 刘子诚说着一挥手, 那五十来个, 虚仙就把我围了起来, 纷纷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少城主, 时间不多了, 我们需要尽快斩杀此人, 问天宫那边可能出事了。 长虚男子提醒道, 刘子诚转头看着长虚男子说道, 出事? 那边还有如此多的虚仙, 怎么会出事? 汪冷, 你是太谨慎了吧? 长虚男子脸上自始至终 都没有过任何情绪的流露, 只是淡淡地说道, 如果没出事,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是, 白痴, 我领域伸展出去, 瞬间驱散了那些灰雾, 看着困症外面的刘子诚说道, 死娘炮, 有没有脑子? 我们出现在这里, 一起动手, 杀了他, 再去问天宫图宫, 刘子诚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轰轰轰轰轰, 数十道先元攻击, 直接轰在了我的领域上面, 炸开了一道道炫目的白光, 这个困阵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看来这个叫王冷的长虚男子, 震道造诣确实不错, 居然可以布置出这种无死角的困阵, 我之前在问天宫布置的那个困阵, 还只有四个门可以从外面攻击, 其他地方一样会被阵法阻挡, 可是王冷布置的这个困阵居然四面八方都可以攻击, 这是一个六级巅峰的仙困阵, 以我现在的阵道水平根本就迫不去, 不过, 我现在的虚仙大成领域还是能稍微抵挡一下的, 一点事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 王冷, 是不是攻击都被你的阵法给挡住了? 刘子诚脸色大变, 有些疑惑地看着王冷, 王冷摇了摇头说道, 不可能, 那是他的领域阻挡, 不是我困阵的问题, 领域这么强, 刘子诚一惊, 那蛇精脸几乎驱扭起来, 让人看他一眼, 都有种自己的眼睛被亵渎的错觉, 王冷似乎也不愿意看那张脸, 偏过头说道, 嗯, 从我们调查的资料来看, 这个审望是天命雷洁, 而且据说, 对领域的领悟达到了十成, 十成? 那不是比我爹爹还要高? 刘子诚嘴巴长得大大的, 样子更添几分恶心, 靠, 把你的鼻脸转过去, 我大骂一声, 嘴里说道, 没错, 我对领域的领悟是比你老子还高, 而且, 我刚才渡劫的时候还强行炼化了雷元, 等我晋级到地先, 我会去找你老子算算总账的, 刘子诚铁青着脸, 突然伸手抓住了王冷的手臂摇了摇, 说了一句让我差点吐出来的话, 我不管, 王冷, 你一定要帮人家杀了这个混蛋, 他还想去找我跌算账, 嗲声嗲气的声音, 表情更是夸张, 就连那围住我的那些虚仙都一脸嫌弃, 如果我不是被困阵困住, 恨不得一巴掌把他那张让人作恶的脸拍成猪腰子, 也不知道伪仙城的城主刘诗伯是个什么样的人, 居然生出了这样一个妖念, 比无极门的少门主上左还要恶心百倍, 王冷默默地点了点头, 白眼翻了无数个, 非常无语地说道, 少城主稍安勿躁, 我们一直攻击就好, 我倒要看他的领域能撑到几时, 轰轰轰, 又是五十道仙元攻击轰在了我的领域上面, 我把领域压缩到最小, 堪堪裹住了我自己, 这样兽力面积小, 我还可以多撑一会儿, 只要等到天罚日一过, 他们的修为全部会被压制成凡仙, 如果只是凡仙修为的话, 我让他们攻击一个月也没事, 你看, 又没有效果, 那个混蛋居然还在笑, 刘子晨嘟着嘴说道, 第二轮攻击依旧没有攻破的我领域, 而且, 我还特意调动了一部分雷元气息附着在领域外面, 那雷光闪烁之下, 像是在嘲讽, 对啊, 臭两炮, 你下巴那么尖, 用你的下巴把我的领域戳开啊, 我又是一声嘲讽, 努力咽下了一口, 已经上升到喉咙的内血, 其实哪里是没有效果, 如果不是我调动仙元去顶住那些攻击, 领域早就被破开了, 我确定, 以我现在的领域, 就算是五个或者十个虚仙一起攻击我, 也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现在是五十个虚仙同时出手, 而且我还躲不开, 继续攻击, 王冷并没有搭理刘子晨, 而是继续下达了攻击命令, 又是几十道攻击轰了过来, 王冷估计此时心里也在后悔, 早知道这样, 在里面布置一个六级巅峰杀阵, 先用杀阵消耗我的先缘, 其实是最保险的, 只不过, 他的时间应该不够, 我没有再注意他们, 收回了一年, 全心全意调动着体内的先缘, 努力地维持着领域不被轰开, 轰轰轰第十次攻击轰了过来, 我终于忍耐不住, 张嘴就喷出了一口内血, 哈哈, 吐血了, 刘子晨大笑挥起手中的长枪, 再次对着我轰出了一道狂暴的先缘, 我吞下几枚先缘丹, 迅速地炼化着, 如果放任这样下去的话, 不等到天罚日结束, 我就会被直接轰杀, 我抬手抓出了几枚落桑炼制的震旗, 准备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先困阵, 这个困阵, 则则, 我说大哥, 你还真惨呀, 被人吊打还不能还手, 正在我开始研究这个困阵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我脑海中响起, 脑海中的那个声音, 已经很久没有响起过了, 不过, 我之前好像记得他叫我主人, 怎么现在也和地蒙一样改叫大哥了, 少说风凉话, 现在情况很糟糕, 我一个意念沟通过, 暗骂一句, 努力地维持着领域不被轰开, 吸眼凝聚起来, 我抓出一枚震旗, 准备用震旗试探震机的位置在哪里, 飞蛇谷似乎有些不开心地说道, 那你怎么不叫我帮忙呢, 我叫你帮个屁的忙啊, 别说你了, 这困阵我都出不去, 就算你可以出去, 你还能咬死五十个虚险, 飞蛇谷这个时候来添乱, 让我有些不悦, 飞蛇谷骄傲地哼了一声说道, 如果我能帮的, 上忙你就给我找蛊虫吃, 行, 别说给你找蛊虫吃, 如果你能帮的上忙, 叫我跟你信都可以, 我直接说道, 手中震旗洒向昆卫, 困阵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飞蛇谷哈哈一笑说道, 哈哈, 那大哥, 你以后就叫飞旺了, 你还记得我当初吞了一个是震谷吗? 是震谷, 我身体猛的一震, 马上想起了这回事, 当初在华夏的时候, 去寻找谷门遗迹的时候, 那石门上面还真的有是震谷, 被飞蛇谷给吃掉了, 我就是靠着那是震谷才打开的遗迹, 从而得到了保颜谷, 那是震谷厉害啊, 直接吞噬震法, 你的意思是, 你能吞噬震法, 可这是六级巅峰仙震, 你确定你可以? 我有些怀疑地问道, 话一说完, 张嘴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再次吞下几枚仙丹, 用力地抵抗着那些虚仙的攻击, 照这个情况下去, 估计坚持不了一刻钟了, 大哥, 我是吸你的精血成长的, 你晋级了, 我也跟着沾光, 我不知道这是几级仙震, 但是这仙震里面融入了生机, 而且, 这生机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我可以吞噬那些生机, 你破开这个震法就简单了, 飞蛇谷的意识传到脑海里面, 那赶紧的, 对了, 你为啥叫我大哥? 之前不是叫主人的吗?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一边靠近了震法, 用领域护住了飞蛇谷, 飞蛇谷直接飞了出来, 附在震法上, 一道意念再次传到脑海之中, 二哥不是叫你大哥吗? 我也跟着叫, 二哥?是谁? 就是那神兽地蒙啊, 他不在你身边, 大哥, 你应该也挺想他的吧? 飞蛇谷张嘴咬在透明的困阵上面, 困阵发出了一道微微的咔嚓声, 我才没有想他, 你俩什么时候拜的霸子? 我呵呵笑着说道, 脑海里面出现了地蒙的样子, 还真别说, 确实挺想的, 还有下如是,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没有拜霸子, 但是有个神兽二哥, 还是挺有面子的, 飞蛇谷的声音传入脑海, 格外地清晰。 我有些无语, 再没有和他沟通, 因为他说的没错, 这个困阵的布置手法, 还真的是以生机为桥梁的, 随着他不断地抽取困阵里面的生机, 困阵的阵齐居然在慢慢地现行出来, 这些阵齐显行出来, 对我来说是个莫大的鼓励, 而且, 随着阵齐显现出来, 我居然发现,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六级巅峰的仙阵, 只是一个五级巅峰困阵, 这个亡能果然残暴, 居然用生机来布置阵法, 这和银周仙师傅, 那个张道丁有什么区别? 抽取他人的生机, 简直就是天理难容的事情。 他利用生机, 居然只是用来让自己布置的仙阵, 提高一个等级。 怎么回事? 外围的王冷, 看到自己的阵齐都已经若隐若现了, 便开始紧张起来。 轰, 随着困阵里面生机被飞蛇骨慢慢抽取, 困阵立刻大打折扣, 原本可以从四面八方攻击我的情况不再出现, 站在阵位和前卫的虚仙轰过来的攻击仙源, 直接轰在了困阵上面, 困阵顿时被轰出了两条细小的裂纹。 停止攻击阵位和前卫, 王冷着急地大声喊道。 我哈哈一笑说道, 小飞, 你离工了, 如果碰到什么蛊虫, 我肯定抓给你吃。 我吃饱了, 先休息一会儿。 飞蛇骨飞回我手腕, 再次进入了沉睡状态。 我松了口气, 抬手一张, 长刀记了出来, 虽然被联手轰击了这么久, 受了点内伤, 但是我的实力没有损失多少, 就这五十个人, 我还真的不拒, 就算这五十个人是来的所有虚仙中, 实力最强悍的, 打不过我也可以跑, 跑之前, 先抓了那个恶心的少城主再说。 不好, 他要破阵, 保护少城主。 王冷下意识地挡在了刘子晨前面。 没错, 我浑身气势猛然暴涨, 长刀卷起带着强悍雷元气息的仙源, 毫不犹豫地劈在了那一枚 已经显现出来的振兴振旗上面。 哄, 失去生计连接的困阵, 瞬间坍塌, 消失在空气之中。 我仙源提起, 飞身停在空中,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领域随即延伸出去。 少城主, 你先走, 其他人随我挡住他。 王冷大声说道, 伸手抬手祭出了一把弯刀, 率先轰了过来。 其他人更加不敢耽误, 又是数十道仙源轰了过来, 我张嘴逼出一口精血, 领域更是殷实, 强行抗住了那数十道攻击, 线源鼓动之下, 领域朝着刘子晨延伸过去。 刘子晨此时刚刚寄出飞剑, 还没有来得及顿走, 就被我的虚仙领域束缚住。 我抬手凌空一滑, 一把闪烁着雷光的雷剑凝聚出来, 直接朝着刘子晨射了过去。 扑, 扑扑。 王冷突然对着身前的三个虚仙轰出三拳, 这三个虚仙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偷袭, 直接朝着我的雷剑飞了过来, 瞬间就被雷剑刺穿。 众人转头一看, 纷纷离开了王冷的身边。 雷剑被三人挡住, 此时的刘子晨已经踏上了飞剑朝着东面顿走了。 我抬手带出竖道雷剑轰向王冷众人, 伸手抓起那个露制水晶球, 没有任何犹豫地寄出飞剑追了上去。 飞剑靠仙源驱动, 仙源越是浑厚, 飞剑的速度便越快。 当然, 如果刘子晨的飞剑是半仙气, 甚至是仙气飞剑, 那速度自然要比我快。 可惜的是他的飞剑和我一样, 同样只是个极品真气而已, 他又能逃得掉。 这个少城主还真穷, 飞剑居然只是个极品真气而已。 只是半分钟不到的时间, 我踏着飞剑直接追上了刘子晨, 此时的刘子晨像个过街老鼠一样充满了恐惧, 飞剑上的他似乎有些摇摇晃晃, 速度更是慢了我好多。 我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停在了他的正前方, 调笑顺地看着他。 你想怎么样? 刘子晨站在飞剑上, 双腿都有些发抖, 他不断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过来保护他。 这里其实已经到了天伐山的边缘了, 可是还差那么十几公里, 出了天伐山, 也许外面有强者保护。 但是这天伐山里面, 他现在已经是孤身一人了, 因为我的意念已经扫到那个王冷, 不但没有顿过来帮忙, 反而领着其他人往反方向跑了。 王冷此人心机颇深, 形势很辣, 那一心一意要保住刘子晨的心, 原来只是假的而已。 他这么做, 我想不明白是什么目的, 但是绝对没安好心。 稍微一思索, 我抬手挥出一枚风卖单和那个录制水晶球, 嘴里说道, 你的王冷抛弃了你, 已经跑了, 不过我不杀你, 你吃了他, 当俘虏, 我去和你老爹谈谈条件。 我不吃, 我爹爹是伪仙城的城主。 刘子晨大声吼道, 似乎用他爹的名头吓到过很多人。 那你就死吧。 领域猛地伸展出去, 瞬间就把刘子晨束缚在里面。 嘖嘖嘖, 我手一张开, 一把雷剑凝聚在手掌上。 刘子晨艰难地移动了两步, 抬手就抓起那枚风卖单, 塞进了嘴里说道, 我吃了, 你不要杀我。 真是个废物。 我暗自摇了摇头, 这种官二代果然一无是处。 刘子晨吞下风卖单, 线缘慢慢被锁定, 他身体和飞剑缓缓地掉了下去。 我稍微一带, 收起那把飞剑, 抓起刘子晨, 直接朝着问天宫方向飞了过去。 有了这个少城主在手上, 我想要用去海内十周的传送阵,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次回去, 我特意换了一条靠南的路线, 一年延伸二百公里, 路上走走停停, 数十次就下了天伐山上的凡仙, 伪仙城的虚仙只要做得不是太过分, 我都不会杀掉, 最多只是重伤他们。 回到万寿山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天伐日也快过去, 没有虚仙再来围攻问天宫, 因为接到灭公命令的只有这三千虚仙, 而这三千虚仙被斩杀大半, 被俘虏将近八百人, 这八百人只中除了吃了风卖单的六百多人, 还有一百多被重伤的虚仙。 一直等到虚实即将来临, 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团战, 也有几股小的虚仙队伍闯入了问天宫, 这些人没有组织, 不是被抓了, 就是被杀了, 基本都是有来无回, 也正因为如此, 这些虚仙都刻意地躲避着天伐山的西北部。 万寿大殿 我, 敖拳, 和重伤的羽莫三人, 乘三脚而坐, 问天宫的吴梦柳站在桌边, 正在汇报这次大战的得失。 本次天伐日伤亡人数, 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据统计, 天伐山原本十五万左右人数, 死于这次天伐日的, 足足有十万之多。 这次的三派联盟也损失巨大, 四千人折大半, 仅剩下不到一千人。 说说尾先成那些入侵者的情况吧。 敖拳摆了摆手说道。 吴梦柳点点头说道, 此次天伐日, 进入天伐山的尾先成入侵者, 合计八千人, 其中虚仙五千人, 凡仙三千人。 由于我们提前放出了尾先成, 想要清理天伐山的消息, 再加上那些入侵者见人就杀的罪行, 惹怒了天伐山子民, 天伐山的抵抗动作此起彼伏, 入侵者中的三千凡仙, 战死两千, 还剩一千人。 五千虚仙, 有三千虚仙, 参与围攻问天宫, 逃走不到二百人, 俘虏八百人, 陨落两千, 在整个天伐山进行清理的虚仙两千人, 在天伐山抵抗力量下, 陨落近百人, 审护法九零月公主来回的路上, 偷袭斩杀八百, 总体来说, 五千虚仙, 还有将近一千五左右逃逸。 我心中暗自摇头, 伪仙成以三千五的虚仙加两千凡仙的代价, 换走了天伐山将近十万的生灵, 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 但是理论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可能。 因为我从东面一路走来, 看到很多天伐山修道者的尸体, 都是背后兽创, 基本都是死在逃跑的路上, 这种斩杀几乎花不了一分钟。 吴梦柳见我们脸色不是太好, 嘴里有些激动地说道, 这次大战, 问天公, 万寿山, 九封山, 出乎意料地战胜了想要灭公的三千虚仙, 三派名声大阵, 审护法来回横穿天伐山, 救下数千人。 陆陆续续, 有天伐山的人往这边赶,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已经已经有将近两万修道者和一万寿修来到在山下, 想要加入三派。 嗯, 将天伐山化灵为整, 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敖拳点点头说道, 宇墨也恩了一声说道, 现在天伐山和伟仙城已经彻底撕破脸皮, 将会是不死不休的结局, 唯有将天伐山所有的力量凝聚起来, 才能有更大的生存机会。 我点头赞同, 转头对着吴梦柳说道, 重修问天公, 只要是天伐山的修道者想要加入问天公的, 全部收留, 来者不拒。 吴梦柳点点头,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敖拳突然站了起来问道, 怎么回事? 我们三人同时看向敖拳, 敖拳解释道, 虚实已到, 为何天地规则没有压制我的修为, 我依旧还是虚先圆满。 果然, 我也感受到了, 我的修为并没有被压制, 心中更是惊奇。 宇墨也站了起来, 他惊喜地说道, 莫非因为这一战, 天伐的天地规则变高了。 轰隆隆, 雨末话音刚落, 天空响起一阵轰鸣, 我们原地一闪, 直接来到了外面。 此时天伐山的头顶, 出现一片青云, 青云从西面滚滚而来, 瞬间覆盖了整座天伐山。 青云停留之后, 慢慢地落下青雾, 而在青云之中, 隐约传来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 天结线, 天则改。 这个声音只有六个字, 但是连着说了六遍, 随后便消失不见, 只要是在天伐山上的人, 都可以听得到。 青云也慢慢落下, 化作青雾, 笼罩着整个天伐山。 过了差不多有一刻钟, 青雾这才渐渐散去, 融入了天地规则之中。 青雾散去之后, 天地规则没有发生改变, 我的修为也依旧是虚仙出气, 没有被压制到凡仙圆满。 天结线, 天则改与莫喃喃自语地地引了一句, 随后面露地说道, 莫非天伐山的天地规则改变了? 可以晋级虚仙了? 应该是如此。 敖全说道, 天结应该是指沈长老的天命雷结, 以前的天伐日也有人趁机渡劫, 可是从来没有改变过这里的天地规则, 一到虚时, 修为马上会被压制到凡仙圆满。 我默默地点着头, 心里也明白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我的天命雷结, 这天伐山的天地规则 对修为的压制降低了一个等级, 也就是说, 这里可以晋级虚仙了。 敖全贝, 您还是虚仙圆满吗? 敖全点点头说道, 是的, 虚仙圆满, 和天伐日当天一样。 嗯, 这对天伐山来说是一件好事。 我也有些兴奋地说道, 修为被压制到虚仙, 那些地仙和天仙强者 同样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而且天伐山的修道者 也可以在这种天地规则的庇护下进虚仙。 哦哦哦万寿山周围传来一片欢呼声, 这些人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没有, 一直以来只能出现樊仙的天伐山, 居然可以晋级虚仙了, 天伐山从来不缺修炼资源, 现在天地规则改变, 他们哪怕资质再差, 也能晋级虚仙。 我们三人相识一笑, 随后走回了万寿大殿, 一走回万寿大殿, 敖全突然说道, 万寿山全体加入问天宫, 不知道沈长老会不会拒绝。 我转头看着敖全, 有些疑惑地问道, 敖全辈此话当真。 敖全坚定地说道, 当真, 天命雷杰对应的是天命之子, 你就是天命之子, 现在来到了天伐山, 又协助灵月建立了问天宫, 甚至还改变了天伐山的天地规则, 这些或许是你的使命之一, 也是天伐山的所有生灵的福音。 而我本来就出自问天宫, 现在我率领万寿山回归正统, 理所当然。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没有任何的矫情, 嘴里说道, 好, 那万寿山并入问天宫, 熬前辈就成为问天宫的供奉长老。 羽默呵呵一笑说道, 既然如此, 九封山也并入问天宫, 与问天宫一起, 捍卫天伐山, 对抗伟先程。 好, 熬前哈哈一笑说道, 这才是真正的化灵为整, 以后天伐山再没有万寿山, 也没有九封山, 只有一个问天宫, 所有弟子统一划分, 明天就举行合并仪式, 通告整个天伐山。 熬前辈和羽山主大意, 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去看看林月公主, 把这个消息告诉她, 她肯定会很开心的。 我说着站起身来, 直接祭出了飞剑。 嗯, 我们也回去准备一下。 熬前和羽默也纷纷祭出了飞剑, 搜的一下就冲了出去。 万寿山的上兵房, 林月脸色惨白地躺在床上, 气息微弱, 内伤和外伤都很严重,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实际修为, 进击到了帝仙, 有帝仙的体质的话, 恐怕早就已经陨落了。 单店的两名药师正在户里, 看到我进来之后, 其中一名走到我的身边说道, 审护法, 弟子云小月, 公主伤情严重, 外伤已经处理好, 但是内伤伤到了根基, 内丹受损, 经脉寸断, 恐怕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恢复。 我点点头问道, 有没有生命危险? 生命危险暂时没有, 只不过不能运转仙源, 如果找不到恢复内丹的药材, 根本就没有办法治愈。 云小月认真的回答道, 什么药材可以恢复内丹?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云小月叹了口气说道, 需要镍金草和无根花做主药, 配合上十余种辅药, 最好是炼制成镍根丹, 这样可以修复公主的丹田, 可是那两种主药, 问天宫没有。 无根花? 哪里有? 我周没问道, 镍金草我身上倒是有一株, 当初在银州先师傅凯玉那里抢来的, 而且已经枯黄了, 当初看到这个镍金草的时候, 我就知道, 那不是凡物, 至少在华夏和海内十周不会出现。 这镍金草本来是想要用来炼制丹药 来治疗封肠老豹元丹后遗症的, 现在灵月需要, 就先给灵月用, 既然伪仙玉传出了镍金草, 就应该还能找到的。 审护法有镍金草吗? 云小月心思很缜密, 见我没提起镍金草, 她就猜到了我身上有镍金草。 我点点头说道, 是的, 怎么了? 云小月黑黑一笑说道, 如果有新鲜的镍金草, 就可以引来无根花。 呃, 我的镍金草已经枯黄了, 可不可以用? 我有些遗憾地说道, 啊, 已经枯黄就不行了, 镍金草属于仙草, 新鲜的镍金草会散发出一种奇特的仙草香味, 这种香味可以吸引无根花, 如果已经枯黄了, 那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云小月有些失落地说道, 我看着云小月的样子, 就知道镍金草即使在伪仙玉, 也很难得。 那无根花还能被吸引? 它能动? 我问道, 云小月点头说道, 是的, 无根花无根无精, 无色无味, 以天地元气为养分, 漂浮在空中, 用意念都捕捉不到, 相传天伐山最西端的前仙深渊有无根花出入, 只有手持镍金草才可以感应得到无根花。 那新鲜的镍金草哪里有? 我问道, 云小月叹了口气说道, 这个我不知道, 也许前仙深渊有, 但是那里太过于危险, 曾经有一些天仙强者都陨落在那里, 可惜的是, 镍金草离开土之后就不能培育了, 如果是其他的仙草, 还可以重新栽种一下。 我脑袋灵光一闪, 嘴里说道, 可以培育, 你去取一盆土来。 好! 云小月也没多说, 直接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就拿了一个装着土的瓷盆走了进来。 我拿出那唯一的一小瓶玉理泉, 滴了一滴在土上面。 这是玉理泉? 云小月惊讶地问道, 我点点头, 玉理泉有三大作用, 其中一个作用就是, 无论是多么难培育的药材, 只要有一滴玉理泉, 就能让药材焕发生机。 一滴玉理泉滴入土壤, 立刻融化在土壤中, 我把那一株镍金草放在盆里, 只是片刻, 玉理泉的滋润下, 那一株原本枯黄的镍金草, 就变得生机勃然。 这样就可以了吧? 我转头问道。 云小月点点头说道, 是的, 可以了, 沈长老过几天就可以去前仙深渊取雾根花了。 为什么要过几天?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云小月说道, 因为过几天就是十五了, 每个月的十五, 前仙深渊外围的毒物会减弱, 这个时候进去才是最安全的。 毒物? 嗯, 前仙深渊常年毒物缭绕, 那毒物带有很强的腐蚀性和毒性, 只有十五这天才会减弱。 到时候, 沈长老在前仙深渊外围银雾根花就可以了。 云小月解释道, 我呕了一声问道, 公主什么时候可以醒? 我已经醒了, 多谢了沈护法。 林月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 精致地脸上挂满了汗珠, 似乎很痛苦。 公主, 你安心疗伤, 等我找到无根花你就可以恢复了。 我几步走到床边说道, 林月艰难地笑了笑说道, 前仙深渊我也听说过, 里面危险重重, 你去的时候小心一点, 如果不行, 不要勉强。 嗯, 对了, 万寿山和九封山全部要加入问天宫, 而且外面来了将近三万人的天伐山投靠者。 我把这个消息说了出来, 林月点点头说道, 他们选择加入问天宫就是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一定要好好保住他们, 战争虽然残酷, 但是少女手中的鲜花, 往往都是靠武士手中的武器来捍卫的, 和平和尊严, 也从来不是靠忍让得来的, 他们加入问天宫, 自然是明白了这个道理, 这一战虽然死伤无数, 但是让很多天伐山的子民明白了这个道理, 也算值得。 林月的话让我有种欣慰, 仅凭她这一番话, 她就算得尚是一个合格的公主, 即使现在身受重伤, 可是她依旧没有忘记要保护别人, 如果是在世俗, 她的外表看上去只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公主, 可是她的灵魂核心静, 却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门派掌门人要强大。 嗯, 和平和尊严从来不是忍让得来的。 我若有所思地重复着林月的话, 沈长老, 我现在不能动, 问天宫就辛苦你了。 林月说道, 我黑黑一笑说道, 暂时交给吴梦留好了, 她的状态还可以, 我去看看我岳母。 呵呵, 去吧。 林月露出一个笑容, 然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夏阴如的伤势并不严重, 在仙丹的辅助下, 已经恢复了大半, 只是落丧的情况有些复杂, 被轰掉的脚已经接上, 她是一个地先后期强者, 身体的恢复能力比这里的任何人都要强, 只是还需要一些时日来休养, 而且腿上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三天后,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之下, 问天宫的修复工作完成, 万寿山家、问天宫家九丰山三个门派合并起来, 足足有十几万亩, 山峰有数十座, 供奉长老和长老每都分得一座单独的山峰用于修炼, 每一个机构都有单独的山峰做驻地, 几万人的问天宫平山而起, 重新规划过的问天宫更是气势如虹。 这期间, 有伟仙城的来使过来, 想要见我, 一直被我晾在那里, 我就是要让他伟仙城知道, 天伐山不再是以前丢垃圾的地方, 这里的人也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存在, 我让你的人等着, 就得老老实实地给我等着。 第四天的上午, 见过沈道友, 笔人邹平是伟仙城城主府的总管。 邹平长着一张军事脸, 穿着一身书生服, 修为被压制在虚仙圆满, 具体是什么修为, 我也看不出来, 他脸色不爽地随意抱了抱拳, 叫他等了三天, 他确实有理由不爽, 可是在我看来, 就算叫你等三年也没什么不爽的。 哦, 有事情吗? 我抬手挥出了那个录制水晶球开始录制, 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吹了吹表面的热气, 并没有想要他做下的意思。 伟仙城城主吩咐, 希望审护法能够释放伟仙城的俘虏。 什么条件? 我淡淡地问道。 什么什么条件? 邹平有些疑惑地问道。 哼哼, 我凭什么要释放俘虏? 你算什么东西? 滚回去, 叫你们的城主刘诗博带足了诚意来和我谈。 邹平眉头一皱, 浑身气势突然暴涨, 嘴里冷冷地说道, 你找死, 区区一个虚仙出气, 敢和我邹平这么说话? 你算个鸟蛋。 我突然站起身来, 浑身气势更是暴涨, 领域随即轰了出去。 哼, 两个领域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爆炸声, 外面几个虚仙修为护卫窜窜了进来, 直接祭出武器就准备干掉邹平。 我摆了摆手说道, 没事, 你们先出去吧。 我话刚一说完, 领域碰撞之处, 传来一声咔咔声, 邹平的领域开始寸寸碎裂, 在和他领域接触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了天仙领域的气息, 看来这个邹平还是个天仙强者。 可是这是天伐山, 有天仙领域的气息, 也没有天仙领域的作用, 最多也就是个强悍的虚仙领域而已, 虚仙的领域再强, 也强不过我实诚领悟的虚仙领域。 住手! 邹平收回领域, 脸色有些难看地盯着我。 你算个鸟蛋! 我再次回敬了一句, 你说动手就动手, 你说住手就住手。 失去抵挡的领域, 瞬间把邹平笼罩, 邹平浑身气势更是不断地攀升, 他抬手抓出一把铁扇, 想要挣脱的我领域, 虽然我的领域还不能完全束缚住他, 但是他的动作也要变得迟缓一些。 我倒要看看你邹平有多大本事。 我伸手一张, 长刀出现在手中, 下一秒, 长刀卷起无穷仙缘, 直接朝着邹平劈了下去。 邹平大喝一声, 铁扇挥动之间, 一道道仙缘攻击席卷而来。 轰轰一道道仙缘炸裂开来, 天殿里面的桌椅全部化成了木屑。 邹平后退两步, 张嘴喷出一口内血, 真的打起来之后, 他才惊讶地发现, 即使他是天仙修为, 在天伐山这种变态的天地规则之下, 他居然不是我的对手。 沈道友请停手。 邹平没有了刚才的愤怒, 伸手一挡说道。 我一步跨到他面前, 根本就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 他抬起的那只左手, 直接被我凭着胳膊切了下来。 你! 自古两军交战不斩来时?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邹平伸出右手, 抓起他那只胳膊, 猛地后退一大步, 他也没有想到, 他明明说了请字, 我还是突然偷袭了一刀。 我没有再继续和他打, 而是收回了长刀和领域, 嘴里说道, 第一,是你先动手, 第二,我并没有斩你, 如果我要杀你, 你现在已经是一堆焦炭了, 把你的耐物带交出来, 回去告诉刘诗博, 我审望没有做亏本买卖的习惯, 如果要谈, 带上他的诚意, 来问天公找我谈。 我说完之后, 抬手一戴, 把那个录制水晶球丢给了他, 嘴里继续说道, 他的儿子也在我手里, 这个东西里面倒是有些内容, 送给你, 你拿回去给他看。 邹平抓起水晶球, 然后再被我削断的手臂切面, 连续打了好几个劲子, 随后寄出了飞剑, 嘴里说道, 很好,你很好。 嗯? 你这飞剑不错, 怕是一把半仙气了吧。 我盯着他脚下那把飞剑, 抬手抓出一把很普通的飞剑, 丢给他说道。 你用这个吧, 你的飞剑我要了, 还有, 把你的内无带留下。 你! 邹平捏了捏拳头。 不交就别走了,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我呵呵一笑, 浑身气势再次暴涨, 领域快速延伸过去。 给你! 邹平稍微犹豫了一下, 把自己的那物带丢了过来, 随后简单地炼化了一下, 那把下品真气飞剑, 头也不会地冲出了问天宫。 他不得不早点离开这里, 他的手如果不快点接上的话, 必然会落下残疾。 而且, 他也不敢直接走掉, 因为我手里有个刘子成。 我伸手抓过邹平的内无带, 天仙抢者的内无带里面好东西, 肯定不会少。 我的意念扫了进去, 这个王八蛋居然不把禁止给抹去, 这不是在耽误我的时间吗? 天罚日当天, 加上我一路上斩杀虚仙收集的内无带, 足足有三千多个, 这三千多个内无带都是虚仙的内无带, 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正好问天宫需要建设, 人数增加那么多, 也需要很多的修炼资源。 虽然伟先玉的修炼资源, 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天罚山, 但是这么多年来, 除了那些可再生的资源之外, 天罚山的修炼资源, 90%都落入了伟先城, 虽然这是天罚山, 但是要比富有, 伟先城可比天罚山富有多了。 三个时辰之后, 我磨掉了邹平纳无带的静止, 看了里面的东西之后,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不愧为伟先城城主府的总管, 这简直就不能用富有来形容, 而是超级富豪。 这个纳无带, 是我见过最大的, 空间足足有三丈那么大, 比起洛桑那个来还要大三倍, 里面的仙草药几乎堆成了一个坟包, 都是一些六级以上的仙草药。 珍贵的炼器材料也不少, 甚至还有海星沙和阳明石, 这两种材料我都认识, 当初张同南留下了一个飞升阵法简朴, 布置这个飞升阵法, 就需要用到阳明石和海星沙。 一堆上品仙荣石摆在了纳无带最中间的位置, 足足有上万枚, 而在这些上品仙荣石外面旁边, 摆着很多玉瓶, 这玉瓶里面都是一些六级甚至七级的仙丹, 这些仙丹就连我都练不出来。 除了那把飞剑之外, 他的纳无带里面还有几把极品真气武器, 和一个半仙气盾牌, 这个盾牌虽然不是仙气, 但是比起洛桑之前送给我的那个, 还要精致耐用一些。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功法预检和衣物, 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些东西, 我没有神妖兴趣, 直接丢了出来, 功法再好, 也没有我的道之内当好, 问天公也有自己的功法。 而且, 这功法, 还是我亲自改良过的, 绝对不会比他的差。 虽然现在的问天公弟子, 功法参差不齐,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准备修炼问天公的功法了。 咦? 盾空服? 那些衣物被我丢出去之后, 我居然在下面看见了一枚盾空服, 之前在海内十周的时候, 盾空服不知道被谁抢走了。 盾空服可是好东西, 曾经救了我好几次, 所以我第一时间抓出了这枚盾空服。 唯一可惜的是, 这个耐物袋里面没有上品仙音室。 抓出这枚盾空服之后, 我才发现, 这并不是盾空服, 而是一枚等级更高的叫做破空服的东西。 这枚服传一握在手里, 我就知道, 不是现在的我可以激发的, 别说激发, 就连练化都不可能。 这里面的净值等级实在是太高了, 我甚至怀疑, 那个邹平也没有能练化得了这枚破空服, 因为这服传里面没有感受到, 任何关于它的盾运气息。 既然练化不了, 我也没有再纠结, 把所有的东西, 都移到了邹平的那物袋里面, 然后在里面打上了我的净值和意念印记, 开始炼化邹平的那把半仙气飞剑。 两个时辰之后, 这把半仙气被我炼化, 有一把等级高的飞剑, 就相当于多了一个逃命的机会, 这对我来说, 非常的重要。 在天伐山, 或许我可以所向披靡, 但是出了天伐山, 随便蹦出来一个天仙强者, 估计我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只能顽命地逃跑。 刚刚收起飞剑, 准备炼化一下长刀的第二层静置, 一个守卫进来报到, 说, 伟先成来的人已经在问天宫外面了。 我点点头, 意念扫了出去, 在十几公里外的问天宫公门处, 站了十来个身着锦衣华服的中年男子, 这些男子个个都不是简单之辈, 眼眸之中都带着一种一方霸主才应该有的霸气。 站在最中间的是一名长相极为妖艳的年轻男子, 长发披肩, 穿着一身大红, 居然有一种东方不败的济世感。 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变态刘子诚的父亲刘诗伯了,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棋子。 沈长老, 来的人都不简单, 都是伪先欲叱咤风云的人物, 您还是快点去见他们的好。 首位见我没有动, 有些着急地说道。 我呵呵一笑说道, 不急不急, 先让他们一会儿再说, 反正做不成朋友, 干脆放高一点姿态, 他们现在是有求于我们, 我们没必要唯唯诺目。 那首位有些哑语, 站在那里似乎有些不自然, 想说什么, 又没有说出口。 大概过了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 首位终于忍不住了, 沈长老还要晾多久啊? 他们的脾气可不是那么好的。 我笑了笑说道, 再等等, 他们脾气不好也得忍着, 在天乏山, 我们是主人, 他们也不是客人。 是。 首位无奈地说道, 转身退出了偏电。 我看了看手中的长刀, 要炼化第二层静纸并不是那么简单, 没有个半天时间怕是不行, 稍微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 那群大爷也不能晾太久,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寄出飞剑, 直接飞向了专门用来关押俘虏和犯错弟子的悔过风, 叫上了十来个首位, 让这些首位每个人都拎着一个不同门派的弟子。 我直接抓起了刘子诚, 丢在飞剑上面, 刚准备去门口, 敖拳和雨墨顿了过来。 沈长老, 一起去吧。 敖拳呵呵一笑说道, 我点点头说道, 那就辛苦两位前辈了。 本来也想叫他们, 后面又感觉没有太大的必要, 毕竟这两位平时很少和伟仙城的高层接触, 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们, 不叫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不过现在既然来了, 就代表他们也没有想要把自己置身事外, 说到底, 这是一种义气。 走! 我淡淡地说了一句, 带着一行人冲向了问天公的山门。 呵呵, 各位伟仙城的道友光临我问天公, 沈旺有失远因, 还请各位道友恕罪。 我单手抓着刘子晨, 直接来到伟仙城众人百米开外的地方。 呵呵, 一个虚仙蝼蚁不叫一声前辈, 竟然叫我们道友, 刘城主, 都说这沈旺猖狂,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啊。 一名身穿黑色长袍的落腮胡子壮汉, 阴阳怪气地说道, 沈长老, 这是伟仙城新晋的第三宗门黑雷宗的宗主雷霸天, 性情暴力, 蛮横无礼, 小声地提醒道, 尹慧带出了一个陆制水晶球。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对抓着黑雷宗弟子的那名守卫使了个眼神, 那守卫心领神会地把手中的黑雷宗弟子往前一丢。 我突然抬手一抓, 一把雷剑凝聚在手中, 众人刚刚反应过来, 雷剑已经脱手出, 直接刺穿了那名黑雷宗弟子的右肩, 那名黑雷宗弟子被雷剑带起, 直接飞向了雷霸天。 你找死! 雷霸天伸手接住那名黑雷宗的弟子, 看都没看就往地上一丢, 伸手一抓, 一把雷锤出现在手中。 我反手捏住刘子晨的后颈, 把刘子晨往前一举, 嘴里说道, 够胆你就动手。 雷道友, 稍安勿躁。 刘诗伯抬手一挥, 一道仙缘挡住雷霸天的雷锤, 雷霸天一愣, 随后放下了雷锤, 一锤就砸向被他丢在一边的黑雷宗弟子的头颅, 那名弟子的头颅顿时被砸成了碎肉, 惨不忍睹。 贪生怕死的废物! 雷霸天似乎无处撒气, 居然直接斩杀了自己宗门的弟子。 这个雷霸天狠啊, 我的雷剑都特意避开了致命的位置, 虽然想要给他们一点下马威的意思, 但是也没想要杀掉这名弟子, 没想到这个雷霸天居然毫不犹豫地, 就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了他。 周围那些人似乎没有看到一般, 脸上没有任何波动, 就好像这种事情的天经地义的一样, 倒是把身为敌人的我们看得有些目瞪口呆。 哼,沈道友, 我是伪仙城城主刘诗伯, 其余十位都是伪仙城前世宗门的宗主, 这次我们亲自过来, 相信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诚意了。 刘诗伯笑着说道, 似乎很平易近人, 只不过这种平易近人是伪装的而已。 我也笑了笑说道, 刘诚主, 你似乎误会了, 我要的诚意不是让你带着这些宗主来要人, 我要的是修炼资源, 平地上出现了五万尚品仙元石, 嘴里说道, 自然是懂, 五万尚品仙元石, 换我成主府背负的所有人, 如何? 众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我, 似乎想要知道我会不会看到这五万尚品仙元石而妥协, 同时, 他们也想知道我的心理价位在什么地方。 这些人大多都是来救人的, 之所以会把姿态放低, 是因为现在的伪仙城没有办法再对问天宫组织灭宫行动, 伪仙城的宗门最多的就是虚仙弟子, 这些虚仙也是宗门的储备力量, 显得尤其重要, 帝仙就少了很多, 据洛桑所说, 当初排名第三的无极门, 弟子也不过一千二百人, 樊仙四百人, 虚仙七百多人, 帝仙以上的只有十几人, 天仙强者只有四个。 现在各派的虚仙大减, 宗门的整体实力下滑, 这个时候如果哪个门派的虚仙多, 对以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好处。 别看这些宗门的宗主现在站在一起, 其实暗地里谁都想把对方弄下去, 让自己的宗门在伪仙城崛起。 天伐日大战, 这些宗门的虚仙折损大半, 而问天宫的人数却猛增, 他们这些地仙天仙强者, 近来修为被压制, 充其量也只是个超级虚仙而已, 战斗力也很是有限, 就算清朝而出, 也不一定能够灭得了问天宫, 就算灭得了, 他们也会元气大伤。 不如何? 我只是稍微瞟了一眼, 那五万上品仙元石就一开了目光, 放在普通的宗门可以培养近百个虚仙了, 可是这不是我要的加码, 别说城主府的其他人, 就是我手中这个刘子晨, 也不止五万上品仙元石, 而且听说这个刘子晨是刘诗伯的一脉单传。 刘诗伯眼神一冷, 淡淡地说道, 沈道友还真的不要太过分, 天伐山上的天地规则提高了, 谁能保证这种修为压制会一直存在? 如果哪天修为压制消失了, 到时候沈长老再多的后悔也于事无补了。 你不为自己考虑, 我淡淡地问道。 不是威胁, 只希望沈道友可以认清局势, 我伪仙城和天伐山同在伪仙狱, 如果此时和平解决, 说不定还能。 说不定还能兵士前嫌。 刘诗伯话没说完, 敖拳突然打断了他, 然后放声笑道。 你刘诗伯的人品也就那样, 兵士前嫌这种话, 对我们万寿山和九封山说了不下十次了吧。 结果哪次天伐日, 不是重点打击我们两派? 哪次没有杀我们派晋千弟子? 你还要不要脸? 听到敖拳这话, 我眼神一冷, 嘴里说道, 既然你们拿不出我们想要的, 那就没得谈了, 恕不远送, 刘诗伯,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会去威胁对方, 而是拿出真正的诚意来。 你自己开架码吧, 刘诗伯铁青着脸。 我心中冷笑一声, 做这么多, 无非就是要敲诈一把。 余莫突然上前一步, 带出了那个水晶球, 婉然一笑说道, 小女子闲得无聊, 一直在录制影像, 一会儿把各位宗主 对宗门弟子的关爱 传达给他们的。 我心中暗赞羽莫的聪慧, 这一手干得漂亮, 这些宗主表现 决定着这些宗门的脸面, 这些宗主都是要面子的人, 他们代表的宗门 更加需要一个好的名声, 这个时候, 如果谁过于小气, 必然会让那些被俘的宗门弟子含心, 以后传到伪仙城, 那影响将会更大, 谁还敢轻易加入这样 不维护自己弟子的宗门? 你! 雷霸天看到这个水晶球之后, 顿时火冒三丈,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刚才他一锤砸碎自己门 派弟子投颅的事情 也被录制进去了, 如果此时流传出去, 那他黑雷宗也不需要再伪仙成混了。 我没有理会雷霸天怎么想, 而是呵呵笑了笑, 尽量摆出一副生意人该有的姿态, 和气地说道, 刘成主叫我自己开架, 不知道各位宗主同不同意。 所有人都没说话, 像是默认了, 我心中更是一喜, 嘴里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审望就替问天宫所有弟子 多谢各位老板了。 伪仙城十大宗门联手入侵天伐山, 杀我天伐山十万子民, 如果按照一命长一命的算法, 估计你们十大宗门人全部长命都不够。 我冷冷地说道, 真是可笑, 天伐山的垃圾蝼蚁 能和我们相提并论吗? 雷霸天突然笑了, 也不知道他的优越感从哪里来。 怎么? 天伐山的人就不是人, 他们不是爹生娘养的, 就你他妈是人, 不想救人给我滚出天伐山。 莫非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我盯着雷霸天大声骂道, 这个王八蛋简直就不要太恶心。 很好, 我就要看看你要怎么杀我。 雷霸天一步跨出十几米, 睁磷着脸, 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我抬手发出一道讯息, 伸手抓出长刀, 一步跃下飞剑, 浑身气势猛然暴涨。 神道有助手, 我们还是谈谈条件吧, 雷宗主不要动怒, 在这里你不是他的对手。 刘诗博伸手说道, 我不是他的对手, 就算修为被压制到了虚线, 我倒要看看, 一个虚线出气的蝼蚁会比我强多少? 雷霸天仙园鼓动之下, 领域若隐若现。 先看看这个再说吧, 你觉得你会比我成主府的总管强多少? 刘诗博抬手挥出水晶球, 我和邹萍在偏电打斗的影像出现在水晶球上面。 雷霸天一愣, 快速扫完了打斗的情景, 然后冷哼一声, 退了回去。 我心里暗叫可惜, 如果雷霸天动手, 我有把握重创塔, 现在的情况被录制, 到时候影像流出去的话, 黑雷宗基本就算完完了。 我收起长刀, 淡淡地说道, 此次天罚日的灭公行动, 伟先呈城主府为领头, 城主府一共105个俘虏, 所有俘虏可以释放, 每个一万上品先元时, 打包出售, 不单卖, 至于我身边的刘子晨, 我需要交换另外的条件。 好狠啊, 哈哈, 熬拳的声音传入耳朵。 什么条件? 刘诗博紧紧地握着拳头, 眼神之中几乎要喷出火来, 105个人就是105万上品先元时啊, 他拿出来的5万只是个零头而已。 虽然他城主府可以拿出这笔赎金, 但也要伤筋动骨, 而我, 就是要他伤筋动骨, 这个数字, 是我从洛桑那里打听过来的。 这个稍后在意, 黑什么宗那雷王八, 看你样子, 也不像是会就回你宗门弟子的人, 你直接滚蛋吧。 我目光落在雷霸天身上, 讥讽着说道, 谁说我不救, 我黑石宗的弟子, 轻如兄弟, 我怎么会不救他们? 你开架吧。 雷霸天知道, 此时他拿我没办法, 而且刚才又丢了两次人, 现在企图在这件事情上找点面子, 这个雷霸天也真够白痴的, 一身修为有什么用? 这样的宗门迟早完蛋。 嗯, 黑石宗俘虏倒不是很多, 只有44个, 两万一个, 你给88万上品先元使好了, 这个数字极力。 我淡淡地说道, 雷霸天更是恼怒, 他咬牙切齿地问道, 为什么两万一个? 领头的城主府都才一万一个。 因为老子看你不爽? 我淡淡地说道, 好好好, 你很好, 我雷霸天看你能躲在天发山多久。 雷霸天额头轻轻抱起, 身上杀气四亿。 无忌门屡次三番挑衅我, 我就不追究了, 俘虏84人, 就算五千一个吧, 合计42万先元时, 不过还有一件事, 我身上的一年印记, 还请上宗主收回去, 否则谁都不要想在这里带走任何人。 我盯着一名穿着青色长衫的男子说道, 这人正是无忌门的宗主, 上左的父亲上天奥。 他无忌门此事完全落寞了, 便为了排名靠后的宗门, 估计也没多少先元时。 自始至终, 上天奥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从看到我开始, 目光就一直停在我身上, 我杀了他儿子上左, 和他宗门几百弟子,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伟仙城才暴怒地, 想要清理天发山的, 谁知道伟仙城到了最后 竟然损了夫人又折兵。 上门主, 你有没有意见? 我盯着上天奥问道。 上天奥见所有人都看着他, 冰冷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说道, 自然可以的。 那就动手吧, 不要和我说, 你下的一年硬解, 你没有办法在那里收回,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那你就自己过来。 我淡淡地说道。 上天奥微笑着点了点头, 双手截出一个悬傲的手绝, 片刻之间, 一道静置仙缘从我身体里面飞了出去, 随即化成了虚无。 虽然我知道, 上天奥不会放过我, 但是他上天奥的态度, 却让我很受用。 我抱了抱拳说道, 多谢了, 上门主既然如此宽宏大量, 那奇遇门派的弟子, 每人只要三千上品现原石带走了。 可以? 好! 奇遇门派听说, 只要三千上品原石一个, 纷纷第一时间表示赞同, 水晶球在录像, 他们恨不得马上就把现原石交给我, 然后就回自己的宗门的弟子, 出一把风头。 我把数量收了之后, 七个内务带直接被丢了过来, 我抓起这些内务带意念扫了进去, 确认数目都对之后, 交给了身边的敖犬。 这七个那务带, 里面足足有将近两百万上品现原石, 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 但是对于问天公现在的弟子数目来说, 还是有些少。 一般来说, 从凡仙修炼到虚仙, 需要上百枚上品现原石, 这只是一个保守数字, 现在问天公有三万多弟子, 这些赔偿还不够让他们修炼到虚仙的。 紧接着, 上天傲的也立刻丢过来一个那务带, 似乎怕我反悔。 我伸手接过, 检查了一下之后, 转头对一名护卫说道, 去把所有的俘虏带过来。 刘诗伯和雷霸天没有动, 刘诗伯纵然是城主, 一下拿出一百多万的上品现原石, 还是心疼无比的。 而且我, 还有其他条件。 而雷霸天也在考虑, 他是真的设不得, 而不是拿不出来。 很快, 那些俘虏全部被带了出来, 这些人都中了我蜂脉丹的毒, 这种毒只有我能解。 因为蜂脉丹的解毒丹, 需要和蜂脉丹同一时间练出来, 换成其他人, 哪怕是练丹水平再高,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当然不会把解毒丹给他们, 而是我自己控制解毒, 等把交了熟禁的宗门弟子的毒都解开之后, 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了。 当然, 这一个时辰里面, 大家并不寂寞, 因为雨墨一直在循环播放那些宗主刚才的表现, 有人惊喜, 有人忧。 脸色最难看的莫过于雷霸天了, 他此时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交易完成的宗门可以走了, 黑雷宗的雷宗主, 如果没有想要熟人的话, 就滚吧, 没你什么事了。 我淡淡地说道, 黑雷宗的人一直在看影像, 尤其是雷霸天一锤砸掉那个黑雷宗弟子头颅的时候, 那些弟子看得异常的仔细, 脸色或多或少的都有些绝望。 各位问天宫的长老, 我东方西自愿脱离黑雷宗, 请求加入问天宫, 不知道问天宫能否接纳我这个戴罪之身。 一名长相不俗, 而且很年轻的黑雷宗弟子突然说道, 我笑了笑说道, 自然欢迎, 黑雷宗想要加入问天宫的站到我身后去。 随着东方西的加入, 有将近一半的黑雷宗弟子全部走到了我的身后。 很好, 东方西你个叛徒, 我叫。 雷霸天直接丢了一个那屋带过来,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伸手接过那个那屋带说道, 不想要加入问天宫的都回去黑雷宗吧。 所有的人我都要带走。 雷霸天眼睛紧紧地盯着东方西, 似乎非常害怕东方西留在问天宫一样。 我心里很清楚, 雷霸天这样绝对不是因为恨那个东方西, 东方西也直接走到我身边, 嘴里说道, 沈长老, 我知道一个很大的秘密, 关于伟先玉传送阵的, 雷霸天不想让我活着投靠问天宫。 一听到传送阵, 我点点头直接说道, 雷霸天, 带着你的弟子滚出天乏山。 东方西你的白眼狼, 你最好一直缩在问天宫。 雷霸天大吼一声, 领着另外一半不肯投降, 问天宫的弟子转身就走, 甚至连多给出来的上品仙缘石都没有来得及要。 看到这个情况, 我不禁皱了皱眉头。 刘诗博的眼角一阵抽搐, 现在就剩下城主府的105个俘虏了。 怎么说? 刘城主? 我转头看着孤零零的站在那边的刘诗博。 城主府的人我自然要赎走的, 可是你说的额外的条件, 是指什么? 刘诗博说着丢过来一个耐物袋, 里面有104万商品仙缘石。 我给了那104个城主府分俘虏, 每人发了一枚封卖单, 看着他们吞下去之后才放了他们。 随后对刘诗博说道, 条件很简单, 我需要借用伟仙城去海内十周的传送阵, 你需要保证我的安全。 当然, 你的儿子你可以带走, 姐要我留着。 你也可以去帮你儿子去找人解读, 但是我需要提醒你的是, 如果乱用解读单, 你儿子活不了多长时间。 可以。 刘诗博答应得很爽快, 随后说道,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用传送阵, 把你的传讯先缘和我交换一下, 我近期会过去, 到时候给你发传讯。 我笑着说道, 可以。 刘诗博答应得很爽快, 甚至主动和我交换了传讯先缘。 当然, 我知道这不是他大方, 而是刘子诚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这场熟人最终以我满意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还算圆满, 伟仙城得到了俘虏, 问天宫得到了大量的上品先缘石, 本来还要趁此机会弄一点先因石, 但是还是停止了这个想法, 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 而是问天宫, 整个问天宫所有的人修炼都是用先缘石, 如果单独开口要先因石, 那是在以权谋私。 现在问天宫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回到问天宫, 开始分配修炼资源, 当然不是平分, 任何一个宗门都有明确的奖赏制度, 这次的赎金是通过天罚日大战得来的, 那分配就应该按照天罚日当天的建树分配。 没有参加天罚日的弟子, 除了领取岗位月凤和晋级奖励之外, 其他的先缘石都需要用门派积分换。 门派积分靠什么来呢? 靠外出历练寻找材料得来, 也靠完成师门任务得来。 这样一分来, 我的奈务带里面多出了将近百万上品先缘石, 不过这百万上品先缘石, 对我来说还真的有很大的作用, 等我回去海内石州和华夏, 给夏如氏和华夏问天宫的人用先缘石修炼, 相信他们的修卫会日进千里,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飞升到伪先欲来。 之前的战利品中, 也有一些先阴石, 不过都是下品和中品, 上品是一枚也没有, 所以, 我并没有要, 晋级倒了虚线, 我感觉, 只有用上品先缘石才是最顺畅的, 当然, 极品先缘石最好, 只是我现在连剑都没剑过。 接下来的几天, 我一边缓缓修炼, 一边把修为稳固了下来, 已经是虚线出气巅峰, 再有一个契机, 就能晋级到虚线中气。 长刀的第二层静纸被我炼化, 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这个里面又蕴含了一个刀记, 名为, 主青沙白, 看到这个刀记的名字, 我有点无语了, 如果之前那刀记风极天高是巧合的话, 那这主青沙白就绝对不是巧合了, 这个留下刀记的人不会是杜甫吧? 就算不是杜甫, 这个人肯定也读过杜甫的那首登高。 主青沙白这个刀记我没有去施展, 从行宫的脉络走向来看, 这刀记的威力比起第一招风极天高要强大多了, 但是我心里清楚, 这主青沙白一旦施展, 线缘会被全部抽空, 反式会猛然增强, 如果第一次施展的时候不能用尽全力, 对刀记的领悟就会没有那么透彻。 领悟了主青沙白之后, 对于风极天高的施展我心里略微有底了一些, 可以控制到这一招施展出来之后保留一些先缘, 至少不会像之前一样, 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这长刀的刀记虽然强悍无比, 可是也不是能够轻易施展的, 看来有时间的时候还是多多熟练一下雷迹, 如果能找到一个关于雷迹的法际功法, 自然是最好的。 现在传送阵的事情已经基本搞定, 我回去海内十周之后, 短时间之内, 所以我必须要先把零月的伤置好, 下如是那单层次修为, 离非生并不远。 梦瑶和问天宫的风雨长老等人已经很接近非生了, 虽然现在已经弄明白了非生是非生到伪先玉, 但是这也是众人的追求, 如果他们愿意, 我会帮助他们尽快非生, 还有爱玲和姐姐, 也要回去问问他们的意见。 对我来说, 伪先玉唯一的诱惑就是, 非生之后寿元可以增加很多, 和自己相亲相爱的人在一起, 自然时间越久越好。 我问了东方西关于传送阵的事情, 他知道的传送阵和海内诗周没有什么关系, 而是通往仙界的, 这种传送阵我暂时还没有打算去碰, 也没有能力去碰, 仙界的大能如果能让人随便进入仙界, 也不会开辟伪先玉这个地方了。 或许我以后可以用得着, 但是绝对不是现在。 东方西说的传送阵, 他也只是知道大概的位置, 至于怎么使用和具体地点, 他也说不清楚, 据说是在乾隆深渊深处, 那个地方连天仙都会陨落, 我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会去考虑。 十五那天一大早, 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带上那一株涅根草, 一戎过后, 悄悄地离开了问天宫, 我现在的仇人太多了, 乾隆深渊毕竟不属于天伐山, 那里没有修为压制, 我必须偷偷摸摸地过去。 乾仙深渊位于天伐山的最西边, 严格地来说, 也是伟先玉的最西边, 伟先玉是被阵法笼罩的一片方形大陆, 东南西北四面都有天嵌阻隔, 西边乾仙深渊就是阻挡伟先玉西行, 而形成的一道巨大的鸿沟。 踏上飞溅仅仅不到半个时辰, 我便顿出了天伐山, 出了天伐山之后是一片荒漠, 在荒漠上足足飞行了将近一个时辰, 又变成了一片沼泽。 这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妖兽, 也看到很多修道者, 这些妖兽都不是化形妖兽, 而是在伟先玉土生土长的妖兽, 这些妖兽虽然没有化形, 但是实力却不比普通的凡仙差, 沼泽地里面的妖兽甚至能够媲美虚仙。 这些妖兽的存在, 是提供给伟先玉所有修道者历练用的, 伟先城的宗门弟子会经常出现在这里, 天伐山的子民同样也会来这里历练, 算是一片公共区域, 只不过天伐山的人出来要偷偷摸摸地, 看到伟先城的人要么交出那雾带, 要么躲着,要么死。 我没有心情去管这些, 飞过和荒漠差不多的沼泽地, 这才来到伟先玉西边的边缘一处悬崖之上。 眼前的乾隆深渊让我有些震惊, 它被一层浓雾裹住, 一眼望不到边, 就像是一片雾海无穷无尽, 甚至连意念都扫不进去, 只要接触到那些浓雾, 意念就会自动被阻隔。 看到这个乾仙深渊, 让我想起当初被禁锢在星空之中, 眼前只有一片浩瀚。 这位道友请了。 一个声音从身后转了过来, 我转头看去, 一个虚仙圆满修为的光头男子站在我身后, 虽然长得凶悍, 但是语气还算和气, 衣着普通, 不是伟先成十大宗门的弟子。 我抱了抱拳说道, 道友何事? 本人张子泰, 请问道友是否想要进入乾隆深渊? 张子泰和气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说道, 我只是来这里看看, 道友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请便吧。 既然如此张子泰话说一半, 一道线缘传讯落在了他手中, 随即他便寄出了飞剑冲了出去, 王八蛋想要将我问天宫斩尽杀绝吗? 听到问天宫三个字, 我突然来了精神, 他说的问天宫绝对不是天伐山的问天宫, 那就是伟先成的问天宫了, 之前骆桑说问天宫被无忌门灭了, 难道其他的人都跑到这里来了? 我稍微一犹豫, 也寄出飞剑跟了过去, 伟先成的问天宫被灭, 和林月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且, 那个问天宫是张同南建立的, 我的镇道也是启蒙于张同南, 他算我的半个镇道恩师于情于理, 这事情我都应该管一管。 只是数个呼吸之间, 我便追上了张同南, 张同南疑惑地看了我一眼说道, 道友好阔气, 居然有半仙气飞剑。 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跟过来, 反而惊讶于我的速度, 看来是个直来直往, 对人没有什么防备心的人, 如果我在后边偷袭他一记, 他不死也要中伤。 我呵呵一笑, 开口问道, 张道友是问天宫的人? 正是,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问天宫了, 问天宫被无极门锁灭, 我们上百门人只逃出了十五个, 一路被追杀, 现在只剩下五个人了, 清静了一段时间又他妈追过来了。 张子泰大声骂道, 随后他又觉得自己说这个有些不妥, 这才想起来问我, 道友为什么跟了过来? 呵呵, 我和问天宫的张同南前辈有些渊源, 问天宫的事情, 我倒也不会袖手旁观。 道友和我爷爷有渊源, 可是道友你的修为才去先出妻啊。 张子泰说话丝毫没有任何的顾忌, 我笑了笑说道, 是华夏的渊源, 当初我在华夏。 操, 这群王八蛋。 我话还没有说完, 张子泰又是大骂一声, 随即祭出了一杆大旗。 我意念扫了出去三十公里外的地方, 看到一男三女四个人, 正被十来个人围在一片黄土地上面, 这十来个人大多都是虚仙修为, 也没有穿尾先呈十大宗门的衣服, 其中还有一个地先出妻强者。 那一男三女中, 男的虚仙后期修为已经重伤, 一名紫衣女子内伤严重, 先员被阻, 根本看不出来修为, 另外两名全部都是虚仙圆满修为, 此刻正在憨战, 那地先强者没有动手, 只是在一旁戏虐似的看着众人, 形势非常的不妙。 我先去救人。 我丢下几个字, 鼓动浑身先员, 加速冲了过去, 只是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我便来到了那黄土地上, 也只是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那三女一男就陨落了一男一女, 剩下一个轻衣女子, 忽在紫衣女子身边, 警惕地看着众人。 我没有墨借, 直接落在了那紫衣女子身边, 拿了两枚丹药出来, 递给了他们。 哈哈, 一个虚仙出气的蝼蚁, 竟然敢在我们面前救人? 老子倒要看看, 是你救得快, 还是我杀得快? 站在我正对面的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 大笑着说道, 抓起手中的一把长钩, 就甩了过来。 哼, 长钩卷起树道仙缘, 分别设向了我们三人。 我意念一动, 领域铺展出来, 直接笼罩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叮叮叮长刀挥舞几下, 那几道仙缘全部被打散, 只留下了一阵微风吹拂过来, 煞是舒服。 这就是完美的虚仙领域。 那个地仙强者皱了皱眉头, 仙缘鼓动之下, 猛地轰出了自己的领域, 对抗着我的领域, 片刻之后, 他脸色更是惊讶, 因为他发现, 虽然他的领域没有被我压制多少, 但却也延伸不出来。 嘖嘖嘖, 我左手突然凝聚出一把雷剑, 猛地射向那个满脸横弱的虚仙, 他很想跑, 可是他发现, 他一个虚仙居然在我的领域里面, 失去了行动能力。 扑, 雷剑毫无意外地穿透了他的胸膛, 留下了一个偌大的血洞, 他面露惊恐地看着我, 到死都不敢相信, 他会被一个虚仙出气的蝼蚁一招斩杀。 道友是何人, 为何要与我无极门为敌? 那地仙初七冷冷地问道, 抬手寄出了一杆长枪。 听到无极门这三个字, 我根本懒得再废话, 浑身气势更是暴涨, 手中再次凝聚出两把雷剑。 你找死! 那地仙初七显然被我这句话激怒, 长枪一卷, 带起树杖枪影, 直接朝着我轰了过来。 我手中雷剑撒了出去, 再次定杀两名虚仙, 然后猛地跨出一步, 漆黑色的长刀迎着那一道枪影劈了过去。 轰仙园炸裂开来, 化成无数的利刃扩散开, 离炸裂处最近的两名 被我领域束缚住的凡仙, 直接被这些仙园利刃割成了碎片。 我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地仙强者果然仙园浑厚, 比起普通的虚仙来, 要强了十倍不止。 仅仅是势均力敌的一招, 就让我又受了点内伤。 伟仙玉什么时候出了, 你这种虚仙出妻了? 那名地仙脸色有些难看, 显然也不是那么好受, 他刚才那一招带着枪技, 消耗自然也不小。 公主, 你没事吧? 张子太赶了过来, 落在了那名紫衣女子身边。 紫衣女子摇了摇头, 对着我抱了抱拳说道, 兰末多谢道友救命之恩, 形势严峻, 道友还是赶快离去吧, 不要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兰末, 这个名字我听林月说起过, 正是伟仙城问天宫的公主。 你怎么又回来了? 兰末身边的那名轻衣女子 有些着急地说道。 张子太坚定地说道, 我才不跑, 大不了一起死, 有什么好怕的? 紫太, 先带他们让到一边, 我来会会这个地仙。 我张嘴吞下一枚丹药说道, 你, 道友你还是快走吧, 不要因为此事连累了你。 张子太说着, 挥舞了几下手中的大旗, 二话不说, 就朝着他身边的 一名虚仙砸了过去。 碰, 大旗落下, 那名虚仙被我的领域紧紧地束缚住, 根本就没有躲避的余地, 瞬间就被拍成了血污。 咦, 怎么回事? 这地仙领域怎么对我没有一点作用? 张子太这才反应了过来。 兰末笑了笑说道, 我们所处的领域不是那个地仙的领域, 而是这位道友的领域。 张子太刚才的意念一直关注着这边, 可是我的领域伸展出来之后, 他的意念是扫不进来的,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也完全不知道, 只是下意识地以为, 我这强悍的领域是那名地仙的。 好强! 多谢前辈! 张子太抱了抱拳, 也没有任何的矫情, 大旗挥舞几下, 直接轰向了其他虚仙。 让我疑惑的是, 在张子太轰杀其他虚仙的时候, 那名地仙并没有动手, 只是冷冷地看着, 根本就没有要出手相救的意思, 按理说他的实力要强我一点点, 如果要阻止, 完全是可以的, 可是他没有阻止, 甚至还在冷笑。 他不阻止, 我自然不会管他, 配合着张子太, 只是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便斩杀了七八个虚仙。 你们不能杀我, 我是影踪的人! 一名鹰眼男子突然说道。 张子太愣了一下, 疑惑地问道, 你是影踪的? 没错, 我是影踪的, 你敢杀我试试。 那名鹰眼男子, 看到张子太助手, 底气立刻就出来了。 就你这鸟样, 还是影踪的? 张子太突然抱起, 大旗更是气势爆棚, 猛地砸向了鹰眼男子。 影踪我倒是听说过, 是一个非常神秘杀手组织, 这个组织专门干杀人越货的勾当, 只要给的出现原石, 叫他们杀谁, 他们就杀谁。 宗门里面的人, 各个层次的都有, 都是一些天才人物, 每个人的实力, 和同层次的人比起来, 都强悍太多。 哪怕是叫他们, 去杀天仙强者, 只要价格合适, 他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做到。 而且, 至今都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宗门驻地在哪里。 这名鹰眼男子实力平平, 说自己是影踪的, 确实很难有人相信。 哈哈, 他确实是影踪的, 杀了影踪的人, 看你们能逃到哪里去。 那地仙强者突然大笑一声, 猛地一个转身, 朝着我的领域外面冲了出去。 紫泰, 全部杀了, 我不能让这地仙走掉。 我丢下一句话, 猛地朝着那名无疾门的地仙追了过去, 哪怕是手段用尽, 我也不能让他走掉, 他这一走, 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无数强者过来追杀我。 好。 张子泰更是没有任何犹豫, 在我领域撤走之前, 迅速地斩杀了剩下的几位虚仙, 并且非常熟练地收起了他们的那无袋。 你还真敢追来? 跑出差不多十公里, 那名地仙剑我的飞剑丝毫不比他的飞剑慢, 为了不被我偷袭, 他不得不停了下来。 嗯, 不杀了你, 我就会很危险。 我抓出长刀, 领域直接延伸出去, 准备和这个地仙强者大战一场。 我心里很担心, 这个地仙会把我出现在这里的事情捅到尾仙城去, 虽然刘诗伯肯定不会希望我出事, 但是其他纵门的人可不会管那么多。 地仙层次的强者, 我不是第一次接触, 洛桑就是地仙后期, 比这个人还要强大很多, 可是我当初和他打的时候, 他的修为被压制到樊仙圆满, 因为吞服了抱圆丹, 才把修为强行提到了虚仙出气。 当时我还刚当飞升, 就不惧虚仙出气, 现在我已经即将跨入虚仙中期了, 对付一个地仙出气, 应该还是有一定胜算的。 那名地仙出气哈哈一笑说道, 你知道我看出了你的身份了, 还怕我发出仙缘传续? 你又不是傻子, 不跑了, 不跑就打吧。 我淡淡地说道, 长刀一横, 一念沟通到飞蛇骨。 哈哈, 你以为我真的会把你交给其他人? 你知不知道在那些强者面前, 你就是个宝贝? 这种宝贝, 我司徒秋水岂能让给别人? 司徒秋水寄出了他的长枪, 仙缘鼓动之下又是一道枪技轰了过来。 我没有再用仙缘去对抗他的枪技, 而是突然寄出了 从那个邹平那里得到的那个半仙气盾牌, 这个盾牌我练化之后一直被收在那屋带里面, 因为我不大愿意用盾牌在我心里, 对盾牌这种东西有着本能的抗拒, 对于实力相当的人,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对于实力抢我太多的人, 逃跑的手段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对上司徒秋水, 我改变了这个观念。 哄, 枪芒全部轰在了我的盾牌上面, 一阵震耳欲聋的炸裂声传了过来, 我全力控制着盾牌, 忍不住往后退了两步。 咦? 邹总管的玄铁盾怎么在你手中? 司徒秋水皱了皱眉头, 张嘴扶下一枚丹药。 玄铁盾? 什么破名字? 我看了看他炼化过后, 挤出来足足有两米多长的铁盾, 有些无语地嘀咕道, 不过这盾牌却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半仙气盾牌还是够强。 果然好东西不少。 哈哈。 司徒秋水并没有觉得难对付, 反而更加地兴奋起来。 我不屑地说道, 没错, 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抢了。 可以, 今天我就来看看你这个伪仙玉的第一天, 才如何跃及对敌的。 司徒秋水说着, 突然收起了长枪, 手中突然多出一把黑色的琵琶。 我皱了皱眉, 这个时候还要演奏一曲。 司徒秋水手指拨动间, 琵琶发出一阵阵声响, 这声音好像玉盘滚珠, 清脆玉耳, 居然听得我有些愣神。 哄, 在我愣神的一瞬间, 突然感觉到一种蛮横的力量冲进了我的脑海, 肆意地搅动着, 带起一阵阵难熬的痛楚。 我下意识地伸手捧住脑袋, 浑身的仙玉更是紊乱, 甚至连领域都有些支撑不住。 死吧。 司徒秋水突然一声大吼, 一道猛烈的抢行仙缘直接朝着我轰了过来。 我不自觉地打了个机灵, 那一刻, 我感觉到了一种很强烈的死亡气息, 甚至都能看到我的一只脚已经踩在了黄泉路上面了。 前辈小心! 张子泰那粗暴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紧接着我就看到张子泰抓起了我的盾牌, 挡在了我的身前。 噗! 张子泰张嘴就喷出一大口鲜血, 人和盾牌同时倒飞出去。 张子泰想要挡住司徒秋水的这一招太过勉强, 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纵然他抓起了玄铁盾牌, 可是这盾牌他毕竟没有炼化, 使用起来效果大减, 可以肯定这一下足够让张子泰经脉寸断了。 他这简直就是拿命在救我。 我瞬间清醒过来, 愤怒的张嘴逼出一口精血, 领域直接轰了出去, 长刀瞬间出现在右手。 怕我左手一起握住刀柄, 猛地一刀劈了下去, 嘴里大声吼道, 主清沙拜。 轰隆隆, 长刀突兀地闪出一道青色的刀芒, 这刀芒足有数十丈, 刀锋所向之处, 正是司徒秋水所站着的地方。 一时间, 我的前面似乎出现了一片白色的沙漠, 可是仔细一看, 这沙漠却并不是沙漠, 而是一汪清泉, 清泉之中滚滚涓流不断地沸腾, 看上去是那样的一景满满。 站在清泉之上的司徒秋水, 就好像失去了意识一般, 茫然地看着四周,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白沙、清泉突然滚动, 只是瞬间就把他包裹在其中, 那些白沙和清泉突兀地化成了一道道包含杀鸡的鲜源细针, 全部插进了司徒秋水的身体里面。 啊, 司徒秋水大吼一声, 白沙和清泉那如梦如幻的场景瞬间消散, 碰。 得一声, 司徒秋水身体直接炸裂开来, 化成了一盆巨大的血污, 连一块碎肉都看不到, 就连他的那雾带也直接化成了虚无。 碰。 我双腿跪在了地上, 直直地倒了下去, 心中却有惊骇, 这一招的威力大大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就算是地仙圆满也能斩杀, 用在这个司徒秋水身上, 简直就是用牛刀在杀鸡。 这一招的反噬同样惊人, 仙缘全部被抽空了不说, 就连身体都差点炸裂, 如果不是星空连体加雷结炼体, 我估计我现在也变成一堆碎尸了。 用这一招的代价太大, 如果不是张子泰舍命救我, 我根本就不会用这一招。 哪怕是杀不了司徒秋水, 我也会选择逃走, 可是张子泰对我的态度让我无所顾忌, 重伤总能痊愈, 他们三个是不会伤害我的。 前辈, 你怎么样? 一直在兰莫身边的那名轻衣女子, 飞身来到我的身边, 我的意识慢慢涣散,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眼皮无比地沉重。 先带她走, 很快就会有人找到这里, 我们去前仙深渊。 兰莫果断地说道, 快速地走到张子泰身边, 背起张子泰, 就爬上了那轻衣女子寄出来的飞剑。 轻衣女子背起我, 飞身跳上了飞剑, 直接朝着前仙深渊冲了过去。 公主, 她醒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的眼角缓缓睁开, 第一时间就听到了那轻衣女子惊喜的声音。 兰莫凑了过来, 满意地点了点头, 嘴里说道, 多谢道友救命之恩, 现在我们很安全, 倒有安心疗伤便是。 我转头看了看四周, 一片黑雾蒙蒙, 根本就看不了多远, 可是在我们的五米范围之内, 却没有看到黑雾, 就好像我们躲在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里面一样。 我的身边躺着张子泰, 它伤得似乎比我还要严重一些。 这就是八级仙震, 我很快就看出来了, 这个玻璃罩子原来是个震法, 嘴里无比惊讶地问道。 兰莫点点头说道, 没错,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前仙深渊, 周围全是毒物, 如果不布置一个阵法隔绝这些毒物, 根本就活不下去。 蓝公主的震道水平令沈旺心服口服, 我由衷地说道, 这个兰莫的年纪看上去并不大, 震道水平却如此了得, 就算她实际年龄很大了, 可是她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 还能布置出这样一个高等级的仙震, 确实很强大。 沈旺? 道友你是沈旺? 兰莫突然惊讶地问道, 我点点头, 说道, 没错, 我就是沈旺。 沈道友可是来自华夏隐门。 蓝莫再次问道, 是的, 蓝莫公主为何有此疑问?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我的名字在伟仙城, 甚至在整个伟仙域都有很多人知道了, 就算是我来自华夏, 肯定也被调查出来了, 但是蓝莫这样一问, 显然不是在彰显自己知道我的底细, 而是有别的事情。 蓝莫欣喜点点头, 嘴里说道, 请问沈道友在华夏的时候, 是否得到过我父亲张童男的传承? 是的, 得到过22枚镇藏镇旗镇法入门, 也是得到了张前辈的启发。 我如实说道, 随后便有些疑惑地问道, 张前辈也是蓝莫公主的父亲, 那你和子泰的关系是? 子泰是我的侄儿, 不过我是养女, 子泰是嫡出。 蓝莫如实回答道, 哦, 蓝莫公主是如何得知, 我在华夏得到了张前辈的传承呢? 我再次问道, 蓝莫说, 这拿出了一个预见说道, 飞升仙界之前留下的预见, 这里面记载了一些东西, 关于天命之子的。 天命之子? 是说的我吗? 如果你得到了我父亲在华夏的传承, 说的应该就是沈道友, 我一直在留意来自华夏的强者, 起先我以为是灵月, 后面才发现不是, 最近沈道友在天发山的事情, 已经轰动了整个尾仙玉, 并且, 你刚才说出了正藏正旗, 让我确信你就是父亲说的天命之子, 本来想去天发山找寻沈道友, 无奈我们一直在逃亡之中, 这个预见是留声预见, 要打开需要用到意念,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调动意念, 得知里面的内容。 蓝墨似乎看出了我的窘境, 他抬手几道正旗定在了预见之上, 预见里面就传出了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 能得我留在华夏的传承者, 必然已经参透天命遇至奥秘, 成为天命之子, 天命之子路途任重道远, 或福相依, 既得我传承正道启蒙, 也算与我有缘, 送佛送道西, 些许东西留于你, 祝你好运。 声音越到后面越小, 直至说完, 我都听得有些愣神, 他说的天命玉, 应该就是姐姐给我的玉佩, 此时的我, 已经越来越不知道, 姐姐到底是何方神圣了, 这东西, 关系天命之子的人选, 怎么会从姐姐的手里拿出来, 莫非姐姐也和仙界有关, 可是怎么看都不像啊, 沈道友, 这是父亲留给你的东西。 蓝墨说着, 拿出了一个纳污袋, 我接过蓝墨的纳污袋, 叹了口气, 感觉很不爽。 随后, 我便抛开了这些, 既来之则安之, 虽然感觉被玩弄, 但是该做的, 我还是要去做。 那些我在意的人, 我会尽我的权利去保全他们, 哪怕是死我也在所不惜, 或许仙界就因为我这种性情, 而选定了我。 蓝墨见我情绪低落, 他似乎能理解我的心情, 也没有再说话, 抬手挥出一道阵棋, 修不好被毒物俯视开一条 细缝的八级隔绝仙阵, 随后取出一个蒲团, 坐在地上开始疗伤。 借着蓝墨提供的丹药, 三天之后, 我渐渐地恢复了一些仙缘, 张子太也醒了过来, 不过他全身经脉寸断, 根基受损, 情况和灵月差不多。 恢复一些仙缘之后, 我第一时间打开了我的纳污袋, 从里面拿出了比较高等级的仙丹辅助疗伤, 这些仙丹也是从邹平那里得到的, 里面有六级仙丹, 甚至是七级的仙丹, 这些高等级的丹药, 连天仙强者都可以用, 我一个虚仙初期用起来更加有效。 虽然丹药很珍贵, 我也没有吝啬, 分给了蓝墨几枚。 又是三天过去了, 伤势彻底恢复过来, 蓝墨的伤势也在慢慢恢复中, 他之前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的仙缘气息, 那是因为他经脉阻塞打结, 其实伤情并没有很严重, 在七级仙丹的辅助下, 阻塞的经脉已经在慢慢复原了, 这个时候我才看得出他的修为, 地仙后期。 我没有着急打开张同南留下来的东西, 而是第一时间从那屋带里面取出了镍根草。 镍金草? 我一拿出镍金草, 蓝墨就有些惊讶地问道。 我呵呵一笑说道, 镍金草这么稀有吗? 蓝墨公主如此惊讶。 蓝墨笑了笑说道, 镍金草道不是很稀有, 以前伟仙玉有一大片仙草原被发现, 里面有成百上千株镍金草和很多种高级仙草药, 引起十几个天仙强者的争夺, 那些镍金草也在这次争夺中全部被拔起。 很多人手中有, 但是都已经枯黄, 镍根草无法二次培育, 所以伟仙玉再也没有如此生机勃然的镍金草, 没有这种镍金草, 就得不到无根花, 就没有办法炼制镍根丹, 所以很多伤道根基的修道者就无法得到治疗。 我点点头, 蓝墨这么一说, 我才明白了玉里权的珍贵, 之前云小月说这前仙深渊里面有镍金草出现, 看来还有待考究。 沈道友是想在这里饮无根花吗? 蓝墨问道, 我恩了一声说道, 我问天宫的公主灵月伤道根基, 非镍根丹不能治愈, 哦, 抱歉, 忘记了蓝墨道友也是问天宫公主了。 哼, 我所在的问天宫早就不在了, 如果沈道友可以做主, 我们三人想加入问天宫。 蓝墨认真的说道, 我点点头说道, 欢迎至极, 不知道蓝墨公主这个镇法会不会阻挡镍金草的香气一出? 会, 而且时无已过, 毒物渐浓, 也会阻挡镍金草的香气扩散。 这里是乾隆深渊的边缘, 我们需要再进去一点, 才能让无根花感应到。 这还是外围, 外围的毒气都能俯视八级先阵。 我惊讶地说道, 走到隔绝镇法边缘, 把手伸了出去。 神道友, 万万不可。 蓝墨赶紧出声阻拦。 一层淡淡黑雾附着在手臂之上, 慢慢地变灰, 我背喜交加, 赶紧把手收了回来。 这里的情况, 我最多只能坚持一分钟, 如果一分钟之内还处于毒物之中, 那就会毒气攻心, 石化经脉。 背的是, 这毒物的腐蚀性过于强悍, 而喜的是, 这毒物里面居然蕴含 无比浓郁纯净的仙阴气, 这种仙阴气甚至比上品 仙阴石里面的仙阴气还要纯净, 如果没有这些毒物腐蚀身体, 我恨不得马上开始修炼。 你还是练体强者? 蓝墨有些惊讶地问道, 蓝体对抵抗毒物有好处? 蓝墨解释道, 是的, 很有好处, 一般晋级到初级仙体, 才可以抵抗着毒物入侵, 不过时间不会很长, 最多也就一分钟而已。 我点点头, 虽然还不知道蓝体是怎么划分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初级仙体, 不过能坚持一分钟, 对我来说足够了。 八级仙阵在蓝墨的控制下, 往前仙深渊里面移动了近千米, 蓝墨似乎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 脸色有些发白, 不断地挥出阵旗, 维持着仙阵不散。 就这里差不多了。 蓝墨说道, 我赶紧把聂金草放在了仙阵外面, 静静地等待无根花的到来, 过了差不多一刻钟, 一丝细微的空气波动被我捕捉到。 意念扫了出去, 果然还是看不到任何东西, 我紧紧地盯着那一丝细微的空气波动, 它在聂金草的上方盘旋了几下, 然后彻底地消失了。 我知道无根花来了, 小心翼翼地伸出双手, 左手摸向了聂金草, 右手慢慢地伸向了聂金草的上方, 当我的手触碰到聂金草的时候, 突然看到聂金草的叶片中间出现了一朵纯白色的花朵, 毫无疑问, 这就是无根花了。 我用鲜缘裹住了无根花, 然后猛地一抽, 聂金草和无根花便被我抽了回来。 搞定! 多谢蓝墨道友, 我们快出去吧。 我开心地说道。 蓝墨脸色惨白地说道, 好, 我们出去一些, 我的压力没这么大, 聂根丹必须要在半个时辰之内练制, 否则无根花就会哭死。 我点头表示知道。 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走出了前仙深渊最外围, 这里的毒物相对来说要稀薄很多, 蓝墨停了下来, 示意我开始练丹。 我赶忙寄出丹炉, 聂根丹丹方我在出发之前就已经熟悉过了, 其他的辅助药材我早就已经备好, 聂根丹属于无无等级的丹药, 只要药材齐全, 现丹师都可以练制。 半个时辰后, 我从丹炉里面拉出六枚乳白色的聂根丹, 把其中的一枚给了张子泰吃下, 张子泰吃下聂根丹不到三分钟就可以调转仙缘了, 虽然还需要几天时间恢复, 但是已无大碍。 我满意地收起了另外五枚聂根丹, 这才朝着乾隆深渊外面走去。 一从乾仙深渊出来, 就有一道仙缘传讯落在了我手里, 乾仙深渊里面的毒物果然霸道, 连仙缘传讯都可以阻挡。 哈哈, 怪不得能在乾仙深渊里面坚持这么久, 原来是借助别人的八级仙镇保护。 我看你这个蝼蚁, 现在要往哪里跑? 我还来得及查看传讯内容, 一道霸道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站在我前面百米处, 雷霸天突兀的现身出来。 黑雷宗宗主, 雷霸天。 蓝莫三人惊讶地说道, 哈哈, 雷兄, 好东西见者有份。 又是一个声音传来了过来, 一名长相极为英俊黑袍男子, 突然出现在另外一边, 这男子脸色略白, 浑身上下有着一股若隐若现的邪气, 再加上那一身黑袍, 看上去有点像是索命英冠。 尤其是黑袍下左右两边, 两个赤红色的大字, 尤为显眼, 无影。 尹宗宗主, 赖无影, 蓝莫三人, 再次张大了嘴巴。 我眉头紧锁, 这两个人来着不善, 这雷霸天天仙后期修为, 杀我根本毫不费事。 而那个赖无影修为更强, 已经是天仙圆满修为, 实力比起伟仙城的城主刘诗伯还要强悍。 哼, 赖兄说的是, 不过要得到他身上的秘密, 还是先宰了他, 再谈见者有份的事情如何? 雷霸天说着连武器都懒得祭出, 抬手一挥, 一道仙圆大手直接朝着我抓了过来, 与此同时, 天仙领域席卷来, 瞬间就把我们四人笼罩在其中。 哼, 就在我准备反抗的时候, 另外一只更加强悍的仙圆大手也同时轰了出来, 瞬间挡住了雷霸天的仙圆大手, 两只仙圆的大手碰撞之下, 全部消散一空。 赖兄此举何意? 雷霸天冷冷地问道, 赖无影呵呵一笑说道, 杀了他秘密就不全了, 还是把他交给我吧, 我会榨出他的所有秘密的。 蓝墨道友, 你们去问天宫, 把这煤丹药拿给凌月公主, 然后叫他杀了那个从黑雷宗投城过来的东方西, 他们要找的是我, 等下你们见机行事, 直接顿走。 我用仙圆传音给蓝墨说道, 雷霸天出现在这里, 必然是东方西搞的鬼。 当初雷霸天那么强势地斩杀自己宗门的弟子, 后面给了超出金额的赎金, 居然没有要拿回去的意思, 其中应该是有阴谋在里面, 那个东方西, 必然是故意留在问天宫观察我动静的。 他也算走了狗屎运, 正好拿前仙深渊的传送阵来引诱我, 而我正好也需要来前仙深渊。 不过这个雷霸天看上去不像是精灵之人, 他的身后应该有智者。 那你怎么办? 蓝墨有些担心地问道。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赖乌颖高傲地说道, 听说你是天命之子。 我传音给蓝墨, 叫他别担心我, 然后对着赖乌颖说道, 是啊, 这位道友有何指教? 承认得倒是很爽快, 不过, 我更加希望你叫我前辈。 赖乌颖冰冷的脸上杀鸡一闪, 突然抬手一挥, 先缘大手再次朝着我们抓了过来。 就是现在, 我传音给蓝墨三人, 浑身实力不断攀升, 抓起长刀, 卷起一道强悍的先缘猛地轰了出去。 轰, 我的先缘刀芒轰在那只大手上面, 就好像鸡蛋碰在了石头上面一样, 瞬间溃散的不像样子, 只是微微减缓了那先缘大手的速度一秒左右。 蓝墨三人刚刚祭出飞剑, 直接朝着反方向逃了出去, 那个八级隔绝先阵直接被撕裂, 一道凶猛的仙缘轰在了我的胸口 我只能感觉到内脏一味 肋骨寸断 张嘴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那只大手就抓住了我 直接把我提了起来 在天仙圆满修为之下 我果然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哪怕我全力施展 我的最强刀技主青沙白 肯定也是没有半点作用 咦 三个蝼蚁想跑 我被提起来之后 赖无影才淡淡地说道 转头看了看另外一遍的雷霸天说道 我觉得这个时候 雷兄应该去干掉那三个蝼蚁才是 雷霸天嗷了一声 随后就准备追出去 我哈哈一笑说道 雷霸天 你这一秒追出去 下一秒我就被赖无影带走了 你还能得到个屁 雷霸天这才止住身形 把目光投向了赖无影 赖无影呵呵一笑说道 你倒是挺机灵的 留下雷兄 只会让你死得更惨而已 赖无影一边说话 一边用力捏了捏手 抓住我的那只仙缘大手 顿时紧缩 似乎要把我直接捏死一板 死有何据 只是我死了 你最想要得到的东西 就永远也得不到了 我嘴角流着血 淡淡地说道 哼 不错 一个虚仙蝼蚁 居然练体练到了仙体 怪不得你到现在还不求饶 赖无影皱了皱眉头 似乎发现他的仙缘大手 并不是说捏死我就可以捏死我的 雷霸天说道 仙体 看来你还有一个顶级的练体功法 对啊 我自然有 而且 我还有最顶级的修炼功法 和练单传承 就连阵道也是最顶级的传承 我毫不畏惧地说道 很好 既然如此 雷兄 你对他进行搜魂吧 他是知道的 他的秘密 你最先知道最好 赖无影转头看着雷霸天说道 我以为雷霸天就算再傻 有赖无影在身边 他此刻也不会轻易对我搜魂 对我搜魂的时候 他首先要进入专注状态 这个时候 他的安全根本就没有保障 搜魂还没开始 他就被赖无影杀了他都不知道 好 我来 出乎我意料的是 雷霸天居然直接答应了赖无影的要求 很干脆地答应了 赖无影抬手一挥 仙缘大手带起我的身体 就朝着雷霸天丢了过去 雷霸天同样伸出一只仙缘大手 天仙领域同时轰了出来 当我被丢过去的时候 我才发现 雷霸天的另外一只手里面 抓着一张金色的符纸 原来这个王八蛋 是想接过我之后 直接用顿符顿走 我并没有反抗 也没有揭穿他 很轻易地 就被雷霸天揭了过去 我心里无比清楚 在激发顿符的瞬间 需要专注那么半秒钟 呼 我一被雷霸天拉到身边 周围就卷起一道龙卷风 紧跟着就感觉到赖无影 那强悍的天仙领域轰了过来 而在那领域后面 一道强悍的仙缘大手 朝着雷霸天拍了过来 玩我 你雷霸天还嫩了点 赖无影不屑的声音 紧跟着传了过来 我心里明白 雷霸天的意图被赖无影发现了 赖无影直接对他动手了 我周身的束缚 顿时感觉一松 直接被雷霸天丢在了地上 被丢下来之前 这个王八蛋还猛地捏了一下 逼得我接连喷出几口内血 双手手臂直接骨折 就是现在 我突然逼出漱口精血 线缘鼓动之下 石城领域包裹住我 直接挣脱了雷霸天领域束缚 听到我的领域碎裂的声音 我心中一着急 直接朝着前仙深渊顿了过去 哄 身后的赖无影 和雷霸天的线缘轰在了一起 巨大的炸裂声在身后响起 我还没有顿出多远 那线缘爆炸的余波 直接轰在了我的身上 我张嘴再次喷出一口血 这不余威 直接把我先飞出去 更加快速地冲进了前仙深渊 你在找死 身后传来了赖无影的声音 他的实力要强于雷霸天 轰开雷霸天之后 第一时间朝着我追了过来 我哪里还敢停留 借着那股冲击力 鼓动仙渊 更是朝着前仙深渊伸出冲去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就算是死在前仙深渊 也比落在这个赖无影手中强 停下来 再往里跑你必死无疑 身后的赖无影大声地警告着 似乎自己也吃不消了 我触及仙体 这里面的毒物 腐蚀的就是肉体 纵然它是天仙圆满的强者 肉体的强度并不胜于我 在追了将近十几公里之后 它停了下来 转身就冲了出去 看到它冲出去之后 我猛地停了下来 转身往外面移动 我已经感觉到 全身都被毒物侵蚀 身体已经越来越僵硬了 这里面的毒物 比起外面 来要浓很多 再走下去 估计不久之后 我就会变成一具骷髅 往外面顿走几公里 我停了下来 张嘴喷出漱口鲜血 那鲜血全部是黑色的 看来毒气已经侵入血管 如果等毒气凝聚到心脏 再石化经脉 那就必死无疑了 可是这个时候 我更加不能出去 那两个王八蛋 哪里会那么快就离开 我抓出两枚解毒丹 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直接吞了下去 抬手挥出几十枚震旗 直接布置了一个 三级巅峰隔绝仙阵 仙阵一布置出来 里面的毒物散去一些 相对来说 要比较稀薄一些 不过很快我就听到了 隔绝阵法正在碎裂 那些毒物不止可以腐蚀肉体 还能腐蚀阵法 蓝魔的八级仙阵 在深处都会被腐蚀 更加不要说我这个 区区三级仙阵了 即使这是在外围 可依旧挡不住 我不断地挥出正旗 修复着隔绝阵法 同时拿出 那道传讯仙阵看了一下 是灵月发过来的 内容是叫我小心谨慎 那个东方西式眼线 已经被他杀了 我心里也很清楚 不能再往外面走了 往外面走很大的机会 会被那两个天仙抓住 我坐在原地运转功法 准备孤注一掷 抬手挥出数万上品仙阵时 直接开始运转修炼功法 修复隔绝阵法也会死 只不过是死得慢一点而已 功法运转之下 我居然感觉到有些舒畅 因为这毒物里面的仙阵器 实在是太纯净了 比起上品仙阵时来 还要让我舒服数倍 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原本就是虚仙初期巅峰的我 直接冲破智骨 来到了虚仙中期 只不过这功法运转之下 越来越多的毒物 附着在我的皮肤上面面 我身上的皮肤寸寸溃烂 严重的地方更是深可见骨 这样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我看着全身上下 已经发黑发烂的皮肤 停止了继续运转 导致内丹的修炼功法 直接运转起导致鼓舞 导致鼓舞 可以算是一门练体的功法 只不过对于衍生武术招式 更加的擅长 在滑下的时候 我练体就是用的导致鼓舞 现在到了尾仙域 领悟的都是技法 和武术招式 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我后面修炼的时候 几乎摒弃了导致鼓舞 就在我导致鼓舞功法 一运转起来之后 我惊讶地发现 身体内的毒素 正在被功法化解 大部分毒素 都被驱出体内 就算残留在身体里面的 少部分毒素 也直接被导致鼓舞的功法 变成了炼体的能量 不断地强化着我的躯体 我心中大喜 这不是因祸得福 又是什么 想不到这所有尾仙域人 看来是死地的前仙深渊 对我来说 居然是修炼的天堂 这里有异常浓郁纯净的仙音器 而这毒素 又可以用来给我炼体 试问 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修炼之地 或许整个尾仙域 也只有被逼急了的 我敢在这个地方 运转功法修炼了 我紧紧地握了握拳头 心情渐渐平复下来 不断地运转功法 开始修复自己的身体 在保炎鼓的协助下 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时辰 身体已经渐渐恢复 那些伤口甚至都不结痂 直接复原 看上去比以前 似乎还要更加的阳刚 修复好身体之后 我开始继续修炼 倒置内丹和倒置鼓舞同时运转 那个隔绝阵法 已经早就被腐蚀干净 周围的毒物 在我的功法带动之下 形成了无数个细细小小的漩涡 毒物之中 只有两种物质 一种是毒气 还有一种是仙音气 当这毒气 能被我倒置鼓舞功法化解的时候 剩下的仙音气 配合着上品 仙元时那浓郁的仙元气 纷纷转化成了一种 超越上品的仙音元气 这些仙音元气 不断地被我转化吸收 修为也在蹭蹭蹭地往上涨 两个功法同时运转 对仙元时的消耗 也是惊人的 同时 修为的增加也是惊人的 三天后 修为直接突破了虚仙中期 来到了虚仙后期 又是七天过去了 七八万的上品 仙元时化成碎渣 我的修为直接来到了虚仙巅峰 与此同时 我的链体也突破了 初级链体晋级的中级链体 而且我发现 这个地方的毒物 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了 这种消耗 估计也就我挥霍得起了 别人从凡仙晋级到虚仙 只需要五百仙元时就够了 从虚仙初期 晋级到虚仙元满 需要的仙元时 最多也不用超过一万 而我呢 如果修炼的时候 不是虚仙中期 的话 估计至少要耗费 十五万上品仙元时 足足是别人的十几倍之多 如果不是这里的仙音器 堪比极品仙音时 就算换算成上品仙音时的话 需要百万枚 这么算下来 我的修炼资源需求 是普通修道者的百倍 还要多 我站起身来 朝着前仙深渊里面 走了差不多十公里 选定好一个地方之后 再次抬手 汇出五万上品仙元时 我准备用这五万上品仙元时 修炼到虚仙元满 然后直接在前仙深渊度节 只要晋级到了地仙 并且把修为稳固下来 凭借我的石城完美领域 就算不是赖无影的对手 我也有机会跑掉 晋级了地仙之后 我去伟仙城 也有了一些自保能力 到时候 要尽快回去海内石周和华夏才是 问天宫有了蓝末 这个高级仙镇宗师的加入 自然会更加的稳固 试想一下 如果整个问天宫 都被八级仙镇给护住 不管是什么虚仙过来 都没有任何的威胁 八级仙镇 实力不到地仙后期 根本就没有办法攻击 除非入侵者 也有震到非常变态的强者 我如果在天伐山渡劫的话 确实可以把天伐山的天地规则 再提高一个等级 修为压制 也会提高到地仙 可是这样很冒险 如果地仙可以随便进入天伐山的话 那无疑是把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天伐山 又送到风口浪尖上 要把天伐山的天地规则 提升到和尾仙城一样 就必须要等我有压制尾仙城的实力才可以 这次我没有着急修炼 而是拿出了张同南留给我的内物袋 修炼太快并不是一件好事 修为需要一些时间稳固 这样才会让根基更稳 那物袋里面的静止 还是初始静止 这就证明 这个内物袋放了东西进去之后 就还没有被打开过 静止很容易就被我破去 这个内物袋的等级倒不是很高 里面的空间也不大 只有一立方米左右 但是看到里面的东西之后 我心中更是惊喜 这里面的东西很简单 只有两样 第一样是一个预解 而第二样是一百多枚震藏震旗 而一百多枚震藏震旗 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我的震道传承来自于震藏 用震藏震旗来布置出来的震法 效果会好上一倍 我第一时间 把所有的震藏震旗 收进了我的内物袋 然后抓出了那个预解 意念扫了进去 扫到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我的心里更是震惊 那枚预解里面 有张同南对震道的理解和感悟 甚至还有先震 布置的演示影像 这些东西 似乎和我的震藏 是同一个体系 只不过 预解的内容是精华浓缩版 对于一些震道的瓶颈 和布置的技巧 有着更加直观的描述 往往只是一句话 或者一个字 就能让人消除内心的疑惑 我一下就沉浸进去了 这里面的震道 似乎有一种魔力 里面的每一个字 都是由一道道悬傲的震文组成 一个简简单单的字 就是很直观的一个震法简图 有这种无上的震道传承 也怪不得兰莫 可以晋级到顶级的先震宗师了 我一边炼化震旗 一边推演那个预解 我并没有完全按照 预解里面的震道来学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所以在研习的过程中 我总是按照我自己 对震道的理解和布置习惯 来进行改动 也需要配合我的修炼功法 不知不觉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我震道修为直线上升 已经有原来的三级先震师 晋级到了六级先震大师 之所以停下来 是因为我感觉 晋级先震宗师 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办到的 而我现在 没有太多的时间 这半个月 我一直在运转到 之古武的功法抵御毒物 这里的毒物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炼体的效果更是显著 似乎已经到了先体的极限 镀截之后 或许就可以直接突破到下一个层次 稍微整理了 一下震道所得 再次挥出几万上品先原石 道之内丹的功法运转起来 周围的再次形成了一个 在巨大修炼漩涡 一个月后 我停了下来 修为已经到了虚仙大圆满 是时候准备一下杜结了 对于这次杜结 我信心十足 这里的毒物对我杜结有帮助 它连意念都可以阻挡 对雷结应该也有削弱的效果 我站起身来 稍微收拾了一下 准备寻找杜结之地 现在我已经完全适应了 这个地方的毒物 想要杜结成功率更大 就需要再往里面走走 里面的仙音气会更为浓郁 毒气也会更强 如果能够再把链体 再突破一个层次的话 那杜结就会很轻松了 这次我没有用走的 直接寄出了飞剑 朝着乾隆深渊更深处冲去 飞剑飞行不到半个时辰 我停了下来 很奇怪的是 这里的毒物没有变得浓郁 反而渐渐在减弱 能见度也高了不少 千米之外 突然出现一座纯黑色的山峰 这山峰不高 龟幅状 石门若隐若现 上面寸草不生 通体黑色 远远看上去 像是一座巨大的坟墓 乾隆深渊无边无际 向来都是一片平坦 这突然出现山峰 显得特别突兀 就好像汪洋中的一座孤岛 我皱了皱眉头 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正由于要不要过去看看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 一道诡异的攻击 从侧面轰了过来 我抬手抓出玄铁盾 猛的一个转身 挡在了那道攻击上面 碰 得一声沉闷的响声 我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直接被轰出数百米 才堪堪稳住身形 而自始至终 攻击我的人 我都没有看到 这道攻击很是诡异 带着无穷无尽的死亡气息 看上去并不强势 可是真的对抗起来 之后才发现 威力远远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 此地不宜久留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切 刚才那应该只是随意的一击 我就感受到了天仙实力的杀伤力 如果那攻击我的人想要杀我 那也不会太费事 踏上飞舰 刚准备离开 后面就传来了一声售吼 这声售吼声音间隙 让人听了极为不舒服 就好像来自地狱的召唤一般 声音过后 一道强悍的意念 落在了我的身上 紧接着 一个巨大的身影 从我的后面 缓缓地走了过来 那个身影 说是黑影更为恰当 因为它就好像 是一个立体的影子 高达树掌 在它的面前 我就像一只鸡 站在一个人身边一样 这是一个怪物 而且不知道是什么怪物 因为根本看不清楚轮廓 看上去像一团巨大的 无比凝实的黑色气体 可是这气体 似乎就着超乎天仙的实力 想跑 滚回去 那个怪物发出幽鸣的声音 它似乎没有继续攻击我的意思 我回头看了看那座山 莫非这个怪物 以为我是从哪里逃出来的 这位先说 我不是 滚回去 那怪物不等我说完 一巴掌就朝着我扇了过来 一道黑色的雾气 卷起我的身体 直接把我丢向了那个龟背山 几千米的距离 我根本毫无反抗的 就被丢了过去 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动线 碰 我被重重地砸了山体上 那股包裹住我的黑雾才消散 我的身体才恢复了自由 还没等我站起 又是两道黑影落在我身边 两根漆黑色的锁链 瞬间把我束缚住 我下意识地鼓动仙缘 这才惊恶地发现 这个地方竟然不能运转仙缘 而且感觉肉体形态 似乎也变得有些虚无缥缈 更加让我无语的是 靠近这个山之后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确定 这不是天地规则的原因 因为天地规则不压制天命之子 而是一种强悍到了极点的阵法 我敢肯定 就算是赖无影来到了这里 也只能束手就擒 两个黑影是人形 但是看不清楚五官样貌 只能看到 他们穿着类似于古代牙裔的服装 头上戴着一顶高帽 手中拿着一根漆黑的铁链 既然已经死了 就应该去明界轮回 来了这里还想跑 手灵兽没把你拍散 已经是不错了 一个黑影淡淡地说道 拉了拉手中的锁链 我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托起 只能跟着那个黑影 往那个若有若无的大门走去 我死了 我心中一万个疑问 我好端端地 怎么就死了 我不是正准备肚截吗 刚才那两道攻击虽然强悍 也没有到把我斩杀的程度 怎么无缘无故 我就死了呢 心中无数个问题 可是我根本问不出口 声音被死死地卡在喉咙里面 我很想挣脱这个锁链 在这种顶级的阵法之下 似乎只有前面 人影手中的锁链 才能指引我的方向 而且是违背我的意志的 很快 我便安静了下来 因为靠近那个若隐若无的大门的时候 大门变得清晰起来 而在大门处 又很多个人面无表情地在网里面走 这里面有些人我还见过 都是在天伐日当天大战陨落的人 有天伐山的 也有十大宗门的 这些人都已经死了 现在出现在这里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他们的魂魄 莫非这座龟背山 真的是通往明街的 之前我一直疑惑 伪仙玉的人死了 魂魄会去哪里 原来全部来到了这里 也怪不得这前仙深渊仙阴气这么浓郁 这里居然是魂魄聚集的地方 跟着队伍走 再想逃跑 就打散你 那个人影手一抬 把我丢进了人群之中 另外一个黑影说道 老兄 我怎么感觉这个魂体不对 怎么它身上 还有一丝丝生机 老弟你想多了 它身上都是外面毒物的气息 在伪仙玉 没有人可以穿过毒物来到这里 除非它是魂体 你感受到一丝生机 可能沾染到了一些仙草的生机 把我丢进人群之中的黑影说道 转身离开了 我似乎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我在前仙深渊里面修炼太久 身体表面早就被那些毒物所覆盖 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我还没有死 就把我当成魂魄对待了 我看了看周围的那些魂魄 似乎都没有任何的意识 我心里无比的无奈 到了这个地方 实力全无 再想要逃 很有可能被杀 也不确定 这里是通往哪里 如今之际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如果真的到了冥界 我就不相信 冥界也会有这种强悍的阵法 可以让我实力全无 只能到时候再想办法离开 那些拿着铁链的黑影 应该就是在尾仙玉当差的阴差了 想到这里 我反而没有那么紧张了 那个守灵兽的实力强悍 想要从他眼皮子底下离开 回到天伐山 根本就不可能 现在只有 先去冥界再做打算了 跟随着这些魂魄 慢慢地走进 那道石门 我尽量也装得 像个逝去意识的魂魄 这龟背山果然不简单 里面居然是一个漆黑色的大殿 大殿的正前方 有一个通道 通道上面 面有一块青石板 青石板上写着 伪仙玉通明道 通道口是一团漩涡状的黑光 通道口站着一个阴差 这些魂魄排着队 一个个的都在往那个通道走去 动作很僵硬 就像一个个背上了发条的木偶 他们一走进那个漩涡状的通道 就慢慢地消失了 应该是被传送到冥界去了 我跟在后面 慢慢地前移 走了大概有一刻钟 还差几个人就轮到我的时候 通道口那个阴差突然一抬手 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道 今天的名额满了 你们等明天吧 那阴差说完之后 就走出了这个大殿 在后面排队的那些魂魄 丝毫没有任何反应 就那么呆呆地站在那里 和个木头似的 我心中大骂 这TM轮回都要排队 到底是什么臭毛病 我站在原地 等了整整十二个时辰 那个阴差才重新走进了大殿 抬手一挥 打开了尾仙玉通明道 排在第一个的魂魄 根本就不用招呼 漫步走了进去 没过多久 就轮到我了 我目光至那地看着那个通道 并不敢去看那个阴差 倒是那个阴差仔细地看着我 眉头微微皱了皱 我不等他反应 直接走进了那个通道 这个阴差 如果发现我不是魂魄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没有人可以进来这里 我偏偏进来了 这里的秘密 估计也不会让任何人带出去 漩涡阴气卷起 我的身体 我眼前一黑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出现的时候 我落在了一个漆黑的石室里面 这石室有四五百平米大 我落下之后 石室里面只有我前面的几个魂魄 这几个魂魄并没有走 只是往石室的边缘挪了挪 一个时辰之后 又下来进迁魂魄 这个魂术 让这个石室显得有些拥挤 里面的阴魂都呆呆地站在里面 魂几魂 比春运的火车站还要拥挤 我有些无语地看了看四周 三面刻画着封印阵法的石壁 另外一边 有一扇封闭着的漆黑的大门 大门的旁边 又一个突出的石台 石台上面摆着一个小板凳 石台靠近墙壁的地方 有一个漆黑的通道 这通道很窄 只够一人通行 在这里 这里同样有那种 把修为压制到全无顶级阵法 那扇大门 应该是我们要走的地方 只是还没有打开 这石室里面 挤满了魂魄之后 再也没有魂魄下来 估计名额又满了 等了差不多一个时辰 漆黑大门旁边的那个通道 出现了一丝火光 紧接着 就看到一个老者 举着火把 带着一个葫芦 走到了那个石台上面 看清楚这个老者的面容之后 我心中大喜 恨不得冲上去 亲这老头几口 唉 今天又这么多 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么死下去 上面还有人吗 那老头叹了口气 从口袋里面 拿出一块赤红色的令牌 镶嵌大门旁边的一个凹槽之中 大门在那个令牌 镶嵌下去之后 缓缓地打开 一个倒闪着黑光的漩涡 慢慢扩散出来 瞬间就填满了整个门框 走吧 穿过这道门 你们就到明界了 好好投胎 重新做人 祝你们好运 老者有些落寞地说道 随后拿起那个葫芦打开 开始喝起酒来 我看着那个老者心里想笑 没想到在华夏 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我没有去惊扰那些 进入大门的魂魄 也没有去挤他们 而是站在原地没动 一个时辰之后 大部分的魂魄 都进入了大门 我走到石台下面 老者站起身来 以为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突然发现了 没有往前走的我 怎么 有执念 走吧走吧 喝了孟婆汤 所有的执念就都会消散 老者的火把不亮 根本就看不清楚我的样子 我咧嘴一笑 不过没有声音 伸手攀上那个石台 老者皱了皱眉头 把火把凑过来一看 顿时脸色一惊 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你你 你 你是沈望 我猛地点了点头 石室里面被阵发笼罩 说不出话 但是这个石台上面却没有 这个石台上面只有对魂魄很有效的道家符传和符文 但是我不是魂魄 根本就不怕这些 我双脚用力一蹬 就爬上了那个石台 一走上去 我就抱了抱拳 哈哈大笑着说道 宇文前辈 好久不见 没错 这老者正是宇文无悔 看守到蒙尸鬼禁地的人 没想到我千辛万苦想要回华夏 居然在阴错阳差之下 这么轻易地就回到了这里 人生在世 果然是世事难料 一开始差点被赖无影和雷霸天弄死 跑进了潜仙深渊 无意中发现 那里是我的修炼圣地 后面准备渡劫的时候 突然被丢进了伪仙玉的轮回大殿 可是现在 居然直接回到了华夏 这人生的大起大落 简直太他妈刺激了 你不是魂帖 你没死 没死你怎么会在这里 宇文无悔惊讶地问道 我是混进来的 此事说来话长 没想到宇文前辈 原来还有这样一份工作 嗨 我激动的心情依旧没有隐藏 至少不用去冥界了 如果真到了冥界 估计会很麻烦 冥界肯定有人看得出来 我不是魂魄 到时候麻烦就会很大 混进来的 你飞升到了上面 宇文无悔继续问道 表情里面满是怀疑 是的 不知道宇文前辈 知不知道伪仙玉 我看宇文无悔 老是上面上面地说 估计他也不知道伪仙玉 宇文无悔说道 我不知道 上面叫伪仙玉 不过我知道 那个地方是仙界开辟出来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 哪里是新开辟出来的地方 天地规则不完善 构建不了直接通往冥界的通道 只能把那些魂魄送到华夏 从我这里中转去冥界 宇文前辈 你是说 你的尸鬼禁地 是华夏去冥界的通道 我欣喜地问道 宇文无悔摇了摇头说道 一般的人死了 都是通过城皇庙去冥界的 我这里只接收特殊的魂魄 嗯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意念一动 居然可以调转仙玉了 这里没有阵法压制 而且天地规则压制不住天命之子 这么说来 就算是在华夏 我也可以恢复到 虚仙圆满修为 走吧 既然你没有死 我们出去畅聊 宇文无悔拍了拍我的肩膀 率先走进了那个通道 通道很狭长 而且两边的石壁 都刻着威力强大道家福转 如果是魂魄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从这里通过 辗转过了十几道弯 宇文无悔领着我 走到了那个熟悉的房间里面 在这个房间 我曾经给道蒙的盟主张友霖治过伤 并且用阴魂草 在这里炼制了一如妇灵丹 宇文前辈 稍等一下 我恢复一下修为 我抱了抱拳说道 宇文无悔点了点头 我抬手挥出几十枚上品仙圆石 看到这些仙圆石之后 宇文无悔的眼睛都亮了 虽然没有仙英石 但是这里浓郁的阴气 让我恢复修为 还是勉强可以的 功法运转之下 我的修为迅速地恢复着 心斋 坐望 听气 守静 臂鼓 行气 胎息 内丹 只是不到一分钟 修为直接恢复到了 内丹层次大圆满 没有任何的停顿 修为直接突破了内丹层次 进击了凡仙初期 五分钟后 凡仙中期 十分钟后 凡仙后期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功法的带动下 我的修为直接回到了虚仙圆满 强悍的实力 再次回到了我的身体里面 舒服得我忍不住 仰天长笑一声 这是什么修为 宇文无悔有些惊讶地问道 因为他是内丹大圆满修为 现在已经看不透我的修为了 我抱了抱拳说道 晚辈现在是虚仙圆满 内丹层次上去是凡仙 凡仙上去是虚仙 哦 宇文无悔点了点头 似乎对这个并没有什么兴趣 他是我见过的 少数几个不追求修为层次的人 他的使命 是守住道蒙的尸鬼禁地 对了 宇文前辈 送点东西给您 您看得上眼的 就自己挑 我说着 直接从那雾袋里面拿出了一些极品真气 和一些丹药 就连上品仙圆时 我也挥出了一堆 宇文无悔呵呵笑了笑 看了看这些东西说道 这些东西都是珍贵之物 如果换作以前 我肯定就笑纳了 可是我现在对内丹修炼无欲无求 更是没有出去闯荡 所以 你这东西还是留给其他人吧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对于无欲无求四个字 我总是怀有深深的敬意 但是这四个字 很难有人真正做到 宇文无悔做到了 宇文前辈如果想飞升 我也可以帮您 我有些不死心地说道 宇文无悔哈哈一笑说道 如果我想要飞升 我早就飞升了 守护尸鬼境地才是我的使命 我无怨无悔 好 既然如此 那晚辈就先告辞了 有空再来看望您老人家 我收起东西抱了抱拳 对于宇文无悔这种人 哪怕修为再低 都值得我尊称一生长辈 嗯 你去忙吧 宇文无悔摆了白手 端起身边的酒葫芦 离开道蒙的诗鬼境地 我直接祭出了飞舰 既然我已经出现在华夏 那就是说 华夏的那个 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也就说明 海内十周的时间 早就过了四个月 按理说 我需要在伟仙域 度过八个月才能回来 可是我在天伐山 加上前仙深渊的时间 还远不过八个月 当然 这只是清醒的时间 在前仙深渊昏迷的那段时间 具体有多久 我也不清楚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点 就是从伟仙域的通明通道 到华夏道蒙的诗鬼境地 也不知道穿梭了多少时间 这种传送阵 往往会让时间错乱开 想不明白 我也没有再想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先去海内十周 把夏如是接回华夏再说 半仙气飞舰 在我现在的浑厚的 仙缘驱动下 划过天空 速度快得惊人 仅仅只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我就从道蒙 来到了梅里雪山的 卡瓦格伯峰峰顶 我来到了时间阵门的入口位置 这里的封印 已经没有了 纵然 我现在已经是个六级仙阵师 但是这个时间阵门 或许等我成为了一个顶级仙阵宗师 我可以通过阵法移走他 阵道的提升 让我很轻易地就看见了 衣服在时间阵门上面 还有另外一个阵法 那就是控制传送落点的 这个阵法 也是张道丁布置的 他把落点放在了清玉高山上面 本来想直接毁了这个阵法 但是想到夏如是他们 还在清玉高山上面 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长刀插入凹槽 八枚阵藏阵气挥了出去 闲源鼓动之下 很轻易地就打开了时间阵门 我意念一动 收起长刀和阵藏阵旗 在时间阵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 闪身冲了进去 片刻之后 我就落在了清玉高山上面 意念在下一刻 就横扫了出去 清玉高山之上 空空如也 只留下了当初我们在上面搭建的御房 里面有很多修炼过的痕迹 没有看到夏如是 没有看到地蒙 也没有看到穆家姐妹 我皱了皱眉头 心中有些着急 也不知道这里的时间过去了多久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意念铺天盖地地扫了出去 虚仙圆满的我 意念已经可以扫出方圆两百公里 意念覆盖之下 也没有发现异常 我直接寄出了飞溅 犹如一颗流星冲了出去 这么找下去不是办法 先问问这里的地头蛇再说 片刻之后 我直接来到了迎州仙师府上空 本来想去迎州宗 但是迎州宗要远一些 我直接了断地落在了 仙师府张道丁的府邸中间 意念横扫出去 发现张道丁的府邸的 异师大殿里面 坐了很多人 这里面有几个熟人 都是原本在这里的仙师 其他有一些陌生的仙师 应该是新加入仙师府的 这些人齐聚在一起 应该是在商量什么大事 师父 据华夏的两个名额算我一个 不就是剿灭华夏的问天公吗 我不会给迎州仙师府丢脸的 一个声音出现在我的意念之中 说话的是一名 新加入仙师府的仙师 长得肥头大耳的 我皱了皱眉头 并没有着急进去 而是把意念停在了意识大殿 我现在修为比他们高多了 只要我愿意 就算把意念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也发现不了 另外一个意念 看到时间正门还是正常的 我便松了口气 嗯 还有谁要去 张道丁点点头 淡淡地问道 看到时间正门之后 我收起飞剑 一步跨入了意识大殿 落在了大殿正中央 大殿里面的所有人 全部愣住了 最先反应过来的 不是张道丁 而是那名肥肉大耳的男子 哪里来的毛贼 擅闯仙师府 是你 沈汪 张道丁猛地从上手位置站了起来 下意识地记出了自己的武器 不过他的凡仙领域 却没有轰出来 仙师府的凯玉 和其他几位见过的我仙师 也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是你说 要去华夏剿灭问天宫的 我没有搭理张道丁 而是冷冷地 盯着那肥头大耳说道 肥头大耳看张道丁 都记出了武器 他毫不犹豫地 抓起背后一把后背刀 嘴里说道 是你爷爷说的诱如 破 一把雷剑 在他还没有说出 那个盒子的时候 穿透了他的胸膛 直接把他钉在了后面的 一根巨大的承重柱上面 找死 其他新加入的仙师 纷纷抓出了武器 朝着我劈了过来 我一念一动 领域延伸出去 那些仙师都被我领域束缚住 动弹不了分毫 而张道丁那破领域 只是刚刚延伸出来 就被我的领域压成碎渣 虚虚仙领域 这才多久 你怎么可能晋级虚仙 张道丁根本就没有 任何还手之力 就连手中的武器都握不住了 或许他以为他 晋级凡仙上百年了 而我才飞升多长时间 即使我是天命雷劫 他也不会怕我 话我只问一次 我的妻子夏 如是还有地盟去哪里了 我抬手一张 一把外面包裹着雷电的雷剑 出现在手中 张道丁惊愕地 看着我手中的雷剑 嘴里说道 被被尾仙玉 来的人给抓走了 我冷冷地问道 是哪个宗门抓走的 他们是怎么上去清玉高山的 是无机门和城主府的人 他们违规 带了飞剑下来 飞上清玉高山的 张道丁如实说道 我默默地点点头 继续问道 刚才你们说的 去剿灭华夏的问天宫 是什么意思 尾仙玉来的人 说问天宫 在尾仙玉滥杀无辜 叫我们海内十州 每个宗门和每个仙师府 都派人去灭了华夏的问天宫 张道丁回答道 嗯 我妻子他们 被抓到哪里去了 我心中暴怒 恨不得现在就去尾仙玉 把城主府和无机门灭掉 应该是去了凤灵州 因为通往尾仙玉的传送镇 在凤灵州 张道丁说道 破 张道丁话刚说完 雷剑定在他的丹田之上 雷丝瞬间扩散 直接搅碎了他的内丹 下一秒 我已经寄出了飞剑 直接冲出了仙师府 朝着凤灵州方向飞了过去 凤灵州和巨窟州 在海内十州的中央位置 从其他州过去 都是一样的路程 仅仅只是不到半个小时 我便看到了海中间 那极其契合的圆形图案 凤灵州在右 巨窟州在左 和地图上描述的一样 像极了八卦中间的阴阳于图案 凤灵城是凤灵州的主城 这里的繁华程度 要比银州城强了数倍不止 占地面积也要大很多 现在 夏如是他们 在这些人手中 我也不会直接找上门去 先摸清楚情况再说 和银州宗不同的是 凤灵宗和凤灵州的仙师府 都在凤灵城里面 凤灵宗在凤灵城的最南面 仙师府在银州城的最北面 而凤灵城的大门 却开在了最东面 我很隐晦地落在了 凤灵城外面的一座山顶 收起飞剑 吞下一枚易容丹 然后快步走向了凤灵城 凤灵城城外的守卫力量 也要比银州宗强太多 大多数都是内单层次的守卫 领头的 甚至已经是内单层次圆满的修为 凤灵城的出入有要求 需要检查身份牌 这种东西我没有 不过对我来说 也不是什么难事 抬手布置出一个隐秘阵法 现在我的阵道水平提高了太多 哪怕是凡仙 也未必能发现 藏在隐秘阵法下的我 在隐秘阵法的隐藏下 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凤灵城 意念铺天盖地地横扫出去 瞬间就落在了凤灵宗里面 凤灵宗之中戒备森严 在凤灵宗主殿里面 二十几位凡仙强者齐居大殿 这里面有无极门和城主府的十来人 其余的凡仙 都是海内十州的各宗宗主 或者是先师府的府主 看到这些人之后 我松了一口气 至少说明他们还没离开 夏如士河地盟 还有穆家姐妹 应该还在凤灵州 我没有去关注他们 而是开始疯狂地寻找着 夏如士河地盟 意念有几处没阵法阻挡 完全扫不进去 我开始一边往银州宗赶 一边观察着银州宗主殿的动静 这些无极门和城主府的人 我一个都没见过 不是入侵天伐山 然后又被救走的人 坐在上手位置的 是一名精瘦的中年男子 穿着城主府的服装 凡仙后期修为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修为是被天地规则压制的 实际修为应该是虚仙中期左右 史宗主刚刚收到消息 沈望被逼近前仙深渊数月 即使他再强也活不下去了 那精瘦中年男子 哈哈大笑着说道 听到这个精瘦男子的话 我松了一口气 我去了银州宗的消息 还没有传到这里来 不过想象也是 没有谁能比我更快地来到这里 就算要报信 也不会那么快 至于仙缘传训 张道丁修为被我废掉 仙师府还没有第二个凡仙 史兆杰坐在右边的第一个位置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哈哈一笑说道 我还以为 杜天命雷杰的人有三头六臂呢 原来也不过如此 既然这样 那他的妻子和那头神兽如何处置 精瘦男子呵呵一笑说道 神兽我带走 至于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我要带走 省望杀了我无极门的少门主 我要代费了他的妻子 扒光他的衣服 把他钉在少门主的墓碑上面 以为少门主在天之灵 一名无极门的人说道 这人满脸的凶悍气息 一看就知道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实际修为 应该比那个精瘦男子还高 哈哈 高鹏前辈真不会怜香惜玉 那下如是可是人间角色 据哭宗的宗主 龙英言似笑非笑地说道 无极门的高鹏 淡淡地说道 当然是用过在拿去祭奠 之前不知道省望的下落 不敢动他 现在省望死了 我自然不会放过 那个娘们 嘿嘿嘿 说得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那娘们的性子也是刚烈 如果不是我封住他的全身经脉 估计他早就自爆 内丹自杀了 你们安排一下 去灭掉华夏的问天公 史宗主 还请叫人把下如是那娘们 送到我住处 等你们灭了华夏的问天公 我们就要回尾先遇了 史兆杰报了报权说道 高前辈放心 晚辈立刻派人去办 史兆杰说完之后 对着身后的 一名凤灵宗的弟子摆了摆手 那弟子转身离开了大殿 呵呵 高兄寻花问柳的本事 真是毫不隐藏啊 金兽男子笑着说道 各位前辈 我凤灵州其他的不多 但是美丽的女子却有不少 我这就叫她们上来跳舞诸兴 史兆杰说着 又是摆了摆手 二十多名长得如花似玉的女子 漫步走进了大殿 越诗越气响起 这二十多个名女子 扭着妖娃的身姿 开始跳起舞来 我的意念 一直跟着那名 被史兆杰使唤出去的凤灵宗弟子 他出了大殿之后 便朝着最西面急速走去 走了将近有三千多米 停在了一处守卫森严的宅院面前 这个宅院我也用意念扫过 只是扫不进去而已 看来夏如是他们 应该就被关在里面了 这男子抽出一块玉牌 在阵法上滑了几下 阵法就自动打开了 我的意念第一时间扫了进去 顿时怒火中烧 这个宅院里面的布置很简单 院子里面 地蒙被数十条手臂粗的铁链锁住 在他的身上 还插着几根长毛 这长毛的位置很讲究 分别插在了地蒙的几个行宫穴位上面 地蒙浑身上下数十条伤痕 已经昏死回去 宅院里面还有一座平房 平房只有两个房间 这两个房间全部是金刚搭建 夏如是和穆小木 此时就被关在左边的房间 而在右边的房间里面 还有一个头发凌乱的男子 这男子受伤不清 似乎伤到了根基 此时正趴在地上奄奄一息 穆小木的妹妹穆小西 却没有看到 夏如是的精神状况很不好 她虽然已经是那单层次巅峰修为 而且没有受外伤 但是眼神之中的绝望 让我看了无比的心疼 而且她全身的经脉都被封住 被绑在一根十字木架上面 目光涣散 似乎有些神志不清了 我没有再顾忌 转身走进了一条小巷 寄出飞剑 直接冲向了凤灵宗 就算被人看到 也无所谓了 我有把握 在消息还没有传到凤灵宗的时候 赶到凤灵宗 在他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就下下如是他们 飞剑在我先缘的全力驱动下 只是两分钟不到的时间 我便来到凤灵宗的上空 来的同时 也有人发现了我 并且开始有几个人 已经冲向凤灵宗主殿去报信去了 我毫无顾忌地落在了 那处关押他们的庭院外面 此时那名弟子 已经把夏如是 抗在了肩膀上面 刚刚走出庭院 迎头就看到了我 我抬手一张 一道仙缘切了过去 直接斩断了 那名弟子的双腿 一步跨在他身边 伸手接住了夏如是 夏如是的神情恍惚 直到我抱住他的那一刻 他依旧没有回过神来 师妹 你没事吧 我轻轻摇了摇怀里的夏如是 他的目光依旧呆滞 没有丝毫的反应 也不知道那些王八蛋 对他做了什么 我把夏如是背在身上 抬手祭出长刀 一刀就披在了那院落的护震上面 护震瞬间碎裂开来 地蒙 起来 走进院落 我直接拔掉了 钉在地蒙身上的那些长毛 然后斩断了那些束缚住他的铁链 地蒙在巨大的疼痛中苏醒 他张开眼睛 看到我的那一刻 居然流泪了 没错 他流泪了 两行晶莹剔透的眼泪落了下来 眼神之中充满的委屈和不甘 大哥来了 别怕 我抓出几枚最顶级的丹药 丢进他嘴里 看到地蒙的情绪如此的低落 一种深深的自责涌上心头 或许我当初不把他们留在那里 现在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地蒙的伤很严重 这群王八蛋 似乎没有打算让地蒙继续修炼 行功经脉 已经被彻底地毁去 手单都被剿破了 这种伤势 想要恢复 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地蒙默默地点了点头 很难相信 平时无比活跃的他 居然会有变成这样的一天 之前对地蒙伤势的判断完全错误 现在亲自检查过后 我有了一种无力回天的感觉 他不会死 但是我知道 他现在比死还要难受 大哥 你又玩一容 谢谢你的仙丹 保住了我一命 我就要变回去了 或许以后保护不了你了 我还想对你认主 地蒙的脆弱的声音传了过来 身体开始慢慢缩小 最后变成了一个小狗模样 和我当初见到他的时候一样 像急了一条毛茸茸小狗 没事 以后我保护你 我眼睛泛红 眼眶渐渐有些湿润 抬手抱起地蒙 放在肩膀上面 用仙缘紧紧地裹住他 心中的怒火 已经燃烧到了极点 那个无极门的高棚 说不知道我的下落的时候 不敢对夏如是怎么样 肯定也不敢对地蒙怎么样 现在地蒙这样 毫无疑问 是为了保护夏如是 而被他们强行这样伤害的 夏如是之前想自爆那单 就是不想 让我因为他受到他们的威胁 地蒙肯定 和夏如是是一样的想法 碰 我一脚踹开了那铁门 一刀砍断了 绑住穆小木的铁链 穆小木这才反应过来 小木 我是沈旺 沈大哥 是你 你真的来了 穆小木的情况要好上很多 没有受很重的内伤 也没有神志不清 他的修为依旧很低 还只是壁骨层次 嗯 抱歉 让你受苦了 以后不会了 对了 你妹妹呢 我有些歉意地说道 直接寄出了飞剑 我不知道 妹妹被他们带走了 穆小木眼睛一红 嗯 他会没事的 上来吧 我们去灭了凤铃宗 我伸出一只手 把穆小木拉上了飞剑 穆小木一上飞剑就说道 隔壁的那个大哥 为了保护我们 也被抓过来了 哄 我一拳直接轰开了 两个房间中间的铁壁 那名男子抬起头 拨开了脸上的长发 我这才认出他来 陈康 这位道友何人 陈康四肢全被铁链锁住 受了一些内伤 陈道友 我是沈旺 谢谢你的对他们的保护 我抱了抱拳 拿出一枚仙丹递了过去 挤刀劈开了那些铁链 陈康一愣 随后喘息着说道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既然是朋友 就不用道歉 回来就好 你回来就好 我要去杀人了 陈道友 有没有兴趣一起 当然有 这些人王八蛋 仗着秀为 高灭了祖周宗 除了我 祖周宗的人 全部被杀了 就连我的儿女也 陈康恨恨地说道 说到后面 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直接跳上了我的飞剑 飞剑带着我 直接朝着凤林宗的大殿 冲了过去 刚到大殿门口 那暴性的几个人 才赶到 我抬手一挥 急到雷剑射了出去 那几个暴性的 瞬间被杀 什么人 我落在大殿中间 这里面的乐师 才停了下来 那些舞女随即 也停了下来 都疑惑地看着我 我拉着木小木 跳下飞剑 把背上的夏如是 交给她 抬手布置了一个 隔绝阵法 把她和夏如是 笼罩在其中 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太过血腥 他们还是别看为好 我冷冷地说道 无关人等都给我出去 你是什么人 无极门的高棚 恶狠狠地说道 哄 我意念一动 虚仙领域 瞬间延伸出来 覆盖了整个大殿 那些凡仙 被我的领域 束缚得一动都不能动 坐在上手位置的 那个金兽男子 在恐惧地看着我说道 虚虚仙领域 怎么可能 你一个虚仙 怎么可能 不被天地规则压制 我数三下 不想死的全部出去 我冷冷地说道 抬手一张 手中凝聚出一把 耀眼夺目的雷剑 那些没有被我领域 束缚住的人 侍女舞女和乐师 看到这个情景之后 哪里还敢犹豫 纷纷跑了出去 这位前辈究竟是谁 如果我凤林宗 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前辈尽管说出来 我史兆杰一定让前辈满意 史兆杰脸色惨白地说道 我抬手抹掉了脸上的易容 没有理会史兆杰 而是抓着雷剑 一步一步地 朝着那个高鹏走了过去 沈汪 你是沈汪 你怎么没死 这不可能 你被逼进了前仙深渊 怎么可能还活着 前辈 前辈饶命高鹏额头 冒出大量汗珠 哆哆嗦嗦地说道 我冷冷地盯着他 嘴里问道 你要把我妻子八光 钉在那个上走的墓碑上对吗 不不不 前辈 晚辈指示 不 不等他说完 我手中雷剑凌空一滑高鹏的衣衫 全部碎裂 我抬手抓起高鹏往上一提 雷剑脱手而出 穿过高鹏的身体 飞向了大殿正中间的那块巨大的牌匾 直接把高鹏钉在上面 沈道友 我是尾仙玉城主府的 你不用说你是谁 我没有兴趣知道 我说完之后 又是一把雷剑射了出去 直接穿透了那金瘦男子的脖子 他倒下的时候 只有一丝血肉连在上面 两个尾仙玉来的头目 就这样被杀 现场的所有人再也不淡定了 纷纷无比恐惧地看着我 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恐惧而放过他们 这海内十周 是应该好好整顿一下了 我抬手抓出长刀 毫不留情地斩杀了那些无极门和城主府下来的凡仙 只留下了一名穿着城主府衣服的女子 原本歌舞升平的凤林宗大殿 现在死气沉沉 那十几具尸体更加增添了其他人的恐惧 这些人我基本都见过 都是海内各州的宗主 就连那个银州宗宗主谭天行也在这里 史兆杰 龙英言 听说你们准备去剿灭华夏的问天公 我转头看着二人 冷冷地问道 是是 是伟先遇给的命令 我们只是执行 史兆杰颤抖着嘴唇说道 嗯 我转头看了看其他人 冷冷地说道 当初我渡劫飞升之前 有拜托各位宗主帮我 照顾我的妻子和朋友 你们就是这么照顾的吗 这沈前辈 我们也是被逼的 龙英言说道 我一白手冷冷地道 你们不参与 难道他们还能把刀架在你们脖子上不成 你们掺和这件事情 无非就想得到自己想要的 我审望从不乱杀无辜 既然你们都坐在了这里 那就是我的敌人 现在两条路 要么死 要么自毁内丹滚出去 沈道友好霸道 叫我们自毁内丹 还不如杀了我们来的痛快 一名脸上带着刀疤凡仙突然说道 或许在他看来 不能修炼活着 还不如死了 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吗 我于怒未消 突然想起了林月说的那句话 和平绝对不是靠忍让得来的 没有人说话 我点点头 对着那名刀疤凡仙说道 很好 那我就成全你 脚步一闪 我便来到了他的身边 长刀划过空气 直接把他劈成了两半 鲜血溅了一地 还有谁想死的 我没有多少耐心了 我脸色冰冷地说道 喷喷喷 相继有六个凡仙 抬手轰碎了自己的内单 修为顿时烟消云散 还剩下三个老熟人没有动手 农阴言 史兆杰 谭天行 莫非你们觉得 我不会杀你们 我转头看着三人 冷冷地问道 沈道友是要回了海内石州吗 农阴言看着我杀法果断 内心的恐惧早已溃散 他现在想的是海内石州的事情 沐小木的妹妹沐小夕 去哪里了 我盯着史兆杰突然问道 并没有理会农阴言 这个混蛋的自我感觉 也太良好了点 杀了他们 就是回了海内石州 可笑 史兆杰一愣 如实说道 在在玉清楼 玉清楼是什么地方 我皱了皱眉头 这个地方 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史兆杰说道 是提供给凤灵州 修道者双修的地方 破 史兆杰话刚说完 一把雷剑穿射了出去 透了他的脑袋 瞬间炸裂开来 人倒下去之后 空气之中 还停留着一血污 沐小夕才多大 十三四岁的孩子而已 被送去了清楼 沈前辈 你疯了 海内石州的秩序即将乱套 农阴言突然大声喊道 哼 海内石州 就是因为你们 才被弄得乌烟瘴气的 海内石州不需要尾仙玉 来掺和 你们也没有选择 当初杀师宗主的时候 你们两个就应该知道 自己的下场 我淡淡地说道 想到天泽大师 我心中又是一阵怒火燃起 沈道友 他们两个留给我吧 我想为师宗主做点事情 陈康突然说道 走到一具尸体前面 弯腰捡起一把长剑 我点点头说道 嗯 去吧 我说完之后 对着那些已经自毁内丹的 各州宗主说道 你们即刻通知各自州的所有凡仙 用最快的速度 赶过来凤陵州 明日正午 我将开启传送阵 从尾仙玉下来的人 都给我滚回尾仙玉去 另外 叫所有的仙师府和宗门实力 排在前五的弟子 也一起过来 我要重新划分海内石州的格局 我心里已经下定决心 把这些凡仙都送走 当初以为尾仙玉下 派凡仙过来海内石州 是有自己的道理的 可是见识了尾仙城 那些宗门的嘴脸之后 我才发现 这种道理根本就不合理 既然如此 这些人何必还留在海内石州 等把这些人送走之后 我会直接封印 从尾仙玉通往海内石州的传送阵 管理海内石州 不需要这些杀人不眨眼 还助纣为虑的庸才 众人还没退完 陈康已经毫不留情地 杀掉了史兆杰三人来到了我身边 我抬手 撤掉了笼罩着夏如氏 和穆小木的格局阵法 将夏如氏抱起 直接领着他们 走出了凤灵州的主殿 意念横扫出去 很快就找到了御清楼的位置 我从闹屋带里面 抓出一把极品真气武器 和一把极品真气盾牌 递给身边的陈康 对他说道 陈道友 凤灵宗你先梳理一下 明日午时我再过来 好 陈康爽快地答应着 他的能力很强 实力也还不错 也不是杀伐无度之人 甚至还很讲道义 我有意扶持他 成为海内石州的领头人 接下来的事情 需要他自己去处理 如果这种事情 他也处理不好的话 那只能说明 他没有能力 祭出飞剑 我们一边朝着御清楼飞去 一边朗声说道 各位凤灵宗的道友 我是天命之子沈旺 包括凤灵宗始召节 在内的所有石州宗宗主 尽数被我处理 或被杀 或被废掉修为 伪先遇下来的所有凡仙 也全部被我斩杀 现在由陈康道友接管凤灵宗 所有迎州宗的长老级别 以上的道友 请到凤灵宗主殿议室 重新整顿凤灵宗 另外 做好接待海内石州 其他各宗门的弟子准备 如有违抗 格杀勿论 声音悠长浑厚 里面带着一股强劲的先元威士 说出我是天命之子 只是想让他们明白 这是上天的安排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人要闹事 我会还不犹豫地出手抹杀 玉清楼 是凤灵州最大的一家清楼 也是唯一的一家双修楼 地处凤灵州中部 清楼哪里都有 在海内石州这种社会背景下 清楼的存在 是合法合理的 还没有来到玉清楼的时候 我的意念就扫进了玉清楼的所有房间 这些房间里面 清心都误会不堪 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做着苟且之事 有一点 使兆节倒是没有说错 来这里的 都是一些修道者 而且都是一些内单层次的强者 这里面的女子 也多多少少有些修为 不过大多都是内单中期 台西以下层次 穆小夕此时神情恍惚地 坐在二楼的一间房间里面 身上带着很多条血印 似乎被人用鞭子之类的东西抽打过 身上衣衫不整 双手被反绑在一张袖床上 庆幸的是 她还并没有被侵犯 或许是她的性子 刚烈保住了她的真操 一个老宝走进了房间 身后跟着一个 穿着家丁服装的壮汉 这壮汉手里 拿着一条皮鞭 穆小夕 到了这个地方 你就应该认命 今天是最后一天 要么下去接客 要么被活活打死 老宝恶狠狠地说道 我呸 穆小夕淬了一口口水 嘴里说道 你们这些坏人 打死我 我也不会如你们愿的 老宝 调教一下她吧 你也知道 被我调教过的姑娘 还没有不听话的 那名壮汉说着 把皮鞭放在了桌上 伸手开始解 自己身上的衣服 滚远一点 老宝有些生气地说道 和你说多少次了 她的资质好修炼功法 也是上家 这么一个串 我们还要用她的出业 来竞价的 呃 可是她不听话 那壮汉似乎不死心 眼睛紧紧地盯着穆小夕 老宝白了她一眼说道 不听话 就打 多用点手段 还需要我教你吗 碰 一道仙缘 轰碎了灵界的窗 我带着夏如氏和穆小木 落在了房间里面 穆小木看到穆小夕之后 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什么人 敢抢闯玉青楼 你知道玉青楼的主人是谁吗 那壮汉抓起桌上的皮鞭 一边就朝着穆小木抽了过去 我身形一闪 直接来到壮汉身边 抬手就捏住了她的脖子 手指微微一动 咔嚓一声 这壮汉就失去了生机 脖子彻底被我拧断 先师大人 先师大人饶命 这玉青楼属于凤林宗的产业 还请大人 看在史宗主的面子 老宝反应倒是很快 直接跪在了地上 史兆杰被我杀了 既然你是史兆杰的狗 那就下去陪他吧 我抬手挥出一道小雷剑 杀掉了这个老宝 姐木小夕 被穆小木解开绑带之后 直接趴在了穆小木的身上 哭了起来 穆小木更是伤心 不断地查看着穆小夕的身体 问有没有受伤 痛不痛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之类的话 我没有去注意这姐妹两个 而是把目光 落在了夏如氏的脸上 她的眼神依旧呆滞 脸上也没有任何的表情 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沈大哥 谢谢你 在我正在查看夏如氏伤势的时候 穆小木带着穆小夕 走到我的身边 穆小夕看着我 脸上没有感激 抱歉 小夕 又是我连累了你们 我诚心说道 穆小夕表情淡然地说道 沈大哥 没有什么好抱歉的 都没事就好 嗯 我们先去找家客栈住下 明天我就要回华夏了 你们想 和我一起走也可以 想要留在海内十周也可以 有人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我说着站起身来 我想跟你一起走 离开这里 我想留在海内十周 两个不同的决定同时表述出来 说要离开的自然是穆小木 而想留在海内十周的 却是穆小夕 嗯 穆姑娘你们自己商量一下 明天告诉我决定就好 我们先去客栈休息 我需要帮师妹看看病情 我说着 朝着门外走去 心中对夏如是的伤情很是牵挂 看表面根本看不出来什么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借助线员好好帮夏如是检查一番 凤林客栈 是凤林州环境最好的客栈 也是最为幽静的客栈之一 远离街道 这种客栈 只有修道者住得起 因为住这里 每天都要花费五枚上品原石 这些原石收入最后还是流入凤林宗 成为凤林宗的修炼资源 此时 在一个布置了仙镇的房间之内 我和夏如是身处其中 我不但布置了一个隔绝阵法 还布置了一个隔音阵法 和一个六级仙镇防御阵法 我隐约感觉到夏如是的伤情 不是那么简单 我需要仔仔细细地去检查 夏如是神情恍惚 无论我怎么叫他 他都没有任何回应 犹如一具毫无意识的行尸走肉 师妹 我现在要查看你的伤情 你需要放松心神 这样我才能找到病根 知道了吗 我扶着夏如是走到床边 尽量温柔地说道 夏如是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随着我走到床边 现在要脱掉你的衣服 让我的仙缘 毫无阻碍地进入你的身体 我憋了好久 才把这句话说出来 夏如是没有反应 只是呆呆地看着我 我伸手解开了夏如是的树腰 在树腰被解开的那一叉拉 夏如是的身体突然猛地抖了一下 迅速后退几步 嘴里惊慌地说道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师妹 是我 我是沈旺 我心疼地说道 夏如是看了我好意会 随后猛地摇头说道 沈旺 沈旺是我夫君 你不是我夫君 我夫君不会主动解我衣裙 你想干什么 我心中一阵无语 不会主动解他的衣裙 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却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师妹 你生病了 我只是想帮你检查一下而已 你要配合我 才会好起来 可以吗 我尽量温柔地说道 不想给他太大的心理压力 夏如是摇了摇头 突然跪了下去 嘴里说道 我求你们不要为难我夫君 求求你们 看着夏如是的样子 我的心仿佛在滴血 只得配合着说道 好好好 我答应你 我们不会为难他 我说着 走到夏如是身边 抬手一记手刀 把他打昏过去 这样的情况 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寻找病根 我把夏如是抱到床上 吞去了他身上的衣裙 一个完美的铜体 展现在我面前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手掌放在夏如是的额头上方 仙缘凝聚之下 清晰而出 慢慢地裹住了夏如是的全身 如果他不是我的妻子 我想我怎么也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因为这就好像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展现给别人 在夏如是的观念里 这样做 是要负一辈子责任的 仙缘裹住夏如是之后 慢慢开始渗透进他的身体里面 最后在他的丹田处 凝聚起一道属于我的先缘意念 这道意念游走在他的全身 首先冲开了被封住的经脉 一道道信息反馈到我的脑海之中 五脏正常 精神正常 魂魄正常 经脉正常 丹田正常 似乎所有的都正常 可是却如果只是被封住经脉 不可能会让他变成这样 最多也只是不能运转内气而已 一个时辰之后 所有的地方差不多都检查了一遍 没有任何的异常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这种检查消耗极大 纵然先缘魂后如我 还是微微有些吃不消 而且除了先缘之外 还有更多的是 消耗一年 稍微休息了一下 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所有的地方都正常 只有一个地方 我没有探查过了 那就是元神 元神非魂非魄 魂为阳神 魄为阴神 阳神可分为三部分 即天地人三魂 三魂统一中有一点真因 此为元神 他是通过修行人修炼 而逐渐掌握的 可以控制魂魄的物质 他也是人类生命的真正意义 与一切精华 修道者修炼的就是元神 如果元神受伤 牵一发而动全身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运转了一次功法 梳理了一下先缘 探查元神如果小心翼翼 对被探查者 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一不小心 那个环节出了错误 那就相当于搜魂 被探查者的元神 很有可能被搅乱 从而变成一个真正的傀儡 更有慎者 会直接陨落 现缘意念小心翼翼地探入 夏如是的元神之中 这是我的第一次 我心里无比紧张 可是这件事情 也只有我来做 如果我现在还只是繁衔修为 我也不敢冒险做这件事情 很快 我就惊恶地发现 夏如是真的是元神受伤 而且元神受伤的原因 是因为 他在经脉被封住的情况下 无数次的强行运功 想要自爆内丹 经脉被封住了 当然不能运功 所以他傻到用消耗元神 来做这件事情 这根本不是普通的修道者 能够办得到的 元神不但牵扯魂魄 还牵扯肉体 一旦损伤 很难治愈 魂魄受伤 有副灵丹可以治疗 而元神受伤 治疗的丹药却非常难得 而且 那是超越了九品仙丹的存在 异常的难得 不过有一种丹药 可以让夏如是的精神 和记忆恢复正常 只是在他的元神 没有复原之前 绝对不可以再修炼了 而且修为禁师 和普通人 再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张嘴喷出一口内血 仙缘意念 慢慢地从夏如是的元神里面 撤了出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片刻之后 我猛地站起身来 祭出了丹炉 挥出一大堆仙草药 从里面挑选出来了天马草 紫荆花 伏地根 还有十几种辅药 我准备炼制几炉运神丹 先让夏如是的精神 变得正常再说 运神丹 属于三品仙丹 炼制难度并不是很大 只不过这种丹药 几乎没有人用 一个修道者的元神损伤 一般的人都会选择直接放弃 只是让自己精神恢复 而再也不能继续修炼 对于一个修道者来说 比死还难受 而且这种丹药是消耗类的 需要长期服用 和陈康的女儿晨曦的情况 有些类似 一晚上的时间 我消耗掉了身上 能够炼制运神丹的所有药材 炼制了五炉三十枚 每一枚运神丹 只能保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 如果没有丹药 元神的伤情会越来越严重 第二天一早 只是不到一个时辰 夏如士的精神和记忆 就慢慢恢复过来 在他恢复过来的那一刻 直接扑到了我怀里 泪如雨下 沾湿了我胸前的衣服 从来没有看到过 夏如士如此委屈过 这一哭 似乎把他这辈子 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 我抱着夏如士 等他情绪稍微稳定下来之后 我轻轻地在他耳边 说了这件事情 他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 嘴里突然乐观地说道 夫君 如果我的元神修复不了 也没有关系 我去华夏世俗生活 最好可以帮你生个儿子 只希望夫君在我老了之后 不要嫌弃我才是 我笑了笑说道 说什么呢 小笨蛋 一切由我 都会好的 和夏如士在一起 温存的时间 总是过得特别快 几个小时一会儿过 我和他讲了伟仙玉的事情 也和他讲了他的母亲夏英如 夏如士对于夏英如的思念 要远远强于天泽大师 当他听到夏英如没事 而且还在伟仙玉的问天宫之后 眼神又有些暗淡下来了 我知道 他想去伟仙玉看望夏英如 可是他现在不能修炼 飞升无望 又怎么能够看得到夏英如 我伸手搂住了他说道 师妹你放心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帮你修复元神 我们会在一起几百年 几千年 甚至几万年 夏如士点点头说道 嗯 我相信你 夫君 咚咚咚 武师即将到来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我抬手收起正旗 意念扫了出去 门外站着陈康 沈道友 海内十周个宗门的人 都已经抵达凤林宗 而且已经打起来了 陈康的声音传了进来 打起来了 我皱了皱眉头 对着夏如士说道 我们去看看 解决了这里的事情 我们回华夏 好 终于要回去了 夏如士眼神之中满是期待 在这个原本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他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 我带着夏如士 和还在客栈休息的穆家姐妹 打了一声招呼 叫他们在这里等我 然后直接飞去了凤林宗 一落到凤林宗 就看到广场之上一片混乱 近百人在凤林宗的广场 形成了混战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这波混战的人员 都是以周围单位 每个周十个人 各周各自为战 有的在全力拼杀 有的人只是明哲保身 甚至退出了战圈 地上已经躺了十几具尸体 这些人 都是各个宗门和先师府的顶尖强者 轻易色的内单 层次大圆满修为 而那些先师府的辅主凡仙们 此刻正在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 似乎并没有要阻止大战的意思 陈道友 他们为什么打起来 我站在广场外面 皱眉问道 陈康说道 也不知道是谁放出的消息 说要海内十州的所有宗门和先师府 都要解体 哪个州能在这次混战中最终赢下 以后就是海内十州的绝对统治者 简直就是胡闹 放出这个消息的人居心叵测 这是在给我拉仇恨 我看着还在混战的人群 心里也有些无语 那现在怎么办 陈康问道 陈道友 你觉得该怎么办 我反问道 我有心想扶持陈康 成为海内十州的第一人 现在考验他的时候也到了 如果他不能妥善处理 我也帮不了他 陈康没有任何的思索 嘴里说道 先阻止他们 然后严惩散播虚假消息的人 当然 在这场争斗中有杀人者 也要严惩 那你对海内十州今后的格局 有什么见解吗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如果他说 让他们互相残杀 那我绝对不会扶持陈康 这些人可以说都是海内十州的精英 如果都死在这里 对海内十州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海内十州的格局依旧不变 至于后任的宗主 和先师府的辅主 可以从这场大战中选出 人选正好可以从那些 没有主动去杀法的人中选出 陈康说道 我心中暗赞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不动杀念 先不说别的 至少内心是平静的 内心平静的人 总不会坏到哪里去 嗯 你对海内十州的人熟悉 心里有底了吗 我问道 陈康点点头 目光扫进了广场之中 我恩了一声 飞尸而起 直接落在了广场上空 朗生说道 各位道友助手 我是天命之子沈旺 此番打斗没有任何意义 海内十州各州的宗门和先师府 不会因此解散 海内十州是海内十州所有子民的 不存在绝对统治者一说 现在请各位道友告知我 这个消息是谁发不出来的 我的声音穿透力很强 下一秒 原本混乱不堪的广场 顿时安静了下来 但是没有人出来说话 我把目光投向了那些 来自各州的先师府府主和宗主们 嘴里说道 这件事情 你们应该不会不知情吧 其实很简单 这场战争 无疑是这些凡仙们挑拨的 除了他们 没有谁有这个号召力 他们要离开了 自然不会管各自弟子的死活 最好全部因为这件事情死在这里 让我省望变成海内十州的罪人 如果我再晚来一会儿 估计这些人会死去大半 沈前辈 我们就要走了 临走之前 想要看看 谁在海内十州的作为罪大 所以才让各州的强者 互相鄙视一番 一名方脸中年人 抱了抱拳说道 鄙视 我淡淡地问道 这么说 这次的混战 是你们所有人的意思了 其他人都没说话 就代表默认了 你们简直无聊到了极点 我冷冷地说道 在他们眼里 人命根本就不是命 只是用来检验 他们作为的工具而已 我很想杀了这些凡线 但是我现在不能这么做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 在其他人眼中 我也变成了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这个提议 是谁最先提出来的 我淡淡地问道 沈前辈 这个提议是我提出来 我这是在帮您 一名金兽男子 突然站了出来 这名金兽男子 我倒是见过 生州仙师府的辅主 叫什么 我倒是没有印象了 不 你这是在胡闹 我一念一动 领域延伸出去 紧紧地束缚住了他 我知道 你想扶持陈康 管理海内十周 可是陈康的实力 不足以掌管 整个海内十周 现在比他强的人 都站在这里了 如果死于这场混战 陈康在海内十周的地位 也会更加稳固一些 金兽男子说道 说完了吗 我手中突兀地 多出一把雷剑 说说完了 他被我领域束缚住 本来就有些后怕 现在看到我手中的雷剑 更加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Pull 雷剑脱手而出 直接穿透了他的胸膛 所有人一阵惊恶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一个凡仙大能 就这样毫无抵抗力地 死在了这里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 都用一种恐惧的眼神 看着我 我清了清嗓子 朗声说道 海内十周和尾仙玉 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海内十周 也不需要尾仙玉下派的凡仙 来掌管 这本来就违反了天地规则 今日 我会送走所有来自尾仙玉的凡仙 封印尾仙玉 来海内十周的传送阵 并且开放雷劫 让所有可以飞升尾仙玉的道友 都有杜劫飞升的机会 沈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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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上突然爆发出一种拥护的声音 这些海内十周的修道者 被限制了雷劫 如果没有机缘 明明可以飞升 却没有名额 这得多憋屈 我抬手往下压了压 嘴里继续说道 海内十周的格局依旧不变 各个宗门和先师府依旧存在 只不过宗主和福主 需要重新指派 在刚才的打斗中 我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并且告知了承康道友 承康道友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修道者 修心 修人 修品 修德 修得不是杀伐 不是利器 更不是残暴和私欲 掌管一宗或者一府 需要以德服人 以成待人 以心夺人 如若不然 他日我沈旺碧亲自出手 味道除害 我这段话说出来 下面开始有了一些小议论 他们似乎对我说得很不认同 可是我心里知道 修道修道最后 光靠实力 是获得不了欣慰的 他们的想法 我也没有去理会太多 刚才借着那个金兽男子立威 现在我把话放在这里 自然会有效果 现在 我送走这些来自伪仙域的外来人 还海内十周一个清静 余下的事情 由陈康道友 全权代为处理 我说着 看了一眼那些凡仙 嘴里说道 我去传送镇等你们 海内十周的传送镇 就在凤灵州和巨窟州搭接的地方 在一座封顶的石台上面 这个传送镇的等级很高 也不知道是谁布置的 虽然我 无法布置出来 但是要说封印起来 还是没有问题的 送走了那些凡仙之后 我花了大半天的功夫 直接封印了这个传送镇 这个封印镇法是单向的 伪仙域的人想要 再通过传送镇下来 已经是不可能了 海内十周 却可以通过传送镇过去 只过不这个权限仅限于我 其他人想要去伪仙域 还是得通过雷杰飞升 封印了传送镇之后 我又打破海内十周 对雷杰的封印 这才带着夏如是 离开了凤灵宗 回到了凤灵客栈 我准备现在就带夏如是回华夏 走之前 还要问问沐家姐妹的意思 如果他们愿意 和我一起走 那我自然也会带着他们离开 如果不愿意 那就算了 有陈康在 留在海内十周 他们也是安全的 刚回到凤灵客栈 敲开了沐小木姐妹的房门 沈大哥沐小木看到我回来 一脸的高兴 我笑了笑说道 我们要回华夏了 不知道沐姑娘 你们做何打算 妹妹想要留在这里 沐小木迟疑着说道 我点点头 那沐姑娘你呢 我我想要跟着沈大哥 去华夏看看 沐小木小声地说道 我还没说话 夏如是就主动说道 好呀 欢迎小木妹妹 和我们一起去华夏生活 我也点点头 从那物袋里面 拿出一个布袋 往布袋里面装了一千上品 鲜缘石 和一些修炼用的丹药 还有一枚玉牌 本来想直接给她一个 那物袋的 但是她现在实力太低 有那物袋也打不开 这些资源足够 她在短时间之内 修炼到那单层次大圆满了 拿出这些东西之后 我抬手布置了一个 隔绝阵法 然后把布袋 递给沐小溪说道 小溪姑娘 这里面是修炼资源 能够让你很快地修炼到 那单层次大圆满 这些修炼资源很珍贵 会让海内十周的 所有人眼红 你千万不要随意泄露出去 要不然可能会招惹杀身之祸 等一下你和陈康去奉灵宗 他会安排好你的一切 飞升尾先玉之后 如果没有地方去 可以拿着这个玉牌 去天伐山的问天宫 那是我们自己的宗门 木小溪默默地点了点头 说了声谢谢 然后转身 对着木小木说道 如果有机会 姐姐可不可以回来看看我 嗯 你现在长大了 可以自己做主了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姐姐都会支持你 你有空就替我在爹娘坟前烧点纸 告诉他们女儿不孝 木小木伸手抱了抱木小溪在 似乎很不舍 其实我心里也不明白 为什么木小木想要离开海内十周 和我们一起回华夏 不过既然他提出来了 我自然不会拒绝 而且夏如是和木小木 两人性情相投 夏如是现在也需要人照顾 我甚至都怀疑 木小木要和我们去华夏 是想帮忙照顾夏如是 不过这话我也不好问出来 安排好了这里所有的事情之后 我踏着飞舰 带着夏如是木小木 和地蒙飞回了迎州的仙师府 也许是知道我会回来 此时的仙师府冷清了不少 意念横扫进去 张道丁此时已经没有住在张府了 而是住在一个侧殿里面 他的修为被废 重伤难治 没有侍女服侍 此时的他已经是废人一个 没有人会让他继续留在仙师府 我设向他丹田的那一把雷剑 带着破败气息 他的伤再也没有办法治愈 只会在受尽折磨之后 慢慢死去 当初没有杀他 就是觉得 直接杀了他 太便宜他了 仙草原外面的护震已经损毁 里面一片破败的景象 就连里面茅草屋外面的护震也没有了 凯玉站在仙草原外面 似乎是在等我回来 沈前辈终于回来了 凯玉一改以前的态度 对我变得恭敬起来 就连称呼也换成了前辈 我微微笑了笑说道 你这是在等我 凯玉点点头说道 是的 我知道沈前辈会通过这里回去华夏 然后呢 我疑惑地问道 莫非你是在这里收门票的 凯玉连忙摇头说道 我是来这里相送的 并且可以承诺 帮沈前辈照看好时间正门 沈前辈想来海内十周 随时都可以 嗯 那就多谢了 我说着 朝着里面走去 凯玉赶紧说道 可是现在先师府还轮不到我做主 我想让沈前辈帮忙出手一次 杀掉司马子墨 哼 原来是想让我帮你排除一己 我没有兴趣 我也不需要 你帮忙照看时间正门 我一边走着一边说道 沈前辈 如果您不帮我这个忙 我很快就会被司马子墨干掉 凯玉不死心地说道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我走到茅草屋外面 随后改变了注意 从那屋带里面 拿出一把极品真气长剑 丢给了凯玉说道 这把剑给你 如果你还杀不掉司马子墨 那就是你自己没本事了 还有 我不想看到张道丁活得那么舒服 也不想看到他死得那么快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司马子墨之前百般阻拦我们 而且时间正门在仙师府 虽然我可以布置一个六级仙镇 把他保护起来 但是如果有人看着 自然会更好一点 凯玉伸手接过那把长剑 欣喜地说道 沈前辈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那个您失望的 嗯 记得你说过的 还有 以后万一有华夏的修道者 过来海内十周 你帮我接待好了 不许怠慢了他们 我摆了摆手 推开了茅草屋的门 是 是 我一定做到 凯玉欣喜地走出了仙草原 师妹 穆姑娘 你们先稍等一下 我说着 抓出一把镇旗 快速地布置了一个六级仙镇防御镇法 这种镇法 就算是张道丁 也望尘莫及 现在其他的凡仙 都已经被我送走了 海内十周 已经没有人可以打开我这个仙镇 布置完镇法之后 我们直接走进了时间镇门 只是眨眼之间 我们便回到了华夏的梅里雪山 这就是华夏吗 好漂亮的雪景 穆小穆看了看外面的白雪挨挨 饶有兴致地问道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呢 夫君 这是哪条山脉 夏如是开口问道 我又抓出几枚镇旗 嘴里说道 这是梅里雪山 也属于咱们横断山脉 我先把镇门封印起来 花了将近半个小时 我布置了一个单项的封印镇法 这个封印镇法 可以阻止海内十周的人过来华夏 可是却不会阻止华夏的人 过去海内十周 毕竟海内十周的天地元气 要比华夏浓郁很多 修炼水平也比华夏高出太多 封印过后 我毁掉了张道丁留下的 控制落点的镇法 以后再过去 就不会再出现在清玉高山上面 而是直接出现在仙师府 夫君 我们先去问天宫 还是先去找姐姐和爱玲 做完这些 夏如是出声问道 我笑了笑说道 先去找姐姐和爱玲 很久没见实在想念 正好你没有在世俗生活过 现在不用修炼了 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 好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姐姐了 还有爱玲妹妹 我好像还没有见过她呢 夏如是摸了摸怀里的地蒙 温婉地说道 她的心里 已经完全接受了爱玲的存在 我点点头 转头看向还在欣赏雪景的 穆小木说道 小木姑娘 你是和我们一起去世俗城市居住 还是要修炼 如果要修炼 我送你去问天宫 我陪着如是姐姐 我的命是沈大哥你救的 以后 我就陪在如是姐姐身边照顾她 做个使欢丫头 穆小木这话说出来 自己丝毫没有觉得那里不对 这或许就是她跟着 我们来华下的原因 夏如是赶紧说道 小木妹妹 我早已把你当成亲姐妹 什么使欢丫头 以后不许这么说了 穆小木嘿嘿一笑说道 好好好 如是姐姐我知道了 反正你当哪儿我当哪儿 我记出了飞剑 这样也好 现在夏如是不能修炼 身边有穆小木在也不错 她现在修位虽然不高 但是她的修炼资质还可以 而且 我身上还有大量的仙元石 用仙元石修炼 速度自然要比用元石 快上无数倍 过一段时间 我就要回到伟仙域 那里现在还不是绝对安全 而且 我需要去找帮下 如是恢复的元神的仙丹 还有地蒙的情况 我也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她现在变回去了 我需要想办法 让她重新成长起来 飞剑卷起一道金光 带着夏如是和穆小木 飞快地朝着 胡汉是飞了过去 仙元凝聚成的防御盾下面 穆小木和夏如是饶有兴致地 看着下面飞过的景色 只是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飞剑便停在了胡汉市的上空 我抬手在飞剑上面 布置了一个隐秘阵法 然后控制着飞剑 直接落在了姐姐和爱玲所住的房子外面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寻找姐姐 首先就被贴在大门上的封条给吸引住了 封条上印着 胡汉市公安局风 沈长老 你总算回来了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 我转头看去 一个一山破烂的男子站在后面 这男子身上带着严重的内伤 稍微一回想 我便想了起来 这人是陈永祺 那个吴总岛的弟子 也是隐门中人 之前我离开胡汉的时候 有拜托三个人 在胡汉帮忙照看姐姐和爱玲 一个是陈永祺现在跟的大哥龙飞 一个是李向东 据说是胡汉市最势力最大的黑老大 还有一个是政府官员陈书记 现在陈永祺变成这样 姐姐的房子都被查封 显然是出了事情 怎么回事 我铁青着脸问道 意念铺天盖地地横扫了出去 瞬间就覆盖了整个胡汉市 胡汉市人口密集 想在短时间之内 找到姐姐有些困难 不过我并不打算放弃 陈永祺几步走到我身边跪了下来 嘴里说道 对不起 是晚辈失职 我姐姐和爱玲在什么地方 我冷冷地问道 意念继续搜索着 无数个人影闪过我的脑海 就是没有发现姐姐和爱玲 萧萧小姐和爱玲小姐被人抓走 下落不明 陈永祺小声说道 下落不明 龙飞呢 李向东呢 还有政府那个姓李的书记 是干什么吃的 不要告诉我是谁抓走的 你都不知道 我的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 身上杀气四溢 路扑成这样 还是出了问题 看来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 还真没有绝对可靠的 陈永祺说道 隐约知道一些 这件事情应该和最近 崛起的一个叫做 胡沙帮的帮派有关系 我就是被他们的人打伤的 没看错的话 现在你已经是胎息层次了吧 还有人能打伤你 我一边继续用意念 寻找着姐姐和爱玲 一边问道 这个陈永祺之前 还是壁骨层次 现在已经晋级到了胎息 这样一个高手 在世俗应该是横着走的 怎么会被人打伤 是的 前辈 胡沙帮里面 有很多高手 这些人都来自隐门各派 隐门的人 为什么都跑到胡汉来了 还有 你说的那个胡沙的老巢在哪里 我收敛了身上的杀气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 身边的下如是被杀气影响 好像有些受不了了 胡沙的老巢在哪里 至今还没查明 龙老大现在也很难做 他被胡沙帮的人控制 我都不敢回去 回去就可能被杀 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只能在这里等前辈 陈永祺说道 陈永祺的话刚说完 一枚仙丹落在了他嘴里 而我已经带着下如是 和穆小木踏上了飞剑 直接朝着龙飞的高级会所 仿界冲了过去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里面的情况 只是眨眼间 我们便来到了仿界外面 一道仙缘 直接轰碎了龙飞办公室 那宽敞的落地窗 然后我们落在了龙飞的办公室里面 此时的龙飞正跪在地上 脸上还留着几道血印 这血印是内气强悍的人抽出来的 在他那豪华的办公桌后面 坐着一名单凤眼平头男子 内单初期修为 很明显是隐门中人 只是不知道来自哪个隐门 至少我可以肯定 这个人不是来自问天公 随便看到一个 就是内单藏刺的高手 也难怪龙飞和李向东他们照不住 你是何人 那单凤眼男子 看到我们飞了进来 突然从椅子上面站了起来 沈前被龙飞看到我之后 脸色一洗 随后他又看了看那单凤眼男子 立刻闭上了嘴巴 并且低下了头 很显然 他更加害怕那个单凤眼男子 你是胡沙帮的 我皱眉问道 哈哈 没错 老子就是胡沙帮的王海 你是哪 不等他说完 我身形一动 下一秒已经出现在了 那单凤眼男子面前 那男子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被我捏住了脖子 是胡沙帮的就对了 我冷冷地说道 一拳轰在王海的丹田之上 他刚刚结好的那单 被我轰得粉碎 几十年来累积的修为 复之一句 碰 王海被我丢在了地上 到了这个时候 龙飞才从地上站了起来 并且对我说道 沈前辈 你终于 滚蛋 龙飞 我们的账慢慢再算 当初答应 保护我姐姐和爱玲 你就是这么保护的 我瞥了一眼龙飞 伸手抓起王海 先缘意念 直接强势 侵入了他的原神 一分钟之后 我松开了王海 把已经变成了痴呆的王海 随意地丢在地板上 挤出飞剑 带着夏如氏和穆小木 离开了坊间 朝着东边飞了出去 通过搜魂 我基本了解了 这次事情的来龙去脉 上一次 妖兽入侵所有隐门的时候 有些门派不敌 被打得支离破碎 虽然最后问天公 强势诛杀妖兽 但是很多隐门都 已经被妖兽冲散 后来在问天公的协助下 大多数隐门 虽然已经重建 但有一些隐门弟子 依旧选择脱离了隐门 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 说现在飞升通道受阻 这辈子再也没有飞升的机会 有一些道心不稳的隐门弟子 再也进不下心来修炼 苦修了几十年 后面没有了目标 有一部分人开始自暴自弃 直接脱离了隐门 准备依靠自己的本事 到世俗过逍遥快活的日子 胡煞邦 就是这些隐门弟子 聚集在一起建立起来了 按理说 胡汉市地处华夏中部 距离所有隐门都不近 这些隐门弟子 就算再混世俗 也不会特意跑到这里来 可是偏偏这里 却聚集了几十个隐门弟子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 有一个叫做雷公的 那单层次后期的强者牵头 雷公只是大家对这个人的称呼 而具体这个人 叫什么名字 就连王海也不知道 因为他每次出现 都戴着一个挪面具 挪面具上画的 正好是一个雷公的图案 其实胡煞邦 在我刚离开胡汉 没两天的时候 就开始崛起了 他们大肆打压其他的黑势力 把一个个帮派都吸收了进去 就连李向东也被逼逃走 龙飞现在也是资深难保 这次这个王海过来 就是要交接他的所有产业 胡煞邦站稳脚步之后 就对姐姐和爱玲动手了 他们随意在街上杀了两个路人 把尸体丢进了姐姐的房子 然后把姐姐和爱玲带走 做得毫无痕迹 警方以为是姐姐和爱玲 杀了人畏罪潜逃 到现在还在通缉他们 并且封了姐姐的房子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带走 姐姐和爱玲 我觉得这件事情 和我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要不然姐姐和爱玲 不会无缘无故被带走 我甚至感觉 这个雷公就是冲着我来的 胡煞邦大大小小的地盘 有几十个 从王海那边得到的信息也有限 并不知道胡煞的总部在哪里 我们现在去的地方 是一个叫做 银沙国际的夜总会 这算得上是胡汉市 数一数二的夜总会了 胡煞邦兴起之后 首先抢到了这个地方 并且作为胡煞邦第二住地 平时邦会里面的大小会议 都是在这里面召开 那些胡煞的小头目 也基本都是住在这里 副邦主安立峰的老巢就在这里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我带着夏儒市 来到了银沙国际夜总会门外 早就已经用一念扫过 三楼的一个偌大豪华包房里面 聚集了十几个隐门修炼者 这些人 我依旧一个都不认识 可惜的是 这个包房似乎是为了避人耳目 而特意修建的 只有顶部有几个通风口 外面并没有窗户 这次我没有高调地冲进去 因为这个房间临街 如果直接轰开墙体 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我用飞剑 都是用隐秘阵法罩住的 就是不想 在世俗 闹出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来 领着夏儒市和沐小木 走到了银沙国际的大门 门口门停弱势 非常的热闹 两名身穿西服的男子 突然伸手拦住了我 这两名男子 都是壁谷后期修为 他们刚要开口 突然看到几辆武警车辆 急速驶了过来 车门打开 几十个鹤枪实弹的武警 冲了下来 那拦住我的两个男子 再没有多话 一个转身走进了夜总会 另外一名用手指了指我 警告性地说道 给老子站这里别动 然后朝着那些 已经下了车的武警 走了过去 嘴里嚣张地大声说道 哪里来的兵匹 赶紧滚蛋 别挡着我们做生意 呵呵 好大的威风 一个声音 从中间那辆车上传了过来 我本来没有打算理会的 可是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我停下了脚步 转头看了过去 一个穿着军服的 粗壮汉子走了下来 这个人 我之前在乱坟村的时候见过 华夏领祖的老鼠 修炼内丹 也修炼鬼神之术 国家的人 他们的修为 之前我看不出来 也许是因为 他的修炼功法很奇怪 不过现在 却看得很清楚了 内丹层次初期实力 在老鼠的身后 还跟着两名领祖的人 都是台西层次后期实力 你是什么人 真的要管我们 胡沙邦的事情 那西装男子 面对几十名鹤枪实弹的武警 竟然没有丝毫的句色 反而态度 还无比的嚣张 废话 老子不管来这里做什么 叫你们这里 管事的滚出来 老鼠大声地说道 哈哈 好好好 我看你怎么负得起这个责任 西装男子冷哼一声 背手仰头 看笑话似的看着老鼠 我心中着急得很 可是现在没有什么办法 这里可不是海内石舟 如果被认识的我人看到了 一个电话就能通知那个雷公 他抓了姐姐和爱玲 自然是有目的地 目的还没达到的话 应该是不会伤害他们 如果我贸然现身了 反而会打草惊蛇 想到这里 我吞下一枚易容丹 直接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夫君 我们需不需要易容 夏如是 在我身边小声地说道 我摇了摇头说道 不用的 话刚说完 意念就扫到 原本在三楼的那些人 全部都下了楼 为首的是一名 有些秃顶的中年男子 那单曾自中期修为 这个人 应该就是胡沙帮的 副帮主安立峰了 几十个鹤枪实弹的武警 围住了夜总会 这是在这个和平年代 还算新鲜 围观的路人越来越多 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拍照 在这种情况下 我更加不能乱动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 老鼠看到这个 秃顶中年男子 疑惑地问道 秃顶中年男子点点头说道 没错 我就是安立峰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这事省公安厅知道吗 我们是华夏领祖 不受省公安厅指挥 我现在怀疑 你们和数十起谋杀案 绑架案 纵火案有关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跟我走一趟吧 安立峰哈哈一笑 几个毛贼 拿着几把破铜烂铁 就想带走我们 真是可笑 你说 你是领祖的 我知道你来里不一般 你们这里 很多人的来里都不一般 但这是法治社会 还容不得你们乱来 老鼠说着一挥手 那几十个鹤枪实弹的武警 就端起了身上的枪 哼哼 年轻人 你只需要再等一下 就会对你自己的行为后悔 安立峰笑着说道 脸上似乎有一种 捉摸不透的睿智 老鼠冷哼一声说道 我为什么要等 全部给我带 叮铃铃 老鼠话没说完 手机就响了 他皱了皱眉头 拿出手机接通 是 可是确实是他们做的 是 是 只是随意的几句话 老鼠的脸色 变得越来越难看 随后便放下了手机 恨恨地瞪了一眼安立峰 嘴里说道 收对 收对可以 不过我这里也不是菜市场 不是你们想来 就来想走就走的 安立峰冷冷地说道 已经转身的老鼠转头说道 那你想如何 留下一条胳膊 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你这一次 安立峰说道 突然从会所里面 钻出来二十几个混混 这些人出来之后 开始驱赶周围的围观群众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铁棍 嘴里大声地说道 军方机密 禁止闲杂人等围观 看热闹的人都被赶走 有一些还在出入会所的客人 看到这架势 也纷纷避让 闲杂人等 瞬间就只剩下了我们三人 滚 再不滚弄死你们 一个混混走到我身边 扬了扬手中的铁棍 随后就呆呆地 看着我身边的夏如氏 我笑了笑 用手指了指之前 拦住我的西装男子说道 是那个人叫我们留在这里的 你确定要让我们走 那混混转头看了看西装男子 走过去问道 五哥 是你叫那几个人留在这里的 那个西装男子看了我一眼 居然没有发现我易容了 他的目光落在了夏如氏 和木小木身上 点点头说道 嗯 让他们待在那里看吧 那两个绝色女人我要了 其中有一个还是隐门中人 我无语地摇了摇头 感情这个人拦住我们 居然是为了夏如氏和木小木 老鼠看了看安立峰说道 要是我不留下胳膊呢 不留就和我师弟比试比试 如果你能赢了他 那我就不要你的那条胳膊了 当然 如果你们领祖的人都是孬肿 那就算了 安立峰讥讽着说道 老鼠拳头攥得紧紧的 似乎被安立峰的 最后一句话给激怒了 他咬着牙 嘴里说道 来啊 就让我看看 你师弟到底有几斤几两 哈哈 我有几斤几两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一名是皮肤有黑的壮汉 突然走了出来 说是壮汉也不是那么合适 虽然他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 但是实际年龄 应该超过五十岁了 那单层次中期修为 单论实力的话 这个人比安立峰还要强一些 甚至可以说 这里的这些人 就数他的实力最强了 老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他是你师弟 老鼠显然也看出来了 这个人的实力 比安立峰还要强 有些疑惑地问道 安立峰说道 自然是 陈师弟 他在怀疑你的身份 哈哈 黑汉子也是哈哈一笑说道 安师兄 他是怕我一拳砸碎他的狗头 胆小找借口而已 我会叛逆 老鼠再次被激怒 能加入领祖 他也算是精彩艳艳 现在又岂能在这众人面前 给领祖丢脸 我心中 按赞老鼠的勇气 我甚至能看到 老鼠眼神之中 为了维护尊严 而慷慨赴死的勇气 这个世界上 能被我赞扬的 只有两种人 一是心善之人 二是有自己的信念 那怕是有明知危险 也无所畏惧的人 放心 我看在领祖的面子上 不会杀你的 只会废了 你的双手 黑汉子也猛地一步 跨出几步 拳头带着强劲的威势 直接砸向了老鼠 速度还算可以 力量更是不错 尤其是那一对拳头 犹如钢铁一样硬石 老鼠闪身一躲 一脚朝着黑汉子的头部 踹了过去 黑汉子哈哈一笑 拳风一变 一拳朝着老鼠的腿骨挥了过来 老鼠自知那黑汉子拳头的厉害 半空之中收回了脚 黑汉子突然抬起右脚 一脚就踹在了老鼠大腿上面 老鼠在空中打了几个转 随后落在地上 后退了好几步 这才堪堪稳住身形 什么狗屁灵足 都是拉姐 黑汉子讥讽一句 再次朝着老鼠扑了过去 老鼠 不要想着躲 只管打就是 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 一道线缘传音传给老鼠 老鼠一愣神 黑汉子的铁拳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头顶 老鼠下意识地轰出一拳 与此同时 我意念一动 领域轰在了黑汉子身上 黑汉子顿时就失去了 行动的能力 碰 老鼠那一拳 直接砸在了黑汉子的身上 听到几声咔咔的 肋骨断裂的声音 黑汉子倒飞出去树米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老鼠惊愕地看着他自己那一拳 随后便哈哈大笑起来说道 我去你妈的 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怎么和纸壶的一样 垃圾 我呸 老鼠 直接挑战安立峰 然后以袭警的罪名 将他带走 我又是一道仙缘传音 落在了老鼠的脑海里 武警带走了安立峰 自然不会让那个叫雷公的人 怀疑我出现了 到时候再从安立峰那里 问出雷公在哪里 直接去捏死那个叫雷公的蝼蚁 那个雷公搞这么隐秘 估计也只有这个副帮主 安立峰知道他在哪里了 老鼠又是一愣 他显然搞不清楚 这声音从哪里来的 不过他也没有过多的犹豫 这种性格的人 往往不会考虑太多 只要我帮了他 他就不会有其他的顾虑 安立峰 你这一定是个假视地 怎么这么不抗奏 要不然你来试试 老鼠正憋着一肚子气 现在有了找回场子的机会 他哪里肯放过 安立峰皱着眉头 看着在地上哼哼唧唧的黑汉子 这黑汉子 被我的领域压得那单碎裂 神志都有些不正常了 安立峰自然知道这个黑汉子 实力要比他强一点 可是这一拳 他实在看不明白 那黑汉子突然愣住的那一瞬间 似乎是在演戏 可是他为什么要演戏 怎么 要做缩头乌龟吗 什么狗屁狐沙帮的副帮主 不过是废物一个而已 老鼠越来越起劲 声音传出老远 搞得安立峰那边的人 都有些面子上挂不住 你到底是谁 你明明只有那单层次出气实力 安立峰谨慎地盯着老鼠 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看来这也是一个无比谨慎的人 老鼠黑黑一笑说道 运气好而已 可能是你失地纵欲过度 关键时候变成软脚虾 来人 这人袭警 带回去 武警们顿时来了精神 几个离得稍微近一点的武警 直接朝着那个黑汉子走了过去 这些武警 估计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 他们想走 还不让他们走的刺头 我看谁敢 安立峰突然冷哼一声 一步来到那个黑汉子身边 浑身上下的气势 猛地爆发出来 我意念一动 领域轰在安立峰身上 他那强势的气势 突然就哑了火 我微微一抬手 一道线源攻击 轰在了安立峰身上 只见他猛地朝着老鼠撞了过去 老鼠嘴角一弯 毫不留情的一拳 砸在了安立峰的前胸 失去了行动能力的安立峰 张嘴就喷出一口鲜血 倒在了那个黑汉子身上 这个人也袭警 一起带回去 老鼠冷哼一声 脸上的表情无比的得意 嗯 我是问天宫的供奉长老 来清理影门拜类的 现在把我们也一起带回去 和他们 关在同一个车里面 我在你的十一点方向 一男二女 一道线源传音 再次传入了老鼠的脑海之中 老鼠这才转头 把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自然知道 是我在帮忙了 而且我说出了问天宫 身为领祖成员的老鼠 不可能不知道问天宫 他微微点了点头说道 把那三个证人 也一起带回去路口供 沈大哥 他们要抓我们 穆小木有些紧张地说道 在他的世界里面 没有警察这个概念 他也看不出来 这是我的意思 我笑了笑解释道 没事 他们是官兵 不会乱来的 安立峰和黑汉子 这里实力最强悍的两个人 都被老鼠轻易打伤 其他人也没有在动手 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老鼠 有几个人 已经转身进了夜总会 估计是和雷公报信去了 安立峰脸色难看地 躺在地上 他的眼珠转动之下 似乎明白了 有人在暗中帮忙 他刚准备说话 我的领域再次轰在了他的身上 他的目光 顿时变得呆滞起来 收队 你们胡沙帮有什么不满的 尽管来武警大队找我 记住了 老子是领祖的老鼠 老鼠指了指胡沙帮的其他人 嚣张地说道 转身钻进了车内 先让他们走 按照律法 他们不敢把副帮主二人如何的 看着安立峰和黑汉子被带走 其他的人很想动手 但是被一名戴着金边眼镜的男子 给拦住了 这个人不是隐门修炼者 只是一个世俗的普通人 眼神中却有着让人 不得不重视的精明 估计这人就是胡沙帮的军师了 要不然 一群从来没有涉及世俗的隐门中人 不会在这里发展得这么快 这眼镜男子说完之后 突然看了看我刚才所站的位置 然后又转头看了看大门上面的几个监控 我的意念 一直看在停在这个普通人身上 这个人确实聪明 隐门中人都发现不了的隐晦手法 他居然依靠自己的脑袋 就怀疑到了我的身上 不过这种聪明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根本就是浮云 在他看完头顶的监控之后 我意念一动 他已经无缘无故地倒在了地上 昏死过去 前辈大恩 晚辈莫尺难忘 如果今天没有您估计 我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武警的出清车后乡 坐着我们三人和老鼠 再加上安立峰和那个黑汉子 我笑了笑 伸手抹掉了身上的翼蓉 嘴里说道 老鼠 好久不见 你的实力增长了不少 诶 神旺 怎么是你 你不是耽误山庄的吗 怎么变成问天公的供奉长老了 老鼠一眼就认出了我 非常惊讶地说道 我微微笑了笑 也没有解释太多 只是说道 我也是问天公的人 保持安静一下 我要搜魂 我说着把手放在了安立峰的头顶 意念一动 一道强劲的先缘意念 直接轰进了安立峰的脑海之中 安立峰的脑海里面 已经完全没有了修炼的信念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纸醉精迷功名利禄 他的脑海所想 已经变得巫俗不堪 做过的事情更加令人发指 很难相信 再短短一个月不到的功夫 这个安立峰 在世俗杀了超过百人 玷污的女子也超过了百名 很快 意念搜寻到了关于雷公的信息 并且找到了雷公所在的地方 那个戴着金边眼镜的人 果然是胡煞帮的军师 而且以前还是李向东的人 怪不得李向东那么精明的人 也被胡煞帮逼走 原来是自己人中出了叛徒 一分钟之后 我放开了手 我想要的信息我已经知道了 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无语 那个雷公 居然是那个神父门的门主宋物代 当初他借着一张顿空服逃跑了 不好好龟缩起来做人 居然再次惹到我的头上 老鼠 靠边停车 我有点事情要去做 我对着老鼠说道 意念横扫出去 立刻在几十公里外的 一个郊区豪宅里面 很快找到了宋物代的老巢 这是一栋极其豪华的宅院 欧式风格 宅院里面人不多 有几个女仆 和几个打手 和二十几个普通保镖 这几个打手 都是那单层次初期的高手 宋物代并没有在里面 姐姐和爱玲 也很快被我找到 在宅院后面 百米外的一个 新建的单独的小屋里 两人似乎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只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看来这个宋物代 没有想要伤害他们 只是想引我过去 不过很快 我就发现了不对劲 在这小屋周围 居然隐藏地放置了 十几个威力巨大的炸弹 这些炸弹 几乎是镶嵌在了墙体里面的 如果不是那炸弹 有细微的机械声发出来 被我的意念捕捉到 我还真的发现不了这些炸弹 发现了这个之后 我又开始在宅院里面找一下 这才发现 这宅院里面 还有很多重武器 各种枪支都有 那二十几个普通的保镖身上 也都背着冲锋枪 老鼠很快叫人 把车停在一个路肩上 我嘴里说道 我现在拒端了胡沙邦的老窝 隐门中出来的人 我也会全部处理掉 我的妻子和朋友 还请你帮忙照看一下 你们可以先回去武警搭队 但是在我没回来之前 不要离开这辆车 原本我打算带着夏如氏 和穆小梦一起过去的 但是看到了那宅院里面的情况之后 我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那里面情况太乱了 我怕出现什么意外 抬手抓出十几枚震旗 快速地在车上布置了一个六级防御仙阵 这种仙阵布置在车上 就算是拿火箭炮来轰 我也不担心 牛逼 你刚才那刷刷刷几下 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看你 拿出几块盾牌 是从哪里拿出来的 怎么你丢在车上就不见了 你在耍魔术 老鼠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如果我告诉你 我现在算是半个仙人 你信不信 我说着寄出了飞箭 这个飞箭被隐秘阵法罩住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老鼠毫不犹豫地说道 信 当然信 你可以不用动 就让那单层次的强者 失去抵抗能力 这已经是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了 就算是那单修炼者 同样也办不到 嗯 我拿出一块玉牌 递给夏如士说道 师妹 这玉牌里面有我的先缘意念 一旦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砸碎玉牌 我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夏如士婉然一笑说道 知道了 夫君 你快去吧 我点点头 跳上了飞箭 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飞箭一路急迟 仅仅只是数个呼吸之间 就来到了郊外的那处豪宅外面 我一直在用意念寻找宋武代 可惜的是 这附近并没有他的身影 豪宅里面每一个房间我都找遍了 依旧没有看到他 这让我心里有些犯嘀咕 莫非他在地底下 又或者去了其他地方 在豪宅外面停留了好一会儿 我的意念几乎扫遍了周围所有的一草一木 确认了威胁 只有那小房子外面的那些炸弹 和那些保镖身上的重武器之后 我才放下心来 一个隐匿阵法套在身上 我直接朝着那个小房子走了过去 周围都是监控摄像头 可是对我来说没有半点作用 姐姐和爱玲各自坐在里面的 一张凳子上面 房间里面倒是没有监控摄像头 这一点让我很疑惑 走到小房子门口 我没有贸然进去 而是纠结 为什么房间里面没有监控 意念铺天盖地的横扫进去 仅仅是几秒钟之后 我的后背惊出了一声冷汗 因为我在姐姐和爱玲他们所坐的椅子下面 又发现了两枚炸弹 只要他们一离开凳子 炸弹马上就会爆炸 不仅如此 这扇门里面也有一个触动机关 触动机关连着一个遥控器 只要门微微一打开 那个遥控器就会被按下去 下一刻这里就会变成一片废墟 这个宋无带好狠 如果不是发现得及时 在我带走姐姐和爱玲的那一刹那 就算我没事 姐姐和爱玲也会被炸成肉泥 而且她很狡猾 自己已经躲了起来 或者干脆离开了这里 我眼中的杀鸡更甚 现在还不敢轻举妄动 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才行 看来这个宋无带已经知道 我回来了 才布置了这样一个杀局 如果提前布置的 爱玲还好说 她有修炼那单 不吃不喝也能坚持很久 可是姐姐没有修炼 她不可能坚持很久 姐 爱玲 我是沈旺 你们先不要出声 一道仙缘传音 透过门缝 传入了姐姐和爱玲里 他们两个结实一愣 爱玲下意识地就想要站起身来 姐姐赶紧按住了她 嘴里说道 不要动 你忘记椅子下面有炸弹了 爱玲身体一抖 伸手捂住了自己嘴巴 不用担心 我很快就进来救你们 我说着走到西墙位置 这里虽然有摄像头 但没有触动炸药的机关 走到这里 我抬手布置了一个幻阵 模拟出来了 和这里一样的场景 然后又布置了一个隔音阵法 把我面前的墙体笼罩起来 哄 我一拳把墙轰开 声音被隔音阵法挡住 没有一出半点动静 幻阵也完好无损 就算是在监控里面看 也没有任何的不同 我松了口气 直接来到了姐姐和爱玲身边 撤掉了隐秘阵法 我伸手按住了姐姐和爱玲的椅子 嘴里说道 姐 爱玲 你们现在起身 往前走三步不要动 等我就好 这里面有很多炸弹 老公你可以吗 爱玲有些担心地说道 姐姐也同样怀疑地看着我 她不知道我现在的实力 我点点头说道 没事的 相信我 我可以的 我数到三 你们一起起来 好 姐姐和爱玲也没有再怀疑 一口同声地答应着 一二 三 三刚喊出 姐姐和爱玲直接站了起来 我伸手压住了椅子 模拟出来他们的重量 姐姐和爱玲站起来之后 直接往前面走了三步 我慢慢延伸出了自己的领域 把姐姐和爱玲包裹在中间 随后压着凳子 往前走了一步 咔咔 我一松手 炸弹发出两声脆响 我猛的一步 跨到了姐姐和爱玲身边 伸手搂住了他们 领域瞬间把我们包裹住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凝聚出了一个 线缘护盾护着三人 并且寄出了两个 极品真气盾牌 轰轰轰 一声声爆炸声 在耳边响起 周围顿时火光冲天 一道道炸弹的余威 轰在了我的领域上面 各种残砖碎瓦 也纷纷砸了过来 领域一阵摇晃 我努力地维持着领域 张嘴喷出几口内血 这个炸弹的威力 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估 不但这个房间 被炸成了一个大坑 就算百米外的豪宅 也被波及 玻璃全部被炸得粉碎 有些眼角被掀走 我的领域直接被炸弹轰开 鲜员护盾也出现了若干裂缝 即使我是虚仙圆满 在这么多炸弹的最中间 要保全姐姐和艾琳 还是有些吃不消 还是受了一点伤 不过并无大碍 爆炸带动的坍塌 持续了将近十几秒钟 才停了下来 我消耗了几乎过半的仙缘 等坍塌停了下来之后 我们也被埋在了废墟里面 我的仙缘护盾 把我们紧紧地护在里面 没事了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意念扫了出去 原本在那豪宅里面的人 纷纷举着冲锋枪冲了过来 这些人里面 还是没有看到那个宋无大 真的没事吗 艾琳伸手擦了擦我嘴角的血迹 心疼地说道 我点点头说道 没事 姐 艾琳 我们先离开这里 仙缘鼓动下 我抱着姐姐和艾琳 从废墟里面冲了出来 与此同时 领域延伸出去 那些刚打算要开枪的人 瞬间就被束缚住 停在半空 飞剑自动落在我脚下 站在飞剑上 我冷冷地说道 雷公去哪里了 那些保镖加上那些打手 纷纷挣扎着 脸上的表情无比难看 别说扣动扳机 就是想要动一些也困难 事实上 他们看到 我们在这种爆炸下面 依旧毫发无损 本来就依旧惊呆了 咔 我手腕转动间 一道雷电 突然劈向了一名打手 直接把那名打手 劈成了黑炭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看到有人被杀 才有人惊慌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去投胎吧 我抬手猛地一挥 二十几道雷电凭空落下 杀这种实力的人 还不需要用到雷电 纤约模拟出来的雷电 就能让他们命丧当场 助纣为虐 多少次都不够死 隐门的混乱 看来也需要好好整治一番了 踏着飞剑 带着姐姐和爱玲 来到了武警大队门外 我们到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回来 意念扫了出去 这才发现他们 还在路上 我并没有收回意念 而是继续寻找着送物袋 姐 爱玲 你们受苦了 这次是我的疏忽 当初不应该放过那个送物袋 落地之后 我有些心疼地说道 爱玲眼睛一红 突然扑到了我怀里 开始小声地抽气起来 而姐姐也叹了口气说道 我们受点委屈没什么 你经历的未必比我们轻松 这次的事情 你处理干净就好 弟弟 你长大了 姐姐为你感到高兴 我勉强笑了笑 姐姐的话 总是能击中我内心 最柔软的地方 我又何尝不想真正地长大 可是在姐姐面前 我感觉我永远只是个孩子 对了 姐 我把师妹带回来了 她我话说到一半 突然愣了一下 随后寄出飞舰 丢下一句话 就飞了出去 姐 你们不要乱跑 我去去就回 因为我看到老鼠他们的几辆车 被另外几辆挂着军牌的车给拦住了 在离开的同时 我的意念也扫遍了武警大队的周围 同时关注着姐姐和爱玲周围的情况 没过多久时间 我便落在了老鼠所在的那辆车前面 在车的前面 站了二十来号人 这些人大多是军方的人 都穿着军服 还有十多个警察 好在这条道路还比较宽阔 来往的车辆也不多 要么肯定会造成大拥堵 老鼠此时正端端正正地站在一个 看上去很神勇的中年男子前面 夏如是他们所乘坐的那辆车 也被围了起来 中年男子浓眉大眼 居然已经是那单层次圆满修为 不过他周身道运有些紊乱 显然是刚刚进击不久 修为还没有稳固下来 怎么回事 我看到夏如是和木小木在车里安然无恙 顿时松了一口气 直接走到了老鼠身边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进来的 那神勇男子皱着眉头 似乎对我突然的出现感到很不满 老鼠说道 报告郭教官 这就是我说的问天公的沈长老 他是问天公的长老 老鼠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他才多大 有长老的样子吗 被叫做郭教官的人就没说到 老鼠 和我说说怎么回事 我并没有理会这个郭教官 而是转头问向老鼠 老鼠看了看郭教官 刚要说话 那郭教官直接说道 老鼠违反军令 我叫他不要动狐煞帮 可是他却带了两个狐煞帮的人回来 我现在要处置他 哦 为什么不能动狐煞帮 我皱眉看着那名男子 这是国家机密 为什么要告诉你 郭教官根本就不相信 我是问天公长老的事情 甚至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 我淡淡地说道 既然是国家的事情 我就不掺和了 我只做我该做的事 我说完之后 抬手一戴 隐晦地收起了 我不置在那辆车上的防御阵法 嘴里说道 师妹 小木 我们走吧 等等 这两个人 你不能带走 郭教官严肃地说道 围着车那些军人 突然端起了手中的枪 并且 有两个军人钻进车里 把车内的安立峰和黑汉子带了出来 老鼠啊老鼠 你怎么能把他们打成这样呢 郭教官看到 已经神志不清的安立峰二人之后 脸上充满的气氛 随后又有些疑惑地问道 不对 你还没有这个实力吧 老鼠无奈地说道 郭教官 都说了 不是我打的 不对 是我打的 但是是沈长老帮我打的 人是你打的 郭教官这才重视起我来 看他对安立峰这么紧张 我就不想搭理他 我走到夏如氏二人身边说道 你们没事吧 夏如氏微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事情 夫君不用担心 道士木小木说道 沈大哥 你不是说官兵都是好人吗 现在怎么把我们围了起来了 我笑着说道 因为这伙官兵的头目和坏人狼狈为奸 我们走吧 慢着 说了你们不能走 听不懂话吗 郭教官大声说道 似乎已经很生气了 老鼠赶紧说道 郭教官 他们没有犯罪 为什么不能走 郭教官冷哼一声说道 没有犯罪 打伤了隐门的强者 还叫没有犯罪 你知道 这样做 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吗 那么多隐门中人来到了世俗 如果不安抚好 迟早会天下大乱 郭教官 那些隐门中人来世俗 为非作歹 难道就要惯着 如果惯着 怎么维持社会的安定 老鼠也急了 大声地说道 郭教官更是生气 嘴里说道 我在电话里面都和你说了 我在和他们的军事交涉 也许他们以后可以加入领祖 为祖国出力 我们的洽谈很顺利 在这个结果眼上面 你在这里给我添乱 你老鼠 是不是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了 招匪为兵吗 如果让这些王八蛋进了领祖 那领祖还是领祖 不成土匪窝了吗 老鼠的声音更大 直接吼了起来 啪 郭教官一巴掌 扇在了老鼠的脸上 嘴里说道 敢和老子顶嘴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我皱了皱眉头 原来这个郭教官是这个意思 想对这些隐门的叛徒招安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这些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没也没有坚定的信念 能够打破隐门规矩 跑到世俗来 为非作歹的人 哪里会兢兢业业的为国家做事 老鼠被这一巴掌打得有点懵 突然撕开了身上的衣服说道 如果你要把这些社会扎扎隐门败类 招进领祖 老子就是不干了 和他们共事 老子嫌丢人 哈哈 老鼠不错 有血性 如果不想在领祖待了 欢迎去问天宫 问天宫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着 我拍了拍双手 心里是真心欣赏老鼠这种大意 呵呵 你还真把自己当问天宫的人了 我实话告诉你 问天宫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执法店的人 我见过了 他根本就没有表明态度 要对狐沙帮动手 就算你是问天宫的人 你打伤了他们 也是在违反问天宫的规定 郭教官直接说道 老鼠 见你那对匕首一用 我突然对老鼠说道 老鼠毫不犹豫 拔出了腰间的一对雌雄匕首 直接朝着我丢了过来 你要干什么 郭教官看着我接过匕首 冷冷地说道 呼呼 两把匕首划过空气 直接钉在了 被四名军人扶着的安立峰二人眉心 这原本就有些痴呆 两人突然身体一震 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死了 你看到了 我不是打伤他们 而是杀了他们 我淡淡地说道 如果不是怕这里的人接受不了 我早就用雷劈死他们了 很好 仗着自己有点修为 就敢在我面前杀人 我看你是活腻了 郭教官说着 抓起了墙 周围所有的军人 全部拿出了枪指着我 我淡淡地说道 我身为问天公的供奉长老 杀的是隐门败类 又关你屁事 另外 通知你说的那个 问天公指法殿的人 叫他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来我姐姐的住处找我 如果规定时间内没有到 就叫他自费修为 以后也不用再回问天公了 一派胡言 抓起来 郭教官怒叫一声 那些军人 全部朝着我们围拢过来 我的领域延伸了出去 顿时把所有的人 都束缚在了原地 师妹 小莫 我们走吧 对了 老鼠 麻烦开车送我们一下 我转头对着老鼠说道 这里这么多人在 而且还有影像记录 我可不敢直接用飞剑消失 至于他们被束缚住 也没有太夸张 看上去和演戏没什么区别 这种东西 就算被别人看到了 也不会有人相信 老鼠目瞪口呆地看着所有人 随后便哈哈一笑说道 可以可以 随便找辆警车好了 老鼠开着一辆警车 在这我们离开了之后 我才收回了领域 意念扫到姐姐和爱玲 还在武警大队外面等候 一上车 老鼠就追问我是怎么办的 让所有人都不能动的 这个问题 我很难和他解释清楚 没有度飞升雷劫的人 对领域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当我问到 老鼠愿不愿意加入问天宫的时候 老鼠有些犹豫地说道 其实我还是喜欢待在领祖 而且现在有你在 那些人渣就不会加入到领祖来 我点头 顺手在车上拿来的袋子 装了百枚上品纤圆石 递给他说道 这样也好 不过你的修为有些低 想维持正义 有的时候也不够实力 这东西给你 可以帮助你很快修炼到那单层次大圆满 老鼠毫不客气地接过了袋子 顿时脸色大喜 他自然知道这是好东西 比起原石来 现原石里面蕴含的天地元气的 修炼效果要好上几十倍 警车很快停在了武警大队门口 招呼姐姐和爱玲上车之后 直接朝着姐姐所住的小区向果原石去 姐姐见到夏如氏之后 一阵嘘寒问暖 像是多年未见的闺中密友 穆小穆也很快融入了进去 更加让我心里宽慰的是 爱玲和夏如氏两人见面之后更是亲密 就好像亲姐妹一样 两个人没有丝毫的尴尬 也没有任何的做作 车内一片祥和 像急了一家人 警车一路急迟 不到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向果原小区 到了别墅门口之后 老鼠主动去撕掉了那公安局贴上的驱风条 姐姐打开门 把大家都让了进去 开始招呼大家 家里被姐姐和爱玲收拾得井井有条 看上去很温馨 到处弥漫着一种 让人神清气爽的淡淡香味 夏如氏和穆小木更是没有把自己当外人 很快融入了这个家 夏如氏的心情看上去很不错 她甚至说 有点喜欢在世俗生活了 她的原神受伤 修为被禁锢 对修炼似乎也没有那么痴迷了 她原本就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 心境影响心态 也在慢慢地改变着 她对生活的追求 由于姐姐和爱玲 这两个原本家里的主人待人真诚 穆小木也很快融入了进来 她对家里电视机之类的 现代化电器充满了兴趣 一直活得很坚强的她 也男友地露出了很多孩童般的笑容 几个女孩相互熟悉之后 就直接进了厨房 准备张罗一桌子团圆菜 我和老鼠聊了一会儿 稍微帮她修改了一下她的修炼功法 她的修炼功法 和大多数影门的修炼功法 有些不一样 不过好在还是我的能力范围 有了我给她的那些线原石 她的修为和实力会很快提升上来 本来还想多给点线原石 给其他的领祖成员 仔细想了一下 还是放弃了 人性总是贪婪的 毕竟修炼资源这个东西 还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 而且我也不能太多地打破这种平衡 聊了没多久 门口响起了门铃声 门边的显示屏里面 陈永齐的头像出现在里面 我打开门 此时她的伤势 在仙丹的辅助下已经痊愈 拜见前辈 多谢前辈给的丹药 陈永齐报了报权说道 我点点头 其实对她的印象不坏 她为了保护姐姐和爱玲受伤 其实我应该感谢她 只是她跟错了一个贪生怕死的老大 龙飞那个人并没有什么优点 一个混社会的人 如果没有一点血性 连自己手下的人都不去维护 那终究不值得跟随 嗯 你进来吧 我闪声把她让了进来 她进来之后 刚好看到姐姐出来拿东西 她赶紧走到姐姐身边 恭敬地说道 萧萧小姐 是在下失职 还请萧萧小姐责罚 姐姐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陈大哥不必自责 你也尽力了 是我们连累了你 在下惭愧 陈永齐低着头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此时 门铃又响了起来 显示屏里人头耸动 几乎挤满了外门亭 站在最前面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那个郭教官 而另外一个是问天公的人 叫做周世帝 和我同一批进入通过 引门大笔加入问天公的 年纪轻轻 算是那一批人里面 资质最好的几个人之一了 她加入问天公的时候 已经是实内单层次后期修为了 现在已经是内单层次圆满 她也一起去了海内十周 后面被抽取了一些生机 所以此时看上去 像是个中年男子 后面跟着一些军人和领祖的人 还有四个问天公的弟子 这些人我都见过 都是执法店的人 而且他们脸上都是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似乎是来找事的 而不是来领罪的 我面无表情地打开了门 你们出了这种事情 问天公居然只派了五个人来 而且这五个人居然不办事 这让我心里很是不舒服 真的是沈长老 周世帝看到我之后 这才收敛了脸上 那不可一世的态度 随后抱拳弯腰 恭恭敬敬地说道 执法店周世帝 拜见沈长老 拜见沈长老 身后那四名问天公弟子 其声说道 纷纷弯腰见礼 啊 阁下真的是问天公长老 郭教官到了这个时候 还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有的人思想已经定性 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不会轻易相信 我指了指院子外面的 一套石桌椅 淡淡地说道 别堵在家门口 那边说 无关人等都散了吧 是 周世帝让开了位置 随后瞪了那个郭教官一眼 说吧 你们五个什么时候来的 为什么来了之后 不对胡沙帮动手 坐在石凳子上 我直接问道 周世帝站在我身边说道 回沈长老话 我们是两天前过来的 对方人太多 而且我们 还没有查到胡沙帮领头人 雷公的身份和位置 现在正处于调查阶段 人太多 可以多派些人过来 为何就你们五个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执法店的长老 怎么没有过来一个 我皱眉问道 周世帝解释道 上次问天公打败妖兽之后 问天公彻底安定下来 而且大家知道了 飞升通道并没有阻塞 更加勤奋地修炼 几乎所有的长老 都进入闭关状态 执法店先派出我五人调查 调查清楚之后 再调派执法者过来 一举歼灭所有败累 调查个屁 再调查几天 我姐和我妻子 就被炸死了 我一拍石桌 石桌顿时被我镇成一堆碎石 周世帝吓得不敢再说话 另外四名问天公弟子 也深深地低着头 更加不敢说话 我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说道 你们做事太婆婆妈妈了 按照以前问天公的行事风格 早就去把狐沙帮给铲平了 尽快找到雷公的下落 然后想办法 把所有的隐门叛徒 都集中在一起 是 沈长老 其实现在那些叛徒 基本上都已经齐聚在了 银沙国际业总会里面了 只是雷公的消息 我们依旧没有查到 周世帝弯腰说道 沈长老 雷公的消息 就交给我们领祖吧 在这里 我们的办法要多一些 郭教官突然说道 语气之中 似乎有种要戴罪立功的意思 我点点头果断地说道 嗯 那就麻烦郭教官了 还有一件事情 要麻烦郭教官 现在派人去迎杀国际待人 那些隐门败类的修为 我会全部回去 既然是在世俗犯了事 就按照世俗的法律判 终生监禁或者死刑 你自己拿捏 是 郭教官此时不再顾忌 直直地进了一个军里 周师弟 以问天公的名义 发出隐门一级通缉令 尽快抓到雷公 对了 雷公就是神父们的送物带 还有 叫问天公执法殿全部出动 彻查所有判离隐门 到世俗作恶的叛徒 找到之后直接斩杀 没作恶地带回隐门 按隐门的规矩处理 我对着周师弟说道 这个送物带太过于狡猾 靠我自己去找 太浪费时间 是 周师弟也报了报权 我点点头 转头对着郭教官说道 郭教官 你的人尽快过来 我还要赶回来和我的家人吃晚饭 我说完之后 没有任何的停留 果断祭出飞剑 飞向了银沙国际夜总会 银沙国际夜总会 此时已经到达了生意最好的时间 之前老鼠带着武警 来这里闹了一通的事情 并没有对银沙国际的生意 造成任何的影响 我的意念扫了进去 在之前三楼那个大房间里面 二十多个隐门修炼者 再次聚守在里面 还有一些散乱的隐门中人 在下面晃悠 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里有修炼过的人 总数有五十多人 我直接走进了夜总会 快步上到三楼的那个房间 两个手在门口的保镖 刚要伸手拦我 被我一手一个捏住了脖子 一脚踹开了门 直接把他们丢了进去 好大的胆子 谁敢在这里闹事 杀了他 里面一个修为在那单层次中期的人 皱了皱眉头 反手就抓出一柄铁剑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拿出武器 冷冷地看着刚走进来的我 破 一把闪着白光的雷剑脱手而出 直接把那个内单层次中期 钉在了墙上 我扫了众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问天公沈旺 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把这里所有的隐门叛徒 都叫过来 沈旺 当初那个以一己之力 扭转妖兽入侵 问天公局势的沈旺 那个问天公的供奉长老沈旺 一名年纪稍大的人 惊讶地说道 还剩五十秒 五十秒过后 人没到 你们都得死 我淡淡地说道 快 把所有人都叫上来 那个人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 并且直接跪在了地上 随着这个老者的带头 其他那些还在震惊 那个被雷剑定杀的人 也纷纷跪在了地上 其中有一个人 拿出一个对讲机 赶紧说道 所有隐门高手 都来一时房 没过一会儿 又是二十多个人走了进来 我抬手一挥 门自动被关上 这些人进来之后 看到地上跪着的一片 然后又看着脸色铁青的我 纷纷也跪在了地上 自古以来 隐门中人就算是出现在世俗 也不会太过分地去扰乱社会秩序 而如今 你们不但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了世俗 还严重地扰乱世俗的治安 你们真的以为隐门的规矩 和问天宫存在的意义 都是空谈吗 我冷冷地说道 沈长老 这次是我们不对 大家也不想脱离隐门 只是非生无望 所以 一名胆子稍大的汉子说道 我冷哼一声说道 所以可以破坏隐门规矩 来到世俗为非作歹 你们这些人中 有谁没有在世俗中杀过人的 站出来我看看 我 我没有杀过人 一名身材矮小年轻人 突然站了起来 我走到他身边 抬手拍在了他的脑门 嘴里问道 你真的没有杀过人 那年轻人 瞬间就呆滞起来 直接把他的罪行 如实地招供了出来 杀过 我杀过四个人 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 然后又奸杀了他的女人 这件事情 后面被两个巡逻的警察撞见 那两个警察也被我杀了 这件事情被雷公压了下去 没有人知道 咔 他的脖子直接被我拧断 倒在了地上 气息全无 还有没有谁 没有杀过人的 我铁青着脸再次问道 这种事情 按照世俗的法律 早就该死了 在我看来 所有的人民都是平等你 你是隐门中人又如何 杀了人 就得付出代价 这次没有人再站出来 看来都是手沾鲜血之辈 很好 既然你们再世俗犯了事 就应该接受世俗法律的制裁 也需要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我的领域毫不留情延伸出去 瞬间束缚了这里的所有人 意念转动之下 一道道先缘攻击 轰在了他们的丹田之上 这些人的丹田直接被绞碎 经脉全部爆裂开来 谁也不许出这个门 等着警察来带你们走 然后如实招供自己的罪行 我丢下一句话 抬手在门上布置了一个定时的阻挡阵法 这个阵法在一个小时之后会自动消失 那个时候警察也应该来了 做完这些 我马不停蹄地寄出了飞剑回到了家里 这个时候 姐姐和夏如是他们 刚好把饭菜做完上桌 看到我回来之后 姐姐冷着脸问道 你去哪了 不知道要吃饭了吗 我突然一愣 和姐姐相识一望 两个人突然都会议地笑了 在以前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学生 因为贪玩 经常会耽误吃饭 每次都会惹得姐姐不高兴 这个情景让人很怀念 可以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 来到餐桌 所有人都已经坐下 老鼠和陈永奇也还没有走 我叫老鼠给那个郭教官打个电话 告诉他 所有的人的都在三楼的一个房间 门口被我布置了机关 需要一个小时候才进得去 我不记得 有长时间没有吃饭了 但是姐姐做的饭 总是那么的美味可口 虽然吃饭对现在的我来说 没有半点意义 但我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期间 我们聊了很多家常里短 我也劝姐姐一起修炼 可是姐姐只是摇头 她说她这一世的使命不再修炼 而在历劫 只想好好在胡汉市生活下去 夏如氏的想法 和姐姐出奇的一致 不过她是因为她不能修炼了 所以才会有了这个想法 爱玲本来就来自世俗 对修炼不是那么感兴趣 不过她听说 飞升之后 寿命可以增加很多倍 又起了修炼的心思 不过她也想和大家待在一起 并不想去问天宫 而木小木 似乎真的把自己 当成了夏如氏的使唤丫头 只是说了一句 如氏姐姐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到了最后 大家一致决定留在这里 我留下了足够她们修炼到 内单层次大圆满的仙圆石 和修炼用的丹药 把二楼的两个房间 改造成了修炼室 她们的修为越高 越可以保护姐姐 和夏如氏的安全 我这次清理胡沙帮的手段 确实很利了一些 这么做 我只是想杀鸡警猴 给所有隐门一个警示 更加重要的是 我不想让我在乎的人 受到一点点伤害 严格地来讲 隐门和世俗是两条 不应该有焦点的平行线 生活环境和背景 有着巨大的差异 根本就不适合搅和在一起 隐门有隐门的信念 世俗又世俗地追求 就算隐门中人 想要隐居世俗 也不应该做 伤天害理的事情 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秩序 在这种秩序下 会达成一种稳定的平衡 如果秩序被打破 平衡也就没有了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终究会乱套 那一顿饭 一直吃到了天亮 老鼠最终决定 回去闭关修炼 先把自己的实力提升到最大 她也承诺 会帮我好好照顾家人 陈永齐也是 我说如果她想去问天公修炼 随时都可以 她说她不去了 就留在世俗生活 在隔壁买一栋房子 有什么需要跑腿的事情 可以叫她帮忙 她的态度很真诚 眼神之中 没有丝毫地不情愿 看得出来 她还在为没有保护好姐姐 和爱玲自责 她的本性不坏 知恩图报 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样的人留在世俗 我并不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 稍微收拾了一下家里 我带着四人 踏上了飞剑去飞往问天公 我需要给夏如氏和爱玲一个名分 我准备在问天公举办一场婚礼 一场所有人都见证的婚礼 这是我欠他们的 对于这个安排 夏如氏和爱玲都很开心 姐姐也表示很支持 我不能在华夏耽误太多的时间 伪仙玉的事情 现在还没有解决 还有夏如氏恢复原神的丹药 我也必须尽快弄到手 而且 我必须在他们飞升之前 在伪仙玉占领一席之地 至少不是现在这种 随便任人宰割的存在 出了天伐山 随便来几个人 就能把我逼进绝路 这种感觉很不好受 飞剑的速度虽然大 但是同时带上四个人 还是显得有些拥挤 而且 这距离并不短 所以在出发之前 我在飞剑上面 布置了一个驱动阵法 直接用仙玉石来驱动 这样我会轻松很多 到达问天公的时候 还是上午 柔和的日光洒下来 像是给大地盖上了一层温暖的光坯 看上去分外的舒服 正如周氏帝所说 走动的都是一些问天公的弟子 由于我事先没有和问天公打招呼 甚至在门口的时候 还被不认识我们的 指手弟子给拦住了 直到我拿出玉牌之后 他才放我们 进入了问天公大门 哎 哈哈 什么 玲玲爽朗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转头看去 这小子手里正牵着凌云 似乎是在散步 玲玲 牵着娇妻在散步 你好悠闲啊 我朝着他走过去 伸手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凌云黑黑一笑说道 随时随地带着四个大美女 你才悠闲呢 大家一一打完招呼之后 问天公的外门直视离直视 飞身落在我身边 抱了抱拳说道 恭迎沈长老回宫 谢了 我明天要举办一场婚礼 麻烦李管事 帮我安排一下 我笑着对着离直视说道 啥 举办婚礼 你明天要举办婚礼 玲玲大喊一声 周围的问天公弟子 全部围了过来 我干脆毫无掩饰地 聚集先元朗生说道 我审望明天要在问天公举办婚礼 迎娶夏如氏和爱玲 届时欢迎各位同门前来参加 也欢迎其他隐门道友前来参加 结婚本来就是一件大喜事 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掩 我的话一喊出 传遍了整个问天公 问天公顿时一片欢呼声 纷纷叫着我的名字 对于大多数的问天公弟子来说 我在问天公的地位 已经是不可撼动的了 哈哈 恭贺沈老弟大婚 一个爽朗又亲切的声音传了过来 风长老迈着矫尖的步伐走了过来 他的实力依旧停留在胎息巅峰 不过没有关系 化爆丹的丹方我已经弄到了 虽然那一株镍金草 被我炼制成了镍根丹 但是丹药我身上还有四枚 以我现在三品仙丹式的水平 只要多花点时间 我可以拿出一枚镍根丹 来把里面的镍根草的药性分解出来 再用来炼制化爆丹 毕竟化爆丹值还只是极品丹药 而不属于仙丹 风长老一过来 周围的问天公弟子纷纷见礼 很显然 风长老虽然只是胎息层次修为 但是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 已经没有人会对他不敬了 哈哈 风老哥 别来无恙 我对着风长老抱了抱拳 他是我在问天公 唯一特别尊重的人 这个老人为了问天公 可以付出自己的所有 哪怕是生命 风长老笑了笑说道 还好还好 托你的福 我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只是这修为被卡在胎息层次 多少感觉有点别扭 风老哥吉人天象 这次我回来 您老就等着恢复修为吧 我笑着说道 嗯 那就多谢了 对了 现在问天公那单层次大圆满同门 都在闭关 不知道你回来的消息 所以就我一个老头来迎接你 你不会介意吧 风长老开着玩笑说道 我摇了摇头 自然不会介意 风长老请 我们去我长老府一叙 我的回来 惊扰了原本平静的问天公 明天大婚的消息 轰动了整个问天公 负责联络的大殿 第一时间发出了问天公的邀请函 邀请各个隐门的掌门人 前来参加婚礼 这也是我的意思 我身上还有大量的先元石 可以给予他们一些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 这次大量隐门弟子 去世俗闹事的事情 我需要通告一下 那一天 问天公上下洋溢着一片喜庆祥和 整个问天公 似乎都在忙着筹备着 关于我和夏如氏 还有爱玲的婚礼 为了喜上加喜 我想拉着玲玲和玲玉一起举办 可是玲玲这个家伙拒绝了 她说 不要沾我的光 要凭借自己的努力 给淋浴一场难忘的婚礼 回到我的长老府 府中也瞬间沸腾了 夏如氏一出现 就被原本耽误山庄的那些人围住 叽叽喳喳的好不热闹 姐姐和爱玲 还有木小木 也很快融入了这种热闹之中 我和风长老第一时间 走进了我的炼丹房 或许这个时候 只有炼丹房才是最亲近的 风老哥 我这就给你炼制化爆丹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风长老吃了爆圆丹之后 修为下跌了一个大层次 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有这个实力 炼制化爆丹了 风长老哈哈一笑说道 你呀 天生忙碌命 马上就要新婚了 不去好好陪陪 你那两位娇妻吗 我摇了摇头 寄出了丹炉说道 他们玩他们的 风老哥 我在伟仙玉 见到灵月公主了 嗯 风长老一愣 随后激动地问道 公主她还好吗 挺好的 我一边取出炼制化爆丹的药材 一边大概把伟仙玉 关于问天公的事情 说了出来 风长老听的入神 眼神之中不断地闪着金光 脸上的皱纹 似乎都在激动地跳舞 听我讲完这些事情之后 风长老哈哈一笑说道 好样的 公主是好样的 你也是好样的 好想和你们并肩战斗 我问天公能处你们两个 就是大造化 嗯 风长老 我不能在华夏停留太多时间 这里一天 那里就是两个月 时间长了 变数也会多 我抬手祭出丹火 准备分解镍根丹里面 关于镍金草的药性 风长老点点头 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打扰 也没有继续说话 只是他的脸上激动的神色 依旧难以抑制 双手紧紧地握着拳头 这个老头说我是忙碌命 其实他又何尝不是 一个时辰之后 镍根丹里面 关于捏青草的药性 被我提炼出来 我没有休息 只是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开始炼制化爆丹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了 两枚化爆丹 被我从丹炉里面拉了出来 因为镍根草药性太少的关系 这一炉只能炼制出两枚 当我把丹药递给风长老的时候 他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 没有人可以理解 风长老内心复杂的心情 我也不能 风长老接过丹药之后 我又从闹物袋里面 拿出一个布袋 布袋里面装着一万枚仙原石 风老哥 这是仙原石 伪仙玉的人 修炼就用这个 送给您老 我说着 把布袋递给了风长老 仙原石我刚才和他讲过 他自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 风长老看着我手中的布袋 呵呵笑着说道 按照你刚才的描述 我只需要几十枚就够了 你给我这么多 我也用不上 而且我给你个建议 这东西不要随便给人 这种东西太过于珍贵 会引起别人的觊觅 说不定还会引发隐门冲突 我点点头说道 风老哥倒是提醒我了 我原本还打算 明天拿出一些 来分给各个隐门 这个倒是可以 不过不能太多 每个人给个五枚就可以了 给太多了 会让有些人眼红 不顾一切地去抢夺 风长老说道 我点点头 分了一百枚仙原石给风长老 嘴里说道 多谢风老哥提醒 您老快回去恢复修为吧 风长老走后 我继续炼丹 之前在凯玉那里 弄到了三个丹方 除了画报丹之外 还有生机丹和天命丹 生机丹是用来恢复生机的 之前灵灵他们被张道丁 抽取了生机业 生机业现在就在我手里 这东西可以用来炼制生机丹 从而把灵灵他们 被抽走的生机还回去 至于天命丹 那可是增加五十年寿元的丹药 用到的药材极其的珍贵 我在尾仙玉收集了那么多药材 也只弄到一炉 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我炼制了七炉生机丹 消耗掉了所有的生机业 每一炉都是六枚满丹 总共四十二枚 这问天宫被抽取生机的 也不过二十多个人 还剩下十多枚 这生机丹是个好东西 有的时候生机受损 也可以快速地补回来 既然已经开始炼丹 我干脆炼制 把那一炉天命丹 也炼制了出来 等我走出炼丹房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我的意念扫了出去 问天宫已经换上了大红装 树上挂满了红色丝带 无数个红色灯笼 也被挂了上来 主路全部铺上了红地毯 还有各式各样的 喜庆对联和大红喜字 无疑不再表示着 一个大喜的日子即将到来 我的长老府 也显得更加热闹 我来到会客厅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前来拜访的长老了 就连梦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也第一时间出了关 此时正和与长老 在交谈着一些什么 我一进来 问天宫的所有高层 纷纷抱拳祝贺 一一打过招呼之后 孟瑶这才慎重说道 个 祝贺你 也感谢你对问天宫 做出的所有事情 孟瑶说完之后 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她的周身道玉凝实 离非生已经不远了 这阵子没见她 她的身上渐渐地浮现出了 凌月的那种气质 成熟 坚强 刚毅 永不言败 以前的那个小妹妹孟瑶 已经彻底地消失不见了 这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而且她的那声 听得我心里很是舒坦 我笑了笑说道 孟瑶见外了 也祝贺你 通过了公主考核塔的考核 话刚说完 执法殿的一名弟子 走了进来说道 拜见公主 各位长老 沈长老 刚刚收到来自 周氏帝师兄的青雕传信 信中说 那个宋无怠已经找到了 周师兄已经开始实施抓捕 嗯 知道了 我笑着说道 果然还是有些效率的 周氏帝那单层次圆满修为 比宋无怠要厉害 而且执法殿还有其他人在 没有理由抓不到宋无怠 听到这个消息 我心情更加 借着这个机会 把伟仙玉的情况 和在座的所有长老们说了一遍 这些人都已经是内单大圆满层次 再加上仙缘石的辅助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相继飞升 到时候到了伟仙玉 还需要寻求问天公的庇护 飞升的落点 虽然离天伐山很近 但是却在天伐山外面 这个地方 现在还有伟仙城掌管着 如果问天公的人飞升上去 必然会被伟仙城的人扣下 甚至会被直接斩杀 所以 我告诉他们 飞升之后 最好先不要提问天公 也不要带着和问天公有关的东西飞升 这样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 别看问天公在天伐山很硬气 那全部仰仗于天伐山的天地规则 一旦出了天伐山 哪怕是我 也只能东躲西藏的 我讲的细致 大家听得入迷 不过好在华夏的时间规则 和伟仙玉不一样 这里的一天 相当于那里的两个月 问天公的这些高层 飞升得再快 要的时间也不会短 大多数都至少还需要数月甚至更长 这换算到伟仙玉的时间 几年甚至几十年 甚至数百年 那个时候的伟仙玉 是什么情况 谁都说不准 唯一离飞升很近的 只有三人 梦瑶 与长老 和恢复实力的封长老 这个却是无法计算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用了 先原始之后会什么时候飞升 毕竟这东西不属于华夏的 而且每个人的修炼资质和功法都不一样 他们三个 或许几天就飞升了 也说不定 不过提前有个预防 就算飞升上去 也会有个心理准备 应该不至于直接被伟仙城的人斩杀 结婚那天 问天宫的人醒得很早 陈时一道 问天宫锣鼓喧天好不热闹 夏如氏和爱玲穿上了火红火红的新娘服 头戴凤冠 一颗颗圆润的珍珠 用金线串起来遮住了脸 他们画上了淡淡的妆容 娇艳之下 更显绝代风华 在我心里 他们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娘 问天宫中央广场之上 几乎所有的隐门掌门人都齐聚一处 这里布置的像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宴会厅 上百个问天宫的女弟子 端着美酒佳肴 穿梭在广场之中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 我站在主席台上 抬手抓起上百枚正旗 布置了巨大的幻阵 周围的环境突变 一道唯美的彩虹 从天边落下 一幅上虚无缥缈的七彩对联 悬浮在空中 静扫亭街迎客架 乐谈情色接鸾鱼 在对联的中间 天地同庆四个大字 分外惹眼 整个现场鲜雾缭绕 鲜鹤在天上飞舞 发出一阵阵 让人心旷神医的鹤鸣 广场之上 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纯白色雾气 周围原本显得有些呆板的房子 突然变成了仙剑美景 苍翠的群山重重叠叠 宛如海上起伏的波涛 汹涌澎湃 雄伟壮丽 两道秀美的瀑布 出现在左右两边 更加增加婚礼现场的灵动 看着周围的景色突变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随后赞不绝口 虽然只是幻震的效果 但是还是让人震撼无比 并且看上去格外的真实 在思议的主持下 婚礼进行的有条不紊 所有的人来参加婚礼的人都很尽兴 婚礼用的佳酿里面添加了玉礼权 不但对稳定心膜有帮助 而且还能一定程度地融化单独 招待用的水果点心 也特意加入了珍贵药材 对修炼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不仅如此 我还用了上万枚鲜原石 布置在整个中央广场下面 这个地方的元气 比起问天宫 那堆满原石的修炼室 还要浓郁纯粹 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神清气爽 甚至都不用运转功法 都能感觉到修为在松动 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是婚礼现场 他们都恨不得原地开始修炼了 姐姐 孟瑶和风雨二位长老 坐在主席台上充当证婚人 拜完天地拜高堂 各种祝福铺天盖地的卷来 这种祝福都是发自内心的 这种婚礼 才是我想要的婚礼 也才是我应该给他们的 下面有请新郎致辞 思宜大声喊道 原本热闹非凡的现场 顿时安静了下来 我春光满面地飞尸而起 直接停在了半空中 嘴里朗声说道 自古姻缘一线千古月想堂前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天 得意于我的两位妻子 得意于问天宫的厚爱 得意于所有隐门道友的赏光 更加得意于天地的恩赐 首先感谢各位道友光临 使我的婚礼更加完美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微笑着继续说道 审望不才 承蒙各位厚爱 机缘巧合之下 我去过伪仙玉 也就是大家以为的仙剑 其实不然 那不是仙剑 只是一块被遗弃的角落 我们的非生 落点也是在伪仙玉 那单层次 只是修道的一个起点 后面还有凡仙层次 虚仙层次 地仙层次 天仙层次 天仙之后 才有可能非生真正的先见 这一点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话一说完 现场更是一片哗然 议论声此起彼伏 可是没有人怀疑 我突然话锋一转说道 大家以为天道之门阻塞 非生无望 所以最近有众多隐门弟子盼门 纷纷去华夏贪图享乐 严重扰乱华夏的秩序 这些人 问天公会出手清理门户 若是以后还有这样的人 问天公必将严惩不待 这话我说得严肃 下面的听得更是严肃 我舒缓了一下语气继续说道 我被修道 最祭道心受损 何为道心 在我看来 道心就是天生的人 义 理 智 善之心 道心越深 人心越善 道徒越是平坦 天道昭昭 疏而不漏 无论是生死轮回 还是得道成仙 终究脱离不了 一个善恶 仙界从来不会拒绝 任何一个道心充盈的人 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道业深重的人 既然我们选择的修道意图 就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心 如果哪一天 感觉自己的道心缺失 心生恶念而不知自 哪怕你修炼到了天仙 最终等待你的 也只是在雷劫之下的神魂俱灭 说到这里 我停了下来 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些东西 需要他们自己去领悟消化 如果换作以前 我说的话 基本会被人当成放屁 可是现在不同 我的修为要远远高于他们 而且去过伟仙玉 我的话 没有人不会去认真对待 两久过后 众人渐渐回过神来 我笑了笑说道 今天是我的婚礼 招待不周还请见谅 我从伟仙玉带回来一些仙缘时 来这里的每位贵客 都将得到五枚 算是我对大家的一点意思 各位道友吃好喝好 我说主落在了主席台上 看着夏如氏和爱玲 被送入了新房 开始招待那些来宾 这里有很多老熟人 出于礼貌 我应该和他们一一打招呼 尤其是横断山脉的 两个隐门独蝶谷 和剑语派 所以我第一时间 来到了这两派所做的地方 沈师兄 你刚才好威风 我敢打赌 这绝对是世上 最为耀眼的婚礼了 于希玄突然拍了我一下 有些艳羡地说道 我呵呵一笑说道 让于师妹见笑了 哼哼 哪里哪里 这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剑语派的顾灵说道 陆景也走了过来 行了一礼说道 娇妻如玉 可喜可喝 我抱了抱拳说道 多谢陆前辈 一点点小意思 还望陆前辈笑呢 我说着 拿出了两个小布袋 里面装满了仙缘石 还有几瓶修炼用的丹药 分别递给了陆景和顾灵 这两个掌门 在我心里的位置 一点都不比别人低 当初面对妖兽的 挺身而出的情意 依旧深深地 刻在我的脑海里 事业 大红灯笼亮起 一下午的招待 让我精神有些疲乏 回到新房之后 夏如氏和爱玲 正坐在洗桌前聊天 看到我进来之后 两人立刻停止了交谈 秀美的脸上 突然泛起诱人的红韵 嘿嘿 二位娘子 为何这般表情呀 我少有的不正经地说道 听到我说这话 他们二人更是低下了头 爱玲还好 我们曾经走投无路的时候 有过一次肌肤知青 可是夏如氏就不一样了 她自始至终 都没有和我有过过分的身体接触 现在洞房花竹叶 她知道躲不过去了 虽然她曾经多次表达过 要把自己交给我 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 她的心里 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老公 爱玲突然抬起头站了起来 嗯 怎么了 我有些疑惑地看着爱玲 爱玲拿起桌上的两个酒杯 走到我身边 一个放到夏如氏手中 一个放到我手中 嘴里说道 你快和姐姐喝了交杯酒 然后再和我喝 我笑了笑 爱玲的意思很明白 她知道 夏如氏比她更早地 进入我的心里 如果当初没有发生那件事情 或许我们永远 都不可能在一起 她经历的多了 也明白事理很多 师妹 来吧 我端着酒杯 走到夏如氏身边 夏如氏站了起来 小脸红扑扑的 交杯酒喝完 夏如氏满脸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看上去分外的迷人 爱玲拿起另外两杯酒 笑着说道 好了 现在到我了 嗯 来 我笑着和爱玲 喝下了另外一杯交杯酒 两杯酒下肚 心中感慨万千 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娶两个老婆 而且都那么的优秀 同时 心中也感到万分的惭愧 我欠他们太多 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 好好陪他们 不过想着 以后到了伟先玉 可以有几千年的相守 心中也平衡了很多 哇 我们刚放下杯子 蹲坐在一边的地蒙 叫了一句 我黑黑一笑说道 还是兄弟懂我 爱玲走到地蒙身边 抱起地蒙说道 你别叫 我们不要打扰老公和如是姐姐 我带你去隔壁房间 嗯 爱玲 怎么个意思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爱玲婉然的一笑说道 我们有过亲密接触了 那个时候 如是姐姐不在 我和姐姐商量好了 今天的洞房花竹叶 是你们两个的二人事件 老公 你要好好疼姐姐 是这样吗 你们都安排好了 我转头看着夏如是 夏如是有些无奈的小声说道 这丫头执意要这样 哦 谢谢你 爱玲 我由衷地感谢道 她的想法我十分了解 她尊重夏如是 尊重我 也尊重她自己 春霄一刻值千金的道理她很懂 但是她在更加小心地维护 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 新婚燕儿 谁不想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 可是她没有去计较这些 爱玲坏笑着对着夏如是说道 姐姐 你不要怕她 她很温柔的 爱玲说完就抱着地猛走了出去 我看着夏如是有些拘谨 走到她的身边 嘴里说道 爱玲说的没错 我很温柔的 夏如是低着头 微微点了点 身子一软 靠在了我的身上 我再没有犹豫 伸手温柔地把她抱上床 抬手一挥 一道仙缘吹灭了红烛 黑暗笼罩了整个房间 却笼罩不住房间之中的满满爱意 帐帘落下 激情燃烧 瞬间点燃了两颗 早就应该聚拢在一起的心 第二天一大早 筋疲力尽的夏如是 在我怀中醒来 从来不睡觉的我 居然也在凌晨的时候睡着了 此时的夏如是更显娇媚 一平一笑之间 都透露着无穷的诱惑 夫君 夏如是轻叫一声 更加搂紧了我 嘴里说道 你应该快离开了吧 我沉重地点了点头说道 嗯 可是我真不想离开你们 福智当存高远 切勿贪香炼窝 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意义 夫君你的意义 绝对不是在家里陪妻育儿 你明白吗 夏如是身体贴得更静 言语之中更是善解人意 我再次点点头 抱了抱拳 郑重其事地说道 谨遵夫人教会 夏如是恩了一声说道 能有这一刻 我夏如是已然知足 继续温存了一会儿 我们起身穿衣 我拿出了那瓶天命丹说道 师妹 你把这个吃掉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我估计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回来 你现在不能修炼 寿源无法增加 只能靠单药 夏如是 结果天命丹 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 嘴里坚定地说道 夫君 不管多久 我都会等你 上午 长老府中 我们和大家一一戏别 林林逾越他们 也在这里待了一上午 我把生机丹交给林林 让他帮忙发给之前那些 被抽取生机的问天公弟子 中午 问天大殿之中 天公的长老级别的人物 尽数到齐 我留下了十万仙元石 这些仙元石 作为宗门奖励和长老们的俸禄 孟瑶似乎有很多话想要和我说 可是却又不知道如何说起 他的情愫没有拿回 这样会影响他的道心 想让他完完全全地恢复到以前 只能等飞升过后 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他是这样 我也一样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封长老的修为已经彻底恢复 此时的他更加的意气风发 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快速修炼 飞升尾仙玉 问天公的天很蓝 蓝得犹如一块明镜 此时的我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华夏的隐门已经不会再出祸端 问天公的霸主地位 依旧没有人敢撼动 而且再也不会有人敢脱离隐门 去世俗作恶 回到湖汉市的时候 已经将近夜幕降临 一直到我离开问天公 周师弟都没有再传来 关于宋物贷的消息 我们一回到相果园 一名问天公执法殿的弟子 便着急地走到了我的身边 拜见沈长老 那名弟子首先行了一礼 我看着他的神色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 先宋姐姐四人走进屋子之后 我才问道 怎么回事 那名弟子恭敬地回答道 周师兄于昨日去抓捕雷公宋物贷 至今没有回来 恐怕出现了什么意外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个宋物贷的狡猾 我是见识过的 周师弟年少轻狂 修为又高于宋物贷 更加不会那么谨慎 真的出了事情 也不无可能 那个宋物贷在什么地方 我咒没问到 那名弟子回答道 在南海 南海 怎么跑到哪里去了 我疑惑地问道 胡汉到南海 有千里之遥 这个宋物贷 还真有本事 执法殿的弟子 点点头说道 是的 林族有三名成员和周师兄 带着三名执法殿的弟子 一起过去了 到现在都杳无音信 弟子再次等候沈长老命令 嗯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 你先回去问天公 我说着摆了摆手 走进了别墅 姐 师妹 艾琳 小木 我现在就要离开了 我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这匆匆忙忙之下 嗯 去吧 本来也没打算你能待多久 姐姐无所谓地说道 夏如是点点头说道 快去忙自己的事情吧 艾琳的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来 也跟着说道 你快去吧 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木小木张了张嘴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地蒙突然就跳到我的怀里 我伸手摸了摸地蒙问道 怎么 你要和我一起走 地蒙猛地点着头 两个小爪子紧紧地抱住了我的手臂 似乎只我要撒开她 她就敢和我拼命 她现在在华夏确实在很难成长 她是神兽 靠吞噬腰单来晋级 本来就走了偏道 或许到了伪仙玉 她能更好地成长 在修炼上也能找到本徒 我笑了笑说道 那行吧 就带着你一起走 不过你不能乱跑 腰紧紧地跟在我身边 你答应吗 地蒙现在还说不了话 但是她的头 却和小鸡卓米斯的萌点 我笑了笑 一一拥抱了我的家人们之后 寄出飞舰 带着地蒙直奔南海而去 那个宋物袋 我恨不得立刻就把它捏成鸡粉 南海的面积 35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华夏领土面积的 三分之一还要多 要在这里面找人 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庆幸的是 我的意念可以扫出方圆200公里 这又是海上 只需要留意一下岛屿上的情况就可以 这样一来 反而轻松了不少 一个小时之后 我落在了一处 已经到了南海南部的荒岛上面 之所以注意这个荒岛 是因为这荒岛上原本荒无人烟 可是岛屿边上却停靠着两艘船 这个荒岛不大 不过万亩之地而已 一年瞬间覆盖了它 仔细地搜寻着 有道运气息的生命体 居然没有任何的发现 船是在这里 但是这岛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皱了皱眉头 突然精神一震 因为我发现在这个荒岛的中间 有一丝丝阵法气息 转瞬之间 我便落在了这个荒岛中间 这里居然有个高等级的幻阵 而且还是个五级先阵 我不禁心里疑惑 这种先阵不应该出现在华夏 就算是在海内十周 我也没有看到过五级先阵 哪怕是张道丁布置的那些阵法 也没有一个有这般等级高 五级先阵 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难度 我抬手抓出几枚阵棋 定在了几个阵机上面 然后闪身走进了这个幻阵 不知道这个幻阵是谁留下来的 既然有幻阵 那这里面肯定是隐藏着什么东西 我也没有打算毁掉这个幻阵 它既然存 说不定就有不想让世俗中人发现的秘密 幻阵和隐匿阵法不一样 隐匿阵法时间久了 可能会磨损 而且需要天地元气的支持 幻阵就不一样了 一旦布置出来 是不需要任何消耗的 闪身走进了幻阵 我抬手收起阵机 眼前出现了一个直径 超过十米的垂直大洞 大洞的周围 有一些新鲜的打斗痕迹 这个幻阵绝对不是宋物袋布置的 如果它有这个阵道水平 当初也不至于怕了我 意念扫进黑洞之中 居然在十米处被挡住了 里面居然还有个隔绝阵法 我稍微一犹豫 直接跳进了这个大洞 十米之后 穿过了隔绝阵法 再过十来米 我的脚落到了十处 这里面的光线已经很微弱了 但里面也显得宽敞无比 一条涌道从南面延伸下去 我的意念扫了进去 发现这涌道居然是人工开凿的 每隔十米都有一个铁盆 铁盆里面闪着并不是很亮的火光 在这种环境下 面前勉强可以看清楚 涌道的大概轮廓 几排脚印同样延伸进去 看脚印的数量 和周氏第一伙负责追捕的人很吻合 发现了这个线索之后 我直接冲了进去 这个涌道极其狭长 走了将近十公里 依旧没有走到尽头 而且这条涌道是朝着地底斜下延伸的 而且角度还不小 也就是说 这里越往前走就离地表越远 再往前走了差不多十公里 突然就没有路了 那些一直追寻脚印 也直接消失不见 这里的温度陡然升高 似乎这附近就有一座地底火山一般 尽头是一层僵硬的岩壁 和一路上的岩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把意念渗透进去 很快就发现这个石壁并不是石壁 而是一个石门机关 只是做工异常的惊喜 所以看上去并没有任何的漏洞 如果我的意念渗透不进去 根本就发现不了 这个石壁就是一扇石门 抬手抓出长刀 卷起一道强劲的先缘威势 我一刀劈在了石门之上 轰的一声 那石门直接被我轰开 轰开石门的那一刻 一个小型的宫殿呈现在我眼前 没错 就是一个小型的宫殿 占地面积上千亩 有一正殿两个偏殿 中间是一个白亩的广场 广场上面 居然有一些古代宫女和太监打扮的人 在来回穿梭 周围虽然没有日光 但是点上了数百个灯笼 这座宫殿在这些灯笼的照耀下 显得富丽堂皇 光源更是一点也不残缺 宫营帝王 那些宫女太监看到我之后 纷纷跪在了地上 大声地喊道 我皱了皱眉头 这些宫女和太监 看上去都是普通人而已 怎么可能在这里面生存 这里早就没有了氧气 而且温度极高 一般人肯定受不了 装神弄鬼 雕虫小技 很快我就明白了过来 直接一刀劈了出去 数十丈的刀芒 砸在了广场上面 直接扩散开来 那些宫女和太监 在一瞬间便溃散开来 原本显得富丽堂皇的宫殿 也瞬间化为了乌有 眼前只有一个数百平米的小空间 这个空间 上面没有宫殿 没有灯笼 也没有宫女太监 有的只是一个破败的祭坛和几个人 祭坛上面坐着一具骷髅 准确地说 并不算一具骷髅 因为骷髅外面 还包了一层干枯的皮肉 其实看上去和骷髅也差不多 在骷髅的身边 站着面无表情的宋无黛 宋无黛神情恍惚 显然她已经不是她了 而在宋无黛的脚下 躺着周氏第七人 这七人全部被抽取了生机 已经奄奄一息了 霍霍霍果然不错 一眼就能识破老妇的幻阵 坐在祭坛上的那具骷髅 突然说话了 声音极其地苍老嘶哑 听上去很不舒服 这骷髅周身倒晕不险 看上去没有任何的修为 可是我的眼神一对上它 就感觉到了一种极度的危险 这种危险和当初在伪仙狱里面 碰到的赖无影比起来 还要大许多 不知道这种感觉是错觉 还是真实存在的 你是什么人 我这有没问到 即使感觉到了危险 我也依然不惧 这是在华夏 而不是在伪仙狱 她的实力再强 也会被天地规则压制 除非她也是天命之子 老夫活了几万年 还是第一次 听到有人敢怎么对我说话 那句骷髅没有回答我 反而有些生气地说道 我淡淡地说道 千年亡八万年龟 活了几万年 如果你是只乌龟 我还要对你恭恭敬敬的 有什么本事使出来吧 我自然也没有着急动手 现在情况不明 贸然动手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要动手 我马上顿走 虚先圆满 修为并没有受到 天地规则的压制 看来你也是个天命之子 骷髅语气惊人 我听到也是天命之子 这几个字之后 顿时有点猛了 莫非这个老骷髅也是 怪不得我会感觉到 一种极度的危险 我现在看不透他的修为 这只能证明一件事 那就是 他的修为高出我太多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随手抓出了悬铁盾 嘴里谨慎地说道 这么说你也是 听说你拿走了我的顿空服 骷髅依旧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原来这个骷髅 还在打顿空服的主意 顿空服当初在海内十周被抢走 后面我根本就没有去问 因为那顿空服的等级太低 以我现在的实力 顿空服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如果我要顿走 速度不会比顿空服慢 而且不会消耗身上所有的先缘 我直接闭嘴不言 只是警惕地看着他 意念在他身上扫了很久 愣是没有看出来 危险到底在哪里 而且这个骷髅 似乎被禁锢在那个祭坛上面 我再问你话 骷髅雨漆一冷 一种极度的阴冷气息 朝着我轰了过来 我意念一动 领域记了出来 直接挡住 那道强势的阴冷气息 嘴里说道 我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好好 很好 那我告诉你 我不是天命之子 不过我在几百年前 杀了一个天命之子 你会是第二个 老骷髅说着 抬手一挥 在空地上突然多出了一座阴森森的坟墓 而那坟墓的墓碑上面 赫然刻着几个赤红大字 天命之子神望之墓 看到这个坟墓 我的脑袋一阵嗡嗡作响 非常的不舒服 甚至有些害怕 就好像有严重的密集物体恐惧症的患者 看到密密麻麻麻虫一样 我下意识地抓起长刀 准备一刀毁掉这座坟墓 换成任何人 这座阴森是为你准备的 霍霍霍 你放心 我会斩草除根 杀掉你身边所有人 叫他们都下去陪你的 不对 我会让他们神魂俱灭 骷髅越说越兴奋 声音变得越来越尖 活像一个变态 哇 地蒙突然叫了一句 我浑身一抖 似乎刚才在不知不觉中走了神 我看着骷髅这么激动 我反而收起了长刀 这座坟有问题 能够扰乱我的心智 让我看到它的那一刻 就想一刀把它劈成碎渣 这个老骷髅也有问题 后面都说的那些话 明显是想要激怒我 我经历过那么多事 早已心如明镜 可是这座坟 还是迷惑了我的心智 如果不是地蒙突然叫了一声 我就一刀劈过去了 哟 哟哟哟 看把你能的 你这么厉害 怎么会被困在祭坛上面 还杀我 你倒是动手啊 我讥讽地说道 心里也知道这个骷髅肯定有事 如果要动手 它早就动手了 哪里还会废话那么多 我心里也打定主意 只要它可以离开这个祭坛 我就马上离开这里 这个骷髅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明明看着像没有修为 可是偏偏给我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骷髅依旧面无表情 就它那张干别的脸 想要出现什么表情都很困难 看着骷髅没说话 我反而放心下来 看来这个骷髅 真的是被封印在了这个祭坛上面了 它现在确实没有离开 那个祭坛的本事 骷髅不说话 我自然也不再说话 它的意图 是想要我攻击那座坟墓 那么 不是那座坟墓有问题 就是那个坟墓所处的位置有问题 我抬手抓出几面阵旗 猛地一挥 那阵旗直接钉在了坟墓的四周 一枚若隐若现的金色阵旗 一闪而过 随后便隐藏在空气之中 哈哈 老狐狸 你想让我攻击那个阵机 然后打开封印你的阵法 我哈哈大笑着说道 这个封印它的阵法的等级 绝对远远超过了六级先阵 甚至很有可能是一个神阵 要不然 我不可能连一丝丝震道道运都看不出来 只是这个神阵的时间太久 已经磨损得差不多了 你果然狡猾 既然你看出了这个封印我的阵法 想必也应该知道这个 阵法再过几十年就要失效了吧 只要你帮我轰开这个封印阵法 我会给你你想要的好处 骷髅的语气平缓下来 我摇了摇头说道 不 你只会杀了我 而且 只要我走进这个封印阵法里面 你也可以控制我 对吗 你想方设法引我过来 就是想要控制我 帮你轰开封印吧 这么说 你的人 你都不救了 骷髅淡淡地说道 看来我的想法完全正确 我黑黑一笑 抬手一张 一把雷剑出现在手上 嘴里说道 当然要救 不过就之前 我先杀了你再说 没看错的话 你只是一个原神体吧 雷剑 你炼化并且融合了雷元 这怎么可能 骷髅的语气 开始有些震惊了 听到骷髅的语气 我更加确定 这个骷髅 只是一个原神体而已 原神体和魂体 最害怕的就是雷 虽然它秀为高深 但毕竟只是个原神体而已 就算我不进入 那个封印里面 也可以用雷剑杀了它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破 雷剑脱手而出 直接朝着那骷髅 旁边的宋无怠射了过去 虽然这个宋无怠 已经被迷失了心智 但是不杀掉它 我心里同样不敢 宋无怠 直接被雷剑刺穿 栽倒在骷髅身边 一个灵魂 突然从它的身体里面冒了出来 我冷笑一声说道 果然是可以通过控制魂魄 来控制身体 抬手又是一把雷剑射出 那被骷髅控制的灵魂 也直接散成空气 骷髅铁青着脸说道 你真的以为 凭你区区虚先圆满修为 可以杀得了我 不是是怎么知道 我黑黑一笑 抬手又聚集出了一把雷剑 猛地朝着骷髅射了过去 砰 雷剑打在骷髅身上 溅出无数花火 对那骷髅来说 虽然有些不痛不痒 但是它的情绪还是变了变 嘴里冷哼着说道 虽然我只是一个原神体 可也不是你一个 虚先蝼蚁可以杀的 是吗 我抬手一张 又是两把雷剑凝聚在手中 毫不犹豫地 朝着祭坛上面射了过去 瀑瀑 雷剑炸裂开来 骷髅依旧无所畏惧 我心中也很是无语 仅仅是一个原神体而已 居然这么难对付 别说是我 就算是那个赖无影 估计也不是这个 老骷髅的对手 我甚至都不敢想象 这老骷髅到底是什么 修为层次 至少要远远强于天线 难道它是非生仙界之后 犯了错又被锁在这个地方的 可是这封印用的神阵也不牢过 而且 它说它活了几万年 几万年是什么概念 人类出现文字文明 也不过七八千年而已 那个时候 人类文明还没有形成 这个老东西就已经在了 莫非它是远古大神 这不可能 远古大能 怎么会这副臭德行 这个老骷髅满嘴跑火车 它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当真 随便弄出一座坟墓 就想让我帮它破封印 也太阴险了点 扑扑扑 一道又一道雷剑 轰在了在那个骷髅 一个小时候之后 我已经有些疲惫了 而那个骷髅 虽然有些受伤了 但只是轻伤 并无大碍 想杀我 累死你个蝼蚁 老骷髅冷哼一声 我同样冷哼一声 抬手挥出十多个 装满线元丹的玉瓶 抓起其中一个说道 你没有丹药 没有线元气支持 老子看你能坚持多久 哦 不对 你只是一个元神 有丹药 也没什么卵用 一道又一道的雷剑 轰在老骷髅身上 一天后 老骷髅终于有些受不了了 他抬手说 算我输 我们做笔交易如何 这一天的攻击 把我也累得够呛 不过我根本就不会放弃 这个老骷髅不杀掉 等这个神阵失效了 到时候 华夏还不乱套了 他的修为没有被压制 必定有什么通天的手段 什么交易 我皱了皱眉头 也停了下来 不是因为我想停 而是因为我想要 休息恢复一下 你帮我轰开外面 那已经残破的锁神阵 我给你几件仙器 你放心 锁神阵被你轰开之后 我还不能拿你怎么样 这个祭坛有封印 我要挣脱这个封印 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 老骷髅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弄死你之后 你的东西不还 都是我的 我不屑地说道 老骷髅哼了一声说道 你杀了 我能弄到我的东西 我空间里面的静置 哪怕是天仙也打不开 何况你一个虚仙蝼蚁 你能给我什么 我先考虑考虑 我心里清楚 老骷髅绝对不会这么好说话 还不如先炸几件东西来的实在 老骷髅抬手一带 一个厚重的龟背模样的盾牌 出现在他面前 玄武盾 极品仙器 里面加入了神兽玄武的 几滴血液和少量的贝壳 比你那个垃圾盾牌 要好上无数倍 看到这个盾牌 看得我内心一阵狂喜 有了这个东西 当初就算是被赖无影追杀 我也能挡住一二 不至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你的命就只值一块盾牌 即使心中无比激动 但是我的语气还是很淡然 碰 一个玉剪掉在地上 老骷髅骄傲地说道 风盾术 神级技法 这东西是逃跑力气 能够划风盾走 哪怕是顶尖的天仙强者 也追不上你 你作为天命之子 仇敌应该不少吧 有了风盾术 可以救你无数次 我心中再次被震惊到 神级技法 那可是仙界才会有的 在伟仙域都没有出现过神级技法 有了这两样东西 哪怕是被伟仙成的天仙强者追杀 我也可以从容走掉 不得不说 这个老骷髅眼光毒辣 他很清楚 我想要什么 这些东西 好像很一般啊 我口是心非地说道 心里恨不得拼了命过去 把这东西抢过来 老骷髅语气有些生气了 嘴里说道 一般 你小子贪念太重 除了天命玉和你手中的天命刀 你拿出比这好的东西 来给我看看 嗯 确实很一般 还不够换你一条命的 我假装无所谓地说道 老骷髅冷哼一声说道 不要拉倒 老夫不用你帮忙了 我黑黑一笑 吞下两枚仙元丹 抬手又是一把雷剑 聚集在手里 嘴里说道 现在可不是帮不帮忙的问题 而是我杀不杀你的问题 你要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这个老骷髅 可以拿出他的东西 却无法寄出来使用 但是我心里清楚 他是有一种可以控制魂魄的手段的 这种手段 我不能不防 停 要如何你才可以不杀我 老骷髅似乎知道 我不杀他是不会走的 哪怕是杀他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我也不会放弃 其实他想的有点多了 我还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杀他 你刚才拿出来的两样东西我要了 还有 和我签订单方面的元神契约 我黑黑一笑 奸诈地说道 不可能 老骷髅直接拒绝道 什么是单方面的元神契约 那可是将生命交到另外一个人手中 把他的本命元神绑定到我身上 我死他同样得死 而他死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我遗憾地射出手中雷剑 直接在他身上炸裂开来 随后又聚集起一把雷剑 嘴里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不商量了 只能劈死你了 你等等 我同意了 老骷髅更加无奈地说道 他现在是没有任何办法 但凡有一点点办法 他肯定不会同意我的要求 早这样 就不用浪费彼此时间了 我手一松 雷剑顿时消散在空气之中 如果我没有融合雷元 用纯粹的仙元攻击这个老骷髅 估计几年都伤不到他皮毛 老骷髅极不情愿地丢出一缕契约元神 我抬手接住 直接在上面落下了我的仙元印记 然后吸收进了丹田之中 丹田之中那一缕元神虚浮起来 只要我愿意 我甚至只要动动意念 就可以让这个老骷髅彻底陨落 单方面的元神契约签订完毕 咚咚咚 玄武盾和风盾术的预检 被老骷髅丢了过来 他嘴里说道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还不想死那么早 这两样东西给你 你多一个保命手段 我也多一份安全 谢了 老骷髅 我抬手一勾 两样东西落在我手中 心中的开心根本就抑制不住 哎 还有 那座坟墓你也拿走吧 老骷髅说这话的时候 明显有一种肉疼的感觉 似乎这东西和他的命 一样重要一般 我皱了皱眉头破口大骂道 你嘛 你还和老子提这座坟 老子要你这座破坟 有个卵用 你到现在还想赢我 老骷髅此时万般无奈地说道 白痴 你以为我司徒空 为什么会被封印在这个鬼地方 还不就是为了这座阴坟 当初诸神大战盾出来的宝物 后面引起各方大能的争夺 我运气好得到了它 还没有来得及练化 就被其他大能 联手封印在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为了这座坟 而被困在这个地方 我收起了手中的雷剑 有些疑惑地问道 司徒空叹了口气说道 这座坟 可是混沌初开始的遗留宝物 你以为这只是 一座坟那么简单吗 那还能有多复杂 难道这鹰坟里面 有爵士珍宝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哼 再好的爵士珍宝算个屁 就算你的天命玉和天命刀 和这座坟比起来 也是垃圾 司徒空直接说道 我冷哼一声 无语地说道 也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 这座坟是一方世界 司徒空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话把我吓了一跳 一方世界 你这是在逗我 我惊讶地问道 司徒空说道 绝对不是在逗你 你听说过盘古大神吗 我皱眉问道 这份是和盘古大神有关 司徒空说道 盘古大神花了 一万八千年开天辟地之后 他的寿命也走到了尽头 但在临死前 他运用最后的神力 创造了世界万物 呼出地气成了风和云 声音成了雷霆 左眼变成太阳 右眼变成月亮 四肢五体 变成大地的四极 和五方的明山 血液变成江河 经脉变成道路 肌肤变成田土 头发和秩序 变成天上的星星 皮肤上的毛变成草和树木 牙齿和骨头 变成金属的矿物和岩石 骨髓变成珍珠和美玉 流的汗变成雨 其惊魂则化为神灵 打住 少和我讲这些神话故事 真假我不去评论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座坟 我直接打断了 越讲越起劲的司徒空 司徒空白了我眼说道 其实真假我也不知道 不过这座坟原本的主人 确实就是盘古大神 他有开天辟地之能 死后葬在坟中 身体腐化之后 在坟中形成了一方世界 这也是三界争相争夺的混沌宝物 虽然这个世界的五行还不全 但是里面所蕴含的混沌气息 却是修炼至宝 在这里面修炼 等等 司徒空 你说 在这坟墓里面修炼 我惊讶地问道 司徒空点点头说道 是的 我说过了 这坟墓是一方世界 如果你可以炼化它 就是你的世界 你可以随意进出 而且 它对你认主之后 会保留你的生机 就算你在外面陨落了 它也会收回 你的尸体顿走 并且保住你的原神 此时的我已经被惊讶地 说不出话来 这个东西 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 我的天命欲 可以在梦境的时候进入 这已经很离奇了 现在来了这么一座 可以形成一方世界的阴坟 我的世界观 已经彻底坍塌 如果真的如司徒空所说 那这个东西 也太过于逆天了 怪不得会引起各方大能的争夺 这座坟墓归你 你绕我一命 司徒空很有信心地说道 我摇了摇头说道 你主意打得很好 这东西这么珍贵 你给我不是想要害死我吗 你修为如此高深 都保不住 我一个小小的虚仙 可以保住这个东西 你抓紧时间练化它 我不说 你不说 能有谁知道 只有这座坟给你了 我的安全才有保障 司徒空无奈地说道 我点点头 寄出长刀 滚滚仙缘流动 一刀又一刀地轰在了个锁神阵上面 现在的我就算走到老骷髅身体 它也不会杀我 锁神阵毕竟神阵 虽然已经很残破不堪了 但我还是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 才把它轰开 而且还是在司徒空的指点下 你的封印我帮得上忙吗 轰开锁神阵之后 我走到司徒空的身边问道 司徒空摇了摇头 你的阵道水平不错 而且实力也很强 不过这封印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我被关在这里几百年 身上的神阵石早就耗尽了 靠我自己去挣脱 还需要十年时间 仙阵石行不行 我抬手挥出十几万上品仙阵石 这个司徒空实力具强悍 如果他能早点脱困 对我来说并无坏处 哼哼 还挺富有的 不过就这么点也太少了司徒空淡淡地说道 再次抬手 挥出百万上品仙阵石 我嘴里有些无语地说道 够不够 差不多 虽然都是一些垃圾玩意 剩在数量够多 有了这些 我能在最快的时间里面冲破封印 司徒空欣喜地说道 我有些无语 心里暗骂这个老骷髅 这还是垃圾玩意 我对问天宫都没这么大方 我拿出几枚生机单 给周师弟他们一人喂了一枚 然后说道 冲破封印之后 不许在华夏作恶 在这种低级界面作恶 我还真没什么兴趣 冲破封印是有代价的 我的修为会被压制到全无 我需要时间来恢复修为 就连雷杰也要重新经历 仙界的那帮王八蛋 联手把老夫封印在这里 我得一一去拜访拜访才行 司徒空恨恨地说道 这个司徒空果然是来自于仙界 不过这些事情我也不感兴趣 我只是问道 那你现在冲开封印 需要多少时间 不知道 或许几天 或许十几天 或许一个月 或者几个月 司徒空说道 随后皱了皱眉头问道 你不会是 想要给你做打手吧 没那个意思 你要重新恢复修为 需要多久 我继续问道 司徒空说道 恢复修为一天就够了 只是镀几个雷杰 需要花点时间 哦 那你忙吧 我先走了 再提醒你一句 如果在华夏作恶 行了行了 活不妈妈的 你给老夫好好活着便是 司徒空摆了百甘枯的手 收敛气息 开始运功 准备冲击封印 沈长老 他 说话间 周师弟几人先后醒了过来 对着我躬身湿了一里 我摆了摆手说道 没事了 你们先走吧 在外面等我 周师弟几人走了之后 我抬手抓出数十枚镇齐 一边布置镇齐 一边说道 司徒空 我帮你布置一个防御先镇 和隐匿镇法 你安心在这里面恢复吧 嗯 你快走吧 磨磨叽叽的 烦死了 司徒空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没有理他 布置完镇法之后 也离开了这里 我追上周师弟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走到了那大洞下面 这些人都是那单层次的高手 十几米的距离 借力几次就跳了上去 我在那个洞口 再布置了一个隐匿镇法 就算有人进入了幻镇 也发现不了这个山洞 周师弟七人告别了我 准备坐船回去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决定先回去尾仙域 要回尾仙域 只能借助海内十周的传送镇 如果是在之前 传送镇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海内十周的繁仙兜 被我送回了伟仙域 我没有死的消息 估计已经人尽皆知了 他们肯定会守住传送镇的 可是去伟仙域 似乎只有这一条路 看来还得花时间练化了玄武盾 然后再把封顿术学会 这样出了 传送镇我才有机会逃跑 我心里也很清楚 玄武盾这种极品仙器 根本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练化的 但是我不能在华夏练化 这里的时间 我浪费不起 在海内十周 做这两件事情 是最合适的 想到这里 我立刻寄出了飞舰 他们停船的地方传了过来 我意念扫了出去 脚下一转 直接飞顿了过去 在百米开外的海面上 突然多出了一艘炮舰 炮头正对着周师弟众人 其中有一艘船 已经被轰成了碎渣 周师弟几人身上也带着轻伤 浑身都湿透了 百分号与人民币新号百分号 炮艇上讲着听不懂的话语 一看这些人就不是华夏的 我皱了皱眉头 看着领祖的一名成员问道 这是哪国的人 怎么在我们的南海转来转去的 飞国的这里已经靠近飞国了 不过还没有进入他们的领海 领祖的人回答道 没进入他们的领海 他们就开炮 我皱了皱眉头 领祖的人点点头说道 这些龟孙子一直说 南海是他们 很不要脸 南海是他们的 观音菩萨答应了吗 我轻轻握了一下拳头 再次问道 你确认没有进入他们的领海 领祖的人点点头说道 绝对没有 他们对我们开炮 估计以为我们是华夏的渔民 他们的意思是 我们非法入境 要我们束手就擒 那为什么要开炮 我再次问道 说是警告 其实我们都没动 要不是周师兄发现得快 估计我们已经中炮了 那名领祖的弟子说道 他妈的 我去掀了那破船 周师弟说着 浑身气势暴涨 反手抓出背后的武器 准备直接去干掉那艘炮舰 我摆了摆手说道 你就别去了 你们中人不掺和世俗的事情 这是规矩 那就这么算了 周师弟气呼呼地说道 我抬手抓出长刀嘴里说道 当然不会算了 你们我可是正宗的华夏公民 有身份证的 哄 一到十几丈的刀芒轰了出去 那炮舰直接被切成两半 好强 众人呆呆地看着被切开的炮舰 我收起长刀说道 你们快回去吧 如果再有飞国的人 在我们的南海拦截你们 不用客气 是 众人抱了抱拳 转身钻进了剩下的那条船 朝着北面飞快地驶去 半个小时之后 我来到了梅里雪山的传送阵处 这里的传送阵被我封住 我是不想让海内十周的人来滑下 现在我要过去 自然要撤掉这个封印 撤掉这个封印 会出现一些不可掌控的状况 所以 我花了将近一个时辰 在阵法出口外面 布置了一个六级仙困阵 这样一来 就算有海内十周的人来到这里 也会被困阵困住 六级仙困阵 海内十周还没有人可以破开 除非那里 也有像司徒空那种仙界大能 不过这种仙界大能 谁又会去华夏呢 至少也要从伟仙玉 回到仙界才是 走进时间阵门 下一刻 我便出现在了 营州仙师府的仙草园里面 这里已经有人在看守了 我在华夏待了差不多四天时间 海内十周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拜见沈前辈 看守的人见到我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躬身一失礼 嗯 你是在等我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是的 凯辅主安排了我们轮番在这里守候 为的就是等沈前辈过来 那弟子尊敬地说道 多谢了 我意念扫了出去 很快再找到了凯玉的位置 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凯玉此时已经住进了原本张道丁的辅助府 看来他已经搞定了那个司马子墨 成功地掌控了营州仙师府 不过此时的他状况并不好 好像受了很重的内伤 前辈 直到我出现在凯玉面前 凯玉才发现我的到来 你是怎么回事 我皱了皱眉头问道 凯玉叹了口气说道 前辈有人想要用传送阵去华夏 晚辈不同意 就被打伤 在海内十周 还有人可以在仙师府打伤你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凯玉小声地说道 虽然那人修为不如我 但是那人和前辈有很间接的关系 晚辈不敢还手 是谁 我冷声问道 海内十周不能去华夏的规矩 是我定下的 和我熟悉的人不会这样做 事实上 我在海内十周认识的人并不多 那些凡仙已经被送走了 剩下的人 我很少认识 是李子奈 凯玉说道 他是什么人 我心中更是疑惑 根本就想不起来 我认识这样一个人 凤玲宗的宗主 我眼神一冷 凤玲宗不是成康接管了吗 怎么这个李子奈变成了宗主 李子奈原本是凤玲宗一名长老的儿子 后面和前辈宁妻子的妹妹 穆小夕情投意合结为道理 仗着这一层关系 她当上了凤玲宗的宗主 并且耍计谋 用毒酒废掉了陈康师弟的修为 陈康师弟下落不明 她还通告海内十周不允许任何宗门 接击陈康师弟 凯玉脸色沉重地说道 我没有去解释穆小夕和我的关系 只是冷声问道 那李子奈现在何处 五天前 她打伤我之后 进入了传送阵 可是传送阵的那一端 已经被封印了 她此时应该回到凤玲宗了 凯玉如实回答道 我取出一枚疗伤仙丹 交给凯玉说道 想要进入传送阵的人 你不用去阻拦了 外面被我布置了六级仙困阵 如果想要找死 尽管过去就是 是 前辈 凯玉接过丹药抱了抱拳 我点点头 转身走出了凯玉的卧房 祭出飞剑 直接冲向了凤玲宗 凤玲宗的宗主府中 穆小夕和一名 只有那单层次初期的 英俊男子 正在舞剑 看上去珠连碧盒 不过这个英俊男子的眼神 却很是恍惚 她的心思 却完全不在舞剑上面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英俊男子 应该就是那个李子奈了 背上的武器很熟悉 之前我送给陈康的 一把极品真器 小夕妹妹 不如我们即刻成婚 尽早一起双休如何 李子奈一边舞剑一边说道 赢慧的眼神 不断地扫着穆小夕那发育 并不完全的身体 穆小夕摇了摇头说道 紫奈哥哥 我还没有成年 可以再等两年吗 不 只要真心相爱 年龄不是问题 更何况我们情投意合 双休之后 对我们的修炼也很有帮助 你知道我现在 虽然是凤灵宗的宗主 可是我的修为尚浅 还有很多人不服我 他们对我毕恭毕敬 只是因为你姐夫的威势而已 李子奈假装落寞地说道 紫奈哥哥 你先把我给你的仙缘石用完 用完之后 我再把我的给你 穆小夕安慰着说道 李子奈居然好不要脸地说道 嗯 好 小夕妹妹 还剩下多少仙缘石 她只给了我一千仙缘石 难道我分给紫奈哥哥的 五百用完了吗 穆小夕有些疑惑地问道 李子奈回答道 嗯 是的 凤灵宗很多人不服我 都需要去打点关系 作为凤灵宗的宗主 你不是凤灵宗的宗主 不等李子奈说完 我已经落在了她身边 抬手一巴掌 就把她拍飞十数米 重重地撞在一根巨大的柱子上面 李穆小夕顿时暴怒一声 二话没说 手中的长剑 就朝着我劈了过来 长剑在我脑门处 十公分的地方停了下来 是穆小夕自己停下来的 我没有去阻止她 以她的修为 就算让她这一刀劈下来 她也伤不了我 是你 穆小夕收回了长剑 眼神冷漠地说道 你为何要打我紫奈哥哥 大胆狂徒 我是凤灵宗宗主 你居然敢对我无礼 李子奈喷出几口血 李子奈我之前从来没见过 她应该也没有见过 要不然不会认不出来我 子奈哥哥 她就是沈旺 穆小夕快步走到李子奈身边扶起她 我那一巴掌并没有用多大力 要不然她早就被拍死了 留着她 我还要找回陈康的 还有一个是因为穆小夕的原因 二姐夫 李子奈一把推开了穆小夕 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 殷勤地说道 我代表凤灵宗欢迎姐夫到来 穆小夕被李子奈那一推 直接摔倒在地上 她像中恶魔一样爬了起来 走到李子奈身边扶着她 嘴里紧张地问道 子奈哥哥 你没事吧 我不是你的姐夫 你也不是凤灵宗的宗主 陈康去哪里了 我冷冷地说道 这个李子奈还是个愣头青 行为举止都极其的幼稚 她对穆小夕的感情 纯粹地只是利用 刚才那无一的一推 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李子奈赶紧说道 姐夫 陈康已经背叛了迎周宗 她不时抬举 你放心 我会比她把凤灵宗管理得更好 滚 我一脚踹在了李子奈的丹田上面 刚刚凝聚好的内丹 在我仙缘的撕裂下 直接破碎 如果不是看在穆小木的面子上 我会直接杀了她 你毁了她的内丹 穆小夕横恨地盯着我 咬牙切齿地说道 看在你姐姐的份上 我给你个面子 穆小夕你听好了 我省望欠你姐姐许多 我一直在弥补 但是我并没有欠你穆小夕任何 你不用一直对我怒目相对 我叫你来凤灵宗修炼 而不是叫你来给陈康添乱的 你看你找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双修 你才多大 我转头对着穆小夕冷冷地说道 穆小夕大吼一声说道 我不用你管 你算什么人 没有你我父母会死吗 我姐姐救了你的命 你却害死我父母 还差点害死我们姐妹两个 你又是什么样的人 穆小夕的话 说得我有些哑然 她说的确实都是事实 从某种程度来说 穆家确实是被我牵连了 如果当初穆小木没有救我 或许穆家的父母不会死 不过穆小木却要遭殃了 人死不能复生 我也不想你父母出世 我再多地忏悔也是多于 事者一意 生者如私 我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而不是被一个人渣玩弄 就算你愿意 也不要借着我的名义 来耀武扬威 我淡淡地说道 你废了我的子奈哥哥 你叫我如何快乐 穆小夕眼眶禽着泪水 我摇了摇头 走到李子奈身边 一巴掌拍在她的额头上 嘴里问道 你真心喜欢穆小夕 目光呆滞的李子奈摇了摇头说道 不 我只是在利用她 她认识省望 可以借威 而且身上还有大量的仙缘识 一点真情都没有 我继续问道 穆小夕此事已经泪如雨下 紧张地看着李子奈 内心似乎在期待李子奈 对她有一点真情 这种期待 在我看来有点可笑 利用完了之后 自然是丢掉 没有价值的人 留着没有任何作用 何况她还是明没有发育 完全的女子李子奈 毫不留情地说道 穆小夕听完之后 直接坐在了地上 她似乎接受不了这种现实 我看了看穆小夕 这种情斗触开少女的感情 往往是盲目的 盲目到没有任何的判断力 不过 这也是成长的过程和代价 我继续问道 陈康去了哪里 陈康的事情 是我父亲处理的 我并不知情 李子奈说道 我把从李子奈的头顶 拿开 意念扫了出去 准备找一下那个李长老的 府邸在哪里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名内单层次 大圆满的黑发老者 朝着宗主府急速走了过来 看到老者的长相 和李子奈稍微有些相似 应该就是那个李子奈的父亲了 身后还跟着两名弟子 既然来了 也省得我去找他了 那儿 出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你的神魂牌 那李长老还没进来 就直接喊道 不过话没喊完就看到了我 这长老之前见过 他是认识的我的 前辈 李长老看到我之后 脸色大变 顿时就跪在了地上 陈康呢 我冷冷地问道 李长老赶紧说道 陈康 不 陈宗主就在我府中做客 带路 是是 前辈 李长老赶紧站起身来 甚至都不敢去看李子那一眼 急急忙忙地朝着李府走去 片刻之后 陈康被人抬了上来 此时的陈康 已经身中剧毒 嘴唇发紫 浑身的内气被毒素锁住 根本运转不起来 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不过这点毒对我来说 并没有多大难度 虽然我手上没有现成的解毒仙丹 但是我身上 却有炼制解毒仙丹的仙草药 我铁青着脸没有说话 从那屋带里面 挥出十几株不同的仙草药 然后寄出丹炉 开始炼制解毒丹 一个钟之后 一炉一击解毒仙丹 被我从丹炉里面拉了出来 全部都是特等解毒丹 给陈康服下之后 我坐在他身后 开始用仙缘辅助他解毒 一个时辰很快过去 陈康的毒素 在我和解毒丹的共同努力下 全部被逼出体外 由于我的先缘进化过陈康的经脉 他的实力更进一步 沈道友 有负所托 陈康惭愧 陈康好了之后 有些愧疚地说道 我叹了口气 抓出一把武器 丢给陈康说道 陈道友 你需要立威 在海内十周 没有人比你和我关系更加亲近 陈康点点头 握着武器 直接朝着李长老走了过去 我没有再停留 寄出飞剑 朝着凤陵州和巨窟州的交界位置 新加山的传颂阵飞去 这陈康应该知道 他该怎么做 新加山封顶 传颂阵依旧是我当初封印的样子 这里属于海内十周的境地 通常是不允许有人上来的 可是这次过来 却看到传颂阵外面 聚集了一些海内十周的修道者 而且这些修道者 似乎都懂一些正道 此刻正围着传颂阵 在研究着什么 我的一年落在了传颂阵上面 这才猛然发现 原本白光闪烁的传颂阵 此时已经变得暗淡无光 我的封印阵法依旧在 出现这样的情况 只能说明一点 在伪仙域那边的传颂阵 已经被封印 或者已经直接被毁掉了 伪仙域里面天仙很多 毁掉一个传颂阵 完全有可能 看到这个情况 我的心情顿时跌落到谷底 如果说那边的传颂阵被毁掉 我要如何去伪仙域 沈前辈在围观传颂阵的人 已经有个长发男子认出了我 走过来打了个招呼 我点点头问道 这位道友 这传颂阵出现这种情况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回前辈话 就在昨天出现的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特意过来看看 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那名长发男子说道 我摇头说道 没有可能修复了 除非那边的人主动解除封印 或者那边的人 把这个传颂阵重新建立起来 在这边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大家都散了吧 是 长发男子说着 转身就往山下走去 其他人自然也听到了我的对话 纷纷和我打了一声招呼 便朝着山下走去 新家山山顶 顿时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在传颂阵前处理良久 脑海里面把这件事情思索了一遍 也搞不明白 为什么伟先遇的人 要把传颂阵封印 难道是因为我把这边封印了 所以他们也把那边封印了 我在海内十周的事情 伟先城的那些宗门 应该已经知道了 他们肯定知道 我会回去 既然如此 他们要抓我 就更加不会封闭传颂阵 这样一封闭 难道 我默默地念出了这两个字 背后冒出一阵冷汗 莫非他们想要 趁我不在天发山的时候 再次组织人手去灭问天公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问天公就有些麻烦了 我有些着急 抬手撤掉了封印 在传颂阵上的封印阵法 我撤掉这边的阵法 那边肯定可以知道 如果他们不撤掉那边的封印的话 那通过传颂阵去伟先遇的计划 就已经落空了 我没有离开这个地方 而是在旁边的广场上 布置了一个隐秘阵法 然后又在传颂阵上 布置了一个触动阵法 只要有人从里面出来 我就可以第一时间感应到 如果那边的传颂阵恢复 我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做完这些之后 我钻进了隐秘阵法之中 第一时间挥出了 被我收进内物袋里面那座阴坟 这座阴坟宽两米多 长三米多 几乎占了我那物袋里面 三分之一的空间 收起阴坟简单 可是要炼化 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阴坟是诸神大战的遗留宝物 还是混沌宝物 想都不用想 以我现在的实力 根本就无法炼化它 之前听司徒空说 得到了这座阴坟的认主 就可以进入阴坟里面 借助混沌气息修炼 可是 我要怎么让它对我认主 意念附着在阴坟表层 这阴坟根本用意念扫不进去 如果想要强行把意念渗透进去 脑海之中 就会犹如翻江倒海一般难受 意念就会瞬间溃散 是实力太低了吗 我收回了意念 围着这座阴坟转了很久 它通体漆黑 看上去很是厚重 可是又给我一种 很漂浮不定的感觉 前面的墓碑上面 早就没有了那几个坑人的 天命之子神望的大字 像是一块无名墓碑 按照司徒空所说 这墓中埋葬的人是盘古大神 他的遗体 在墓中形成了一方世界 可是这一方世界 在他没有对我认主之前 我根本就使用不了 一道道狂暴的先缘 轰在了阴坟上面 毫无任何的反应 甚至连一丝丝刮痕都没有留下 这不是坑爹吗 半天后 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了 这阴坟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就好像一个刺猬一样 无从下嘴 我抬手收起了这座阴坟 抓出了那枚神级技法 封盾术的预检 大概的看了一下 我更是无语 这封盾术也不是那么好学的 没有个半年一年时间 根本就学不通透 最后 我拿出了玄武盾开始炼化 这玄武盾 虽然是极品仙器 但是里面的禁止 却已经被消磨掉了 而且是自然消磨的 出现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 之前炼化这个玄武盾的人 已经陨落很久了 没有意念地维持 静止就会慢慢消散 这也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 司徒空还没有炼化这个玄武盾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 把这个玄武盾看在眼里 就像我身上的那些极品真器一样 随便就可以拿出一把给其他人 这个老狐狸 我暗骂一句 司徒空小气 随后开始炼化这玄武盾 没有任何静止的 玄武盾炼化起来还算比较快的 仅仅是三天不到的时间 我便炼化了玄武盾 极品仙器的防御盾牌果然强悍 炼化之后就感觉到一种满满的安全感 我敢肯定 即使我现在只是虚仙圆满修为 就算被赖无影全力轰出一击攻击 玄武盾也可以帮我挡住 这三天时间里 传颂阵没有丝毫反应 我叹了口气 看来伪仙城的人 没打算在这个时候修复防御阵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越来越着急 虽然说问天宫有栏目 这个八级仙阵宗师在 时间久了也会出现意外 我其实可以稍加修炼 然后引来雷杰晋级到地仙 可是我担心 天伐山因为我的晋级 而再次提高天地规则 如果地仙进入天伐山之后 没有被压制 那问天宫铁定弯弯 此时的我没有任何的办法 不甘心地在传颂阵面前赚了许久 最后还是回到了隐匿阵法里面 准备闭关修炼风盾术 风盾术 比起盾空服这种东西来说 档次要高上太多了 总共分三层 第一层是随风而盾 只要有轻微的空气波动 我就可以借着这种空气波动盾走 不过这种盾走 会造成更大的波动在 很容易被敌人用意念捕捉到踪迹 第二层是划风而盾 同样也需要有风 在盾走的同时 划成一缕清风 混合在风中盾走 如果顺风盾走 就不会产生空间波动 但还是可以根据风的走向 判断出我盾走的位置 如果逆风盾走 那空间波动就会成倍地增加 第三层是无风而盾 这是大成的风盾术 即使无风也能盾走 而且不会产生任何的空气波动 这样的盾走 同样有缺点 那就是距离不会太远 以我现在虚先圆满的修为 施展一次无风而盾 最多盾出一千公里的距离 这个距离 刚好是天仙强者意念能扫到的距离 当然 如果晋级到地仙 那距离会远上很多呗 风盾术的悬傲 主要是借助风 风和雷一样 属于宇宙的构成元素 有了之前炼化雷源的经验 对我窥探风元素的奥秘 有着一些的帮助 可是风无影无形 而且没有波动规律 要彻底掌控 实际上比炼化雷源 要困难了数倍不止 一个月后 在我的脑海之中 渐渐形成了风元素掌控体系 感觉差不多了之后 我撤掉了隐秘阵法 这新家山山顶的风 一直很强劲 我开始借风摸索风盾术的第一层 随风而盾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在千百次的实践中 我渐渐掌握了随风而盾这门技法 神级技法虽然悬傲 但却不需要修为做基础 但是能够这么快地 掌握风盾术的第一层 和我炼化雷源 有着莫大的关系 换成普通人 或许一年时间 也不一定掌握风盾术的第一层 有的人 甚至一辈子都别想掌握 三个月时间过去 传颂阵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我没有再继续闭关 有了第一层风盾术 在伪仙玉 自保 应该不成问题了 现在这个传颂阵不能再用了 我只能回华夏 看能不能通过 道蒙宇文无悔的诗鬼 近地回到伪仙玉前仙深渊 虽然伪仙玉通明道危险 绝对不比伪仙成小 但是现在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站起身稍微收拾了一下 我再次封印了这个传颂阵 然后寄出飞剑 准备去迎州仙师府回华夏 飞剑一路飞行 脚下风景飞速后退 在刚要离开凤灵宗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处山峰上面 凝聚着一片乌云 乌云之中 隐隐有电闪雷鸣 我心中清楚 这是有人在杜劫 海内十周的雷劫 被我释放之后 大家都可以随处杜劫了 根本就不需要名额限制 所以杜劫飞升伪仙玉的人 也越来越多 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我感受到的杜劫修道者 就有不下三个 而这次我停了下来 因为我发现 杜劫的人我认识 居然是墨玉 之前我那单层次的时候 借着顿空服 从仙师府顿走 当时浑身内气被抽空 毫无任何反抗能力的时候 碰到了墨玉和他两个师妹 被黑风寨的强盗追杀 还把我卷入了那次事件 当时他的修为 还只是胎息巅峰 连内单层次都没有 现在居然已经是内单层次大圆满了 这修炼速度 还真是不一般 我的意念扫了进去 这才发现 雷劫中的墨玉有些吃力 似乎才落下来的第二波雷劫 他就已经受伤很严重了 周身道运气息无比紊乱 这样下去 第三波雷劫 他都抗不过去 墨玉明显犯下了 没有稳定修为 就去杜劫的错 很多事情都是欲速则不达 他的修炼功法 根本不适合这么快杜劫飞升 哪个内单大圆满的修道者 不是经过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沉淀 才敢引来雷劫的 红隆隆 第三波雷劫已经在凝聚了 雷劫下面的墨玉 脸色惨白 正正地看着头顶凝聚出来的雷源 有些灰心 他甚至感觉到了绝望 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帮他一把 线源驱动之下 飞剑在朝着墨玉杜劫的山顶 冲了过去 墨玉 别灰心 你可以的 只是眨眼之间 我便落在了墨玉身边 抬手抓出一块极品蒸汽盾牌 现在 他已经没有时间练花了 不过就算用手举着 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强 与此同手 我抬手一意洒 百枚上品仙原石落在了他身边 浓郁的仙原气 让他精神一震 前辈 墨玉看到我之后 欣喜的结果 那块盾牌 一枚丹药落在他嘴里 我说道 赶紧准备 第三波雷杰很快下来 墨玉点点头 赶紧开始运转攻法 头顶的雷源 突兀的多出了一倍 多出来的那一倍 明显是对付我的 我已经是虚线圆满 区区的繁线雷杰 我还没有必要放在眼中 而且这个墨玉的修炼攻法一般 雷杰也更是一般 咔咔咔 竖刀到雷电劈落下来 我连盾牌都懒得寄出 直接站在原地不动 这种强度的雷杰 连练体的效果都没有 墨玉却不敢大意 他自己的雷杰 需要他去抵抗 我不能帮他拦住他的雷杰 否则 他会因为心魔入侵 走火入魔 哼 极品真气盾牌 被雷杰烘开 墨玉同时也喷出几口鲜血 被盾牌带了出去 这样比起他徒手抵抗 雷杰要好了很多 虽然他的伤势 更加的严重了 但也算挡住了第三波雷杰 杜杰最重要的是 稳住心神 不要有丝毫的放松 而且对自己要有信心 哪怕没有把握 也要告诉自己一定能行 还有 注意在第四波雷杰的时候 领悟领域 这对你很重要 我提醒到 墨玉点了点头 立刻坐在了地上 开始运转功法恢复 我抬头看了看头顶的乌云 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 不知道这雷杰 能不能把我卷到尾仙域去 如果真的可以这样 那倒是给我省心了 想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 之前我有帮助灵月挡过雷杰 可是灵月的雷杰 和墨玉的不一样 灵月的雷杰等级要高太多了 它和我都是胎息层次就出现雷杰 不知道这个等级这么低的雷杰 能不能把我一起卷上去 我立刻精神起来 第四波雷杰 马上就要落下来了 看墨玉的样子 很有可能扛不住这第四波雷杰 现在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第四波雷杰 我必然要帮它挡住一部分 至少不让它被雷杰轰杀 以我现在的时候 就算它渡截失败 我也可以保住它 不被雷杰轰杀 和不被心魔入侵 咔咔咔 第四波雷杰落了下来 我依旧站在原地不动 因为我不能靠近它 一旦靠近 它也会被劈向我的雷杰波及 在雷杰落下来的那一刻 我突然挤出长刀 抬手就是一刀 刀芒轰了出去 挡住了其中一半的雷弧 剩下的一半 墨玉应该是可以挡住的 与此同时 我的意念落在了墨玉身上 如果它一旦出现心魔入侵的情况 我会第一时间帮它压制住心魔 碰 墨玉被轰出数十米远 不过它此时的情况还算良好 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虽然现在已经变得血肉模糊 但是我之前给它的那枚仙丹 正在努力地治愈着它的伤势 阿墨玉突然大吼一声 意念之中 它的双眼开始冲雪 慢慢变成了红色 我一个闪身来到它面前 抬手打出几道炫耀的手绝 帮它压制住它自己的心魔 墨玉痛苦地挣扎着 我的领域死死地束缚住了它 几道仙缘从它的天灵盖处灌了进去 慢慢压制住了它的心魔 它眼睛中的红色慢慢退去 直接晕厥了过去 稍微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等到飞声响云落下 我叹了口气 看来算是失败了 看着墨玉心魔退去 却已经昏迷了的墨玉 我站起身来 看着头顶那渐渐开始消散的乌云 我无奈地祭出了飞剑 前辈 我渡劫成功了 墨玉突然睁开了眼睛 充满欣喜的问道 我正准备摇头 突然感受到了一道极强的束缚力 落了下来 我心中一喜 看来墨玉没死 也没有被心魔入侵 雷杰自动认为他渡劫成功了 嗯 成功了 我赶紧收起飞剑 吞下一枚易容丹 把修为隐匿在了凡仙出气 我放松心神说道 马上要飞升了 你做好准备 好 墨玉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可惜的是他受伤太重 一道疗伤祥云落在了他身上 他的伤势顿时全部消失不见 雷杰的束缚力越来越收紧 和上次帮灵月抵挡雷杰一样 这个雷杰同样想要把我卷走 片刻之后 雷杰带起 我和墨玉升空而起 大脑顿时陷入一片混沌状态 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也感受不到 不一会儿 双脚落在实处 一种更加高级的天地规则 被我感觉到 这很明显是伪仙玉的天地规则 我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 刚刚睁开眼睛 突然就感觉到 几道强悍的意念 落在了我的身上 咦 同时来两个 你们两个过来 说话的是那个陆福明 很凑巧 不过和之前不一样的是 他的旁边多了个凉亭 凉亭里面坐着四个人 落在我身上的那些意念 就是这几个人发出来的 这四个人 有两个地仙后期 一个地仙中期 一个天仙初期 这四个人 我一个都没有见过 不过他们身上的着装却很熟悉 一个来自城主府 另外三个人 来自伪仙城的不同的宗门 等等 你到这边来 那个天仙初期 伸手指了之我说道 我易容啊 而且修为 也隐匿到了凡仙初期 仓促之下 他们并没有认出我来 不过我心里也很清楚 只要再给他们多几秒时间 不管是我的易容手段 还是隐匿手段 马上就会被那个天仙初期给识破 这四个人很是谨慎 那个天仙初期的话一说完 感受到他们四个人的领域 同时伸展过来 我哪里还敢多想 意念一动 领域同时延伸出来 抓起身边的墨浴 一个风盾树 就朝着天伐山方向 盾出千米 如果只是地蒙在我肩膀上面 那还好说 只需要一个风盾树 我就能够盾入天伐山 可是带着一个墨浴 那盾出的距离 立刻就短了很多 墨浴和我一起上来 如果此时留下他 他肯定是有死无生 就是他 天仙初期大叫一声 抬手发出数道仙缘传讯 四个人猛地朝着 我追了过来 我在原地喘了几口粗气 抓起墨浴 再次盾出千米之远 哈哈 蝼蚁哪里跑 在通往天伐山的荒地上面 吐得再次多出两个天仙初期 看服装 却是黑雷踪的人 两道斧芒 卷起狂暴无比的仙缘威势 朝着我劈了下来 天仙强者高出我两个层次 这斧芒一下来 瞬间就劈碎了我的虚仙领域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 祭出了玄武盾 玄武盾一出来就扩大十几倍 把我和墨浴笼罩在下面 轰轰 两道狂暴的仙缘 轰在玄武盾上面 我的脑海一阵生疼 张嘴逼出一口精血 如果在平时 我或许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在我连续施展了两次封盾树之后 仙缘消耗得有些大 挡住这两道攻击 想要再顿走 就必须燃烧精血 那是仙妾 其中一名天仙初期惊讶的教导 我没有停留 再次一个封盾树 抓起墨浴消失在原地 在我消失的那一刻 身后四道仙缘攻击 轰在了我的残影上面 一个封盾树 落在了阻挡在我前面 那两个天仙的后面 它们猛地转过身来 领域飞速地席卷过来 破 我再次逼出一口精血 朝着天伐山的方向 再次顿出千米 落地之后 我毫不犹豫地寄出飞剑 猛地朝着天伐山冲了进去 老蚁想跑 身后的三个天仙初期 汇集到一处 快速地寄出飞剑 朝着我追了过来 前前辈怎么回事 此时的墨浴脸色惨白 一个是因为吓的 还有一个是因为我 带着它施展封盾树 被封元素给撕扯的 逃进那座山 我们就安全了 我丢下一句话 意念扫了出去 这三个天仙在后面穷追不舍 更远处 还有三个地仙强者 而且我清楚地看到 这三个天仙 其中有一个 再次发出了一道仙元传讯 莫非前面还有人阻挡 我抓出两枚仙元丹吞了下去 领域再次被我寄了出来 时刻准备着施展封盾树 呼 一道足足有数十丈的剑芒 从天而降 我心中一沉 果然还有人在前面阻结 看着实力 又是一名天仙强者 我现在虚仙圆满 对付地仙我底气十足 但是对于天仙来说 我还真的只能被动挨打 啪 剑芒还没有接触到 我头顶的玄武盾 我们就消失在了千米之外 狂暴的剑芒撕裂开地面 留下了一道 足足有一米多深的沟壑 我全力逃跑 甚至都不能分神 去看那个人究竟是谁 我只要多停留一秒 那就只能束手就擒 要同时对抗四个天仙强者 我没有任何机会 盾出千米之后 我全力朝着天伐山飞去 仙元滚滚 飞剑带起再一道残影 迅速冲进了天伐山 进了天伐山之后 我脸色惨白地松了口气 抬手擦了擦头上的汗珠 和嘴角的血迹 嘴里说道 这里要安全一些了 来者何人 速速停下 一个熟悉声音从下面传来 我低头一看 是问天公的人 为首的是那个张子泰 在他的身边 还有十几个虚仙修为的 问天公弟子 我停了下来 伸手抹掉脸上的易容 天伐山的修为 会被压制到虚仙 如果那四个天仙初期要追进来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不怕他们 沈大哥 原来真的是你 张子泰兴奋地说道 我的意念落在了后面 还在追我们的四个天仙身上 他们的意念 也扫到了我们这里 有四个跟屁虫 一起灭杀他们 我收起飞剑 直接落了下去 抬手抓出了长刀 我一下令 问天公的十几人 纷纷祭出了武器 冷冷地看着那四个 越来越近的天仙初期 浑身气势不断地攀升 杀了他们 张子泰大吼一声 扬起手中的武器 带着十几个人 直接冲了过去 那四个天仙 停在了百米开外的地方 他们自知此战不利 并没有先动手 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 转身就退出了天法山 别追了 我摆了摆手 再次吞下 两枚仙元丹 追出去就是个死 完全没有必要 张子泰 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 我话音未落 他就一摆手停了下来 然后回到了我身边 沈大哥 你没事吧 张子泰此时 似乎成熟了好多 我摇头说道 没事 差点就回不来了 问天宫还好吧 按照伪仙玉的时间规则来算 我离开这里 也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了 客观的来说 是司徒空救了我一命 如果我 没有玄武盾和风盾术 此刻早就陨落了 四个天仙和三个地仙来围杀我 哪怕手段进出 我也没有半点机会逃跑 嗯 还挺好的 天地规则提高之后 又有很多修炼资源 很多人都 晋级到了虚线 张子泰回答道 我点点头问道 伪仙城没有组织过进攻行动 有 半年前有过一次 那一战双方都损失惨重 在灵月公主的带领下 又有姐姐的高级护震 问天宫勉强挡了下来 问天宫陨落近千人 伪仙城也死了差不多五百人 张子泰叹了口气说道 我点点头说道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灵月公主说 看好飞升落点的位置 你可能会从这里过来 还有就是 如果有其他刚刚飞升上来的人 想要进入天伐山 我们也可以帮衬一下 另外就是观察一下 天伐山外围的动向 看看伪仙玉是不是还要搞事 张子泰说道 好 多谢了 我先回问天宫 我说着 带着墨玉踏上飞剑 直接朝着问天宫的位置 冲了过去 此时的问天宫 比起之前来气势更为恢弘 万寿山和九封山 全部整合在一处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山群 大大小小的山峰数百座 这些山峰 被一个八级的护宫仙镇包裹住 从外面看 鲜雾缭绕 美不胜收 一座宽达几百米的巨大宫门 处立在山下 问天宫三个金色的大字 悬浮在宫门上面 看上去栩栩如生 似乎有生命一般 哈哈 神望 你小子可算回来了 洛桑爽朗的声音 从宫外传了过来 看他身上的装束非常的凌乱 身上还带着一些轻伤 盗运气息也有些不稳 显然是刚刚打斗过 我抱了抱拳笑了笑说道 洛殿主别来无恙 怎么弄得如此狼狈 洛桑黑黑一笑说道 别提了 出去外面找点材料 碰上几个伪仙城的地仙初七 大战了一场才逃回来的 厉害 几个地仙都留不住你 我笑着说道 唉 不说这个了 先回去吧 洛桑说着 转头问向宫门口处的指手弟子 公主回来没有 回洛殿主 公主至今未归 那名指手弟子 恭恭敬敬地说道 我皱了皱眉头问道 公主去哪了 外出闭关 洛桑说道 去多久了 我再次问道 洛桑说道 快半年了吧 他说要冲击天仙 等地仙圆满之后就回来 然后修为沉淀之后 再找地方渡劫 半年了 在外面闭关安全吗 我有些担心地问道 应该安全吧 那个地方没有人知道 洛桑说道 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妙 林月出去闭关的事情 连这个指手弟子都知道 那应该整个问天宫的人都知道了 这么多人知道 要泄露出去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只要泄露出去 伪仙城的人必然会疯狂地寻找 这么长的时间 也就未必找不到 我赶紧问道 洛殿主 你知道公主闭关的地方在哪里吗 我也不知道 公主走的时候叫我们不要担心 那个地方没有人知道 洛桑探了探手说道 你放心吧 公主自有分寸 如果有危险 公主不会去冒险的 她肯定不会气问天宫 数万人于不顾 既然洛桑也不知道林月在哪里 那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但愿我的感觉是错的 洛殿主 之前你吃了抱冤丹 已经恢复了 我突然问道 如果他没有恢复的话 几个地先围攻他 他不会这么轻松 洛桑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恢复 镊金草实在是有些难弄 如果恢复了 我哪里会被区区几个地先出气追杀 正好我还有一枚花爆丹 我黑黑一笑 摸出了那枚花爆丹递给了他 花爆丹当初 我炼制出来了两枚 一枚给了疯长老 剩下一枚 很好给洛桑 看来有空 我也需要再炼制一些花爆丹 和一些抱冤丹 用来防身 洛桑欣喜地接过花爆丹 哈哈一笑 直接转身便离开了 他迫切地想要恢复修为 我把墨浴安排进了问天宫的外门 他虽然飞升了 但是他的实力 在尾仙玉是垫底的存在 要想强大起来 就必须慢慢修炼 问天宫的长老 都有自己的长老风 我没有回到我的长老风 而是直接朝着敖拳的长老风 飞去 他是去过天界的妖兽 对神兽的修炼 应该不会陌生 帝蒙现在被打回阴幼期 我必须重新让他可以修炼 敖拳的长老风也同样清静 这里除了几个侍女之外 就再没有了其他人 他也没有清传弟子 对于被仙界抛弃过一次的他来说 他几乎已经放弃了 想要回到仙界的念头了 这位师妹 麻烦通报一下 就说沈望前来拜风 我落在了峰顶的大门处 柔声对着守门的侍女说道 沈长老稍等 那名侍女微微一笑 优雅地欠了欠身子 然后走了进去 没过多久 便快步走了出来说道 沈长老快请进 多谢 我抱了抱拳 直接走了进去 时隔一年 你总算回来了 敖拳此时正在饶有兴致地 在打理花草 我抱拳了抱拳 刚准备说话 敖拳的目光 就落在了我肩膀上的地蒙身上 随即惊讶地说道 神兽棋 嗯 敖拳辈认识他 棋是什么 我惊讶地问道 不过他说的神兽棋 我倒不知道什么意思 敖拳说道 棋就是棋林 雄姓为棋 雌姓为棱 你身上的这一只 就是雄姓棋林 棋林 我满脸惊讶地看着地蒙 嘴里说道 他是棋林 可是他说 他是神兽地蒙啊 在华夏用吞噬腰丹的办法 修炼到了几乎要飞升的地步 后面受到重创 重新被打回了婴幼时期 哼 那是因为他没有经历涅槃 等到他涅槃之后 就变成真正的棋林了 敖拳满脸惊讶地看着地蒙 地蒙汪汪地叫了两句 也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意思 敖拳前辈 你确定他是麒麟 可是 我陪他一起成长过 他还长出了翅膀 而且 外形也不像麒麟啊 我赶紧说道 总觉得敖拳看错了 地蒙之前的样子 确实霸气 但是麒麟是没有翅膀的 而且 麒麟的外形是尸头 鹿角 狐眼 迷身 龙铃 牛尾 和地蒙也有很大的差别 敖拳说道 麒麟没有涅槃之前 被叫做地蒙 外形也不像麒麟 但是涅槃之后 外形会有很大的改变 翅膀也会退化 但是涅槃之后的麒麟 能够吞云吐雾 呼风唤火 就算在仙界 也是非常厉害的存在 他不知道自己身份很正常 因为他很小就落在了华夏 没有经历过涅槃 也没有见过 如果不是我去过仙界 见过一对麒麟 我也不会认识他 相传 麒麟每次出现 都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 上一次出现 是因为一个人在华夏降生 后面便有了道教和修道者 老子 我有些惊讶地问道 老子是道教学派的创始人 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 敖拳点点头说道 是的 他后来获得了先位 其中有一部分功劳 就在于麒麟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并不觉得这种事情不可信 敖拳继续说道 用妖兽的内丹来修炼 显然是错的 这样会妖化神兽的血脉 好在他没有渡截 一旦渡截 他以后再没有涅槃的机会 甚至会堕入妖道 甚至是魔道 为获三界 敖拳的话 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地蒙的来头这么大 也还好他没有渡截飞升 敖拳前辈 您老知不知道 他的正确修炼方式 我赶紧问道 敖拳黑黑一笑 抓出了一个御检说道 你来找我就算是找对人了 当初我在仙界 还没有被流放到伪仙玉的时候 主人曾经帮我弄到过 一本神兽的修炼功法 不过后面尝试了之后 我就放弃了 因为我没有神兽血脉 修炼不了 我正好没有清传弟子 时间空闲 你不如把这个小家伙托付给我 我帮助他修炼 你可不知道 培养神兽 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说不定 我还会因为这件事情 重新回到仙界 回到主人身边 敖拳看到地蒙 眼神多出一抹斗志 原来他还一直对 回到仙界抱有希望 如此甚好 那就麻烦敖前辈了 我心中一喜 赶紧抱拳感谢 敖拳简直就是地蒙的救星 估计整个伪仙城 也就他去过仙界了 偏偏和我交好 不但如此 他还有一本 专门针对神兽的修炼功法 地蒙 你以后就留在敖前辈这里修炼 你要努力 我会用尽一切办法 让你涅槃成为神兽的 我对着地蒙说道 地蒙汪汪叫了几声 突然张开小嘴 直接咬在了我的手背上 我没有去躲避 我知道 他是在重新认主 哼 这小家伙很喜欢你 居然这么主动地对你认主 说不定以后 也能和老君一样 获得一个仙位呢 敖拳笑着说道 我也呵呵一笑 仙位什么的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那些神仙长生不死 可是他们的家人 已经轮回无数次了 这样孤独地活着 也没有太大意思 地蒙对我重新认主之后 便主动跳了下去 并且对着我叫了两声 似乎在说 大哥 你去忙吧 我会好好修炼的 我会议地笑了笑 对着敖拳抱了抱拳说道 那沈旺就先告辞 地蒙的事情 就麻烦敖前辈了 解决了地蒙的事情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离开敖拳的长老风之后 我直接去了丹店 夏英如常驻丹店 一直在闭关炼丹 作为问天宫丹店的店主 他想把他的丹道修为 尽量提升到最高 一年多的时间 夏英如已经成功 晋级了五品仙丹师 而且即将突破六品仙丹师 这个速度算是相当的快 不过这也并不奇怪 在华夏 他就是丹五山庄的老庄主 而丹五山庄 就只专注丹道 除了我 他可以称得上是 华夏的炼丹第一人 就算是在伟仙玉 他的天赋同样惊人 只要有充足的药材 给他练手 他以后的丹道造诣 绝对非比寻常 我去的时候 他其实还在闭关练丹 但是听说我来拜访 他第一时间停止了闭关 夏前辈 这是如是给您带的东西 我从那屋带里面 拿出一些首饰 还有几十张夏如是的照片 这些东西 都是新系的夏如是 自己准备的 照片里面的他 笑得很美也很开心 看得夏英如 一个劲地点头说好 我把夏如是的情况 和夏英如说了一下 夏英如的脸色变得 有些沉重起来 夏如是因为想要 借助元神的力量 自爆那单没有成功 这种情况的元神损伤 很难治愈 我甚至都不知道 具体有什么东西 可以治疗夏如是这种情况 夏前辈 您知不知道 有什么办法 可以修复师妹的元神 我看着脸色凝重的夏英如问道 她的单道水平比我高 而且来伪先遇的时间 也比我久很多 我不知道 她不一定也不知道 知道是知道一个办法 只是夏英如说着停了下来 因为有一名弟子 在门口说道 店主 公主回来了 请您和沈长老过去一趟 嗯 我们这就过去 夏英如赶紧说道 前辈 你还是说说那个办法吧 我也站起身来 心中还是牵挂那个 治疗夏如是元神的方法 如果夏如是不能修炼 我就去得去华夏隐居 还不能见人 一个活了几千岁 还不老的老怪物 肯定会被人发现 更加关键的是 我怀疑在地球那种 天地规则之下 寿元会被压缩 夏英如叹了口气说道 伪先玉有一个神丹师 他应该有办法炼制出 治疗元神的丹药 不过这个神丹师 脾气很古怪 而且没有踪迹可循 我也只是听说过 从来没有见过此人 他叫什么 我赶紧地问道 之前我也怀疑 只有超越仙丹的丹药 才能够解决问题 夏英如现在说出神丹来 我还是有些震惊 伪先玉只有仙草药 想要晋级神丹师 根本就不可能 可是他却说 这里有个神丹师 那那个人是怎么晋级的神丹师 莫非和司徒空一样 来自仙剑 夏英如寄出飞剑说道 本名侯月生 大家都叫他侯爷 那有没有人见过他 我也跟着寄出飞剑 在我心里 这件事情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他 夏英如那摇头的动作 让我心里有些失落 都没有人见过他 这要怎么找 看来还得去问问 熬拳看他知不知道 问天公的公主风中 几个地仙以上的强者 都已经来了 之前我经历的问天公大战的时候 晋级到地仙的 就有五人 灵月 洛桑 敖拳 宇墨 还有另外一名万寿山的长老敖拜 这次又新加入了兰墨 兰墨现在也是问天公的供奉长老 和宇墨 还有敖拳是同一个等级 这一年 里面又增加的一位 名叫罗慈熙地仙初期 据说这一年里面 有十几个问天公的弟子 出去度地仙雷劫 每次都被打压得很惨 除了这个原本属于九封山的罗慈熙之外 其他的人 都被尾仙城的人在杜劫的 是强行抹杀 此刻 灵月浑身道运气息有些混乱 一年的时间 他从地仙初期 修炼到了地仙圆满 这个速度 放在尾仙玉 估计也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 他此刻需要时间来稳固修为 他虽然有无上的资质 但是因为进级太快 这个稳固修为的时间 不会比他修炼的时间短 原本修为不算最高的灵月 此时已经站在了问天宫的顶端 和敖拳还有羽木二人一样 同时 地仙大圆满层次 沈长老 听说你被赖无影 逼近了前仙深渊 我们也组织人在 前仙深渊外围寻觅了许久 后面你是怎么脱险的 灵月出口问道 我呵呵笑了笑说道 我阴差阳错之下回到了华夏 还在华夏举办了一场婚礼 我没有说 前仙深渊里面有一个通明通道 这种事情 说出来没有什么意义 前仙深渊 也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 灵月关心地问道 我说道 挺好的 都挺好的 灵月问道 你现在是虚仙圆满 没有渡截 晋级地仙 是怕晋级之后 再次改变天发山的天地规则吗 我恩了一声说道 问天宫现在还不足以对抗 伪仙成地仙的入侵 我不敢贸然晋级 嗯 你的想法是好的 其实没有必要 你应该也清楚 天发山的天地规则 是因为规则神阵的原因 只要你不在天发山渡截 这个神阵 就不会因为你的晋级而改变 灵月歉意地说道 真的吗 我欣喜地问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之前我也准备在前仙深渊渡截 只是当时我不确定 我渡截的同时 会不会同时改变天发山的规则 万一改变了 那问天宫就完蛋了 现在灵月告诉我在外面渡截 不会影响天发山的天地规则 我自然欣喜万分 兰莫突然说道 是的 只要你不在阵法内渡截 就不会改变阵法里面的天地规则 等到你天仙圆满渡截 飞升仙界的时候来天伐山渡截 那么天伐山这个规则阵法 就会直接破碎 变得和伟仙城一样 兰莫是个八级仙镇宗师 他的话自然更加地有说服力 好 那我一会准备一下 出去渡截 我激动地说道 天伐山的别人出去渡截九死一生 我出去渡截却不怕 前仙深渊可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 哪怕伟仙城的人知道 我在前仙深渊渡截 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只要晋级了帝仙 就算碰到天仙强者 我也有一战之力 你准备去哪里渡截 洛桑开口问道 我黑黑一笑说道 去前仙深渊 那里的毒物对我来说 有着莫大的好处 我修炼到虚仙圆满 就是在前仙深渊里面修炼的 众人都是无语 前仙深渊里面的情况 大家都清楚 我说出这样的话 明显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 林月说道 嗯 我有一个提议 沈长老去前仙深渊闭关修炼 一直晋级到天仙再出来 只要沈长老晋级到了天仙 一切都好说了 以沈长老的修炼资质 只要资源修炼充足 最多三年时间 不知道大家同意与否 同意 众人皆是没有意义 我也点点头 如果有时间闭关 自然最好 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清楚 如果晋级到了天仙 伟仙玉将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既然如此 那大家把问天公的修炼资源 集中在沈长老的身上 林月说道 他也知道我修炼 需要大量的修炼资源 我摆了摆手说道 这个倒不用 修炼资源的事情 我自己去搞定即可 刘诗博儿子的前途 还捏在我手里呢 我准备找刘诗博 他儿子还被我封着经脉 现在我不需要用到传送阵了 还不如用解药换点仙玉石 仙玉传讯一丢出去 直接溃散在了空气之中 我皱了皱眉头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刘诗博已经陨落了 看着溃散的仙玉传讯 大家都脸色一变 洛桑第一个哈哈大笑起来说道 刘诗博死了 我有些无语地说道 那么开心干嘛 几百万仙玉石没有了 伟仙城应该是 发生了什么变故 灵月若有所思地说道 还能是什么变故 肯定是那些勾心斗角的家伙 内讧了呗 洛桑习以为常地说道 我叹了口气说道 不管那么多了 公主 各位前辈 我先去前仙深渊 进击到底现在说 看着众人点点头 我直接祭出飞剑 朝着前仙深渊的地方冲了出去 我一个人外出 还是很安全的 就算碰到天线的围杀 我也可以借助风盾树从容退走 何况我还有玄武盾这种 强大的防御仙气 只要晋级到了地仙 哪怕是碰到一般的天仙 我也毫不畏惧 很快出了天伐山 一出天伐山 就感觉到 有几道意念落在我身上 这几道意念不是特别的强 应该只是地仙修为的意念 这几道意念 紧紧地锁住了我 并且跟着我 再冲向了前仙深渊的方向 我懒得理他们 一个风盾树顿出百公里 直接甩开了这几道意念 并且换了一个方向 然后继续朝着前仙深渊飞去 前仙深渊外围 依旧可以看到一些 零零散散的修道者 碰 正在快要进入前仙深渊的时候 我突然撞上了一道强悍的气墙 巨大的冲击力 让我胸口一热 张嘴就喷出一口内血 哈哈 蝼蚁 你果然没有死 赖乌影的声音传了过来 与此同时 周围的空气 慢慢变得凝固起来 一个强悍的领域席卷过来 瞬间就把我束缚在了里面 看到赖乌影 我心中一沉 我都换过方向了 这个王八蛋 怎么知道 我会出现在这里的 你想如何 我淡淡地问道 领域同时寄了出来 虽然抵挡不住赖乌影的领域 但是也不会出现那种 死死被束缚住不能动的情况 之前没有反抗能力 那是因为 我才虚先初期 现在已经虚先圆满 情况要好上一些 赖乌影呵呵一笑说道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问吧 我大方地说道 不是我想回答他 而是我想知道 他想知道什么 为什么 你可以在前仙深渊里面 待那么久 而且一出现 就是在飞升落点 赖乌影问道 我瞬间明白过来 这个王八蛋 肯定在我身上 做了什么意念标记 怪不得他会知道 我准备从这个地方 进入前仙深渊 而且是 特别隐晦的意念标记 这个意念标记 在我去了华夏之后 他就感应不到了 前仙深渊深处 到底有什么 赖乌影见我没回答 继续问道 我呵呵一笑说道 白痴 你自己进去看看 不就明白了 你再找死 赖乌影并没有收回 前面那一道 挡住我的气墙 而是抬手朝着我抓了过来 一只偌大的仙渊大手 夹杂着呼啸风声 是朝着我猛地拍了过来 我意念一动 直接祭出了玄武盾 玄武盾一祭出 瞬间便大把我笼罩在其中 动 赖乌影的仙渊大手 直接拍在了玄武盾上面 发出一道巨大的声响 我张嘴几口鲜血喷出 死死地控制着玄武盾 极品仙妾 赖乌影的眼神更是炽热 几乎在他的仙渊大手消散的那一刻 他整个人就朝着我扑了过来 随风而顿 我猛地逼出一口惊血 借着仙渊大手拍出的呼啸大风 直接顿出了赖乌影的领域 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前仙深渊 赖王八 老子迟早灭了你的影踪 我一边顿走 一边大喊 给我去死吧 赖乌影见我再次逃进前仙深渊 愤怒难当 也跟着冲了进来 瞬间祭出一把青色的长脊 猛地朝着我的后背劈了下来 长脊带起数十丈长的青色脊芒 更加恐怖的是 这长脊似乎还带着领域的束缚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几剂 这把长脊必然也是一把仙气 我自知逃脱不掉 抓起长刀 猛地一个转身 一刀风脊天高劈了回去 玄武盾并没有收回 而是在我刀脊批出之后 紧紧地护在了我的身前 轰隆隆 风脊天高对上赖乌影长脊的几剂 发出了一阵阵暴烈声音 不过并没有减弱赖乌影那一剂几剂多少 绝大多数的威力 全部轰在了玄武盾上面 碰 玄武盾砸在我身上 我的脑海里面一阵翻滚 不是玄武盾不过坚固 而是我实力太低 在这一剂几剂的攻击之下 根本控制不住玄武盾 玄武盾这一撞 直接把我撞飞 我对玄武盾的控制 也强行被斩断 在我飞出去的那一刻 一只仙缘大手抓了过来 直接把失去我控制的玄武盾 抓在了手中 靠 我暗骂一句 没想到这个赖乌影 居然有这种手段 它的实力远比我估计的 还要强上很多 这一被撞飞 直接飞出上百公里之后 才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犹如坐了一次飞机 砸在地上的时候 我感觉我身上多处骨折 如果不是我练体强悍的话 估计早就被自己的玄武盾 给砸死了 我堂堂一个虚仙圆满 如果真的被自己的防御掀器 给砸死 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 只是可惜了玄武盾 被赖乌影得到之后 它只会更加难对付 不过 我心里也很清楚 如果不是玄武盾 我一定会被赖乌影 那一道挤芒 撕成碎片 我茫然地看了看 四周的浓浓的毒物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 甚至连方向都分辨不出来了 前仙深渊里面 基本都是一个样子 如果我是自己进来的 还可以依靠朝向辨别方位 这样被撞了进来 我早就迷路了 我赶紧运转到 之古武的功法 抬手挥出十万仙圆石 抵抗着毒武的入侵 抓出几枚丹药吞下 我认真地聊着伤 不管这里是哪里 我先冲击地仙再说 我没有运转到 之内丹的修炼功法 一天后 身上的伤势禁区 我稍微调整了一下心态 收起地上的仙圆石 换了一个毒物 稍微浓郁点的地方 稳固了一下 周深的盗运气息 准备开始倒破修威的束缚 引雷杜劫 二十万上品仙圆石 被我挥了出来 一个时辰过去了 修威全部被释放出来 冲破了虚仙圆满的阁膜 我猛地站起身来 抬手抓出了玄铁盾 静静地等待雷杰的到来 我在原地站立了许久 天空之中一点动静都没有 虽然我看不了多远 但奇怪的是 我连一点雷鸣声都没有听到 这里可以隔绝意念 也可以阻挡视线 可是不应该能够阻挡声音才对啊 我把吸眼凝聚起来 视线范围瞬间扩大几倍 头顶依旧平静无波 没有任何的东西 我心中很是疑惑 难道这个前线深渊 连我的天命雷杰都可以阻挡 咔 脑海中突然一声熟悉的声响 我突然一愣 难道晋级地仙了 果不其然 身上的气势猛然暴涨 无穷无尽的力量 似乎充斥着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地仙的倒运气息 慢慢在我体内生成 经脉瞬间就扩宽了一倍 在经脉之中流转的鲜元气 更是浑厚了十几倍 丹田之中悬浮着的内丹 也增大数倍 这些种种 无疑不再告诉我 在没有渡劫的情况下 已经晋级了地仙 我一念一动 领域猛地扩散出去 这领域已经不是虚仙领域 而是真真正正的 地仙石城领域 真的晋级了 我心中大喜 不但实实在在地晋级了 就连炼体也提高了一个档次 已经从中级仙体 晋级到了高级仙体 虽然我不怕渡劫 但是能不渡劫 谁会想去经历呢 这前仙深渊绝对不简单 如果简单的话 就不会连我的天命雷结 也可以阻隔 实力强悍了十几倍 我没有再停在原地 抬手收起地上的上品仙原石 我寄出飞舰 继续朝着前仙深渊深处飞去 身上还有五十来万的上品仙原石 不把这些仙原石消耗完毕 我是不会出去的 飞舰卷起浓浓的毒物 里面的能见度越来越低 在飞了将近两百公里的时候 我停了下来 周围的能见度几乎只有一米多了 就算我凝聚出了吸眼 能见度也不超过十米 就这里了 我抬手挥出剩下的所有上品仙原石 直接坐在了这些仙原石上面 运转功法 心无旁骛地开始修炼 转瞬之间 浓郁的仙原气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把我包裹在漩涡中间 倒置鼓舞的功法 自动剥离出了毒物里面的阴气 和仙原气充分地融合转化 形成了仙因元气被我吸收 在功法的带动下 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内单和经脉 修为也在不断地上涨 炼体也同步上升 这种感觉 没有感觉到一丝的疲惫 反而让我的身体和元神 都得到了充分的滋润 与此同时 仅仅只是五天时间 我就睁开了眼睛 五十万上品仙原石 全部化成灰烬 上次我在这里修炼了十三天 耗费了差不多十三万上品仙原石 从虚仙中期 修炼到了虚仙圆满 每天只耗费了一万上品仙原石 而这一次 一天十万仙原石的消耗 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更加让我无语的是 这五十万上品仙原石用完 我只是从地仙初期 勉强进入了地仙中期 仅仅是跨入了一个小层次而已 这是多么恐怖的消耗 我正正地看着地上那一片白色的灰烬 心中很是无语 稍微稳固了 一下修为之后 我抓出了长刀 准备炼化长刀里面的第三层静置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 仅仅不到半天的时间 长刀里面的第三层静置 毫无瓶颈地被我炼化 第三层对应的刀技无边落幕 也被我领悟到 经过几个时辰的模拟推演 我心中更是欣喜 虽然我没有施展这一个刀技 但是我知道这刀技绝对非比寻常 而且和领域有关系 统统只有陨落的份 就算是普通的天仙强者 也会受到重创 不过同样的 这大杀技也不能随便使用 一旦使用 就会把仙缘耗尽 接下来就会变得毫无战斗力 庆幸的第二招主青沙白 却可以正常使用了 只要收住仙缘 用现在一半的仙缘去施展 威力也比之前强大了数倍 我满意地收起长刀 满意的不是第三层刀技的威力 而是终于可以施展出第二层刀技了 收起长刀 我再次回出那屋带里面的阴坟 地仙的实力强悍了十几倍 我想再尝试炼化一下这座阴坟 一天后 我不得不遗憾地收起了这座阴坟 虽然仙缘可以渗透进去一点 但还是炼化不了 只能在里面打下一个一年烙印 把它和我的原神绑定在一起 至于完全炼化它 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可能 不过这算个好消息 等到晋级天仙之后 只要给我时间 这座阴坟绝对能够炼化 收起阴坟之后 我凝聚出戏眼 准备寻找出去的方向 虽然方圆几公里之内的 毒物浓郁程度几乎无差 但是只需要多尝试几次 就可以找到 毒物越来越薄弱的方向 那个方向 应该就是回去尾仙域的方向 找准了一个方向 我直接冲了出去 在前仙深渊里面 由于有毒物的阻挡 飞行的速度慢了很多 两分钟之后 仅仅飞出了十公里 毒物的浓郁程度 丝毫不比任何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方向不对 并没有进入前仙深渊的深处 也没有往尾仙域走 我往左边一转弯 再次冲了出去 这次走了仅仅不到十公里 就感觉到毒物稍微薄弱了一些 我心中一喜 看来这个方向对了 我慢慢地往前飞行着 以我现在的炼体强度 就算我不运转到 只古武的功法 这里的毒物 对我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了 走了将近半个小时 我越发感觉到不对劲 因为越往前走 毒物时浓时淡 根本就没有个规律 而去尾仙域的方向 并不是这样的 只会越来越淡 没有人知道 这浅仙深渊到底有多大 就好像一片汪洋大海 无边无际 在我正准备换一个方向的时候 一个犹如鬼魅般的黑影 突然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感受到了空气的波动 下意识地闪身一躲 长刀下一刻 就被我抓在手里 扑 那个黑影的速度虽然有些快 但还是被我极快的反应给伤到 我吸眼再次凝聚起来 看清楚了 眼前十米开外的地方 站着一个长得有些像巨型星星的怪物 足足有两米左右高 和星星不同的是 它的头有些像狼头 上额处有两颗长长的绿色獠牙 獠牙足足有二十公分长 看上去有些圣人 会说话吗 我盯着那个怪物疑惑地问道 那怪物没有任何反应 再次朝着我扑了过来 看它速度与力道 这怪物也就凡仙初期的实力 看来只是没有什么灵智的东西 不过它的力道 要比普通的凡仙要强上一些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它扑过来的那一刻 我抬手一刀滑了下去 一道淡淡的刀芒 直接穿过这怪物身体 把这怪物劈成了两半 绿色的体液见得到处都是 我没有刻意去护住自己 几滴体液落在了我的衣服上 直接把我的衣服 溶解出好几个鸡蛋大的洞 这东西的体液有剧毒 而且带着极强的腐蚀性 虽然比不上毒物 但是毒物只会腐蚀肉身 而不会腐蚀衣物 我赶紧脱下了衣服 丢在地上 重新换上了一件 这东西能在前仙深渊里面存活 必然浑身是毒 我走了过去 想看看它有没有腰单 如果有腰单的话 或许可以用来炼制抗毒丹 刚走出几步 身后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 十几个比刚才我斩杀的怪物 还要大上许多的怪物 朝我冲了过来 这些怪物的实力 要强于刚才我斩杀的那一只 基本上都是凡仙中期实力 其中有三只 还已经到达了凡仙后期 我手腕一动 一招风急天高 直接劈了下去 风急天高 属于长刀的第一层刀技 消耗少 用来对付这些凡仙层次的怪物 最好不过了 一招下去 那十几个怪物尽数被斩杀 地上留下了十几个怪物的尸体 和一到十多丈长的沟壑 我皱了皱眉头 心中很是纳闷 怎么这个地方 会有这么多的这种怪物 我一步落在了那些怪物的尸体边 快速地挖出了这些怪物的腰单 奇怪的是 这怪物的肉体和血液 都是绿色的 可是它们的腰单 却是新红色的 刚刚收起腰单 更大的动静传了过来 我凝聚吸眼扫了出去 这个地方的毒物不算太浓 吸眼能够扫出百米之外 而在我的视野之中 上百个怪物 朝着我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 这里面的 已经不都是凡仙层次的怪物了 有几个虚仙层次的怪物 冲在最前面 看上去异常的凶猛 这些怪物 可能是我杀掉的第一只引来的 它们肯定是感应到了 所以现在都来复仇了 我没有恋战 我如果全力出手 确实可以斩杀这些怪物 但是消耗肯定也会特别大 如果这些怪物源源不断 那我会被累死在这潜仙深渊 看来这潜仙深渊 也不是非常的安全 我转身就朝着相反的方向顿走 以我现在的地先中气的实力 这些怪物还没有办法追上我 顿了将近上百公里 我突然发现 我已经彻底地迷失了方向 这里面的情况非常的诡异 我甚至都有了一种 当初在乱坟村 被迷魂症困住的感觉 因为不管怎么走 感觉周围独物 都是时农时稀 而跟在我后面的怪物 似乎越来越多 这样下去 很快就会把我包围了 周围方圆百米 渐渐被怪物填满 少说也有上万只 除了前面 还没有被怪物挡住之外 其他三个方向 已经没有路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心中大惊 这些怪物虽然实力一般 但是以多摇死相 再这样下去 我迟早要陨落在这里面 我不断地顿走 一个时辰之后 我不断地甩掉追我的怪物 却发现周围怪物越来越多 就好像突然陷入了 千军万马的包围圈里面一样 走到哪里都是怪物 最后前方的去路也被堵住 我抬手抓出长刀 又是一招风过天高 劈了下去 硬生生地劈出一条血路 再次朝着前面冲了过去 数十丈刀芒 并没有劈到尽头 挡住我的怪物 似乎无穷无尽一般 到了最后 我干脆没有再施展刀技 只是用普通的仙缘刀芒开路 又是两个时辰过去了 死在我刀芒之下的怪物 成千上万 可是我却有种 这怪物杀之不尽的感觉 而且还碰到过 更加强大的怪物 实力竟然堪比普通的地仙出奇 不要抵抗 我带你出来 我不知道 我往前面顿了多远 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传入耳中 在这个声音响起的同时 一只偌大的仙缘大手 朝着我抓了过来 我没有去抵抗 根本就不管这仙缘大手是谁的 放松心神 直接被这仙缘大手抓了出去 有仙缘大手的人 无疑都是天仙强者 而且看着仙缘大手的力道 似乎还不是普通的天仙强者 至少不会比那个赖无影差 被那道仙缘大手带出了几十米 我突然有种从阵法中冲出来的感觉 莫非我刚才真的无意之中 进入了一个阵法之中 再回头看看 周围一片平静 再也看不到任何的怪物 呵呵 地仙中期修为 不错不错 抓我出来的是一名老者 这老者一身白衣 白发白须 就连眉毛也是白色的 修为居然已经超越了天仙 多谢前辈相救 我抱拳失了一礼 现在我已经基本确定 刚才那满是怪物的地方 就是一个等级很高的阵法了 而且是一个封印阵法 那老者呵呵一笑说道 好久没有看到人进来了 如果有时间 就来寒舍做做吧 C 多谢前辈 我疑惑地看了看周围 这老者说寒舍 莫非他住在这里 可是 这里明明没有任何的建筑 老者说完之后 抓出几枚正旗 随手一挥 正旗同一时间 散落在八个方位 一扇漆黑色的门 出现在他身边 看到老者的那几枚正旗 我心中一动 恭恭敬敬地说道 您是张同南张前辈 老者一愣 回头看了看我问道 你认识我 我再次一抱拳说道 晚辈沈旺 华夏飞升到尾仙玉 在镇道上 曾经获得了张前辈的传承 哦 沈旺 得到了我的镇道传承 这么说来 你就是天命之子了 进来再说吧 老者脸上舒展开来 眼神之中露着慈祥的微笑 转身走进了那扇漆黑的门 我赶紧跟了进去 进去之后才发现 里面确实有一个小院子 这院子很小 不过几十平米宽 里面种满了仙草药 都是六级以上的仙草药 就连八九级的仙草药 也有十几株 里面有一间 看上去很简陋的茅草屋 张前辈 刚才我所处的地方 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封印阵法 一进茅草屋 我就把我的疑惑问了出来 张同南点点头说道 是的 这个封印阵法 是仙草的大能联手布置的 刚才你误入前仙魔窟 如果不是你刚好 走到一个阵机位置 我还没有办法救你出来 前仙魔窟 我惊讶地问道 张同南点点头说道 是的 你知不知道 伪仙玉和仙草 中间隔着一个前仙深渊 这么见 我惊讶地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是说 只要穿过前仙深渊 就可以到仙界了 张同南呵呵一笑说道 静 前仙深渊无穷无尽 想要穿过前仙深渊 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仙界的大能 也没有办法横穿前仙深渊 伪仙玉的人 就更加不可能了 先不说能够抵抗毒物的人 寥寥无几 前仙魔窟 就没有人能够安全度过 你刚才所见 只是前仙魔窟的外围一角而已 越往里面走 魔物的实力会越强 就算是超越天仙的魔物 也数不胜数 而且 前仙深渊的最深处 还有一条天欠阻隔 根本没有人可以度过前仙深渊去仙界 想要去仙界 只能通过飞升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心中也是骇然 如果刚才我越走越深 估计现在已经事故无存了 张前辈 您在这里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看守封印阵法吗 我继续问道 张童南点点头说道 是的 这个封印阵法 需要人守护 我从伟仙玉飞升 正好又是一个六级神阵大师 仙界就安排我过来守护封印 张童南说着 给我说起了 关于前仙深渊 和前仙魔窟的事情来 在上古时期 仙界和魔界也同时并存 魔界就是现在的前仙深渊 仙界是和魔界 在长年的争夺中取得了优势 原本想要入侵仙界的魔物们 被打回前仙深渊 虽然当时仙界取得优势 但是魔物的繁衍能力极强 双方经过数万年 你来我往的交锋 数量越来越少 最后 神界的大能 为了阻止仙魔两界灭绝 强行在仙界和魔界中间 劈开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剑 神界 我惊讶地问道 果然在仙界之上 还有更加高级的界面 之前听司徒空说过诸神大战的事情 现在听张同南说起 对神界才有了那么一点点概念 司徒空难道和神界有关 张同南说道 是的 神界的大能用一把巨斧劈开的天剑里面 斧役杀气纵横 长年不散 只要跨入天剑之中 就会被里面的杀气撕碎 不管是仙界的还是魔界的 没有人再敢越雷池半步 光杀气就能把仙界的强者撕碎 我更加惊讶地问道 这也有些太耸人听闻了点 张同南点点头继续说道 经过无数年的稳定 各个界面飞升仙界的人越来越多 这些人品行不全 经过仙界的高层商议 在虚空之中开辟了若干界面 伪仙玉就属于其中的一个 张前辈 您说的各个界面飞升仙界的人越来越多 莫非除了地球和海内十周之外 还有其他星球也有人飞升 还有 按照您说的意思 还有若干的类似于伪仙玉的界面存在 我更加震惊地问道 张同南解释道 是的 茫茫宇宙 浩瀚虚空 地球在其中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 类似于伪仙玉的界面具体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的只有三个 伪仙玉 半仙玉和次仙玉 但是我敢肯定绝对不止这三个 我去过浩瀚虚空 对张同南说的并不陌生 也不会接受不了 他说的确实没错 地球在浩瀚的宇宙虚空之中 确实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 张前辈 那仙界为什么要把伪仙玉 开辟在前仙深渊的后面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既然魔界这么强势 一旦封印被破 伪仙玉将会化为乌有 张同南说道 其实 伪仙玉以前是魔界的尽头 这里的天地规则很低 最关键的是 魔界的整体地形是一个扇形 面积最窄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伪仙玉 而且刚好有一座天伐山阻隔 天伐山有一个天然的压制天地规则的阵法 为了阻止魔物从这边出去 仙界除了在这里布置了一个封印阵法之外 还在这里开辟了伪仙玉 张前辈 这有点说不过去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仙界为什么不派人来守住天伐山 反而让天伐山变成了伪仙玉的收纳弱者的地方 我疑惑地问道 张同南说道 这个 就说来话长了 在 张同南说到这里 突然停了下来 随后皱了皱眉头说道 有阵棋即将磨损 我需要去修补一下 晚辈和你一起去 我赶紧说道 这可是绝佳的机会 这个封印阵法 绝对是个顶级的神阵 就算是随便看看 也会让我受益匪浅 好 跟我来 张同南说着 抓起我的肩膀 周围的空间一阵波动 就好像做传送阵一样 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 张同南已经带着我 落在了一片独物茫茫的空地上面 最近这里面的魔物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越来越频繁地冲击封印 张同南说着 抬手一挥 头顶出现了上千枚正旗 而且这些正旗 都是正藏正旗 上千枚的正藏正旗 而且只是用来修补正法 这个封印正法得用多少正旗 才可以布置出来 张同南手中不断地打出 各种玄奥的手绝 每动一下 就有一枚正旗飞了出去 定在了封印正法上面 瞬间就隐秘了起来 看着张同南那行云流水的布阵手法 我心里暗自感叹 原本以为可以学点东西 可是看过之后我才发现 根本就看不懂任何的门道 这正道水平的差距 不是一点半点的大 张同南一边打出一枚没正旗 一边给我介绍道 这个封印正法 延绵八千多公里 正好挡住前仙魔窟通往尾仙玉的通道 有百万枚正旗构成 当初仙界的百名神圣大师 联手布置了一个月才布置出来 我抱了抱拳 知道张同南在帮我解惑 感激地说道 原来一直是张前辈在守护着尾仙玉 审望代表全体尾仙玉 对张前辈表示感谢 张同南摇了摇头说道 最近魔物活动越来越频繁 冲击封印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炼制正旗的材料 估计撑不了几年了 对了 你现在的阵道水平如何 惭愧 审望不才 犹如张前辈传承 现在也才六级先阵大师 我说道 嗯 很不错 那单修炼也没有落下 你能在这前仙深渊里面行走 是借助的丹药 还是因为炼体 张同南一边修补着阵法 一边问道 我回答道 晚辈是炼体 那你有钻研丹道和气道吗 气道我没有研究 丹道略懂一些 三品仙丹师 嗯 张同南皱眉看着我赞赏地说道 你是我见过最天才的人 没有之一 我抱了抱拳说道 前辈过誉了 请问前辈炼制正藏正旗 需要一些什么材料 晚辈过去伟仙玉帮忙收集一下 需要黑铁 黄缚 还有地盐矿 和仙音石 极品仙音石我还有很多 如果你能收集到 就帮我弄一点过来 我怕仙界的补给 来不及送过来 张同南说道 我点点头说道 好 晚辈出去 之后就去帮忙收集 问天宫还好吧 张同南突然问道 伟仙城的问天宫已经被覆灭 不过蓝墨公主和张子太兄弟 加入了天伐山的问天宫 我说着 把关于天伐山问天宫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我说完之后 张同南也修补好了封印阵法 他习惯性地拍了拍手说道 嗯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问天宫的传承尤在就好 我不能离开这里 子太和蓝墨就麻烦你了 张同南听说 问天宫被灭 居然没有任何的波澜 这让我想起 尸鬼禁地的语文无悔 他们一样 把自己所做的事情 当成毕生使命 甚至当成了活着的意义 这样的人 是值得每一个人去钦佩的 他自告奋勇地 来守护这个封印阵法 无非就是想 保住伟仙玉的所有生灵 可悲的是伟仙城那些大宗门 不但没有善待他 一手创建的问天宫 反而还将问天宫 直接灭掉了 而他居然没有半点仇恨 如果换作是我 场子不找回来我绝不罢休 晚辈知道 同事问天宫门人 自然应该互相扶持 我说道 张同南 抬手抓出几枚阵器 定在空气之中 那个黑色的门 再次显现出来 他打开了门解释道 我这是一个移动的传送阵门 可以直接传送到我的小屋 我也没有什么好赠予你的 不过在阵道上 却可以给你指点一二 多谢前辈 我心中大喜 如果能得到张同南的亲自指点 那我的阵道水平 会直线上升 不过要钻研阵道 最好还是熟悉一下练气 阵气迟早有用完的那一天 气到水平上来了 你会对阵道的理解更进一步 张同南说着 拿出一个叫做练气总纲预检说道 把这里面的东西钻研透彻 你就可以自己练至阵藏阵齐了 我伸手接过预检 保全再次感谢 接下来 我在张同南的小屋里面 待了整整半年时间 每天钻研阵道和气道 这半年时间张同南出去 修补了十多次封印阵法 而且次数越来越频繁 经过这半年 在张同南的解惑下 我的阵道水平直线上升 离开张同南的茅草屋时 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八级先阵宗师 气到没有过多地去研究 但是也可以炼制出来阵藏阵齐了 这对我来说就够了 赖乌颖在我身上 坐下的意念标记 也被张同南帮忙抹掉 这是前仙深渊的方位球 东边是伪仙玉的方向 你按照这个方位球的 只是出去就可以了 临走之前 张同南拿出了一个水晶球叫给我 看到这个水晶球 我松了一口气 有了它 我就可以出去了 多谢前辈指点 晚辈告辞 我由衷地感谢道 原本想要晋级到九级先阵宗师再走的 可是九级先阵宗师 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封印阵法不断地需要修补 张同南现在开始怀疑 用不了一年时间 材料就会全部耗费完 我不得不先出去 帮他收集材料 互相交换了通讯先源之后 我按照方位球的指示 朝着伪仙玉走去 三天时间 终于来到了前仙深渊的外围 我特意换了一个比较远的方向 赖无影的意念标记被抹掉 累死他 他也找不到我 走出前仙深渊 身边的浓雾散去 我赶紧寄出飞舰 朝着天伐山的方向飞了过去 轰隆隆 飞了数百公里不到 一阵阵剧烈的仙源 炸裂声音传了过来 看着架势 似乎是天仙强者在战斗 我不敢用意念去扫 更加快速地朝着前面飞去 天仙强者必然是尾仙城 那些大宗门的人 这些人基本都被我敲诈过 他们要看到了我 终究不好 喂 小子 帮我一下 四个蝼蚁在追我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似乎是在叫我 我转头看去 千米之外 一个黑衣男子 疯狂地朝着我这边顿了过来 他的脚下 踩着一把金光闪闪的飞剑 这飞剑的等级 一看就属于仙气级别的 而在他的后面 跟着四个天仙 这四个人 我认识三个 一个赖无影 一个雷霸天 还有一个是尾仙城 一个大宗门的宗主 见过 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而这个黑衣男子 我他妈根本就不认识 我没有理他 更加疯狂地驱动着飞剑顿走 看到这几个人 我躲还来不及 这个黑衣男子 也真是不要脸 明明在被人追杀 却还要叫人家蝼蚁 别跑呀 你跑什么啊 那个黑衣男子 见我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更加疯狂地朝着我这边跑来 速度并不输给赖无影四人 我靠 你他妈谁啊 你这不是在害我吗 我大声地说道 领域寄了出来 一旦赖无影 他们用领域束缚我 我就马上施展风 顿树顿走 黑衣男子更是着急 直接传音给我说道 我 我呀 是我呀 司徒空 你忘记了 你先别走 把我挡住他们 只要一刻钟时间 我就能恢复到 天仙圆满修为 司徒空 我心中一愣 这个家伙这么快就冲破封印了 我在前面等你 听到是司徒空之后 我迅速想到了一个主意 抓出一枚震旗丢给他 收起飞剑 我一个封盾树 盾出千里 落地之后 我抬手抓出几十枚震旗 用最快的速度 布置了一个八级防御先阵 几乎是在我布置出来 八级防御先阵的下一刻 司徒空就冲进了我的防御阵 我意念扫了出去 赖无影几人离这里 也只需要十几秒钟的时间了 你个老骷髅 就知道给我添乱 快点恢复修为 我再次抓出几十枚震旗 准备随时修补防御阵 司徒空叹了口气 直接打坐在地上说道 一飞升到这个鬼地方 就有个凡仙蝼蚁 对老子呼来喝去的 老子不想理他 刚刚寄出飞剑准备离开 他就想抢老子飞剑 老子气得一巴掌拍死了他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恢复修为 就被突然赶过来的四个蝼蚁追杀 司徒空不愧是活了几万年的人 飞剑都是仙气 他现在紧紧恢复到虚仙后期 居然能摆脱赖无影他们的追杀 更加让我惊叹的是 他进来的时候还是虚仙后期 坐下没几秒钟 就恢复到了地仙出气 轰轰轰轰 四道狂暴的仙缘攻击 轰在了我的八级防御仙阵上面 防御仙阵顿时就一阵摇晃 你快点啊 我坚持不了多久 我抬手撒出十几枚震旗 快速地修补着那八级防御仙阵 没有 都用完了 我有些无语地说道 这司徒空不愧为活了几万年的人 飞剑都是仙气 他现在仅仅恢复到虚仙后期 而且仙缘似乎已经快消耗完了 居然能摆脱赖无影他们的追杀 更加让我惊叹的是 他进来的时候还是虚仙后期 坐下没几秒钟就恢复到了地仙出气 那只能等一个时辰了 我的仙缘消耗太大 跑是跑不掉了 司徒空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破口大骂道 我靠 一个时辰 我们早就被轰成碎渣了 现在走也走不掉了呀 司徒空抬手寄出一个大顶 大顶同样是极品仙气 看那上面厚重的防御气息 比玄武盾还要好很多 可是这又怎么样 他现在的修为依旧没有恢复 如果不放开心神去维持大顶 那他就别想好好恢复修为 我抬手挥出张同南 给我的那一万极品仙缘时说道 这个行不行 当然行 我就知道 你小子负的流油 有了这些 我很快就能恢复到天仙缘满 司徒空大笑着说道 赶紧收起了大顶 全力恢复着修为 这东西我都还没污热就给你用了 我抱怨道 极品仙缘石 在伪仙狱都很少见 这是只有仙界才有的东西 一枚顶百枚上品仙缘石 这一万极品仙缘石 都够我修炼到天仙层次了 现在却给这个老骷髅给糟蹋了 轰轰轰轰 我话音刚落 四道狂暴的仙缘攻击 轰在了我的八级防御仙阵上面 防御仙阵顿时就一阵摇晃 你快点啊 我坚持不了多久 我抬手 洒出十几枚震旗 快速地修补着那八级防御仙阵 八级防御仙阵是强悍 可是也经受不住四个天仙联手轰击 根本就坚持不了多久 司徒空紧紧地闭着眼睛 极品仙缘石在他功法运转之下 已经有数百枚化为了灰飞 此时的他已经恢复到了地仙后期 赖乌颖哈哈一笑说道 看你能坚持多久 赖乌颖四个人的攻击 犹如雨点般纷纷落下 只是不到一分钟 防御仙阵就被轰出好几道裂缝 我不断地洒出阵气修补 可是修补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 咔咔咔咔咔 赖乌颖几人 只是轰了不到三分钟 防御仙阵全部碎裂 阵气直接化为了乌有 而此时的司徒空 也只是恢复到了天仙初期 完了 被你个老混蛋害死了 看着防御仙阵碎裂 下一刻 四个天仙领域就压了过来 把我的领域压了下来 最后只是堪堪 护住了我和司徒空的地步 现在晋级到了地仙 领域确实强了很多 可是这又如何 对面是三个天仙后期强者 加上一个天仙圆满 我哪怕是石城的地仙领域 也只有被压制的份 司徒空依旧没有理我 只是全心全意地恢复着修为 而在此时 四道强悍的仙缘攻击 已经劈了过来 我心中一沉 抓出了长刀 抬手就是一刀刀记住 青沙白劈了出去 与此同时 在我的身后 又是五道仙缘轰了出来 轰轰轰 十道强势的仙缘 碰撞在一起 直接把我们中间 那几百米的地方 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天坑 五个人影落在了我身边 我转头看了看 这五个人 正是问天宫的 五个地仙强者 灵月 洛桑 敖拳 羽莫 还有敖拜 公主 我松了口气 我刚才那一招 是无论如何 都挡不住四个天仙强者 随手批出的仙缘攻击的 虽然他们并没有权力出手 因为他们担心 会毁掉我们的那雾带 灵月表情严肃地说道 你们快走 我们拖住他们几夕时间 哈哈 很好很好 问天宫的几个缩头蝼蚁 居然都出来了 赖无影这才抓出了 自己的青色长脊 其他几个人 也纷纷祭出了自己的武器 我当然知道灵月的意思 他们几个 必然是挡不住赖无影四人的 就算能拖住 几夕时间让我逃走 他们也只有被斩杀的分 地仙和天仙的差距 不是一点半点 何况这几个人 还都不是普通的天仙 老骷髅 别恢复了 差不多行了 该起来了打架了 我自然不会同意灵月的建议 老骷髅 此时已经恢复到了天仙中期 按照他的底蕴 一个赖无影 应该是可以对付的 现在灵月五人过来 也不需要 他恢复到天仙圆满了 我说完之后一挥手 准备收起地上的那几百枚 几品仙圆石 可是我惊恶地发现 这个仙圆石外面 居然被老骷髅保护起来了 你们先打 我不能中断 中断就再难恢复了 现在恢复速度 已经越来越快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司徒空的传音 进入我的耳朵 我有些无语 抓起长刀快速地说道 领域叠加起来 一起阻挡一会儿 等后面那个老家伙 恢复修为 余莫长老 落殿主 你们挡住帮忙挡住 赖无影的攻击 熬前辈 熬长老 你们帮我挡住 那八天的攻击 公主 你帮我挡住 那个子依家伙的攻击 剩下的不用去管 不用硬抗 能挡多少是多少 你要干什么 灵月皱眉问道 我仙人转动之下 紧紧地抓住长刀说道 我试试我心领悟的刀技 那边的赖无影几人 根本就没有客气 赖无影甩先 轰出一道强势的几忙 几乎在赖无影 轰出几忙的同时 雷震天三人 也各自轰出一道强劲刀忙 四道浩瀚无比的仙人 朝着我们猛地砸了过来 众人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手 在他们动手的那一刻 我试试了自己的法技 我同样逼出一口精血 突然双脚一蹬 猛地凌空跃起 长刀划出一个悬傲的刀绝 嘴里大吼一声 无边落幕 噗 施展完无边落幕之后 我长喷一口内血 直接掉了下来 长刀卷起滚滚 狂暴无比的仙人 仙人突兀地带出 无数道刀忙席卷过去 刀忙在离开我身子的那一刻 纷纷化成了一把把圆木金剑 直冲云霄 轰隆隆 仙人再次炸裂开来 比起刚才的威势 要强了数倍不止 原本炸出来的天坑 再次扩大几倍 在我们和赖无影几人的中间 已经形成了一道 长达几公里的悬崖 凌月几人 即使逼出了精血 依旧挡不住赖无影那几道法技 依旧强势的仙人 直接轰碎了我们 叠加在一起的领域 鱼卫把我们几人震出数百米 所有人的都被震出了内伤 而一直在恢复实力的司徒空 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不是因为它实力强悍 而是因为 我们所有人都把它当成了守护目标 哈哈 你那是什么狗屁刀戒 怎么赖无影话没说完 突然抬起头 看向了天空 成千上万把闪着金光的原木金剑 此时急速落了下来 这原木金剑 还带着一种领域的束缚 速度之快 几乎只能扑捉到一道道金色的残影 不好 雷震天大叫一声 瞬间就祭出了一块下品 仙气黑金盾牌 赖无影抬手一挥 动作虽然慢了一些 但是玄武盾还是被祭了出来 瞬间就把自己笼罩在其中 另外两名天仙后期 也各自祭出了自己的 极品真气防御盾牌 这个时候再盾走 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事实上 在我发出那一招的时候 不管他们在哪里 原木金剑 都会从他们的头顶落下 原木金剑成千上万 纷纷砸在了他们祭出的盾牌上面 叮叮叮 原木金剑碰撞在盾牌上 发出无数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咔咔两声 另外两名祭出极品真气盾牌的天仙 直接碎裂开来 原木金剑并没有因此停下 还在继续往下落 似乎真的无边一样 赖无影炼化了玄武盾 倒是轻松很多 雷震天也勉强可以挡住 而那两个天仙后期脸色大变 纷纷轰出了凝聚起仙元护盾 随即 他们的脸色更是大变 因为他们发现 他们的仙元护盾 也挡不住源源不断的原木金剑 破 实力稍差的那个天仙后期 仙元护盾被破开 直接把他钉在了地上 虽然他没死 但是已经没有了战斗能力 赖宗主救我 另外一名宗主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毫不犹豫的一个闪身 想要躲进赖无影的玄武盾下面去 滚 赖无影毫不留情地一拳轰了出来 直接把那个宗主轰开数十米 这个时候 他又岂会让他的压力增加一倍 那名天仙后期 被赖无影偷袭一拳之后 直接被落下来的原木金剑钉在了地上 因为他被偷袭 反而直接被斩杀了 虽然也被钉在地上 但是他用尽全力 护住了内丹和要害 并没有死 无边落幕整整持续了将近半分钟 直到最后的时候 就连雷震天头顶的黑金盾牌都被破开 身上也被割开了竖刀口子 虽然只是轻伤 但是这效果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赖无影有玄武盾的庇护 除了周深的盗运 有些紊乱 和仙元稍微有一些消耗之外 倒也没有大碍 一直到无边落幕停了下来 他似乎还有些愣神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地仙中期施展出来的一个刀技 可以让四个天仙后期招架不住 而且还直接废了两个 他不知道的 是我这一招耗尽了我所有的仙元 此时的我就和一个全身瘫痪的植物人一样 被林月接住抱在怀里 甚至连动动手指头都困难 林月众人也呆呆地看着对面 显然被我这一招所震撼到 剑拔弩张的双方 居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其实这沉默也不过两三秒而已 赖无影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冷冷地盯着我说道 我没有回答他 不是装高冷 而是因为我说不出话来 如果可以说话 我肯定告诉他 我不需要晋级天仙 我只要修炼到地仙巅峰 或者地仙圆满 我就能摘下他的狗头 赖无影话一说完 张嘴逼出一口精血 手中长脊突然举起 对着天空随即地滑了几下 突然就感觉到周围的空间 慢慢开始凝固 这不是领域的束缚 而是一种空间法技 赖无影的这个几技绝对不简单 而且这个家伙 似乎触摸到了一点空间法则 之中 长脊划过几道 看似很随意的轨迹 空间慢慢凝固起来 我就感觉从陆地上 进入了水里一样 而在下一秒 方圆百里的仙圆气 开始疯狂起来 以赖无影的长脊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仙圆气漩涡 不断地凝聚 加强 那些仙圆气 几乎化成了实质 最后在它的脊尖上 形成了若有若无的 巨大仙圆气球 而这个圆气球里面蕴含的 只有强悍无比的杀意 和一种极度压抑的死亡气息 说得繁杂 其实整个施展的过程 只有三四秒而已 洛桑 敖拳 羽莫 敖拜四人 自然也看得出来 这一招的威力 他们纷纷祭出了盾牌 闪身挡在了灵月面前 灵月把我放下 抬手也抓出一块盾牌 护在我身前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在赖无影这一杀招下面 所有的抵挡都是浮云 毕竟实力相差太大 而且还都受了伤 可即使是这样 大家都是义无反顾地 挡在我前面 这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 没有机会走掉 但哪怕是死 也没有人会皱一下眉头 能死在一起 也没有留下遗憾 选择了修道 本来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些人都是重情重义之人 有的时候 死亡对他们来说 也是修行的一种 能放弃恩仇地死在一起 当然比放弃抵抗去死 要好痛快很多 我瞟了一眼 还在恢复修为的司徒空 现在我先缘耗尽 也看不出来 他恢复多少了 心中暗骂了 这个老骷髅在心 哈哈 最后的抵抗吗 赖无影长挤一挥 那个狂暴无比的 仙缘气球 就直接朝着我们砸了过来 还未靠近 就能感受到 那个气球里面 杀意纵横 这种杀意 就好像要毁灭一切一般 会让人感觉到绝望 似乎那不是一个 仙缘气球 而是一座宣告死亡的坟墓 威力比起我预估的 还要强势不少 就在此时 他们五人 就好像商量好了一样 林月敖拳 还有洛桑和敖败 突然飞身起 朝着那个仙缘气球 冲了过去 余末瞬间来到我身边 伸手抓出一张金色的符转 余末是想带着我顿走 而林月四人 他们周身到运 突然逆转 他们准备 他们准备自爆内丹 来挡住这一击 然后趁乱让余末带我顿走 我心中疯狂地呐喊 可是我根本喊不出话来 余末抓起我的手 放在他的肩膀上面 抬手就准备激发 那张金色的符转 碰 就在赖无影的元气球 飞过司徒空头顶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只仙缘大手 那仙缘大手 就那么随手一拍 那个元气球 就被拍飞出去 砸在了千米开外的 一座山峰上面 这座山峰 直接被夷为了平地 林月四人愣在了半空 逆转的道狱 瞬间收敛起来 原本打算自爆的他们 都有些震撼地 看着司徒空 一个天仙圆满蝼蚁 居然追了你空夜那么远 司徒空突然站起身来 若无其事地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前辈 晚辈冒犯了 赖无影此时 哪里还不知道 是司徒空的恐怖 随手一个仙缘大手 就能拍飞他的大杀招 虽然司徒空 现在和他一样 只是天仙圆满 但是这种 有着丰厚底蕴的天仙圆满 根本就不是 他赖无影可以相比的 他们来追司徒空 必然是看中了他的东西 至于司徒空什么来头 他们才不会 去管司徒空 原本的实力如何 而且赖无影 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的实时修为 如果不是他和我 签订了元神契约 我也同样看不到 他恢复修为的速度 司徒空并不说话 领域直接轰了出去 仙缘大手扫过中间 那被轰开的悬崖 直接裹住了 准备逃走的雷霸天 只见那只仙缘大手 突然握紧 处于大手中间的雷霸天 直接变成了一团血雾 就连那雾带都没有留下 我的内心震撼无比 这司徒空也太强悍了 再怎么说 他现在也还只是天仙圆满 怎么可能就这么随手一捏 就把天仙后期的雷霸天 直接捏死 而且 这雷霸天的实力 在尾仙城 可是排得上号的 并不是普通的天仙后期 前辈 赖乌尹看到司徒空的出手 更加茫然了 此时他心里有一万个后悔 后悔刚才没有 首先斩杀和这个司徒空 可是这个世界上 并没有后悔要 司徒空根本就不管那么多 捏死了雷霸天之后 仙缘大手 几乎没有任何迟钝地 朝着赖乌尹抓了过去 赖乌尹自然不是束手就擒的主 他的青色长脊 卷起一道仙缘轰了出去 紧接着 玄武盾护在了他的身前 玄武盾后面的他 已经抓出了一张高等级的盾符 给老夫死了 司徒空冷笑一声 仙缘大手瞬间扩大一倍 直接把赖乌尹连同武器和盾牌 抓在了手中 嗯 跑了 下一刻 司徒空便皱了皱眉头 随后收回了仙缘大手 大手张开 长脊和玄武盾掉在了地上 在玄武盾的背面 顺服 这个蝼蚁倒是有些逃跑手段 司徒空叹了口气 抓起地上的东西 就落在了我身边 此时玄月几人也都回到了我身边 他们看着司徒空过来 纷纷抱了抱拳叫了声 前辈 司徒空点点头说道 你们很不错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们应该是同一个宗门的吧 前辈 我们是都是问天工人 我是公主玄月 玄月抱了抱拳说道 司徒空突然竖起了一个大拇指说道 看到你们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宗门 正在崛起 老夫活了几万年 还没有见过 像你们这样团结的宗门 还真没有见过 宁肯自爆那单 也要去护着一个废欧不对 也要护着一个受了重伤的人 司徒空原本想说废人 但是看到 我用眼神瞪着他的时候 他及时地调转了画风 并且拿出了一枚丹药说道 还好你没死 雷姐马上来了 我就要去杜劫去仙界了 玄武盾我给你抢回来了 那把长脊材质不错 还有那张盾服等级也很高 你留着自保没问题 要不是你现在实力太低 用不了我身上的东西 我真想用防御法宝 把你包起来 前辈说笑了 林月突然说道 众人疑惑地看着林月 不知道林月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连我也有些疑惑 林月呵呵一笑说道 沈长老现在实力低 不代表日后也实力低 所以前辈有什么好的防御法宝 也可以提前给沈长老的 我心中暗赞林月的机制 不过司徒空缺摇头说道 能给的我都已经给了 至于我说的 真不是我不给 而是在这个地方根本拿不出来 这里的天地规则 不允许伟神器面试 要不然会引来雷结 把我的伟神器收回去 小气就小气 我就不信 一把武器还能引来雷结 也不知道司徒空的丹药 是什么等级的 吃下之后 居然可以自由行动了 虽然仙缘一点都没有恢复 但是也不至于变成一个 不能动的植物人 司徒空看了看我 一个非常认真的声音传音 落入我脑海中 小家伙 我真的不是小气啊 如果可以拿出来 我早就拿出来了 现在你的命就是我的命 我怎么可能不把 自己的性命当回事 而且 那座阴坟虽然没有等级 但却是神界的大能 都要眼红的宝物 你一定不能泄露 给任何人知道 一旦被人知道 不管你在哪里 都会被找到杀死 我冷哼一声说道 你这把飞剑就不错 极品仙器吧 对了 我的一万极品仙缘石 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 这破玩意你拿去 对了 想起来了 再给你一个极品仙器面具法宝 戴上它 这里的蝼蚁 没有人可以认得出来你 这次都懒得传音 直接丢出了一个面具给我 那你身上 有没有治疗自毁性质的 原神受伤的神丹 我接过面具 赶紧问道 司徒空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 我本来是原神体 那种丹药我也急需 本来有一些 但是都被我用完了 不过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在仙剑弄到 将来你到了仙剑 可以找我要 你没有修炼的资源吗 比如 神源石 神音石什么的 我再次问道 为了这个司徒空 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不多要点好处 我心有不甘 我被困在封印里面的时候 早就用光了 要不然还问你要 那些垃圾仙缘石 司徒空说着 脸色突然一变 朝着悬崖对面顿了过去 只留下了一句话 雷杰要来了 我去仙剑 各位如果非生仙剑 无去处的话 可以去仙剑的司徒家 虽然我不一定在 但是司徒家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司徒空人 已经顿走多远 声音才慢吞吞地传了过来 这位前辈 绝对是个大能 洛桑感慨着说道 羽莫接话说道 是啊 这样的大能 都被沈长老结交上了 沈长老机缘还真是不凡 我有些无语 当初差点没被这司徒空给阴死 不过这些事情 我也不会说出来就是 我们快回问天宫 外面不是很安全 林月说着 祭出了飞剑 抬手一袋 收起了地上的战利品 洛桑冲到悬崖对面 毫不留情地杀了另外一个 还被我刀记无边落幕 定在地上的那名天仙后妻 收起了他们两人的那无袋 直接朝着天伐山冲了过去 回到问天宫 我第一时间和洛桑说了 要收集黑铁 黄渤 还有地盐矿的事情 然后又找来了兰默和张子泰 告诉了他们 张童南前辈在镇守封印的事情 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感触很多 他们也想去见张童南前辈 可惜的是 他们暂时进不去前仙魔窟外面 兰默一回去 就开始闭关钻研镇道 他想去帮张童南 虽然他现在八级先镇宗师的镇道水平 几乎已经站在了伪先玉的顶端 可是那封印是神镇 他一样帮不上什么忙 我在问天宫 足足休息了半个月 因为施展无边落幕的关系 我的线缘恢复得无比缓慢 这半个月 我什么都做不了 不能修炼 不能炼丹炼气 和推演镇道 悠闲地向着退休职工 赖乌尹能从司徒空手中逃走 也算不辱莫他尹宗宗主的名号 尹宗本来就是个神秘的宗门 连宗门驻地都找不到 他能逃走也并不夸张 而且我敢肯定 他再也不会放过我 就算是问天宫 他也不会放过 想到这里 我把这件事情和林月说了一下 叫他做好防范措施 不要让尹宗的人渗透进来 对于这一点 林月其实早就做出了安排 现在加入问天宫 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简单了 伤势恢复之后 我没有继续修炼 那一万极品仙缘石被司徒空用掉 我现在是一穷二白 问天宫虽然有修炼资源 但是却不属于我私人的 即使他们极力赞成 把修炼资源给我用 但是我却不好意思拿 开了这个先例 问天宫的制度 永远也完善不了 我用了差不多十天时间 炼化了司徒空那把 极品仙气飞剑和玄武盾 就连那一张盾服 我也把它一起炼化掉了 至于赖无影的那桿长戟 我并没有去炼化 这长戟 虽然也是一把极品仙气 但是却没有我的长刀好 我准备把它送给林月 司徒空给我的那个面具 法宝名为逆侠 我足足花了五天时间 才彻底地炼化了它 这面具对我来说 绝对是个好东西 比起一容单来说要好多了 不但能够毫无瑕疵地改变容貌 而且还能遮掩原本的道运气息 模拟出来一种更为自然的气息 司徒空说的没错 就算是天仙圆满的强者盯着我看 也不可能认出我义了容 赌赌赌一声敲门声 打断了正准备炼丹的我 一念一扫出去 就看到林月正站在外面 我走过去打开了门 疑惑地问道 公主 你来得正好 刚好准备把长戟给你送过去 对了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因为林月很少单独来我房间找我 如果有事的话 都是遣人来通知我过去找她的 林月没有客气 顺手接过长戟 放进了那屋带中 这才走了进来说道 我在华夏的公主玉牌有了感应 公主玉牌有了感应 是什么意思 我疑惑地问道 林月说道 这就说明华夏问天宫的公主 带着问天宫的公主玉牌飞升了 问天宫的公主玉牌 在炼制的时候 都加入了宫门神念感应 出现在同一界面的时候 就会有所感应 梦瑶飞升了 还带着公主玉牌 我猛地一抬头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万一被飞升落点的人 发现了梦瑶的公主玉牌 可就糟了 林月说道 是不是梦瑶我不知道 但是确实有人带着公主 玉牌飞升到了伪仙玉 我赶紧寄出飞剑问道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林月说道 就在刚刚 发现感应我就来找你了 嗯 公主 我去飞升落点看看 我说着跳上飞剑 抬手一挥 打开了大门 好 你小心一点 如果碰到难事 第一时间发传讯给我 林月说道 她知道我和梦瑶的关系 当然 她也知道 我出了天发山 会危险重重 可是她同样知道我的性子 极品仙气飞剑 比起之前 那把半仙气飞剑的速度 要快上了一倍不止 仅仅不到一个时辰 我便来到了天发山外围 我并没有着急出去 而是把意念扫了出去 发现没有人注意我之后 我换上了一把普通的飞剑 戴上面具逆侠 变成了一个满汉模样 把修为隐藏在了凡仙后期 然后快速地朝着飞升落点飞去 飞升落点周围 依旧荒凉 平静 这里除了一个剑影的人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人 而这个剑影的人 又是我飞升上来的时候 碰到的那个陆浮明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看到他了 司徒空说他飞升上来 拍死了一个剑影的人 起初我还以为是陆浮明 看来并不是他 这位道友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飞升落点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陆浮明看到我飞剑 直接飞到他身边 他皱眉问道 我已经回来了 他们自然不会派天仙强者 或者地仙强者 在飞升落点守着 除了这个陆浮明之外 另外还有一名 穿着成竹服服装的虚仙圆满 我抱了抱拳说道 道友 我刚从天伐山而来 想要借用一下传送阵 回伟仙城 天伐山 那名虚仙圆满听到之后 立刻皱起了眉头 嘴里问道 问天公的人 我摇了摇头说道 道友不要误会 我是从天伐山逃出来的 我原本是伟仙城的人 我大哥是黑雷宗的 一名普通的弟子 在上次围攻 问天公的时候 陨落了 我大哥陨落的时候 在杀他的人的身上 留下了一年印记 听说问天公 招人条件很宽松 我本来想混进去 然后找机会杀掉 杀害我哥哥的人 谁知道 他们现在招收弟子 需要筛选 很快就调查出来了 我来自伟仙城 并且拒绝了我的加入 你是哪个宗门的 虚仙圆满谨慎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说道 我没有加入宗门 是个散修 因为对领域的领悟 有些低 几成 陆福明突然问道 一成 我回答道 陆福明转头 看了看那个虚仙圆满 虚仙圆满说道 你去过问天公 对里面的情况 应该有所了解吧 我点点头说道 是的 略知一二 很好 虚仙圆满站起身来 走到我身边 嘴里说道 你跟我一起 去一趟城主府 把你知道的 关于问天公招收弟子的事情都说出来 如果信息有用 倒是可以加入城主府 成为一个杂役弟子 多谢道友 我假装欣喜地说道 你应该叫前辈 那虚仙圆满有些不悦地说道 丢给我一个传送玉牌 直接走进了 飞升落点的传送门 我过来的时候 没有见到孟瑶 就知道 孟瑶肯定是被带走了 可是这个时候 我又不能问 一问 就会打草惊蛇 跟着走进了传送阵门 白光一闪 我落在了一个大殿的 正中间一个接待台上面 这个大殿里面人不算多 但是有很多个铺子 把接待台的三面包围起来 另外一面是一扇大门 大门外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这些铺子 是各个宗门的 在飞升大殿的接待处 每个接待处 里面都有一个人 在大殿的各个地方 零零散散地有些人在聊天 我一出现 就感觉到 有几十道意念 落在了我的身上 不过他们看到 我身边的那个城主府的 虚仙圆满之后 便收回了意念 我尽量表现得平常 那个虚仙圆满 领着我直接走到 城主府那个最显眼的位置 里面接待的是一个凡仙中弃 他看到虚仙圆满之后 赶紧走了过来说道 孙成师兄 这位道友 是要加入城主府吗 虚仙圆满孙成说道 不是 他去过问天宫 应该知道一些 问天宫的事情 你把他带回去 交给管事大人 我还要去飞升落点职守 对了 刚才九城领悟的女子 选择了哪个宗门 九城领悟的女子 我心中一愣 此人应该是梦幺无遗了 是 那女子来了之后 几个宗门的宗主 和太上长老都过来了 最后在她身上 发现了一块 问天宫的公主玉牌 那凡仙中弃回答道 听到这里 我紧紧地握了握拳头 焦急地看着那名凡仙中弃 孙成问道 问天宫的公主玉牌 我怎么没有发现 然后呢 那凡仙中弃说道 他把公主玉牌 隐藏在了解衣里面 孙师兄发现不了也正常 然后各大宗门的太上长老 都过来了 都想要带走她 而且那女子 还是完整的基因体制 最后被谁带走了 孙成也有些紧张地问道 九成的领域领悟 在伟仙城 也是顶尖的资质 各大宗门都想要 也很正常 凡仙中弃说道 最后那些太上长老 争执不下 一直决定 先把他交给伟仙玉商会 准备七天后 举办一个拍卖会 拍卖这名女子 拍卖所得的收益 用来补偿其他宗门 咔咔 我的拳头握得嘎吱作响 这些王八蛋 居然想要拍卖梦瑶 梦瑶设施未深 以为将问天宫的公主 玉牌藏在谢衣里面 就不会被人发现 她没有屏蔽意念的衣服 其实只要有地先修为 或以上的强者 用意念随便一扫 就可以穿透她的衣服 而且还被人发现了 是基因体制 这种体制 修炼资质更佳 如果她愿意双修 对双修的道理 更是有莫大的好处 这种天才 谁不想要 至于她本人的意愿 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就连她问天宫公主的身份 也不重要了 这里的天仙强者 想要用手段 改变一个刚刚飞升的 凡仙的意志 还是可以办得到的 嗯 这样也好 孙城说着 转身走向了飞升接待台 那名凡仙中期台首 发出一道仙缘传讯 然后对我说道 这位道友请稍等 接送的马车很快就到 我点点头说道 劳烦了 伟仙城有进空条例 在城中不能随意飞行 当然 这条例对于那些 很有身份的人来说 没有任何作用 但是其他的人 一旦踏见飞行 就会直接被斩杀 道友 伟仙遇商会 七天后举办拍卖会 只是为了拍卖 你们刚才讨论的 那名女子吗 我报了报全问道 那名凡仙中期摇头说道 伟仙城商会 每天都有拍卖会 除非有非常珍贵的宝物出现 伟仙城商会 才会提前打出广告 七天后的拍卖会 应该是空前浩大的一次 借着那名女子的光 拍卖会还会出现 最近的广告很多 道友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了解一下 不过我觉得 道友去了也是白去 那里面的东西 都是要动用宗门之力 才有可能静拍得到 如果你只是个散修 先不说 你有没有这么多的仙缘石 就算你有 你买到的东西 也会成为你的催命符 我点点头说道 多谢道友提醒 对于这种事情 我倒很是理解 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实力的人 根本就留不住宝物 如果有比你强的人 基于你身上的东西 只有两条路 要么把东西乖乖交出来 要么被杀 东西一样会被拿走 伟先城里面 实力最强的人 不是宗主或者城主什么的 而是这些大宗门里面的 太上长老 这些太上长老的权力 比宗主还要大 他们说要换宗主 就可以直接把宗主换掉 这些人平时都不出来的 除非宗门即将被灭 亦或者出现了像孟瑶这种 让他们眼红的超级天才 城主府的接待马车 很快过来了 马车在路上行驶了 将近两个时辰 这一路上经过了两个宗门 一个无极宗 还有一个叫做白剑门的小宗门 伟先城很大 丝毫不小于 延绵数千公里的天伐山 一路上的剑门 才让我觉得我对伟先城的了解 实在太少了 伟先城除了十大宗门之外 还有数十个小宗门 能加入宗门的人只占少数 更多的人是散修 还有很多修为在凡仙以下的修道者 这些人应该是伟先玉行城 无数年积累下来的人口 在这里土生土长的 主街区商铺林立 人生鼎废 城中各种道路错综复杂 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华夏的国内一线大城市 人口估摸着有上千万之多 甚至可以说 这里就是一个小国家 城主府坐落在伟先城的偏中心的位置 城主刘世博已经死了 怎么死的 我不去关心 现在的城主是谁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心里只想着 随便和这里的管事 透露点关于问天公的事情 然后去了解一下伟先玉商会的情况 在这种地方 以我现在地先中期的实力 强行抢人基本不现实 好在拍卖会还有七天 我可以好好准备一下 城主府的大门气势磅礴 足足有十多米宽 主色调为金色 精致的雕花和威延时刻 无比彰显城主府的实力强横 比起无极门的山门来说 城主府更多了一丝庄严 宗门一般都是建立在山上的 而城主府却一路平坦 比起华夏的紫禁城来更加恢弘 城主府的马车一路急迟 很快就冲了城主府的大门 行走了不到百米 赶车的车夫就停了下来 由另外两名虚先出气的弟子 带着我走向了外围的一座院落 走进院落大门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花园 花园里面种植着一些能够仙草药 这些仙草药 让院落里面的空气更为清新 你就是那个 想要加入问天宫 却被拒绝的人 一个无须老者 手拿一把菩萨 悠闲地坐在一把摇椅上面 天仙出气修为 是的前辈 我抱了抱拳说道 嗯 那你说说 问天宫筛选弟子的条件是什么 无须老者依旧闭着眼睛 意念却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我假装恭敬地说道 首先 加入问天宫 要是天伐山的子民 并且需要有人作证 超过两年以上才可以加入 没有证人也可以 但是需要说出 之前居住的地点 和周围百里的环境 呵呵 这又何难 老者说道 我恩了一声继续说道 其次 需要起雷势 永不背叛问天宫 这也不难呀 再次 问天宫有自己的搜魂手段 搜魂 这倒有些困难 你的修为太低 一搜你就知道 估计地线以下的人 很少能够混进去了 老者皱起了眉头 对着我摆了摆手说道 我知道了 你去吧 这老者丝毫没有提及 让我加入城主府的事情 这对我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是 晚辈告辞 我抱了抱拳 转身离开了这个院落 出了院落之后 我松了口气 这些手段 都是我瞎说的 当时我只是提醒了林月 林月说有防范 我也没有详问 现在这个人问起来 也只能胡乱说一通了 好在他也不知道 问天公具体的防范措施是什么 离开城主府之后 我准备先去伟仙城商会看看 刚走出没多远 就看了一个酒楼前面 蹲坐着一个熟人 这个熟人 是一名中年风韵女子 当初我在凤林州 杀掉了十多个 从伟仙遇下去的凡仙 这些人抓了地蒙 和夏如氏他们 那个时候 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我杀掉 唯独留下了这名女子 我不杀她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而是想留下她回来报信 再有一个 她当时的眼神 让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 我原本想让戴信给刘世博 让她忌惮 现在突然在这里看到她 我的心里还是非常疑惑的 因为她此时 已经变成了一个乞丐模样 头发散乱 衣衫蓝绿 身上的城主府的服装 早就被脱下 就蹲坐在酒楼前面乞讨 修为也被强者封住 看上去异常的凄惨 应该是被城主府抛弃了 在伟仙城我没有其他熟人 看到这个女子之后 我走了过去 她以前是城主府的 对伟仙城自然要比我熟悉得多 现在顺手救下她 或许能从她嘴里得到一些东西 哈哈 徐师姐 乞讨的滋味不好受吧 呃 坏了吧 只要你跟我回去暖被窝 我必定让你吃饱穿暖 一个声音抢在我面前 一个虚先初期 修为的光头胖子 已经来到了那名女子身边 那名女子低着头不说话 只是猛摇头 光头胖子谨慎地看了看四周 最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见没有其他人关注她 她不懈地看了我一眼 冷哼一声 伸手一巴掌 就打在了那女子的脸色 以前在城主府 你不是高高在上 看不起我吗 现在老子打你 你倒是还手啊 光头胖子恶狠狠地说着 领域延伸出去 束缚住了那个女子 抬手就朝着 她那丰满的胸前抓去 拜嘞 我一道传音 传入光头胖子耳中 走到她身边 冷冷地盯着她 光头胖子的手 停在了女子胸前 她转头看着我说道 刚才是你给我传音 是又如何 我知道这尾仙城里面 不准随便动手 光头胖子 肯定也不敢对我动手 那光头胖子哈哈一笑 抬手一道意念标记 打在了我的身上说道 很好 希望你一直归缩在安全区 不要离开半步 胖子说完 看了女子一眼 吞了一口口水之后 转身离开了 多谢道友相救 我叫徐玉领 你要小心她 她是无极门的弟子 徐玉领见胖子走后 有些担忧地说道 我笑了笑 她会主动提醒我 就证明她不是特别坏 我拿出一瓶壁骨丹 给她说道 这个你先拿着 我有点事情要问你 你知不知道 这附近有没有 清静点的地方 有 导游请跟我来 徐玉领感激地 接过壁骨丹 缓缓地站起身来 转身朝着身后 百米处的一个小巷走去 我跟在徐玉领后面 走了大概有一刻钟左右 就来到了一个 破旧木屋前面 这片地方居住的大部分 都是凡仙以下的原住民 因为修炼资质的关系 他们并没有能够 加入任何宗门 只能挣扎在生活的边缘 木屋很简陋 只有三个房间 里面还住着一个灰发老欧 这老欧应该是徐玉领的亲人 看到徐玉领领我进来之后 这老欧直接走进了 里面的一个房间 道友请稍等 进了木屋之后 徐玉领也走进了 另外一个房间 不一会儿 他就换了一身干净的 粗不衣走了出来 嘴里说道 条件简陋 怠慢道友了 我摆了白手说道 无妨 你以前是城主府的人对吧 徐玉领一愣 随后点点头说道 是的 不过 我已经被城主府抛弃了 因为办事不利 道友是想要打听 关于城主府的事情吗 你放松心神 我说着伸出了手 徐玉领知道我要做什么 他没有任何抵抗 直接走到我身边 我用手盖住徐玉领的头顶 开始小心翼翼地 把意念探入了他的脑海里面 进行搜魂 片刻之后 我一开了手 我这么做 只是想知道 他值不值得信任 事实上 他被城主府抛弃 还真的是因为海内石舟的那件事情 而且他人不坏 很善良 只是一个为了 严守抚弃的受害者 而且 他对城主府异常的痛恨 我们算是 有着共同的敌人 当然 我也可以直接得到 他脑海里面的所有信息 但是这对我 或者对他来说 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我摘下了面具说道 我想你应该认识我 徐玉领看到我的 本来面目的时候 突然倩身说道 晚辈见过前辈 我把面具重新戴上说道 先和我说说 伪先城商会拍卖会的情况 然后再和我说说 城主府和你知道 伪先城所有宗门的情况 我要去拍卖会 自然要知道 一些事情和规矩 要不然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至于城主府和其他宗门的情况 我也必须弄清楚 和这些人 迟早有一场大战 一个时辰后 我对伪先城 已经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徐玉领对伪先城还算熟悉 我想要知道的 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 原本想顺手帮徐玉领 解开封印修为的禁止 但是时间上有些来不及 因为马上就要到有时了 伪先城商会的拍卖会 都是在有时举办 答应他 临走之前会给他 解开封印之后 我离开徐玉领家 原本准备在主街 租一辆马车过去商会 可是我惊恶地发现 我的内务带里面 一块鲜原石都没有 一路狂奔 总算在有时之前 十分钟赶到了商会 这次的拍卖会有些简单 我准备拍卖一些单药 先换点鲜原石 然后找个客栈住下 再仔细计划计划 怎么应对七天后 那场关于梦瑶的拍卖会 一到拍卖会场外面 我再次利用逆侠 换了一个白面书生的形象 不是不相信徐玉领 小心一点 总没有坏处 伟先玉商会 是伟先玉最大的一家商会 商会的实力 并不比十大宗门 或者城主腐弱 据徐玉领所说 这商会里面的天仙强者 就有七八个 天仙后期以上的强者 就有三个 商会的一楼大厅 装修得极为奢华 足足有上万平米大 来来往往的修道者络绎不绝 大厅的两边 有卖武器法宝的等等 就连专门卖丹药的店铺这里也有 趁着还有点时间 我在丹药店转了一圈 心中更是有底了 这里面基本都是六瓶以下的丹药 而且都是一些常用丹药 至于我身上的生机丹和涅根丹 那是属于天价丹药 伟先玉商会平日的拍卖会的入场券 需要加缴纳一千下品先玉石 换算成上品先玉石 也就是十枚 可是这十枚上品先玉石 我也拿不出来 不过不打紧 计拍东西的人可以免费入场 我快速地走到计拍登记处 拿出了一枚涅根丹和六枚生机丹 放在了桌上 咦 特等涅根丹 和特等的生机丹 一名专门鉴定丹药的鉴定师 伸手抓起了那六枚丹药 随手放进了两个玉瓶之中 我笑了笑说道 这位道友请了 我要计拍这两种丹药 好 好好好 不知道道友的底价是多少 对了 我们商会的抽成是两成 交易都是用上品先原始 那名鉴定师欣喜地说道 这种丹药 就算再伪先玉也不常见 如果碰到急需 却又特别有钱的两个人 价格可以被抬得很高 价格越高 他们商会抽成 自然也是越高 一般的商会 抽成都只有一成 两成的抽成 确实有些黑 不过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钱的人 一般不会去小商会 好的东西 一般也不会丢去小商会拍卖 一枚涅根丹 底价五十万 六枚生机丹 底价一百五十万 我直接说道 价格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其实拍卖的底价并不重要 呵呵 可以 鉴定师随手拿出一枚七月玉牌 在上面落上了拍卖信息 和我的个人信息 然后交给了我 玉牌上面除了七月之外 还有一个座位号 有了这个玉牌 就不需要缴纳入场费了 拍卖会场在商会的二楼 里面的面积近千平米 而且 这只是尾仙玉商会的一个小拍卖场 我进来的时候 里面已经有了两三百人 每日一次的拍卖会人自然不会多 位置也还算空 我刚坐下不久 拍卖台上就走上来了一个美艳的少傅 欢迎各位道友 前辈来参加今天的拍卖会 今天的拍卖品有十二种 大家的时间是宝贵的 我也不多说废话 第一件宝贝 是一把夏品仙气飞剑 抵价一百万上品仙元时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五万仙元时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在支持 这个少傅说话干脆 也不带任何的情绪 就好像再走流程一般 夏品仙气飞剑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 不过夏品仙气飞剑的价格 却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最后以一百八十万的价格 被一个虚仙圆满的修道者买走 早知道这样 我把身上的那把 从周平手里夺过来的夏品仙气飞剑 也拿出来卖了 不过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这东西很容易让人认出来 第二件东西 是一件女修的防御内甲 也是一件夏品仙气 这东西很实用 我虽然想要 但是却没有仙圆石 后面的几件东西都还不错 不过因为穷 我也只能看看 第八件宝贝 是一张盾空服 盾空服 虽然对地仙以上的前辈 没有作用了 但是对凡仙道友 和虚仙道友来说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底价是十万上品仙圆石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两千 美燕少傅 把那枚盾空服抓在手上 我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老骷髅司徒空 给送物带的那一张 正如这个美燕少傅所说 这东西对我来说 也没什么作用了 当初司徒空说 我拿走了他的盾空服 其实只是找个借口 想要对我动手而已 突然想到 这个司徒空 其实还挺不错的 比起伟仙玉的 大部分强者的品行 要好很多 至少他不会 无缘无故对人动手 还会找个别角的理由 这没盾空服 当初也不知道 是谁抢走了 我转头 看了看周围的人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熟人 海内十周中 严周中的宗主陆谦 盾空服过后 又是两件宝贝拍出 一直到了第十一件宝贝 美艳少傅才拿出一个玉瓶说道 这是一枚镍根丹 也是本次拍卖会的 压轴宝贝之一 镍根丹是修复丹田的绝佳丹药 相信很多道友前辈都不陌生 一枚镍根丹 有的时候就相当于一条命 新鲜的镍金草 在尾仙玉已经绝技 镍根丹自然是可育 而不可求的东西 而且这镍根丹 还是一枚特等丹药 效果绝佳 就算是天仙强者的丹田受伤 也一样可以修复 各位可以用意念扫一下看看 美艳少傅少有的 大篇幅介绍起我的丹药来 而且介绍完了之后 还没有说出底价 只是把镍根丹倒在空气之中 并且用仙缘拖住 镇根丹的主人 可能是有些不懂行情 才给出了50万上品 仙缘时的底价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万 美艳少傅说道 100万 一名穿着如式服装的高兽男子 直接举起了手中的加价牌 一加就加了一倍 130万 另外一名地仙后期的强者 直接喊道 150万 又是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 200万 如式男子语气不焦不燥 淡淡地说道 210万 那地仙后期的强者 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听得更是激动 没过多久 这枚镍根丹的价格 已经被抬到了420万 我心里也有些无语 还真没想到 这镍根丹的价值居然这么高 好在我身上还有两枚 等到七天后的拍卖会再拿出来 或许价格会更高 444万 这是我爆出来的最后价格 如果还有人要抢 我雷鸣代替黑雷宗 接着就是 那名地仙后期语气 开始愤怒起来 很显然 他身上的仙元石不够了 可是又非常需要 这枚丹涅根丹 呵呵 敢在我伟仙遇伤会危险 你黑雷宗好大的威风 再有一次 我会直接将你斩杀 这句话一传出来 一只仙元大手 直接扫了过去 抓起那个叫雷鸣的地仙 后期就丢了出去 我惊恶地看着 站在拍卖台前面的一名 穿着伪仙遇伤会 长老服装的老者 这是一点面子 都不给黑雷宗啊 黑雷宗的宗主雷霸天 被司徒空捏死 这个地仙后期 还这么嚣张 算是在作死 呵 拍卖继续 刚才的价格轮走 现在的价格是420万 有没有道友前辈 继续加价的 美艳少傅 似乎并没有把 刚才的事情当回事 若无其事地说道 450万 那个清脆的声音 再次传来 我转头一看 才发现 这只是一个少女 凡先初期修为 不过在她的身边 跟着一名天仙中期的老者 能有天仙中期的老者跟随 这个少女的来头必然不小 少女加完价之后 再也没有人说话 最终她以450万上品 先元时的价格 买走了我的镊根丹 我默默地叹了口气 想起当初抓了 那么多伪先程的俘虏 才敲了几百万先元时 现在一枚镊根丹 居然卖出了这样的天价 看来 当初我还是太保守了一些 今天的最后一件宝贝 同样是丹药 不过这次是六枚特等生机丹 生机丹虽然没有镊根丹珍贵 但是剩在数量多 美艳少傅说道 这瓶生机丹的底价 是150万上品先元时 每次加价 不得超过1000上品先元时 美艳少傅说道 我心中一愣 心里满是疑惑 每次加价 不得超过1000上品先元时 也就是说 我又一次估错了价格 生机丹的价值并不高 哼 这个即拍的是想先元时想疯了 六枚生机丹 底价要150万上品先元时 100万都没有人要吧 果不其然 我坐在我身后的一个 虚仙后妻笑着说道 就是 生机丹虽然珍贵 但是要想弄到 还是可以弄到的 他旁边的另外一个人说道 我叹了口气 在我看来 生机丹药比镍根丹还要珍贵 因为这里面融合了修道者的生机 而镍金草再怎么珍贵 也只是仙草药而已 不只是我 估计绝大多数的凡人都会这么想 可是在伪先玉这种地方 修道者的生机 根本就不是什么珍贵的事情 只要有实力 想要抓人收取生机 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300万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全场哗然 在众人看来 这个人一定是脑子嗅豆了 这个声音 依旧是那个有天仙强者 做保镖的少女 我看向她的时候 她的目光正好在四处打量 还特意把价格提高了一倍 似乎正在寻找即拍丹药的人 我不知道她此举意欲何为 要说她不知道生机丹的价值 那不可能 就算她不知道 她身边那个天仙强者 也没有理由不知道 莫非她是钱多烧的 我赶紧趁她没有看到我的时候 移开了目光 不管她是什么目的 我都不想 现在把自己暴露出来 拍卖会在这个戏剧性的交易下结束 所有的人纷纷离场 那少女和她身边的天仙强者 依旧没有走 当然 即拍的所有人也没有走 两位 拍卖会已经结束 还请离开会场 一个商会执事 走到少女面前 抱了抱拳说道 少女皱了皱眉头 嘴里问道 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些丹药 是谁放在这里即拍的 她知道拍卖会的规矩 拍卖会的人 同样也知道她的意图 执事摇了摇头 微笑着说道 抱歉 客人的信息是商会的绝密 不能透露给您 如果我一定要知道呢 少女冷哼一声 冷冷地说道 小姐 身边那个天仙强者 对着那少女摇了摇头 示意她不要乱来 商会执事也冷哼一声说道 这里也不是谁 都可以撒野的地方 那少女看了看身边的保镖 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了会场 听到这个少女 这么着急找我 我心里也无比纳闷 我敢肯定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少女 为什么她要找我 抛开这些 我没有再去细想 而是随着那些 即拍的人一起 走进了拍卖会的后台 恭喜道友 两件宝贝都拍出了天价 总共是750万上品先元石 商会扣掉150万的交易费 这是600万上品先元石 一名商会长老 拿出一个纳物袋递给我 我把玉牌递还回去 伸手接过纳物袋 意念扫了进去 确认数目 对了之后 转身准备离开商会 这位道友请留步 一名长旭老者 突然走了过来 前辈有事情吗 我抱了抱拳问道 这老者虽然只是 地先圆满修为 但是在这里的地位却不低 老者点点头说道 请问那梅特等涅根丹 是道友自己炼制的还是 前辈说笑了 我哪有那个本事 那是因为 我帮了一个前辈的忙 那个前辈送给我的 我自己拿着无用 就拿来拍卖 换点仙元石 我解释道 那道友可知道 那位前辈姓甚名谁吗 老者目光阴切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说道 这就不知道了 能随手拿出这种丹药的前辈 我哪里有资格知道名号 哦 老者有些失落地说道 既然如此 就不打搅道友了 这个老者这么问 我突然有点明白 为什么那个少女想要找我了 莫非她是看中了我的单道水平 还是她有了一枚涅根丹 还不够 一走出商会 我就准备离开 刚走出没几步 突然就看到那个少女 和那个天仙强者 迎面走了过来 这位小友请了 这次说话的 不是那个少女 而是他身边那个天仙老者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 不过我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 前辈请了 我抱了抱拳说道 小友 请问拍卖会的时候 后面那两种丹药 是你既拍的吗 老者何须地问道 不等我说话 那老者突然传言给我 小友 我们并无恶意 如果小友可以告诉我们 是谁炼制的这个丹药 我们顾家定有厚礼相送 如果是你 你现在摇头四下 然后离开 我们一会再来找你 我心中也是一阵无语 原本以为能甩掉这两个人 刚才商会那场虚老者留了我一下 结果我变成了最后一个出来的 估计前面的人都被他们问过了 都不是 所以最后他们几乎已经肯定 这两枚丹药 是我既拍的了 其他的既拍人 基本都是凡仙和虚仙修为 就连地仙修为的 也只有两个 这些人可不敢在一个天仙强者面前撒谎 这两人必定是为了求丹 如果是想要通过丹药找我寻仇的话 那基本不可能 我又不认识他们 也不知道什么顾价 既然这个老者说有厚礼相送 而我现在又需要修炼资源 何况他们两个人 如果对我用墙我也不拒 再说了我现在一容 换个面貌 就没有人认识我了 所以我干脆摇头四下 然后转身就走 走出商会好几公里 我才在一家客栈门口停了下来 然后开了一个房间 进入房间之后 我在里面布置了一个八级线困阵 如果那老者腰对我动手 就别怪我不客气 布置完困阵大概只有一刻钟 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我直接打开了门 把这老者和少女让了进来 小友真的是 是计拍镊根丹的人 老者一进来 就打上了一个隔音静止 这才着急地问道 我点点头说道 是的 我就是计拍丹药的人 而且这丹药 也是我自己炼制的 真的是你 可是你才翻先后期啊 那少女先是惊叫一声 然后怀疑地问道 老者倒是平静很多 他直接说道 如果小友所说属实 还请小友帮个忙 去我顾家一趟 前辈是要求丹吗 我直接问道 老者点点头说道 是的 我顾家家主和几位长老丹田受伤 而且 这伤非特等涅根丹不能救治 还请小友出手帮个忙 前辈需要多少 我心里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 涅根丹虽然无比珍贵 但是看着少女的出手 和老者的修为 顾家必然抵运身后 要涅根丹自然不难 难的是特等涅根丹 炼制特等涅根丹不是丹到水平就可以弥补的 关键在于 对于涅金草的提唇 我看过一些仙丹式提唇药性 和我修炼的道治丹书 根本没办法比 同样一株药材 其他人的提唇手法 最多也就九成五 但是我来提唇 可以到九成九 甚至十成 这才是炼制出特等涅根丹的关键 需要十二枚 那老者直接说道 我摇了摇头说道 我身上还剩下一枚而已了 而且我没有涅金草和无根花 无法炼制 我身上还有两枚 但是我不想全部拿出来 五百万仙元时 买了另外一枚 那少女急切地说道 老者赶紧说道 剩下一枚无所谓 涅金草 我们弄到了五株 无根花可以去前仙深渊乙 只要道友答应帮炼丹 顾家绝对不会亏待你 老者直接把小友的称呼 改成了道友 这就说明在他心里已经相信了我的话 并且已经对我平等对待了 你们有新鲜的涅金草 我疑惑地问道 因为我知道 涅金草伟仙玉肯定有 但是新鲜的涅金草 根本不可能还存在 除非你有玉璃权来培育 玉璃权我之前虽然送出很多 但是在海内十周 送走那些凡仙的时候 我特意问过 那些凡仙将我送出的玉璃权 直接挥霍掉了 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玉璃权 只有我身上才有才对 新鲜的涅金草我们没有 但是七天后的大型拍卖会上面 有三滴玉璃权竞拍 那三滴玉璃权 我顾佳势在必得 老者目光坚定地说道 看到老者坚定的目光 我才知道顾佳论财力 估计不会惧怕任何一个宗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依靠顾佳的财力 先将梦瑶买下来 要在拍卖会把人带走 基本不现实 我原本的计划 是等拍卖会结束之后 去寻找买到梦瑶的宗门或者个人 用东西把梦瑶换回来 实在不行就先加入那个宗门 然后设计把梦瑶带出来 以我对领域的领悟 想要加入一个任何宗门 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现在顾佳的突然出现 让我有想要打掉那个冒险的想法 如果顾佳能够帮我把梦瑶先弄过来 那我去帮顾佳一个忙也未尝不可 怕就怕顾佳没有这个财力 道友需要多少报酬 尽管开口就是 只要我顾佳能够拿得出来 必定不会有任何吝啬 老者见我在想事情 继续说道 我点点头说道 七天后的大型拍卖会 到时候我们一起入场 我也需要在上面拍卖一样东西 如果前辈能够帮我实现 我必然帮顾佳这个忙 可以 只要不是那个九成领屋的女修 其他的东西都好说 老者果断地说道 哼 前辈的意思是 那个九成领屋的女修 你们买不起对吗 我平静地问道 如果他们买不起 那就不必要多谈浪费时间了 顾佳的事情 以后再说 老者摇头说道 不是买不起 而是不能买 在我顾佳家家主 和众位长老没有恢复之前 我顾佳还没有实力 争夺那个女修 如果把那女修买回来 我顾佳会遭受灭顶之灾 不需要以你们的名义 我来静拍就好 你们提供财力支持 对了 玉璃圈我身上也有 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 我说着 拿出了一个玉瓶 这里面还有小半瓶玉璃圈 大概还有三十多滴的样子 真的是玉璃圈 老者激动地说道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我收起玉璃圈说道 没有这个东西 我也练制不出来捏根丹 前辈您好好考虑一下 一个天仙中期 我还真的不惧 就算不用无边落魔我打不过 但是他也别想抓到我 只要我一个风遁树遁走 然后再换一个面貌 我保证他认不出来我 至于一年标记什么的 如果他敢下在我身上 那他顾佳的那些大能 也别想恢复了 好 我同意了 我顾佳必然提供财力 帮道友买下那位女修 还请道友 这就动身去前仙深渊 引无根花 然后开始练丹 老者说着 直接拿出了两株枯黄涅金草地给我 我摇了摇头说道 等买到那个女修 再一同去前仙深渊吧 这几天我还有其他事情 我如何可以相信你 老者问道 这梅涅根丹也给你 买到女修之后 你们两个天仙强者陪我同行 我是耍不了花样的 我直接说道 把身上的另外一枚涅根丹 也交给了老者 老者皱眉说道 恕我直言 就算你买下了那个女修 你也没有办法保全她 只要出了商会 你就会被斩杀 我知道 我有我的办法 我们和你同行 也会暴露出来 顾驾同样很危险 老者继续说道 拍卖会当天 你可以在我身上下 留下一念印记 等我脱离危险了 你再过去找我即可 我直接说道 这种主动让她 下一念印记的事情 已经足够让她相信我了 在她看来 我只是个凡仙后妻 一个天仙在凡仙后妻的身上 留下一念印记 哪怕凡仙再厉害 也无法去掉 老者稍微思索一下就答应道 可以 那就如此 拍卖会当天 我会把顾驾能弄到的 先元石全部给你 如果到时候还不够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好 如果不够 三年之后 我们再交易 我说道 之所以要三年 是因为我不想顾驾在这件事情上 吝啬半点 这次的协议 就这样达成了 能直接带走梦瑶自然更好 如果通过加入宗门的方式 我自己危险不说 就连梦瑶的安全 也得不到保障 庆幸的是 在拍卖会之前 梦瑶绝对是安全的 没有人会去控制她 老者和少女走了之后 我稍微在房间里面坐了一会儿 老者的那句 如果到时候还不够 让我有些担忧 我身上之前的东西很多 但是我都不敢拿出来 因为会让我暴露出来 而且 我现在也没有时间 去参加那些拍卖会 七天的时间 我需要闭关研究 那张顿符和风顿术 如果能更加熟练地 带人使用风顿术 再加上极品仙气飞剑 和那张顿符 我又把握在 众多天仙强者的围杀下 带着梦瑶逃走 之前学习风顿术的第一层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这三个月的时间 基本算是在打基础 虽然这七天时间 我没有办法学会 第二层画风而顿 但是 我可以更加深入地 去研究了解 更加熟练地去运用它 随手打上几道静置 把房间彻底地隔绝开来 抬手在空气中画了几下 用仙缘按照梦瑶的样子 模拟出来了一个人像 要研究带人顿走和风顿术 都需要带人实践 伸手搂住那个模拟人像 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自己想的还是太天真了 仙缘模拟出来的人和真人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我没有再耽误 转身走出了房间 准备去找徐玉玲 叫她帮帮我的忙 在这里 我也就认识她了 出了客栈 我直接包了一辆马车 朝着徐玉玲锁住的地方走去 刚一上马车 回头坐下的那一瞬间 我发现有两个人 在很隐晦地盯着我 伪仙城里面禁止飞行 也不可以随便用意念扫 万一扫到哪个脾气不好的强者 他就可以以此为借口 直接杀了你 哪怕是在安全区 看清这两个人 都是虚先修为的时候 我突然想了起来 这两个人 在我出商会的时候 似乎看到过 而且还在和商会的一个接待在说话 现在在看到 肯定是商会的人 把我的消息透露出来了 他们知道 我身上有六百万上品先元石 想要打劫我 也不知道 这种行为 是那个接待的个人行为 还是商会的意思 如果是商会的意思的话 那这伪仙玉商会 也不是什么豪鸟 道貌黯然而已 两个虚先修为的人 我还真的不放在心上 如果他们要对我动手 我肯定也不会客气 伪仙城有专门 让马车行走的马道 速度还算比较快 仅仅不到半个小时 马车就停了下来 后面百米外的地方 同样停下了一辆马车 那两个虚先 也贼没鼠目地下了车 这里是安全区 他们自然不敢直接动手 可是徐玉林他所住的小巷深处 那虽然也是安全区 但是那里面住的 都是凡仙以下的蝼蚁 这种名义上的安全区 根本没有多少人去顾忌 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那个小巷 快步走向徐玉林所住的 那座破旧的木屋 徐玉林家里的那个老玉道飞出来 直接砸碎了木屋的破门 朝着我撞了过来 我伸手接住这个老玉 可是已经咽气了 而在房间里面 我居然看到 之前那个在找徐玉林事情的 那个黑雷纵的光头胖子 正把背对着他的徐玉林 按在了桌子上面 徐玉林身上的衣服 也已经被撕开 光头胖子裤子 也已经解开了大半 这场景有些似曾相识 当初在华夏还没有修炼的时候 陈荣骗了我姐姐的卡里面的钱 我追过去看的时候 她不也正和那个雷浩 正在一个破旧的出租屋 做这种事情吗 一样破旧的环境一样的姿势 只不过那陈荣是自愿 而这个徐玉林 是被迫的而已 咦 又来一个凡仙中期蝼蚁 徐师姐 你还真是好命 不过这次不一样了 这里不是绝对安全区 在我接住那个老玉的时候 光头胖子也发现了我 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可是徐玉林却依旧动不了 甚至连叫都叫不出声音来 她被光头胖子的领域 死死地束缚住了 我换了面貌 她自然认不出我来 光头胖子是徐仙初期修为 看到我是凡仙修为 当然不会在意 我抱着老玉走了进去 那两个一直跟着我的徐仙 也同时冲了进来 他们一进来 光头胖子赶紧后退两步 把裤子穿好之后 对着那两名徐仙抱了抱拳说道 见过周师兄 陈师兄 呵呵 你还真是色心不改 连我成诸府的人也敢动 其中一个徐仙后期冷声说道 光头胖子浑身一哆嗦 赶紧解释道 周师兄 徐师姐不是已经被赶出城主府了吗 那物带交出来 然后滚 那个被叫做周师兄的人 冷冷地说道 光头胖子似乎很怕这个周师兄 毫不犹豫地就取出了自己的那物带 丢了给了那个周师兄 然后就朝着外面走去 徐玉领在下一刻就被领域松开 冷静地整理着自己身上的衣服 等等 我把老玉瓶放在地上 继续说道 杀了人不用偿命 光头胖子皱了皱眉头 转头看着那个周师兄 疑惑地问道 周师兄 这位道友也是城主府的 呵呵 不是 一条肥鱼而已 你快滚 别耽误我们做事 周师兄不耐烦地说道 我说叫你等等 我领域延伸出去 直接束缚住了三人 弟弟先前辈 你隐匿了修为 那周师兄惊讶地说道 我没有理他 抓出一把长剑递给徐玉领 我知道 此时他想要报仇 就算不是为了他自己 他也会为那个老玉报仇 徐玉领毫不犹豫地接过长剑 静止走到那光头胖子身边 猛地一剑 就砍下了毫无防抗能力的光头胖子的脑袋 咚咚咚 一颗人头在地上弹了两下 直接滚到那个周师兄的脚下 周师兄浑身不由自主抖了一下 嘴里说道 徐师姐 这位前辈是 徐玉领自然没有理他 他只是走到老玉面前 表情悲伤地伸手 把老玉抱起 朝着门外走去 一声不吭 前前辈 见徐玉领没有理他 他哆哆嗦嗦地看着我 为什么跟踪我 我淡淡地问道 我说 因为你在拍卖会 得到了六百万仙元时 我们想要得到这些财富 另外那个陈信修士强话说道 撒谎 一道仙元划过去 陈信修士的人头 也同样落在了地上 这两个人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 既然要杀 就要用雷霆手段 也只有这种手段 才能快速地问出一些事情 你也会说这种 没有营养的话吗 我看着那个周师兄 淡淡地问道 一把雷剑快速地凝聚在手中 不 还有一件事情 城主府要查你的底细 叫我们抓你回 周师兄直接说道 话没说完 直接闭上了嘴巴 因为他已经想到 他说出这个事情之后 他更加活不了 破 雷剑贯穿他的身体 我收回领域 抬手一袋 收起了三个那物袋 意念扫了出去 徐玉玲 已经在木屋外面的菜地里面 挖好了一个坑 并且把老玉放了进去 我快速走到徐玉玲身边 帮助他安葬了那个老玉 谢谢前辈 徐玉玲也清楚 此地不宜久留 快速地安葬完老玉之后 对着我抱了抱拳 我说着意念 小心地扫了出去 确认了没有其他人 过来的之后 才对着徐玉玲说道 不客气 这里不能待了 先找个安全点的地方再说 好 前辈请随我来 徐玉玲说着 继续朝着小巷深处走去 快速走了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徐玉玲有些体力不支了 这里已经走出那些 错综复杂的小巷 来到了一个平凡的村落 不过我仔细观察过这里的人 几乎都是一些 没有资质修炼的凡人 而且很奇怪的是 这里也再也感受不到 任何的先元气 就好像在华夏的 一个普通小镇一样 徐玉玲喘着粗气 带着我直接走进了 小镇里面 一座荒废的院落里面 前辈 这里很安全了 他们不可能会找到这边来 徐玉玲几乎瘫倒在地上 我点点头 也没有问为什么 直接说道 我现在帮你解开 你那被封印的修为 你放松心神 跟着所说的脉络 走向去运转功法 多谢前辈 徐玉玲抱了抱拳 我从那屋带里面 取出一个蒲团 放在地上 徐玉玲坐了上去 很自觉地开始解衣服 呵呵 不需要的 你把手给我就可以了 我笑了笑说道 封印他的人最多 也不过天仙修为 我现在虽然只是地仙中气 但是我对阵法的理解 和我浑厚的先元 再加上我之前 有给夏如是检查过的经验 还真的有实诚的把握 帮徐玉玲重开那道封印 徐玉玲一愣 随后笑了笑 把手伸点了我 在常人的理解 被封印的各处穴位和经脉 都需要毫无遮掩地斩露出来 把衣服脱掉是必不可免的 我伸手抓住徐玉玲的手腕 一道先元从内观穴注入 渗透进他的经脉之后 开始慢慢地向前移动 经过小海穴 神堂穴 直冲伸住 最后落在了命门穴上面 这才找到封印所在 仙元继续注入 柔和地流淌过徐玉玲的经脉 徐玉玲舒适地差点叫出声来 我冲破了封印一点点之后 对着徐玉玲说道 现在控制你体内 那被释放的仙元 有长墙穴走出 直冲伪中穴 四个时辰之后 我长长地输了 一口气说道 搞定了 你恢复一下修为 注意压制 一下修为 不要引来雷结 我说着 抬手布置了一个隔绝阵法 撒出一万上品仙元石 放在他身下 然后走到了荒废院路的外面 徐玉玲的修为 已经是虚仙圆满了 刚才我帮他 解开封印的时候 让他的修为又有所提高 如果不压制一下自己的修为 很有可能在这里 引来地仙雷结 现在没有渡结的地方 也没有渡结的机会 虽然这事在 都是凡人的村子里面 但毕竟还属于 尾仙城的范围里面 一个凡人村落 有人渡地仙雷结 很快就会被人发现 而且 这个村子也会遭殃 一个时辰后 徐玉玲也走了出来 他此时的修为 已经完全恢复 并且 自己换上了一身 更加凸显身材的衣服 这或许是 绝大多数女人的通病 不管在哪里 都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前辈 晚辈已经完全恢复 多谢前辈再造之恩 徐玉玲抱拳感谢道 我笑了笑 拿出一枚易容仙丹说道 你先改变 一下自己的容貌 城主府的人 很快就会查到你身上 是 徐玉玲直接吞下了易容丹 嘴里说道 前辈请吩咐 嗯 我赞赏的点点头 这个徐玉玲确实聪明 他知道我再次回来 肯定有事情想要找他 我要修炼一个技法 需要你帮个忙 不过需要一点身体接触 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我直接说道 徐玉玲 晚辈不介意 我的命都是前辈的 我叫沈旺 你知道的 以后不要叫前辈了 我的修位比你高一点点 就叫师兄吧 这三个内务袋里面的禁止 我已经去掉了 就送给你吧 我把光头胖子三人的内务袋 丢给徐玉玲 然后寄出了飞剑 看了看北方的那座大山 那里的风势不错 正好适合练习风遁术 多谢师兄 徐玉玲没有客气 直接接过了那三个内务袋 嘴里继续说道 师兄 这里还属于尾仙城的范围之中 如果师兄修炼的法术动静 比较大的话 有可能被注意到 我建议我们去尾仙城 外面的凡人村落 我点点头说道 好 来 伸手把徐玉玲拉上飞剑 飞剑带起一道残影 直接朝着前面冲了出去 这种地方已经很偏僻了 飞行并不危险 飞剑飞了半个小时停了下来 落在了一座平顶山上面 这里已经变得很荒凉了 偶尔有几个凡人村落 这尾仙玉两极分化实在严重 凡人村落的生活条件 落后的连一件像样的农具都没有 比起华夏上面的贫困村 还要贫穷 就这里吧 我抬手收起飞剑 这里的风不大不小刚刚好 徐玉玲主动靠了过来 嘴里问道 师兄 我需要怎么配合你 我直接拿出了顿符说道 放松身形 不要抵抗 我需要熟练一下顿符 还有一个神级法技封顿术 神级法技 徐玉玲冷了一下 我笑了笑说道 嗯 是的 我会在练习的时候传授给你 你能不能领悟 最终能不能练成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六天的时间一闪而过 这六天 和徐玉玲几乎没有停过的 在推演封顿术和顿符的待人运用 对待人使用封顿术 我已经有了很深刻的体验 之前待人只能顿出千米远 现在已经能够顿出50公里远了 这个顿符的等级 比之前的顿空符要高上不少 使用起来副作用也没有那么大 虽然消耗很大 但是不会强制性消耗所有仙缘 消耗一半的仙缘 就可以带着徐玉玲顿出百公里以上 这个距离 虽然连天仙强者的意念范围都顿不出 但是胜在速度快 多谢了 徐师妹 我对着徐玉玲抱了抱拳说道 蛇 徐玉玲婉然一笑说道 沈师兄客气了 举手之劳而已 这是天伐山问天公的入宫玉牌 伟仙城你应该待不下去了 如果不嫌弃的话 可以去问天公 我说着 把一块玉牌递给了徐玉玲 他现在虽然易容 但是很难逃过天仙强者的观察 城主府和黑雷宗的人死在了他家里 他此刻只要回去伟仙城 就是死路一条 是 我这就去问天公 徐玉玲祭出了飞剑直接说道 嗯 风盾术你已经触摸到了一些皮毛 如果勤家练习 肯定可以掌握第一层随风而盾 我说着 也祭出了飞剑 是 多谢沈师兄指点 徐玉玲知道我赶时间 率先朝着天发山的方向飞了过去 我意念跟着他飞出两百公里 这才再次换了一个样貌 驱动飞剑 朝着伟仙城飞了过去 伟仙玉商会 今天热闹异常 即使拍卖要明天才举行 这里已经门庭弱势了 伟仙玉商会 为这次的拍卖会做足了充分的宣传准备 随处可见的宣传单 哪怕是在伟仙城的边缘地带也能看到 在商会的门口 更是特意布置了一个 几十公里外都能看到的宣传阵法 我随手抓过一张宣传单 单子上面罗列了这次已经确定拍卖的物品 并且还有招拍信息 本次拍卖的物品总共有八十多件 梦瑶的头像和介绍 占据了几乎一半的篇幅 除了梦瑶之外 还有其他几个女修 也被标上了拍卖品的标签 而其他的东西 每件在伟仙玉 都是西式珍宝级别的 光上品仙器就十多件 其中还有一件极品仙器 高级的功法 技法 单药和罕见的药材 更是琳琅满目 顾家老者说的 那3D玉礼拳也在里面 让我有些奇怪的是 这3D玉礼拳的底价 居然是1500万上品先元石 这个价格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甚至都有些后悔 当初那么挥霍玉礼拳了 这位道友 请问 你是准备参加明天的大型拍卖会吗 在我正在看宣传单的时候 一个很老练的声音 从我身边传了过来 说话的是一个精瘦的年轻人 我点点头说道 是的 正准备去买入场券 道友 入场券早就被抢购一空了 您不知道吗 那个年轻人眼中闪过一丝开心 我皱了皱眉头 这宣传单上写得很清楚 只要缴纳一万上品先元石 就可以入场 也没说名额有限啊 怎么还会出现入场券 被卖空的情况 道友不信 那你去商会里面问问 看现在还有没有入场券 如果没有 欢迎来找我 我叫孙强 年轻人笑着说道 感情这是个黄牛党 我笑了笑说道 道友的入场券什么价格 不贵 也就两万上品先元石而已 年轻人笑着说道 似乎这个价格 对他来说他很吃亏一样 我欧了一声说道 如果我去计拍东西 有没有位置给我 有 当然有 不过计拍的东西 保底价值 要在一千万上品先元石以上 道友有这种东西 年轻人疑惑地问道 我拿出十枚上品先元石说道 多谢了 这个给你 给完小费 我刚准备走进商会 一辆极其奢华的金色的马车 突然冲了过来 这里这么多人 这马车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甚至都没有提醒路人让开 能在这里转悠的 基本都是凡仙以上的强者 看到马车的速度虽然快 但也不至于撞到他们 众人纷纷避开了这辆马车 我也不动声色地闪身避开 看着这马车 停在了商会前面 让我更加奇怪的是 这马车下面 下来了一个没清目秀的青年人 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大 但是这个青年人一下来 周围几乎所有的人 纷纷低下了头部说话 就好像平民见到了天子一般 这让我无比的奇怪 这个青年明明才虚先圆满修为 不过如果他的年纪是真的的话 那他的资质 就是逆天的存在 你看到我 为什么不低头 那个青年一眼就看到了我 我默默地低了一下了头 如果是在外面 我会直接一巴掌伤过去 可是现在 我不得不忍赢 紧接着 马车上面又下来两个长袍老者 看到这两个老者之后 我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全部要低下头 这两个老者身上的长袍 一黑一白 而修为都是天仙后期 而且看周深的道运气息 实力并不会比城主府之前 那个城主流失薄刹 这种强者 都跟在这青年后面 这青年到底什么来头 伪仙玉的十大宗门我 基本都有了解过 也从来不知道 有这样的势力存在 再有一次对我不敬 我挖掉你的双眼 当然 谁要在明天 和我抢梦瑶仙子 我会让他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青年男子冷冷地说道 抬脚 就朝着商会里面走去 我捏了捏拳头 并没有表露出来我的愤怒 不管这个青年男子 什么来头 如果他要打梦瑶的主意 付出再大的代价 我也会干掉他 青年男子和那两名老者 进去之后两久 站在外面的那些修饰 才恢复了刚才的热闹 请问道友 这人是谁啊 我伸手拉住了 孙强小声地问道 他你都不知道 城主府太上 长老房医的长孙房信 资质超群 是伪仙玉的第一天才 十八岁的年纪 已经是虚仙圆满修为了 而且 他的师父来头更大 孙强也小声地回答道 师父 是谁 我疑惑地问道 孙强笑了笑 没有说话 我知道他的意思 直接拿出一百仙圆石 递给他说道 对了 我还有个问题 城主府的刘成主 现在是什么情况 孙强喜滋滋地 接过仙圆石 小声地说道 第一个问题 房信公子的师父 是伪仙玉的御主侯嘉义 第二个问题 城主府的刘府主 因为户子已经被 太上长老废除了 新的府主还没有选出 我心中一惊 伪仙玉什么时候 还有个御主了 这个情况 我从来就没有了解到过 而且那太上长老的权力 也太大了吧 一个府主 说废除就给废除了 而且我心里清楚 刘诗伯不是被废除了 而是陨落了 道友还有没有 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要不要我再帮你解释解释 你放心 在伪仙城 哪怕是谁家女子怀孕了 我孙强也清清楚楚 孙强继续推销着自己 现在看来 他还真的是个包打听 我稍微思索了一下 随后一愣说道 没有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一辆龙脸 正从远处行驶过来 所有人看到这龙脸 纷纷退到了街边 恭恭敬敬地看着那龙脸 停在了商会的大门外面 而且 这龙脸还没有过来的时候 就有十几道强悍的意念扫了过来 这些意念肆无忌惮地搜索着在场的所有人 其他人可能没感觉到 但是我对领域的领悟到达了时辰 感知意念要比别人强上很多呗 龙脸停稳之后 十几个天仙圆满的强者 踏着飞奸落了下来 这些人穿着十大宗门的服装 应该就是十大宗门的太上长老了 这些人一过来 所有在商会外面围观的人 纷纷跪在了地上 而那龙脸的门打开之后 孟瑶从上面缓缓地走了下来 孟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却没有被什么手段制住 她下来之后 冷冷地扫了一眼周围 我奋力地压抑着自己内心的冲动 不让一丝情绪外野 也跟随着众人一起跪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这些人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 商会之中 突然走出了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人 都是伪先玉商会的长老级别的人物 在这些人中间 一个眼神无比精密的中年人 走在最前面 傅川龙恭迎各位道友 光临我伪先玉商会 各位道友快快里面请 中年男人抱拳说道 这傅川龙 我倒是向徐玉岭了解过 此人正是伪先玉商会的会主 同样天仙圆满修为 和这些太上长老是一个级别的 也怪不得 他敢直接称所有人为道友 哼 傅兄的事业如日中天 修为也一点没耽误 倒是献煞 我们这些 只知道闭关的老东西了 一名穿着黑雷宗服装的老者 笑了笑说道 雷兄过奖了 各位道友还真是尽职尽责 亲自护送孟瑶仙子 过来我商会 傅川龙笑着说道 微微一抬手 身后的人纷纷让出了一条道路 一个穿着城主府服饰的魁梧老者 接话说道 可惜的是 侯玉主闭关十二年 未有任何消息 要不然 他定然可以更加合理地解决这件事情 让孟瑶仙子 找到一个好宗门 我冷冷地盯着此人 这人必然就是那 城主府的太上长老房义了 同时我也知道了 伪仙玉的玉主正在闭关 怪不得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这房义和那个房性是一个德性 随便说一句话 都要显得自己有后台 是 其实玉主前辈 就算不闭关 也不会管这些闲事呢 另外一名 看上去很端庄的中年女子 突然说道 似乎很看不惯房义的狐假虎威 房义无所谓地笑了笑 率先走进了商会大楼 随着房义进去 其他人也纷纷走了进去 孟瑶走得很慢 表情变得有些复杂 我不知道 她明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庆幸的是 孟瑶的神志还很清醒 飞升之后 我发现 她的眼神之中 多出了一种久违的情感 这种情感 只有我看得出来 就是那种对我的依赖 随着众人进去之后 那些跪在地上的修饰 才纷纷站了起来 哇 十大宗门的太上长老 都被我看到了 我的天哪 我周五还有这样一天 太上长老实在是太威武了 光跪在这里 我就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在上涨 哼 你有没有这么夸张 不过明天的拍卖会 可是空前盛大的 一场大能聚会 可惜的是我没有先原始入场 值了 值了 我今天不走了 就等在这里 明天拍卖会举办完 说不定有哪个太上长老 看上我要说我为弟子呢 说话的是一名身材凹凸有致 穿得也异常性感的丰满女修 眼神之中还泛着桃花 做梦吧你 收你为静卵你都没资格 另外一名女修白了他一眼 周围一片艳羡之声 现在的事情似乎有些复杂 如果这些大能都在拍卖会现场的话 那情况就不是那么好办了 这些人如果连起手来不讲道理 那我到时候如何逃脱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随后就被我否定了 这些人不可能意见那么统一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也没必要把梦瑶拿出来拍卖了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既然把梦瑶拿出来拍卖 拍卖会就是公平的 至少表面上是公平的 孙道友 我再次拿出一百仙元时 嘴里问道 这些太上长老也会参加拍卖会吗 孙强摇了摇头说道 当然会的 他们今天都住在商会 直到拍卖会结束 不过他们本人不参与拍卖 代表近拍的都是他们的亲信 那些亲信也住在商会里面吗 我疑惑地问道 孙强咧嘴一笑 又准备要钱 我再次丢给他一百仙元时 不是 他们住在伟仙城最好的客栈 诺 就是那里 龙川客栈 也是商会的产业 这次来参加拍卖会的 有头有脸的人都住在里面 方便晚上的论道会 孙强接过仙元时 用手指了指 千米外 那座最高的楼 我顺着看了过去 那栋楼足足有七八层 在伟仙城这种 大多是两三层楼房的地方 特别的显眼 多谢了 我抱了抱拳 直接离开了商会 朝着龙川客栈走过去 龙川客栈 不愧为伪先欲最好的客栈 立在那里 就好像一个庞然大物一般 客栈有八层楼 一楼是一个大酒馆 足足有近千米长 这里的每一个房间的 都奢华无比 好的套间 不但有修炼室 还有炼单房和炼药房 更加夸张的是 这里的套房 还配有专门的女修 以供双修 价格自然也无比夸张 一晚上两万上品仙元时 除了套间 就是普通的房间 普通的房间 收费两千上品 仙元十亿万 这个价格 也不是绝大多数修饰 可以承受的 尽管如此 因为明天拍卖会的关系 这里的房间 还是被订完了 真的一间房 也没有了吗 我有些无语地问道 柜台后面的伙计 带着职业般的微笑 嘴里歉意地说道 前辈 真的没有房间了 那我打听一下 晚上的论道会 是不是不住 在这里就不能去 我淡淡地问道 伙计点点头说道 那倒不是 借着这次的大型拍卖会 所有人都有资格 参加晚上的宗门聚会 这算是我们客栈 开放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不过不住在我们客栈的 想要参加聚会 需要交纳500上品 仙元时的入场费 我暗自摇头 这个富川龙 也太会赚钱了 这种聚会 也要交这么多钱 前辈 晚上的论道会 各个宗门的核心弟子 甚至是青传弟子 都会过来互相论道 都是一些顶级的天才弟子 就是第一天才房信 也会来参加 这种聚会 能让所有人都受益匪浅 也许那些顶级天才的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突破瓶颈 晋级更高层次 客栈伙计赶紧介绍道 嗯 你说得对 那给我来一张 晚上聚会的资格门票 然后再来一壶美酒 我说着 拿出了一千上品 仙元时 好嘞 一张论道会的资格门票 一壶明星酒 伙计收起仙元时 对着另外一名伙计说道 另外 那名伙计走了过来 把我接引到了一楼酒馆里面的 一张桌子上面 离天黑还有一个时辰 我没有心思喝酒 现在只想多了解一些 关于明天拍卖会的事情 而这酒馆里面 谈论的 正是关于明天拍卖会的事情 我已经没有打算 用自己的身份 进去拍卖会了 我需要找一个身份 而且这个身份 还不能太低 至少要是十大宗门的人 我现在有逆侠 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和模拟出来 他的盗运气息 也完全不是问题 就算是那些太上长老 也认不出来 刚走进酒馆大堂 黑压压的一片人影 几乎填满了整个酒馆 起码有上千人 这或许是我目前为止 见过的最大的酒馆了 前辈 这边请 伙计领着我找到了一个空桌 而且是个小桌 然后把一个玉壶放在桌上 修饰喝酒 并不是买醉 而是用来聚会和放松 这里的酒 也加了一些珍贵的仙草药 对自己的修为 也有些帮助 所以 这里的酒不但不廉价 反而贵得吓人 当然 也有便宜的酒酿 越便宜 对修炼越没有什么帮助 我给自己倒上一杯 一边品酒 一边听着周围的人讨论 500上品 鲜员十一壶的 酒我可不想浪费 这里大多数是关于孟瑶的谈论 价格 归属 和下场 我一点都不想听到 关于孟瑶的这些事情 我的目光一直在寻找 寻找十大宗门的拍卖会代言人 寻找顾家的那个天仙中气的强者 顾家要参加拍卖会 以他们的财力 自然也是住在这里的 现在情况有变 我必须再次和顾家商量一下 合作的内容和细节 目光所到之处 没有一个熟人 我干脆站起身来 朝着酒馆的中间走去 这个酒馆太大了 想要一眼看完 所有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酒馆里面走了一圈 并没有什么收获 关于拍卖会的事情 倒是更加了解了一些 关于第一天才房信的事情 也有很多人在谈论 伪仙玉 也只有房信师兄配得上梦瑶仙子了 一名虚仙圆满的人 羡慕地说道 哼 要说真的配得上 房信也不配 那梦瑶仙子九成三的领域领悟 而房信只有八成八 而且这种无耻迎徒 品行也配不上梦瑶仙子 一名帝仙初期的魁梧修士 接话说道 他说到房信的时候 眼角抽搐 甚至还闪过一道杀机 显然和房信有很大的间隙 这名帝仙初期 身边的另外一个人 赶紧拉了拉他的衣袖说道 傅太明 你找死吗 敢在这里说房信公子的坏话 这哪里是坏话 实事求是而已 叫傅太明的地仙初期 看上去性格直爽 而且 他身上的道运气息 带着很隆重的山林气息 显然长期在外面求活 很少回来伪仙玉 还不住嘴 他的同伴谨慎地看了看 站在桌边的我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 这里每一桌的间隔 稍微有些大 要说能听到 也只有我能听到了 我心里也是无语 看来这个房信 真的是个喜怒无常的人 要不然 那个傅太明的同伴 也不会如此紧张 傅太明默默地点点头 也没再说话 同样谨慎地看着我 显然是怕我去告命 这一桌只有三个人 却有四个位置 正好还有一个空位 我提着酒壶直接坐了下来 嘴里说道 三位道友请了 抱歉 路过无意之中 听到你们的谈论 我并无恶意 这壶酒愿意 与三位道友共议 我表面的修为 是凡仙中期 这三人中 有两个地仙初期 一个虚仙圆满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这个修为 喝的酒却档次很低 只需要几时上品 仙圆时 嘴里说道道友直爽 我傅泰明刚才无心失言 我呵呵笑了笑说道 没什么的 房信确实如傅兄所说 配不上梦瑶仙子 道友 另外两人 本来没有把我当回事 因为我的修为 在他们看来 实在是太低了 当听到我说 这句话之后 都惊讶地看着我 如果不是我声音小 他们都要来捂 我的嘴巴了 我继续说道 那房信只是个废物而已 我的声音不大 刚好三人能够听见 我这么说 就是想彻底消除他们的顾虑 告诉他们 我不会去告密 傅泰明突然抓起 我放在桌子上的玉壶 随后 从自己的内物袋里面 拿出两个小玉碗 往小玉碗里面倒满了酒 爽朗地说道 哈哈哈哈 就凭道友刚才那句话 我傅泰明尽你一碗 好 我端起玉碗一饮而尽 随后一道传音 落在了傅泰明耳朵里面 嘴里说道 傅兄 有没有时间单独聊聊 傅泰明听到我的传音之后一愣 不可思议地看了看我 我的传音先缘 明显是地先先缘 随后他也是一道传音 落在了我耳朵里面 道友也和房信有仇吗 我微笑着点点头 傅泰明也隐晦地点点头 又是一道传音 落进我的耳朵里面 我稍后就回去房间 我住在丁字区第48号房间 半个时辰后 我在房间等你 我对房信了解太少了 这个傅泰明 似乎对房信了解很多 我已经打算拿这个房信下手了 最好在拍卖会之前 拿到房信的身份证明 在拍卖会上 才更加地有底气交价 在稍微闲聊了一下之后 我起身离开了那桌 因为我已经看到 顾家三人走进了酒馆 不过他们并没有要坐下 而是直接朝着 通往楼上的升降梯走去 显然在这里 已经开好了房间 除了之前那名天仙中气的老者 和那名少女之外 这次又多了一名 天仙后气的美艳少妇 不过这名天仙后气的强者 周深的道运 稍微有些凌乱 还没有完全趋于自然 应该是伤势刚刚恢复过来 他目光柔和 没有绝大多数强者眼中的 那种骄傲 长相和那少女有些相似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母女关系 我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 和他们一起走上了 由升降阵法控制的升降梯上 他们看到我走过来 美艳少妇对我微微笑了笑 而那少女却很是厌恶地说道 这么多升降梯 偏偏要和我们解 我笑了笑 看着那名天仙后气的 美艳少妇说道 看来我的镊根 担置好了这位前辈的伤 是你 那个老者率先反应了过来 意念直接落在了我身上 随后赞叹地说道 好强大的隐匿手段 就算我知道你隐匿了 还是没有办法看出来门道 我微笑着没说话 老者对着美艳少妇 抱了抱拳说道 夫人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答应帮我们炼制 特等镊根丹的道友 叫 老者说到这里停住了 因为他惊讶地发现 他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叫王胜 见过前辈 我对这名美艳女子 还算比较有好感的 一个天仙后气强者 能主动对一个凡仙露出笑容 这在伪仙玉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前辈不敢当 王道友能救我顾家 就是我顾家恩人 我叫黎世恩 是顾家的家主夫人 这是我顾家长老顾盛 这是小女顾小夕 不知道王道友 可否赏脸去我们房间坐坐 美艳女子脸上的笑容依旧 很和煦 她的这种修为和身份 加上这个态度 给人一种很强的亲和力 自然是要去的 顾家住在甲子区的套间 这里一个套间 足足有几百平米大 而且这里面的静置很完全 有高等级的屏蔽一年的静置 然后还有触发阵法和防御阵法 这房间里面的先元气 也要比外面浓郁很多 这样的房间 就算一只蚊子也飞不进来 王道友请坐 我们顾家和王道友的合作 现在由我全权负责 具体事宜 我们需要重新商讨一下 进房之后 黎世恩直接说道 嗯 我也正有此意 我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次拍卖会强者如云 如果我没有一个正当的身份参加 必然会被围攻 黎世恩笑了笑说道 王道友是聪明人 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 你需要一个很正当的身份 而且这个身份在伪先玉 必须要有一定的地位 要不然 就算我们提供再多的先元石 给你也没有用 不知道离前辈 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我问道 他们既然想到了这点 而且主动提出 要重新商量一下 就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对策 黎世恩点点头坚定说道 我们顾家在几千年前 发生了一次大灾难 家族中十多名天仙强者 全部丹田受伤 只剩下了顾圣长老 这次如果能够得王道友帮助 我顾家一定能够重振 往日威风 成为伪先玉最大的势力 黎世恩说话的时候 语气很坚定 也很自信 在他的身上 我看到了灵月的影子 当初灵月说要重建问天宫 要让问天宫 站在伪先玉的顶端的时候 又何尝不是这种语气 这不是野心 而是一种雄心壮志 对于顾家的人 我了解不多 但是目前这几个人 给我的感觉都很好 尤其是这个家主夫人黎世恩 她为人谦和又坚定 做事不拖泥带水 也能感受得到一身的正气 我不知道顾家的家主 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能取这样的人为妻 想必也不是依靠武力和暴力手段 因为黎世恩根本就不是 会臣服在手段之下的人 黎前辈请继续说 我恭敬地说道 我决定让王道友 以顾家子弟的身份 去参与竞拍 顾家虽然已经没落 但也不至于让十大宗门 直接在拍卖会场动手 这是我顾家提供的仙缘石 应该足以拿下梦瑶仙子 黎世恩直接说道 并且拿出了一个内务袋交给我 我接过内务袋 意念扫了进去 心中一惊 那务袋里面 足足有1亿5000万上品仙缘石 这顾家不会是开仙缘石矿的吧 这也太富有了一点 我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平静下来之后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黎前辈不怕十大宗门报复吗 黎世恩笑了笑说道 我们过来的时候 我顾家已经派人 在和天伐山问天宫的人沟通了 希望可以让顾家的天仙强者 在恢复之前 去问天宫暂避一段时间 如果问天宫同意的话 明天的拍卖会议开始 我顾家就会举家 迁移到天伐山问天宫寻求庇护 我和顾胜长老会尽全力 护住你带着梦瑶仙子离开 我默默地点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自然更好 只是不知道 问天宫会不会同意 顾胜突然有些担忧地说道 我笑了笑 抬手发出一道先缘信息 嘴里说道 放心 问天宫自然会同意的 但愿如此 黎世恩轻点两下头 随后笑盈盈地看着我说道 王道有的修为 应该不仅仅是 凡仙中期那么简单吧 我呵呵一笑 也没再隐瞒 嘴里说道 嗯 我确实隐匿了修为 不过我也没多强 地仙中期而已 好厉害的隐匿手段 居然连我都看不出来 黎世恩赞叹道 我岔开了话题说道 黎前辈的提议虽好 但是也有些冒险 我知道有些冒险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 这是一张八级盾服 今天晚上 王道有就练化他 明天拍卖会 接近梦瑶仙子之后 我会和顾胜长老 在拍卖会大战一场 你趁乱 带着梦瑶仙子顿走 黎世恩说道 我看了看他手中的八级盾服 确实等级很高 但是还没有我的盾服好使 我这一张盾服 可是九级盾服 从影宗宗主赖无影那里抢来的 不妥 我摇了摇头说道 这样你们两个很有可能走不掉 不如还是按照我的计划吧 王道有的计划是 黎世恩和顾胜齐声问道 我直接说道 我需要一个身份没有错 但是顾家现在的身份 还不够保险 我想用房信的身份 去参加拍卖会 这不可能 顾胜直接说道 房信身边 有两个天仙后期的强者保护 根本就接近不了 还有就是 就算你接近了 悄无声息地替换掉他 也不可能逃得过房义眼睛 房义也会在拍卖会的现场 我有一个法宝 可以模拟任何人的样貌 和盗运气息 我敢保证那房义发现不了 我直接说道 可是 顾胜还想要说话 突然抬手接起一道先缘传讯 随后欣喜地说道 夫人 问天公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但是要求我们 必须保证他们沈长老的安全 沈长老 你是说问 天公的那个天命之子沈旺 黎世恩惊讶地问道 顾胜点点头 疑惑地说道 是的 沈长老现在在尾仙城吗 怎么会让我们去保护他的安全 黎世恩皱着眉头 嘴里说道 你叫顾名问问沈长老人在何处 我们这就去保护他 不对 黎世恩说到这里 突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嘴里说道 如果没猜错的话 王道友就是沈长老吧 刚才你发出的 那道先缘传讯 就是知会问天公 同意我们的请求 我笑了笑 没有再隐瞒 摘下了面具法宝说道 没错 我就是沈旺 改头换面实属无奈 因为我在尾仙城得罪的人太多了 还请黎前辈不要介怀才是 果然是沈长老 好好好 黎世恩连着说了三个好字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顾胜更是惊讶地 看着我手中的逆侠 嘖嘖称奇地说道 果然是好法宝 毫无任何痕迹 原来是沈长老 小女子多有得罪 还请海涵 顾小夕抱了抱拳说道 我摆了摆手说道 无妨 对了 顾前辈 你刚才说 可是 是指什么 顾胜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我的意思是 就算你完美地模拟出来了 房性的样貌和盗运气息 也模拟不出来 房医在他身上留下的意念印记 没有那个印记 房医第一时间会发现 我皱了皱眉头 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正在我沉默的时候 黎世恩突然笑着 这也未必 房性虽然是房医的长孙 但是他师父 却是御主侯嘉义 他身上的先缘印记 应该是御主的才对 御主闭关十年未出来 不会碰巧在这个时候出来 夫人你也说是应该 万一就是房医的先缘印记呢 顾胜有些担心地说道 黎世恩摇头说道 基本不会 除非侯嘉义陨落了 要不然 房性不敢更换他的先缘印记 可是并没有关于 侯嘉义陨落的消息传出来 那就这样 没有什么事情是没风险的 这种小概率的事情排除掉 而且 我也觉得 房医不敢更换 侯嘉义的先缘印记 我直接说道 嗯 沈长老可有把握在 两个天仙后期的眼皮子底下 把房性换掉 黎世恩问道 我点点头说道 听说那个房性是个无耻淫途 嗯 是的 顾小夕突然插话说道 这个畜生年纪轻轻 对却异性有着浓厚的兴趣 遭他独守女修 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 而且都是一些顶尖的天才女修 曾经 曾经 哼 曾经的事情都过去了 好在小夕没有受到伤害 就不要再去想了 黎世恩伸手搂过顾小夕说道 我点点头说道 那就可以了 你打算用美人计 顾胜有些惊讶地问道 那小畜生的眼界可高得很 绝对不会看得上普通的女子 如果是和梦瑶差不多的样子 他肯定中计 我直接说道 顾胜点点头说道 梦瑶仙子清纯无双 那小畜生自然不会错过 莫非沈长老见过梦瑶仙子了 哈哈 你啊 沈长老冒死来就梦瑶仙子 自然关系匪浅 我可不觉得 沈道有事就梦瑶仙子 是因为想要双修那么简单 黎世恩打句着说道 我点点头 是的 她是我妹妹 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怪不得 顾胜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站起身来说道 明天的拍卖会 两位前辈就不要去现场了 如果方便的话 两位前辈在商会往南的 一千公里处接应一下我 如果有强者追来 两位前辈稍微帮我挡一下 我估计 就算有人追来 也不会太多 顶多就是城主府的人 好 那我先安排顾家的事情 准备举家签一道问天公 小谢 你也即刻启程回顾家 明天拍卖会一开始 就和大家一起离开尾仙城 我和顾长老 这就动身去南边 一千公里的地方等你 黎世恩说道 对了 黎前辈 你知道那个房信 住在哪个房间吗 这个不知道 我们没有特意去调查过 黎世恩回答道 我点点头 带上了逆侠 再次便回了之前 那个白面书生的模样 离开了黎世恩的套房 离开之后 看了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直接朝着丁字区 第48号房间 傅泰明住在这里 这个家伙 似乎和那个房信 有很大的渊源 堵堵堵 我敲了敲门上的静止 门一会儿就打开了 看到是我之后 傅泰明赶紧把我让了进去 这丁字区的房间 和甲子区的套房比起来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这里只有一个 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 不过这里的先元气 还算充裕 而且房间里面的静止 比较完整 道友 你真的和那个房信有仇 傅泰明性格直爽 我一进门就直接问道 甚至没有 想要问我的名号 我点点头说道 嗯 有 不知道傅道友和他 有什么过节 我这么问 自然是想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有仇 仇有多深 傅泰明脸色一沉 紧紧地捏着拳头 嘴里说道 我以前有一个恩爱道理 一年前我闭关修炼 他上街交换修炼资源 被路过的房信 强行带走 并且霸占 那个小畜生 不但霸占了他 而且还把他 炼成了傀儡玩物 这我一直想要找机会干掉他 可惜的是 虽然我修为比他高 但是他身边时刻 有天仙强者在保护 我根本进不了他的身 傅道友是想利用 这次机会报仇 听到这种事情 我心中也是一沉 这种行为要放在华下 少说也盼个无期 傅泰明说道 想 做梦都想 哪怕再也见不到他 哪怕是死 只要能干掉那个小畜生 我傅泰明在所不惜 傅泰明不但性格耿直 而且报仇心切 对人也没有什么防备心 如果我不是真的 和房性有过节 那他就不好受了 傅道友是想在 论道会的时候干掉他 我继续问道 傅泰明点点头说道 没错 我有这个打算 只要有机会 我生死不济 我摇了摇头说道 不 你没有机会 两个天仙中期 时刻保护在他身边 你没有任何的机会 傅泰明叹了口气说道 我也知道 可是不试试 我心不甘 这一年里 我根本无心修炼 一修炼 就会因为我道理的事情 乱了心神 此事已经严重地 影响到了我的道心 不报此仇 我再也无法修炼 傅泰明的仇恨 是真实存在的 根本骗不了人 我放心地点点头说道 嗯 你知道房性的所有信息吗 包括他住在哪个房 身边的人叫什么 之类的信息 知道 我调查得很清楚 道友怎么称呼 你也打算干掉 那个畜生吗 傅泰明眼睛放光地说道 我点点头 我叫王胜 我有一个计划 请傅道 有把关于房性的信息 详细地告诉我 就够了 好 傅泰明果断地说道 开始把他对房性的了解 全部说了出来 他知道得很全面 足足讲了大半个时辰才讲完 如果没有傅泰明 我也有办法取代房性 不过要假扮他就不会那么自然 虽然还不至于马上露线 但是会更加冒险一些 有了这些信息 自然会更加稳妥一些 傅泰明说完所有 关于房性的事情之后 时间也到了晚上 我没有把我的计划 透露给傅泰明 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 自然越好 虽然他有在追问 并且一直说 要找机会干到房性 最后在我的劝说下 还是冷静了下来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 如果没有特殊的手段 根本就没有可能干到房性 论道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傅兄 我先去准备了 你不要轻举妄动 我会让那个房性 遭到应有的报应的 临走之前 我依旧有些不放心的嘱咐道 傅泰明默默地点点头说道 好吧 如果王兄能杀此聊 以后我傅泰明的命 就是王兄的 我摆了摆手说道 客气了 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交换一下通讯线源 有什么进展 我给你发传讯 好 月夜 伪仙玉渐渐被银白色的月光笼罩 因为大型拍卖会的关系 商会所在的这片区域 异常的热闹 千米外商会主楼的上空 一个巨大的照明阵法 犹如一颗太阳一般 分外的惹眼 也因为拍卖会的关系 龙川客栈此时也热闹非凡 在客栈二楼的一个 数千平米的大厅里面 更是人声鼎沸 一个巨型的园台 被搭建在正中间 园台上面坐着11名 看上去都很年轻的天才弟子 这11名弟子 围坐成一个园 身后站着一名天仙强者 而在台下 几千人围着园台站着 下面哑雀无声 就好像是围观领导开会一样 下面的人 都是在听他们 对修道的理解 和一些修炼的捷径 台子上面的11人 都是十大宗门 和商会最天才的弟子 这些人 也代表着伟先玉的最高资质 甚至可以说 这些人是伟先玉的 下一代强者 一个穿着粉色丝绸裙 身材妖绕 长相颇有几分 像梦瑶 却戴着一顶面纱宽帽的女子 也站在了人群中间 修为是繁衔圆满 位置正好是在房心的背后 我自然对他们讲的 没有任何兴趣 我的功法特殊 和所有人的修炼方式不一样 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 而且 他们关于道的理解 都是一些为修炼服务的理解 和修道的本心背道而驰 道之根本 无外乎心 心之所向 才是道之所求 一个浓眉大眼的天才 正在高谈阔论 三十来岁的模样 地先圆满修为 不过他的地位却并不高 因为已经有七八个人 发言完毕了 才轮到他 可笑 房心突然打断了他 嘴里说道 道之根本 来源于诗 诗之所指 才是道之所求 丁师兄都地先圆满了 怎么还理解不了 自己修道的方向呢 房心似乎是在故意找茬 顺便又花式绣了一把他师父 好不要脸 哦 这么说来 房师弟觉得师父就是天了 被叫做丁师兄的人 皱眉问道 房心哈哈一笑说道 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 有师才有道 如果不承认师父最大 那岂不是变成了 七师灭祖的畜生了吗 房心这话一说出口 那个丁信天才 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 如果不是这种场合下 估计这个地先圆满 马上会捏死房心 那个须先圆满的 蝼蚁房心 他身后的天仙强者 拍了拍他 示意他冷静一些 他看了看那强者 硬生生地不再说话 房心公子这么说 那就是 一定需要有师父 才可以修到了 没有师父的伞修算什么 我突然说到 声音甜美无比 这种声音 也是房心喜欢的 我的突然插嘴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里受教的人 也会在这种时候插嘴说话 懂不懂规矩 房心皱眉一声 意念没有任何顾忌地 直接扫在了我的身上 当他看清楚 我面纱下面的那张像 急了梦摇的脸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眼神之中的炙热 更是毫不掩饰 这个房心 已经上钩了 这位师妹所言甚事 见解独到 这个因素 我倒是没有考虑进去 师妹一句话 倒是让我这个 伪先欲第一天才赐残行贿 甚至有了一种名误 不知道师妹肯不肯赏脸 晚上去我的套房 再对我房心言传身叫一番 房心笑着说道 这里的所有人 听到这句话之后 都暗自摇了摇头 话虽说的隐晦 可是没有人不知道 房心的意思 同样的 也没有人会因为我出头 我甚至都能感觉到 无数道意念 落在了我的脸上 其中不乏天仙强者的意念 对不起 我有自己的住处 至于言传身叫你这个 伪先欲第一天才 我还没有那个本事 我淡淡地说道 哦 我说 你有这个本事 你就有 你现在繁先圆满 我只要稍微点画一下你 你就可以尽急虚线 而且 我可以给你提供 你任何想要的修炼资源 房心冷冷地说道 并且给身后的天仙强者 使了个眼色 那天仙强者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只仙缘大手 朝着我抓了过来 直接把我拎到了房心身边 你们要干什么 我假装害怕地说道 这是论道会 请你上来 自然是论道 那名抓我上来的天仙强者 淡淡地说道 似乎对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句话一说完 一股强大仙缘意念 就侵入了我的脑海之中 并且被一个天仙领域束缚住 我封闭了自己的修为 此时的实力 只有繁先圆满 被一个天仙强者这样一弄 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的目光变得呆滞起来 嘴里机械地说道 既然房前被相邀 晚辈自当听从 哈哈 我们要强迫你吧 房心得意地说道 我机械地摇了摇头 并不是我愿意摇头 而是那个领域在控制我摇头 很好 各位道友 各位前辈 我房心对于道的理解上 受到了打击 继续和大家论道 那是害了大家 论道会继续 我需要回房好好反思一下 并且听听这位师妹 对道的独特见解 房心站起身来 直接走下了论道台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意图 所有人都明白他的用心 可是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挡 因为他表面功夫做得太足 大家都知道 是那个天仙在控制我 可是这种事情 根本就没有实质的证据 真是好不要脸 终于 论到台上 一名妙龄貌美的女子 冷哼一声 这女子身上的 服饰我倒是熟悉 伪先玉十大宗门 排名第二的云兰宗服饰 递先出气修为 苏莫黎 你是在说我 走了两步的房心 突然回头冷冷地看着她 苏莫黎冷哼一声说道 明知故问 所以你要阻拦我 想要对我动手 房心不屑地说道 苏莫黎呵呵一笑说道 你以为我不敢 你有本事 先动手试试 哈哈 那我就领教领教 你云兰宗的手段 房心脾气暴躁 抬手抓出一把 金光闪闪的长剑 下品仙妾 绝对是仙妾 周围的人 看到这把金色长剑之后 纷纷后退 苏莫黎更是没有犹豫 抬手一张 一条散发着滚滚 道运的五色丝带 就出现在她手中 公子 站在房心身边的 天仙强者出声制止 可是房心一贯嚣张惯了 根本就听不得劝 金色长剑猛地一挥 一道凶悍的剑芒带着威势 就轰向了苏莫黎 破 一道仙缘大手抓了出来 房心的攻击 犹如石沉大海 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就被那只仙缘大手 捏成了虚无 站在苏莫黎身后的 那名天仙强者淡淡地说道 你成主府如果要挑事 我云兰宗接着就是 相信在座的其他长老 也不会置之不理 房心冷冷地看了一眼 那名天仙强者 随后瞪着苏莫黎说道 你很好 三番五次和我过不去 希望你不要落在我手里 如果有那一天 我会让你跪着 求着我杀了你 苏莫黎哈哈一笑说道 口舌之徒而已 你要有本事 我们就上生死台 比试比试 房心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了论道会 他身边的那名天仙强者 用领域控制着我 也跟着离开了论道会 房心锁住的套间之中 房心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面 后面是一名打扮妖劳的侍女 再给他揉捏肩膀 在他的面前 站着假装惶恐的我 在我的身后 站着他那两名天仙强者保镖 而这两名天仙强者的意念 在我身上肆无忌惮地扫着 甚至还入侵了我的脑海 这两名天仙强者 都是房心的贴身护卫 一个叫吴灿 一个叫赵棉 两人都是天仙中期修为 他们在查看 我有没有隐秘修为 或者有没有居心叵测 如果不是房心 不喜欢痴呆的女子 他们甚至都要对我进行搜魂了 在我自己封闭了修为 和逆侠的隐秘之下 两个天仙中期 还没有办法察觉出来任何 哪怕是天仙后期 也不行 查清楚了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两久之后 房心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两个强者扯开了 留在我身上的意念 赵棉说道 公子 没有任何问题 确实只是樊仙圆满修为 不过你不让搜魂 所以 他的身份一直查不出来 不会是有大宗门的背景的人吧 房心一改常态 谨慎地问道 赵棉摇了摇头说道 不会 伪仙玉的十大宗门 我都熟悉 没有这样一号人 至于其他的小宗门 就算是也没有关系 房心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稍微思索了一下之后说道 嗯 那你们出去吧 把他放开 任何人都不要来打扰我 我要双修 是 吴灿 赵棉纷纷抱了抱拳 转身离开了房间 虽然人离开了 但是意念却还停留在房间里面 房间的静止打上 我不希望被人偷窥 房心说着 转头看了看身后那打扮妖娆的侍女 嘴里说道 你也出去 一会儿再进来 那侍女恭恭敬敬地 对着房心鞠了一躬 那小妖一弯 前面的两团波涛 被房心尽收眼底 房心伸手抓了一把嘴里说道 小妖精 你也不要留在这破客栈了 以后就和我回城主府吧 多谢房公子 侍女开心地说着 退出了房间 回到城主府 只要她有手段讨好房心 她的修炼资源 必定源源不断 比待在这个客栈做侍女 要好太多了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被房心带去城主府的所有女修 最后都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被炼制成了傀儡玩物 赶在论道会上反驳我 是谁给了你勇气 所有人都退出去之后 房心突然抓出了一把匕首 在手中把玩 眼神之中 居然还带着一丝愤怒 感觉到留在我身上 那天仙强者的意念撤走 房间的静止也被打上 我不慌不忙地伸手 摘掉了宽帽 果然和梦瑶仙子极为相似 现在得不到她 你来陪我也是不错 房心站了起来 抬手一道仙缘朝着我撕了过来 眼看就要撕碎我身上所有的衣物 我嘴角一弯 瞬间解开修为 地仙领域突然轰了出去 直接把房心死死地束缚在原地 并且第一时间封住了她的嘴 防止她大声地叫喊 抬手抓出数十枚阵棋 我快速地布置了一个隔音阵法 缓缓地走到话都说不出来 满脸惊恐的房心面前 抬手就是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 房心在我面前 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 这一巴掌 直接把她左边的脸扇得血肉模糊 妮妮 房心惊恐地看着我问道 声音很大 不过全部被我的阵法挡住 外面听不到任何一点动静 我意念一动 收起了逆侠 露出了本来面目 嘴里说道 就你这副鬼样子 也配打梦瑶的注意 沈旺 你是沈旺房心表情更是猙獰 随后便求饶着说道 前辈 如果您也想要得到梦瑶仙子 我明天绝对不和您争 而且而且 我可以把我手里的仙缘石全部给你 帮你买下它 争 我是他哥哥 他喜欢和谁在一起 是他的事情 而不是你这种砸碎 用仙缘石可以决定的 我反手又是一巴掌 把房心的右边半张脸 也扇得血肉模糊 饶命 前辈饶命 是是是 梦瑶仙子 不是用仙缘石衡量的 房心赶紧说道 在死亡面前 他再多的嚣张 也全部化成了虚无 我抬手一抓 房心的内物袋 就落在了我的手中 意念瞬间就破开了房心 留在里面的静止 看到房心内物袋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我顿时皱了皱眉头 这里面虽然有很多极品真气法宝 还有两件夏品仙气 就连上品仙缘石 也有三百多万 可是更多的都是一些 女修的谢衣和首饰 这些东西上面 附着的怨气很大 这些东西的主人 很有可能被房心活活折磨死了 我没有去动那些武器 夏品仙气 我也没有去动 这些东西很珍贵 如果房意要在房心身上 留下一年印记 肯定会留在这两件 夏品仙气之中 只要我一动它们 很有可能被房意发现 我把那三百多万 上品仙缘石衣 到了我的内务袋里面 淡淡地说道 你就带这点仙缘石 来参加拍卖会 房心赶紧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不是 参加拍卖会准备的仙缘石 都在吴灿和赵棉手中 到底在谁手中 我冷冷地问道 现在我自然不会杀他 一旦杀了 他在他身上留下印记的御主 肯定会有所感应 不管这个御主是不是在闭关 终究不能冒这个险 只要他生机不绝 那个御主就没有可能知道 这里发生的事情 房心赶紧说道 他们两个身上 每人都有五千万上品仙缘石 很好 我说着 意念渗透进去他的原神 直接抓了一缕原神出来 练花之后 我再次带上逆侠 变成了房心的模样 你 你疯了 你是想用我的身份 去参加拍卖会 房心哆哆嗦嗦地说道 我点点头 一拳轰在了他的丹田上面 仙缘撕扯之下 房心直接昏离过去 我稍微整理了一下 他那屋带里面的东西 除了那两把下品仙器之外 所有的东西 都被我移到了我的内屋带里面 然后把昏迷的房心 丢到一个角落 在角落里面 布置了一个八级隐匿仙阵 在隐匿仙阵里面 我又布置了一个 可以用意念控制的爆炸阵法 这才撤掉隔音阵法 来到一张椅子边坐了下来 只要明天拍卖会结束之后 再顿走的同时 我会引爆那个自爆阵法 直接干掉这个人渣 稍微坐了一会儿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房间静悄悄的 只有那个妖劳的侍女 在门边等着 我打开门的同时 两道意念扫了过来 这门口应该是 被那两个天仙中期 布置了触动静止 哼 公子这次的时间够快的 是那女修很配合吗 吴灿笑着问道 我摇头说道 倒不是 那女修性子裂 而且不经完 已经被我拍成血污了 明天的拍卖会之前 不要来打扰我 是 两名天仙强者抱了抱拳 丝毫没有看出任何不妥 我伸手指了指 那个侍女淡淡地说道 你和我进来 那侍女一愣 面露恐慌地看着我 嘴里哆哆嗦嗦地说道 是公 公子 侍女进去之后 我重新打上了房间的静止 走到了那侍女的身后问道 双修过吗 有 公子 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一定让您满意 女子诚惶诚恐地说道 目光在房间里面到处看 最后落在了之前 防信留下的那一小摊血上面 脸色更是惨白 我点点头说道 叫几声我听听 看能不能勾起我的兴趣 啊哦 那侍女心领神会地 直接叫了起来 叫声之中充满了诱惑 大声点 不要听 我淡淡地说道 做戏做足 至少要让门外那两个人 听到这里的动静才行 侍女越叫越大声 而且也越来越走心 似乎在这房间里面 真的有非常激烈的雨水之欢一样 叫声一直持续到后半夜 那个侍女的嗓音 都有些沙哑了 依旧看着在座椅子上 不为所动的我 脸上的表情更是恐惧 生怕我一个不开心 就直接拍死她 好了 今天确实没什么心智 你休息一下吧 我指了指床说道 侍女默默地点点头 乖巧地躺在了床上 一动也不敢动 我拿出一个 装着十万上品 现原石的内务袋说道 这是给你的 明天我们走了之后 你也离开这个地方吧 要不然你会死 拍卖会议结束 事情就会败露 到时候必然会查到 这个侍女身上 无论她怎么说 都是死路一条 我说完没有再理她 直接进入了民私状态 第二天一大早 门口的静置被触动了一下 我走过去打开了静置 吴灿照免二人 站在门口说道 公子 拍卖会就快开始了 太上长老叫 我们尽早过去 我点点头说道 那就走吧 那个侍女药镖带走 吴灿问道 我要头说道 不用 腻了 走吧 去商会 我出来的时候 龙川客栈下面 已经有了很多马车 在下面等候 这些马车 都是商会安排过来 接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的 除了那些太上长老 哪怕是天仙强者 也没有人敢在 尾仙城里面肆意飞行 浩浩荡荡的马车队伍 直奔商会 数千人纷纷入场 有条不紊地走进了 拍卖会的现场 这个拍卖厅 是特意布置出来的 地方大的下人 里面的布置 也无比的豪华 各式各样的阵法 遍布整个大厅 灯光阵法 显示屏阵法 监控阵法 扩音阵法 物品传送阵法 这里除了普通的座位之外 还有数十个包厢 包厢有屏蔽一年的禁止 而且包厢外面只有编号 没有名号显示 也就是说 包厢里面做了什么人 没有人知道 这是把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只有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才不会忌惮 可以肆无忌惮地加价 因为今天拍卖的东西 都很珍贵 商会当然是想赚更多的钱 当然 今晚最抢手的还是梦瑶 为了避免威逼的发生 在最后竞拍梦瑶的时候 所有竞拍者 都要随机打乱顺序 进入包间 而且不能用喊价的方式去竞拍 只能通过阵法打架 然后在所有的包厢 和外面的显示屏里面显示出来 这是最公平的竞争手段 也真是难为了商会的那些人 能够想出这么周到的方式 来把利益放到最大 当然 包厢的价格也是贵得吓人 20万上品先原时的价格 让大多数修饰都望而却步 只有那些十大宗门的人 才有这个本钱 去做这种包厢 仅仅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拍卖会就已经做满了人 入口的通道已经关闭 我的包厢在02号 和我一起进入包厢的 还有我的无参照免二人 这两个人是贴身护卫 寸步步离身 除非我主动赶他们走 现在是关键时期 我自然不会做这种毫无理由的事情 十大宗门 除了这些太上长老的代理人之外 还有很多人都进入了拍卖会 这些人进入没拍卖会是 不允许穿自己宗门的服装的 这样同样是为了避免 因为忌惮而不敢竞价的情况发生 十个太上长老 也都在拍卖会会场 不过他们的位置比较特殊 是在空中建立了一个空中楼阁 他们都坐在楼阁之中 一边喝着顶级的鲜酿 一边谈笑风声 当然 谈的什么没有人听得到 那空中楼阁布置了隔音阵法 因为没有人敢和十大宗门的 太上长老竞拍宝物 所以他们是不能参与任何东西竞拍的 如果实在看上了什么东西 只能委托自己宗门的人去参与竞拍 我身上原本有600万上品线原石 顾家给了我1亿5000万 吴灿和赵敏二人身上各带了5000万 加起来就是2亿5600万线原石 这个经济实力 让我心里很有底气 欢迎各位道友 光临我伟先玉商会 随着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傅川龙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拍卖场 他的身影也同一时间落在了那纯金香玉 打造巨大拍卖台上 傅川龙身为伟先玉第一大商会的会主 在伟先玉的地位不亚于那些太上长老 他一出现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这或许是我们伟先玉目前为止 最为浩大的一场拍卖会了 本次拍卖会不但宝物众多 人数众多 就连我伟先玉十大宗门的太上长老们也齐聚一堂 这不仅仅是一场拍卖会 而是一场空前的道门盛会 傅川龙慷慨激昂地说道 台下一片欢呼 傅川龙伸手压了压说道 首先 让我们以最诚挚的敬意 欢迎十大宗门的太上长老们 台下的所有人纷纷站起身来 面朝着那空中阁楼拘了一躬 随后 傅川龙继续说道 本次拍卖会统共有八十多件宝物 相信大家都看过了宣传单 在这里 今天在拍卖会上会出现的梦瑶仙子 众人纷纷竖起耳朵听 虽然梦瑶的事情在外面有很多传闻 但是那仅仅只是传闻而已 这种传闻一般传到最后 就没有多少可信度了 但是傅川龙所说的 才是最真实的资料 梦瑶仙子来自于华夏 年仅十九岁 这是真实年龄 在华夏 这个年纪就修炼到了飞生 资质比起我们伟先玉的第一天才 房姓来说 还要强上很多 而且 他对领域的领悟高达九成五 这个领悟力 除了天伐山问天宫的那个神望之外 那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领悟 更加难得的是 梦瑶仙子还是纯净的极音之体 这种天之骄子 让我伟先玉的所有宗门都屈之若鹜 傅川龙说话的时候 语气显得无比激动 果然是极音之体 如果谁能成为他的道理 双修的好处是无与伦比的 是啊 是啊 我还听说梦瑶仙子美貌无比 青春无双呢 九成五的领域领悟能力 这是一个绝对可以获得鲜味的存在啊 台下关于梦瑶的议论声此起彼伏 在这些人眼中 梦瑶就像是一块得梦瑶者 得天下的无上至宝 傅川龙继续说道 可是梦瑶仙子只有一个 所有宗门都想成为他最终的归属 没有办法 只能借用拍卖会的名义 来帮助梦瑶仙子 选择一个实力最强的宗门 借着梦瑶仙子的光 才有了这次空前的盛会 按理说 梦瑶仙子应该作为最后一个压轴登场 为了避免前面宝物过多地消耗掉 道友们的先缘石 所以梦瑶仙子将会是第十个出场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宣布 今天的拍卖会正式开始 傅川龙说完 直接飞升上了上面的空中阁楼 一名穿着无比性感的丰满少妇 微笑着走上了拍卖台 他的手里拿着一个金色的纳物袋 走到拍卖玉台后面停了下来 清清地把那物袋放在了玉台上面 欢迎各位道友前辈的到来 我是本次拍卖会拍卖师傅清清 很荣幸能主持这场拍卖会 今天第一件宝物 是一件上品仙器防御法宝九星波 上品仙器的珍贵 自然不用我多说 底价1200万上品仙元石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万 傅清清声音细柔 在扩音阵法的作用下 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上品仙器虽然珍贵 但是我还没有看在眼里 我自己就有一个玄武盾 比起这个九星波要好太多了 不过对于别人来说 这防御法宝还是很好的宝物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救命用 就算用来杜劫 也是绝好的东西 最终 这个九星波 以1800万的价格 被一名地先后期的魁梧南修买走 恭喜这位道友 获得九星波 请把仙元石 放入座位前面的物品 传送镇里面 傅清清笑着说道 一个那物袋被传送走 拍卖会的人 确认仙元石无物之后 便把九星波 送到了这名男子身边 这男子拿到九星波之后 也没有再出手 而是直接走向了拍卖会的后台 他应该是用完了身上的仙元石 准备隐蔽地离开 免得被人盯上 今天拍卖的第二件宝物 是3D玉里拳 玉里拳的珍贵 我想大家都应该清楚 我也就不多做介绍了 3D玉里拳的底价是1500万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50万 傅清清抬手一挥 3D玉里拳 从玉瓶中被带了出来 悬浮在了空中 三秒之后 傅清清收起了这3D玉里拳 这次的竞争比之前还要激烈 这里有仙元石的人要多上太多了 仅仅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价格已经被抬到了3000万仙元石 这让我心中更是震撼 1000万仙元石一滴的玉里拳 我身上还有30多滴 那可以卖3亿多啊 3200万 一个从来没有参与 竞拍声音突然响起 这个声音响起之后 其他人也没有再继续竞价了 因为这个人虽然穿着很普通的衣服 但是基本都认识他 程主府的第一长老 他站出来竞拍 很有可能是房信的受益 而且玉里拳虽然珍贵 但是3200万的价格 已经算是天价了 再竞价 那就是故意得程主府了 我心中也是感叹 这些大宗门的财力 区区三滴玉里拳 居然卖出了这样一个价格 之前1500万的低价 我都觉得有些离谱了 看来有时间 还得去那清玉高山山顶上看看 有没有新的玉里拳凝聚出来 傅清清满一点点头 这个价格 似乎也超出了他的期待价格 他兴致勃勃地 拿出第三件宝物 这次的宝物有些逊色 仅仅是一件下品仙气飞剑而已 即便如此 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哄抢 最终以1100万的价格被买走 后面的几件东西 一样都是质宝 也有让我心动的几件东西 比如 可以升级武器的矿石 和珍稀的仙草药 可是我一样都没有出手 我在等梦瑶出来 前面的东西 哪怕我再想要 也不能影响到梦瑶 今天的第九件物品 是一枚神丹 名为副神丹 副神丹的作用 是可以修复元神 这种丹药在伪仙玉 原本是没有的 就算是仙界也很少有 只要是元神受伤不溃散 都可以治愈 哪怕是对开始溃散的元神 也有一些帮助 这枚丹药 出自我伪仙玉 唯一的神丹师侯爷侯月生之手 抵价3000万 上品仙元石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100万 傅清清的第九件拍卖品 一拿出来 我心中顿时一震 这东西 不正是我想要的吗 我开始关注起来 有了这枚副神丹 下如是就可以恢复了 3500万 一名年纪威大的老者 直接说道 3600万 又是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这个说话的人 我倒是见过 云兰宗的宗主 具体叫什么 我倒是不知道 对于云兰宗 我还是有些好感的 昨天晚上 在论道会上苏莫黎的出头 让我觉得云兰宗还算正义 而且之前十大宗门 入侵问天宫的时候 云兰宗并没有太积极 云兰宗的弟子 也都没有乱来 后面数走俘虏的时候 云兰宗也很干脆 不过当初以为大赚了一笔 可是现在 看着情况 几百万仙元石 对于这些大宗门来说 只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吴灿 赵免 我想要这一枚神丹 我转头对着身后的两人说道 公子 我们身上的仙元石不多 如果近拍这枚副神丹 我们很有可能得不到梦瑶仙子了 赵免提醒着说道 我点点头 严肃地说道 我知道 你们先把身上的仙元石都给我 然后再去问我 爷爷要一些过来 就说 这丹药对师父有用 明白了吗 既然房信这个师父 闭关十几年没出来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那我现在就拿他来做做文章